第1514-1608章,贵求订阅 第1514章一国他乡没夜宵 蛇蝎怪物和蛇蝎女妖们不可能是无所畏惧的,在看到莫凡这样大肆屠杀它们之后,那些更厚头的蛇蝎生物们已经没有勇气继续往前了。 它们的等级普遍不是很高,很明显的是数量在这个人类面前不一定就能够决定什么,其中一头身体和红色的蛇蝎女妖开始发出了尖锐的叫声,是以所有的蛇蝎怪物开始撤离。 莫凡看到这蛇蝎部队开始分散逃窜,心里大为不爽,它们可都是自己的财富啊,怎么可以说跑就跑。 暗影离刺 黑魔潭依旧持续着,无数细细的离刺暗针飞出,如一场横向飞舞的暴雨,疯狂的盯在了那些逃窜的蛇蝎怪们身上。 这些离刺都拥有禁锢之小,被盯住的蛇蝎怪将在那里,动弹不得,吉星狼和小炎姬便会立刻跟上,如死神一样将它们的性命给收割。 在黑魔潭这个领域下,莫凡的巨影钉威力也相当可怕,暴雨之刺将一大群一大群的蛇蝎怪物和蛇蝎女妖给死死的禁锢着。 更多的残魂,惊魄妃向了莫凡,这些蛇蝎怪和蛇蝎女妖们的等级虽然不高,但由于她们常年与亡灵打交道,她们的灵魂价值却明显要比普通妖魔高出一些,她们的残魂惊魄的品质也会高出许多。 一大批残魂飞入到小尼丘坠的鸣河之中,整条鸣河坠满幽名之灯,繁蜜而又壮观,这些飘荡着的残魂会被小尼丘不断的淬炼,淬炼成一颗完整的精魄来。 现在莫凡还不怎么需要奴仆级的精魄,所以在小尼丘坠翠炼出来了奴仆级精魄之后,莫凡又让小尼丘继续翠炼,将奴仆级精魄萃成战将级精魄,这样可以确保莫凡获获得更多的战将级精魄。 莫凡觉得自己的召唤大军最好是保持在战将级的水准,这样当他们冲撞起来才会产生更惊人的破坏力,至于奴仆级的,莫凡觉得起不到太大的效果,奴仆级数量庞大起来确实也能够对高等级的生物构成无休止的消耗威胁,但既然要组建起自己的召唤大军,为什么不高追求呢? 小尼丘的鸣河工厂可谓是流水陷级工作,莫凡斩杀的蛇蝎怪物转瞬间全部变成了精魄,一共是三十一枚,其中有三枚并不是淬炼的,而是直接从那些蛇蝎怪的身上飘出来的,这种精魄莫凡是可以拿去卖钱的,考虑到召唤大军急需招兵买马,莫凡觉得还是直接给魔眉借吃了为尿。 运气不错的是,在杀死小炎鸡杀死的一头蛇蝎女妖身上,也出了一个战将级的精魄,而其他蛇蝎女妖的残魂最终也被小尼丘炼化,一共炼化出了两个。 三十一枚奴仆级的精魄可以淬炼成六枚左右的战将级精魄了,加上前面三个,一共就获得了九个。 可惜,蛇蝎部队还有将近一半逃跑了,没有给莫凡继续杀死的机会,不然还不止这些。 一共九个战将级精魄,莫凡全部喂养给了魔眉戒,可以看到九道半环状的戒光在莫凡的手指上方快速的一闪,紧接着消失了,魔眉戒也快速的引去了华光,消失在了莫凡的手上。 九个战将级精魄,布兰切看到光芒亮起,脸上露出了诧异之色。 莫凡这才意识到自己做的有些过于明显了,急忙解释道,我之前就有六个的,刚才的运气也非常好,获得了三个,嘿嘿。 虽然一些昂贵的巨魂器皿确实有类似小倪丘最一样的淬炼能力,但其转化的效率是相当之低的,估计收集个近五百多个残魂才可以转化成一个精魄,这个世界尚可没有多少个法师能够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杀掉五百头妖魔。 小倪丘的神奇能力,莫凡依旧不打算让任何人知道。 哦,哦,我以为你的巨魂器皿这么强大,布兰切也没有怀疑。 布兰切也怀疑不起来,他并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如此强大的巨魂器皿。 给他们跑到了,不然今天会收获更多。 莫凡望着那些跑远了的蛇蝎怪和蛇蝎女妖,叹了一声。 莫凡,我送你这样东西是希望增强你的实力,不希望你刻意的为了获得召唤数量而不停的与这些妖魔厮杀,那样你会陷入危险境地的。 布兰切看着莫凡意犹未尽的样子,不免担心了起来。 放心,放心,我又不是疯子,怎么可能没事去和妖魔杀来杀去呢? 莫凡说道。 布兰切对莫凡的这句话却是不大相信的,从莫凡刚才的战斗状态来看,他是不止一次与妖魔为伍,杀得天昏地暗了。 九个战将级惊破未养后,莫凡的召唤之门的数量就变成了53。 43头白色巨狼,10头白纹苍狼。 莫凡打算将白纹苍狼的数量给壮大起来,哪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再敢找自己麻烦,直接开闸放白狼大军,让他从此怀疑人生。 莫凡和布兰切离开了枯木树林,一场战斗下来,莫凡也有些累了,魔能消耗算蛮多的,他们真正的目的地可是开罗,等开罗的战斗一结束,就得赶过去,那个时候肯定要养足好精神。 两人刚离开不久,一名骑乘着沙漠假兽的军官率领着一对军法师匆匆忙忙的赶到了这里。 不是说这里有一大堆蛇蝎怪偷袭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军官拧过头来,质问道。 属下确实是接到消息,事后这会也非常的尴尬,不知道如何解释。 长官,前面发生过战斗,很多尸体残骸。 一名军法师踏着风来,将前面的情况汇报道。 军官立刻驾驭着那头沙漠假兽往那里跑去,其他法师们也迅速的跟上,本以为汇报的人所说的很多尸体只是零散的一些分布在枯木树林之中,却没有想到这枯木树林里是铺满了藏壳,多得根本数不清究竟有多少蛇蝎怪和蛇蝎女妖死在这里。 怎么也有几千只吧? 应该有,他们怎么全部死了? 长官,有火焰和黑魔法的痕迹,是魔法师,应该是某位法师坐镇此地,在我们察觉之前便将他们全部消灭了。 恐怕是一位抄阶法师,不然这么短的时间杀死这么多的蛇蝎怪物。 属下从城市方向过来,到时见到了两位年轻男女从这里走出来,不知道是不是他们。 一名队长说道,应该不是他们,他们太年轻了。 太好了,避免了一场厮杀,我们前线压力会减轻很多。 是啊,若是我们前线也能够多一位这样高强的法师,大家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回到了新苏城之后,莫凡肚子也饿了,战斗是很消耗体能的。 于是莫凡拉着布兰切在市区里逛了一圈,想找一家做夜宵的,也顺便品尝一下埃及的夜宵。 可惜,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像中国那样,24小时都能够找到开业的店铺,逛了很久,莫凡就没找到除了24小时便利店之外的夜宵店铺。 莫凡总不能够跑到酒吧去吃东西,无奈之下空肚子回到了酒店。 要不,我给你做吧。 便利店的食材虽然不是很新鲜,但总比你饿着要好。 布兰切说道。 那还是算了,我其实想吃肉。 莫凡干笑一声。 布兰切是素食主义者,他做出来的东西除了青菜就是菜汤,阿尔卑斯山学府那坑爹的饮食让莫凡绝对抓狂。 说实话,在一堆美女和一堆美食面前,莫凡觉得自己会选择美食。 烧烤,火锅,小龙虾,大排档,串串香,香锅麻辣,盐皮皮虾,真不知道外国人民是怎么在没有这些夜宵美食的情况下活这么久的。 莫凡买了一些面包肯,吃着这贼难吃的面包,他不由得越发怀念大上海,嘴也不停的说着。 布兰切听莫凡可以一口气列举出那些完全没有听说过的美食,还仅仅只是夜宵,不禁开始好奇道,你们国家食物有那么多的做法吗? 有机会一定要带你去尝尝,到了中国,你会把什么素食主义抛到脑后去的,哦,哦,其实素食一样有超级多的方式,绝不是像你们那样煮熟,或者熬成汤,莫凡说道。 想当初,莫凡用一顿麻辣小龙虾直接就收买了英国女公爵爱琳,该死,浦东被淹没了,那一家特别有味道的小龙虾也彻底不见了,异国他乡,无实填富,莫凡内心更涌起一阵强烈的要将海妖杀个精光的愤怒,不然自己把布兰切往那里一带,让他品种那种麻辣香浓的滋味,分分钟心花怒放,分分钟好感暴增,哪需要什么下药,轻轻松松全雷打。 布兰切走过的国家并不多,早些年他还会每年出去练一次,往后便更少了,甚至许多都市常识都没有怎么更新,说他是一位修道院的年轻女修士真不为过。 莫凡也很不明白,他明明拥有叱咤风云的实力,为什么非要久居阿尔卑斯山那个半封闭的环境之中,还是说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话说起来,认识了布兰切这么久,莫凡都还不知道他的身世情况,他好像从来就没有提及过。 一个人可以拥有如此强大的修为,绝对不可能是平平淡淡的埋头苦修的,莫凡开始对布兰切也感到好奇了。 第1515章多了一倍 在新苏城等待了大概了五天的时间,莫凡难得没有跟着赵满炎这个家伙在新苏城寻找小女郎酒吧,而是端端正正的跑去战区,宛如空降神兵那样把那些军法师该做的事情给做了。 莫凡就是收集大量的残魂,惊魄,拥有了魔眉界之后,莫凡变成了一个特别上进的青年,这就让新苏城的军法师们非常尴尬了起来。 很多时候他们好不容易部署了战略,打算大举进攻来一次反击战时,往往发现那里变成了一堆残骸,他们那般气势汹汹到头来变成了战场拾荒者。 莫凡总能够在战场之中自如的穿梭,一些军队都没法突围的蛇蝎老窝,往往就被莫凡一个人给攻破了,新苏城的那些先锋队军法师对莫凡的敬仰如同滔滔尼罗河之水,要不是没有这个神经病在战区里横冲直撞,破开了几个缺口, 他们这场战争不知道要多牺牲几个队伍。 五天来,莫凡收集了有三十四个战将级精魄,加上之前十个,莫凡可以说让自己的召唤之门一共多出了四十四只白纹苍狼,马上就能够破百了。 可惜,那些蛇蝎怪们在第六天开始退潮了,不然再给莫凡一两天的时间,真有机会让自己的召唤之门变成百头猛兽的凶猛规模。 快入夜了,莫凡回到了酒店,刚要回自己屋子里睡觉,便看见布兰切身姿挺巧的站在自己门口,那双脚跃一般的双眸正平时着自己。 布兰切挺高的,穿上高跟鞋都比莫凡高一丢丢,所以有的时候他的这种居高临下会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 不是答应过我的吗? 布兰切冷冷的质问道。 我就是去荒郊野岭练习了一下魔法释放,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莫凡嘿嘿一笑,谎话脱口而出。 没有去战区。 布兰切再一次问道。 当然没有,我去那里做什么,我又不是疯子。 莫凡脸不红心不跳,想布兰切老师这种其实算蛮单纯的,只要用一种让他觉得你没有玩笑的口吻回答他,他就不会再有过多的怀疑。 给我看看你的戒指。 布兰切呼的说道。 莫凡张了张嘴,这个布兰切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 天呀! 布兰切在楼道里惊呼出了一声,一时间其他旅客们纷纷转了过来,怀疑莫凡是不是对这位美人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 我们进屋子里说。 莫凡好一阵尴尬,打开了房间门,将布兰切拉到了房间里。 关上门,莫凡还没有来得及开灯,便立刻感受到布兰切那双眼睛,便好像是幼儿园老师看待做坏事的小朋友那种,也有大姐姐的那种责怪与生气。 整整多了一辈,我想我应该夸赞你的才能。 布兰切没好气的说道。 其实我运气还蛮好的,出了一个统领级的惊魄,我再犹豫是卖了补点生活费,还是未养给磨眉间。 莫凡说道。 我是在说这个吗? 布兰切声音高了几分,摆出了他平日里在叫伐处的那股子威严。 哦,哦,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么茫茫壮壮的跑战区。 莫凡果断认错道。 看到莫凡这么直截了当的认错,布兰切一时间还真拿莫凡没有办法了,这让他准备好的那些在叫伐处用来让学员悔改的词都无用武之地了。 受伤了吗? 布兰切最后还是柔和了下来,语气如同一位大姐姐那般。 小伤,不用处理就自己康复了。 莫凡回答道。 给我看看。 布兰切说道。 不好吧,真的没什么事。 莫凡说道。 莫凡发现最近布兰切好像摸清了自己说谎的套路了,他已经对自己的话不像之前那么单纯的相信了,哎,人与人之间怎么会变化的这么快。 布兰切不相信莫凡说的小伤也很正常,他又不是没看到莫凡对抗妖魔时的方式,那是冲入到妖魔堆里厮杀的,这种人不受伤都怪了。 蛇蝎怪和蛇蝎女妖的级别确实不足以让莫凡这种魔法师丧命,但所有的妖魔又不是机械,他们的攻击方式,他们的毒性,他们的能力都是会有不一样的,战场里变数那么多,再强的人都很难毫发无伤。 这叫小伤吗? 布兰切语气又沉了下来,就跟变魔术一样手上多出了一些药剂。 对我来说是。 莫凡说道。 躺好。 不合适吧,布兰切老师。 别小看这些伤口的毒性,你自己看,它们没有愈合,而是在腐化,你的血里有毒也要处理。 哦哦,我还真没发现,我自己有药,是帕特,是朋友送给我的。 莫凡将空间手环打开来,从里面取了一些解毒药和疗伤药来。 莫凡在离开帕特农神庙那会,心下把莫凡的空间手环都塞满了他们的圣药。 心下可从来不会去管莫凡出不出入战场,因为他知道劝也没有一点用,莫凡是拴不住野狗,因此在疗伤药方面,心下是一箩筐一箩筐的给莫凡准备,这些拿出去脉都是被猎人们疯抢的,莫凡也考虑过拿去倒卖了,回点钱钱,可一想到这是心下的心意,最终还是没有那样做。 这些是帕特农神庙的圣药,你与他们关系也不错吧? 布兰切一眼就认出了莫凡拿出来的那些疗伤药,听不出情绪的说道。 帕特农的疗伤药也分几个级别,最好的当然是出自神女风的,这种疗伤药往往都需要静拍,但很多时候帕特农都不会拿出去卖的。 莫凡拿出来的时候就跟拿普通纸屑药玩那般,布兰切又不是傻,怎么会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珍贵? 也就还好吧。 莫凡此刻也很尴尬。 不知道告诉布兰切和海地,自己老婆可能是未来神女,他们会不会当场就跟自己翻脸? 布兰切也没有追问莫凡与帕特农神庙的关系,他帮莫凡处理了一下伤口,便对莫凡说道,我得去地中海处理一些事情,不方便带上海地,你们明天前往开罗后,帮我照料一下他。 没问题。 莫凡点了点头。 我一会儿就出发,过来和你说一声。 布兰切说道。 很棘手吗,要不要帮忙? 莫凡问了一句。 我自己可以解决的。 第1516章 欧洲学府 前往开罗的路途上,赵满言问了一个很让大家怀疑各自智商的问题。 既然航班都取消了,我们不可能飞到开罗,那我们为什么要在新苏城待了整整五天? 坐在前往开罗的驼兽身上,赵满言问道。 驼兽就是骆驼的品种之一,在埃及非常的多,它们类似于威尼斯的那些贡多拉一样,是当地的特色出租车。 和共多拉布一样,驼兽是跑长途的,在埃及发生点战争比下雨都频繁,航空,火车,汽车高速经常会出一些问题,驼兽就不一样了,哪里都能够跑,荒郊野岭,黄沙大地一样健步如飞,会选择这个出行方式的,一般都是需要有魔法师陪同,不然遇到一点威胁还真得很难处理。 驼兽速度也不慢,相当于一辆吉普车,对魔法师来说车子的速度其实也不算什么,但魔法师的魔能太金贵了,不可能用来跑长途的,何况一头驼兽吃饱喝足了能够保持吉普车速度跑一天一夜,魔法师可做不到。 飞川埃朗已经算很壮硕的生物了,莫凡很多时候也不怎么骑乘它,问题也在于它耐力。 跑上一两个小时没问题,跑一天一夜是不可能的。 坐上从新苏城开往开罗的驼兽,沿着尼罗河的线路,大概有两三个队伍都是前往开罗的,于是仓皇的大地上,可以看到四五十只驼兽踩在有些干燥的土壤上,卷起阵阵烟尘。 埃及很多地方视野都特别开阔,即便是离尼罗河不远,沙漠依旧离得很近很近,这里的沙漠倒会柔和很多,不像一点情面都不讲的撒哈拉,不小心步入到了迷界区域,便一辈子别想走出来了。 海帝似乎第一次感受这种乘坐驼兽在大地上狂奔的感觉,脸上露出了少见的笑容,他一头亚麻色大卷发迎风飞舞,坐姿端庄优雅,大部分同行的人都喜欢跟在他的后面,欣赏着他那美妙的桃行屯。 可惜了,布兰切不在,布兰更具几分成熟韵味的他会让这次旅行更增添几分色彩。 莫凡发现,布兰切走了后还有一点点想念,这段时间相处,他宛如一位大姐姐的温柔与认真让莫凡对这位女boss好感大增,可惜他好像有什么事离开了,布兰不需要要的日子指日可待。 至于海地,长得是很美,皮肤美如玉石,但他有的时候太拽了,或者正因为自己看了他,他对自己拽得不行,这让莫凡缺少了几分调戏趣味,哪怕自己说得很严肃的话,他都会觉得自己是个流氓。 海地,有言在先啊,我们去开罗有证实要做的,你到时候就别跟着我们了,自己在开罗当旅游吧。 莫凡说道。 我不需要你们照料。 海地正开心的时候被莫凡泼了一盆冷水,马上板着脸道。 就先跟你说一声。 你们是学生啊,哪个魔法学校的? 就在这时,一位热情的U型胡须男靠了过来,开口询问道,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欧洲学府的土系学院的实习导师瓦尼,我身后的几位都是我的学生,很高兴认识你们。 欧洲学府 海地有些意外的扫了一眼这名胡须行男。 胡须行男瓦尼脸上马上露出了几分洋洋得意之色,但他掩饰得很高,看上去如同谦逊的笑容那般。 欧洲学府是国际上排行第一的学府了,他们汇聚了整个欧洲最优秀的学员,里面的不是那种绝世天才的草根,便是大家族里的栋梁,每一位从里面毕业的法师基本上都可以走入欧洲的上层。 和习惯半封闭的阿尔卑斯山学府相比,欧洲学府确实太有威慑力了,尽管这里是非洲了,他们的影响力仍旧很猛,刚才胡须行男瓦尼道出自己身份时,周围其他同队的猎人,法师,旅客们都纷纷投来了目光。 欧洲学府是代表欧洲,也代表着国际,并不代表国家,所以世界学府之争是不会邀请欧洲学府的。 同样的,阿尔卑斯山学府也代表的是国际,依旧不在世界学府之争邀请列表里面。 莫凡渐渐发现了,在国家学府里面,只要说出自己名字,或者不需要自己说,大部分人都会认出自己,认出自己这个世界学府之争第一的帅哥,但国际,洲际学府,往往都是秒都不秒自己,甚至在自己说出世界学府之争第一时,他们多数还要面带讥讽,完全一副我们要是参加了,哪会轮得到你的表情。 悠行胡须男瓦尼算是有点情商的,尽管他确实目标是海帝,但仍旧很友好的与同行的莫凡,木白,赵满言三个人打招呼,但很明显他没有认出莫凡来,他身后的那几个学员也都没有认出莫凡和赵满言来。 你们这会儿前往开罗,胆子也蛮大的,你们老师呢? 胡须行男瓦尼开口询问道。 他有事,直接与我们会合。 海帝回答了一句。 哦哦,我也算是一位合格的带队实习老师,你们可以与我们队伍同行。 路途漫长,你们几人也显公担,大家一起也热闹有趣一些,不是吗? 胡须行男说道。 好啊,好啊。 赵满言急忙答应道。 莫凡扭过头去看赵满言这叛徒。 这个实习老师多半是看上海帝了,其实也正常,海帝长得太漂亮了,跟从画中走出来的天使一般,再加上成年在净土阿尔卑斯山中修行,那碧洛红尘般的特质真得很容易让人着迷。 可是,肥水不留外人田,就算莫凡和海帝关系肥僵硬,莫凡也不希望有莫名其妙的人跑来拱自己队伍里的美人同伴。 资源共享嘛,你看他的学生。 赵满言挑了挑眉,示意莫凡也往他们队伍看。 莫凡扫了一眼,眼睛立刻瞪大了几分。 乖乖,有几个极品啊。 好,一起走确实会有趣很多。 莫凡也赶忙答应道。 莫凡将这两个人龌龊的交易看在眼里,不由得嗤之以鼻。 这就把海帝给卖了。 那两个欧洲学府的女学员虽然没有海帝角色,倒也有他们自己的午宴,总之莫凡感觉还是海帝好一点,莫凡和赵满言这样得不偿失的。 你们好,我叫赵小天,是明珠学府的学员,你们这是来这里毕业考核的吗? 赵满言很快就跑过去搭讪了。 赵满言这人就是一个目的性极强的,他看上谁就直接上去撩,绝对不会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和周围其他人聊成一片。 也因此,他还没有完全聊上,在弟兄女学员还没有回答时,弟兄女学员旁边的男子却不屑的道,明珠学府,没听说过。 赵满言头都没有抬,对弟兄女学员说道,你这一路上旁边有一个这么见识短浅的人,应该蛮无聊的吧。 小子,你说谁见识短浅,男学员怒道。 明珠学府,是世界学府之争获得了第一名的吧。 弟兄女子这个时候却是开口了,重新打量了一遍赵满言,意外的发现赵满言有一副好看的皮囊。 正是,正是。 赵满言急忙点头。 我们确实在做毕业考核。 女子苏法说道。 是优秀毕业考核。 这个时候,旁边的那个男子补充了一句。 哦哦,我去年也做了毕业考核,我们的毕业考核就比较简单了,你们这跑到埃及来,也算是蛮有创意的。 赵满言说道。 小学校又怎么能和我们欧洲学府比? 那男子又说道。 赵满言直接过滤掉了那家伙的所有言语,反正苏法已经在和自己聊天了,那就说明第一步已经成功了。 在自己成功嵌入后,赵满言也特意看了一眼莫凡,看看这家伙进展如何,一般路途上进入撩妹环节,两人会默契的进行一场赌约,看谁先撩上,慢撩上的要给另一个人一枚浑种碎片。 可一转头,赵满言吃惊的发现莫凡已经在端着对方的手了,还用手指在别人的手心上摸呀摸的。 怎么可能? 自己修为梅莫凡高,难道连这方面都要输给莫凡这贱人了吗? 赵满言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不行,一定要赶紧上二壘,好反败为胜。 这是生命线,这是世运线,这是爱情线,这些小小的纹啊,都是有深意的,代表着你在这三个方面将遇到的一些波动,有些纹是好的,有些纹是不好的,这里不是很方便下次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我教你怎么分辨。 莫凡头头是道的说着。 神奇的东方国度,二十多年来我都认为这些是没有用的东西。 女学员笑容自然大方的说道。 你来自法国,对吧? 莫凡问道。 是的,你是怎么知道? 你叫左威,对吗? 莫凡接着道。 哦,我的上帝,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左威一脸惊讶的看着莫凡。 你是天蝎座。 莫凡继续道。 太神奇了,你真是太神奇了。 左威开始难以置信了。 左威算是一个比较开朗的女孩,他也不介意莫凡上来搭讪,这家伙说要给自己算命的时候,他微笑着同意了,起初是想看看这个男子是否有趣, 到后来他真的相信莫凡有算命的本领了。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左威忍不住追问了一句。 这个倒不难,你的行李牌没撕,上面都写着。 莫凡说道。 左威愣了一下,随后扑吃笑出声来,还给了莫凡一个小粉拳。 第1517章他们就是欠揍 沿途与陌生的姑娘们有说有笑,时间过得还是蛮快的,只不过莫凡和赵满颜两个人很快成功拉了那几个男学员的仇恨。 很明显他们的实习老师瓦尼去找了海地,他们虽然都对海地的兴趣非常大,却不敢得罪他们这次的带队老师,他们总不能去找木白撩骚,自己这边的女孩儿们又被莫凡和赵满颜两个人撩得娇笑连连,自尊心立刻受到了很沉重的打击。 男人大部分时候都是相谈甚欢的,但只要遇到女性问题上,便会立刻怒目相识,并且一定要进行攀比一番。 不知道你们去开罗做什么,旅游吗,那你们可得小心了,现在开罗外不太平,时常会有一些亡灵从土壤,沙子里钻出来,你们几个跟随我们的队伍也算是正确的选择,至少人身安全会有很大的保障。 在左威身后一些,一位看上去气质高贵的男子开口了,此人穿着上就特别的讲究,高靴,绅士帽,绝世衣,举手投足都透出几分养尊处优之气。 哦,在下费烈罗,出自普罗旺斯的金归世家。 费烈罗接着说道。 费烈罗,你们普罗旺斯是不是有这世界上最大的花海,这次我们成功毕业之后,便集体到你家去做客吧。 左威笑着说道。 左威在队伍里人气挺高的,和每个人都和熟络的样子。 求之不得呀,到了那里之后,你会感受到我们普罗旺斯每个人宛如花一样优雅的优秀特质,地区养育不同的人,我曾经去过东边,那里贫瘠,凌乱的土壤孕育出来的人同样邋遢,粗鲁。 所以我对东边其实一直都没太大的好感,当然,遇见几位之后,我还是稍稍有一些改观的,至少那份敢于和任何人打交道的勇气值得称赞。 费烈罗话里有话地说着,婉转的语调让其他几个队伍的女旅客们都不由自主地望向了这里。 赵满言和莫凡又不是脑残,如果这都听不出来对方在说自己土的话,那他们真的可以去死了。 哦,我都差点忘记了。 费烈罗倒是非常会抢镜,他注意到不少其他女旅客都注视着自己,于是从行囊之中取出了一个个小小的瓶子,开口说道,这是我从家族里带出来的,本就是路途上赠送给陌生的朋友,他们叫做奇花漏,只要一滴就可以让身体保持一个星期的金玫瑰香气。 金玫瑰还是一种友善之花,许多妖魔都不忍心去践踏,因此大家使用奇花漏的时候,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妖魔的袭击。 说着这些话的时候,费烈罗便将这些一个个小小的漂亮水晶瓶子递给附近的人,尤其是那些女性旅客们,费烈罗都非常绅士地亲自地送上,这让那些原本只是路人的女旅客们一下子心花怒放,目光在注视着费烈罗的时候更呆了几分别样的期待色彩。 驼兽队伍上怎么也有七八十人,费罗列这一手几乎让队伍里所有的女性都对他好感大大上升。 优雅地做完这一切后,费烈罗唯独高傲地瞥了一眼莫凡和赵满言,那模样就好似在说,比撩妹,你们两个土包子还嫩着。 莫凡,我很想骂人。 赵满言有些忍不了了,低声问道,装他妈的装。 大家凭本时撩妹,你没有必要骂人家呀,实在不爽就找个机会把他揍一顿,打个鼻青脸肿就好了。 莫凡说道。 能动手就别操吵,莫凡一向奉行这个原则。 旅途上的快乐除了可以结识一些陌生却妩媚的女孩们之外,还能够修理这些自以为是的傻X,这是支撑他们走南闯北的最愉悦原动力了。 你们两个别那么暴躁,我看他们实力不弱。 穆白这个时候插话道。 经过一番交谈,穆白发现他们应该是欧洲学府里面的佼佼者了,至少绝对不弱于国府队伍。 就算你们可以打赢这些学员,你们打得过他们的那个实习老师吗? 穆白继续泼冷水道。 穆白,你这人怎么就老是不上道呢,我们是一伙的,你要搞清楚这点,你想啊,万一我们真的把这壁脸货打了一顿,你觉得他们还会对你有善吗? 赵满言说道。 我不喜欢惹是生非。 穆白强调道。 你怎么能说我们惹是生非了,首先,是不是他们的实习导师先厚颜无耻的跑去泡我们的海地? 我跟赵满言去撩他们的妹也就是防止我们吃亏,但他们自己小心眼,开始侮辱我们,侮辱我们亚洲人,这难道也要忍? 那你太没有民族意识感了。 你知道邵政大议长是怎么叮嘱我的吗? 他说,出门在外,难免遇上一些喜欢歧视我们东方人的家伙,他奉劝我们年轻人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千万别误认为他们是无意的,他们就是欠揍了,忍了的话,他们还会继续嘲讽我们别的同胞,给他脸上来几圈掉他几颗牙,他们下次才会对我们东方人优雅客气。 莫凡说道。 木柏有着明显名人崇拜主义,一旦做事情有了某位大人物依据,他会明显认同非常多。 邵政大议长真有这么说。 木柏有些诧异的说道。 那是当然,下次有见到他,你可以当面问问。 莫凡说道。 莫凡,我怎么记得大议长说的是,出门在外多家留心? 赵满言回想起在国府的时候,弱弱的说了一句。 多家留心就是让我们多家留心这种优越狗。 莫凡说道。 总会有人比较傲慢的,不理他就好了。 木柏说道。 跟你这种人出来混,肥没意思。 赵满言说道。 莫凡和赵满言商议着怎么修理废列罗的时候,前方渐渐出现了一片有些浑浊的云团,他们看上去像是一朵绽放在天地接壤处的巨大蘑菇,随着大家不断的前行,这个浑浊蘑菇云团遮蔽的天空就越大,感觉在一点点往上生长和攀爬。 我们快到开罗了,那些云下面就是战区了,波及得范围非常广,我们要想进入开罗城市里很可能会撞见一些在外围的妖魔。 驼兽的领队老哈拉说道。 哈拉是一位中阶法师,实力其实也就一般般,他更多时候会等一些高强的法师同行之后,才会看情况带领多少人骑乘驼兽。 他经验也算丰富,懂得怎么去避开埃及的亡灵和埃及的妖魔们,事实上很多时候经验会比实力更很重要,妖魔都是杀不完的。 继续往前行了大概三公里,驼兽领队老哈拉突然脸色变了,他让所有人都停下来,一脸严肃的告诉大家,很抱歉,我们可能要原路返回了。 原路返回,开什么玩笑,我们颠簸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进开罗。 对呀,凭什么叫我们原路返回呀,你难道就不会带我们绕开战区进入开罗吗?一名出街的风系法师说道。 队伍里除了莫凡队伍,欧洲学府队伍还有大概七八名法师,剩下的人都是一些商人,或者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必须进开罗不可的人。 商人就是做这种战区生意的,他们也算行走在死亡交摊边,不小心就被浪给卷了去。 队伍里那七八名法师有一半是商人们花钱雇佣来的法师,这些人实力在中阶左右,能请得起中阶法师做雇佣的,做的也算是大生意了。 沙漠商人肥胖不已,他那小眼睛望着天边那浓浓的黑云。 害怕归害怕,但他不可能退走,他对领队哈拉说道,我给你多一倍的钱,你找一条安全的路进开罗市,我这批货不能等,当个一天就贬值一半。 其他几个老奸商是不可能给我留一点活路的。 我得为你们人身安全考虑,从云团来看,我们所有能够进入开罗的路线都有蛇蝎,原路返回是最明智的选择。 生意固然重要,可性命更可贵呀,老兄。 驼兽领队哈拉说道。 三倍。 商人咬着牙,最后伸出了三个手指。 你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前面真得非常威。 四倍。 成交。 驼兽领队哈拉落落大方的说道。 莫凡在一旁听到这两个人的对话,好半天没回过神来。 卧曹,都尼玛是玩套路的吗? 老哥,其实你并没有必要讨好这个领队的,我们是欧洲学府的学员,跟着我们入城的话,还需要担心妖魔吗? 欧洲学府的李昂说道。 李昂就是那个跟赵满岩抢缩法的家伙,这家伙跟费列罗一笔,确实差近很多,完全是一个醋坛子孩子气。 有你们我倒是放心不少,但路线方面的话,还是要老哈拉在行。 沙漠商人说道。 欧洲学府厉害归厉害,把他们带到妖魔堆里,那一样死路一条啊。 欧洲学府的同学们,相逢便是朋友,前方若是遇到了什么危险,请尽可能的保护好同行的人。 实习老师瓦尼高声说道。 我们自然会尽全力。 学员们回答道。 一个学府的名声,往往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实习老师瓦尼倒是很聪明的给自己尊贵的学校打一波广告,像这种事情一般都能够一传十,十传百。 第1518章 蛇山 那黑色的蘑菇云越来越大了,抬起头看去会发现天空有一小半都被遮蔽了,目光望更远处更深处追寻过去的时候甚至会陷入到那黑的恐惧里,让人前行的心理阴影不断的变大。 这条路线会相对安全,蛇蝎们不喜欢开罗城外的尸杀,这些尸杀可以很好地保存着雨水的湿润,虽然有些泥泞,驼兽的速度会变慢,总比被妖魔聚众用餐会好一些吧。 老哈拉对大家说道。 说道聚众用餐,几个女士发出了害怕的声音,却惹来老哈拉的一阵大笑。 不用那么担心,在我的学员面前,蛇蝎不过是一些弱小的爬虫,你们到时候只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别被恐惧魔鬼占据了自己的理智到处乱跑便不会有事的。 实习老师瓦尼展现出了一位领袖的气场来,非常从容淡定地对众人说道。 哈哈,没有他们在,给我十倍的钱我也不会走的。 老哈拉说道。 商人此刻也是点了点头,笑着看了一眼欧洲学府的学员们。 哼,一群学生而已,真遇到危险没准最先逃跑。 雇佣队的队长查德说道。 保护应该是他们雇佣队的任务,到头来好像他们更想是打酱油的了,这关系到他们事后的奖金,奸商肯定会说他们什么都没干,奖金自然不会给,他们一下子损失一大笔财富。 呵呵,我想你遇到的是一些三流的学府,那里出来的学生怎么可能和我们欧洲学府比? 实习老师瓦尼说道。 雇佣队队长查德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依旧带着他的不满。 狮傻渐渐的出现了,确实驼兽这个时候行走起来要不方便很多,这个时候费列罗提出不行,老哈拉立刻紧张的阻止道,不可以不行,歇腰类似于蜘蛛,感知器官在他们的腿部,他们上面的糙毛可以感应沙层,土壤上的波动,不同的生物踏在土壤上呈现的波动截然不同,歇怪们却可以清楚的分辨那是人还是生物。 驼兽是一种他们兴趣不大的品种,即便被听到了,他们往往不会有那个兴趣袭来,可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会发了疯的往这里聚集过来,并且无论我们怎么逃跑,他们都可以变身追来。 老哈拉这番话立刻让欧洲学府的学员们愣住了,尤其是费列罗,他脸不禁有些发红,作为高材生他所知道的知识都未必有一名沙漠浪克多。 原来如此。 莫凡恍然大悟。 莫凡前几天都在和蛇蝎怪们打交道,他发现那些蝎妖们的追踪能力特别的强大,哪怕自己躲在大石壁后面也会被他们发现。 长姿势了。 那我们只能够在驼兽身上,这样行动很不方便。 实习老师瓦尼说道。 最好不要下地,相信我,无论你们实力有多强,一旦下到了地面上,便会有成百上千的怪物朝着这里冲来,到那时你们会后悔自己轻视了埃及古老生物,它们比你们想象中得还要可怕。 老哈拉说道。 这个时候那位雇佣队的队长查德冷哼了一声,将嘴里咀嚼的草根吐到了地上道,所以到时候就听好我们的指挥,别自作聪明给我们大家惹来麻烦。 学员们也都没有说话,大家都是第一次来神秘的埃及,对这里的情况确实不是很了解。 当然,他们也不一定把这几个人说的话那么荡一回事,中阶与高阶之间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他们根本不懂得高阶法师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湿润的沙子带着一些粘性。 驼兽们的速度开始慢了下来,跟普通的骆驼都没有太大的分别。 黑色浓密的云就在头顶上空了,那股腐烂的恶臭气息迷茫在周围,很多人都已经将嘴和笔用杀金给捂住了。 大家别走散,一定要跟着我走,假如遇见一些妖怪,在他没有袭击我们之前,千万不要主动出手。 老哈拉叮嘱着众人道,从他的语气已经可以知道这里是危险地带了。 开罗安全区域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大家小心翼翼地顺着施杀往开罗内走去,也利用一些植物做掩体。 战区离这里也有一段距离,但妖魔又不可能循规蹈矩的在指定的区域,偶尔会有一些迷路的妖物特别喜欢四处走动。 小心一点,三公里外是蛇山,千万不能够惊动它们。 老哈拉压低了声音,好似相隔三公里远都可以听见它说话那般。 什么是蛇山啊? 莫凡询问道。 蛇妖是群居的,它们特别喜欢相互交缠在一起,一头母蛇的身上往往会缠着七八条公蛇。 所以当有一头体型比较大的母蛇盘踞在某处时,就会一下子吸引许多大公蛇依附在上面,而大公蛇对那些小母蛇又有着绝对的魅力,于是成群的小公蛇又会缠到小母蛇的身上,由此相互缠绕在一起,身体重叠,交错难以分辨,将会组成一个蛇窝之山。 老哈拉解释道。 这么夸张? 莫凡有些惊诧道。 你自己往那里看,是不是能看见蛇山的轮廓? 老哈拉指了指有些浑浊的侧面。 莫凡仔细望去,果然发现浑浊雾气里有一座怪异形状的小山,它的外轮廓是会蠕动着的,时不时还有一条条东西从上面滚落和跌落,一想到老哈拉刚才描述的那个大母蛇,大公蛇,小母蛇,小公蛇不断交缠在一起的画面,不由的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些听觉感知很强,蛇妖对气息非常的敏感,我让大家在这会跟着我走进来,是因为风向是逆着我们吹来的,我们的活人气味应该不至于扩散到他们那里。 老哈拉接着说道。 原来如此。 莫凡点了点头,也算是受教了。 果然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猎人远比一位实力高强的魔法师来得重要,像那样一座蛇山,要是惊动了,确实会出大事的。 奇怪,你们没觉得那个山在动吗? 木白忽然间开口说道。 动很正常啊,他们都是蛇。 老哈拉说道。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们好像在散开,木白说道。 第1519章 牺牲契约兽 老哈拉愣了一下,目光往那里仔细看去,等他看清楚那蛇山后,老哈拉脸色一下子就变得苍白苍白的了。 完了,他们发现我们了。 可是,怎么可能,我们明明在逆风向,老哈拉发出了尖锐的声音来。 莫凡也顺势看去,发现滚落的蛇和跌落到地面上的蛇是越来越多,整个蛇山也开始瓦解,变成了一条条在地面上扭动的猙獰身躯,更可怕的是,他们纷纷往这里快速的爬了过来。 蛇的鳞片会反光,一大群蛇扭动的过程使得地面波光淋淋如湖面,可这一点都没有美感,无比人。 怎么回事,你不是选择了一条不会被发现的路吗,而且我们也听你的坐在驼兽上。 雇佣队长也看到了那恐怖无比的画面,愤怒的叫道。 我也不知道,明明不应该被发现的。 他们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老哈拉猛的想起了什么,目光死死的盯着废烈罗道,都是你。 给他们散什么香漏,那气息会把所有的母蛇都吸引过来,母蛇过来了,公蛇也会全部追随。 我的奇花漏是可以驱散妖魔的,怎么可能会吸引妖魔? 废烈罗也有些恼怒了起来,他不明白凭什么让自己来背这个锅。 你的这种奇花漏里应该有添加菲粉,这东西的气味跟我们的药材雄黄很接近,我想是对气味敏感的蛇们嗅到了这个味道,目白开口说道。 目白,这么关键的信息你下次能早点说出来吗?赵满言说道。 我又不知道那些蛇妖们会对这种气味带有这么大的敌意。 目白说道。 你们还有心思研究这个,不知道我们已经跟此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吗? 雇佣队的查德冷冰冰的说道。 商人此刻同样是一脸绝望,他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又怎么会不知道被蛇山盯上是什么下场,现在哪怕开罗有派遣军队过来保护他们,都不一定可以将他们安全送入城内呀。 最可悲的是,他们还不敢撒开腿来跑。 他们现在只要一触碰地面狂奔,那么附近的狂蝎们就会跟潮水一样涌过来,那样他们更是一点活路都没有。 可以驼兽的速度,他们又根本没有任何的希望甩开那些速度极快的蛇妖们,也难怪雇佣队长查德会说他们跟死人没有什么分别了。 千万别下驼兽,无论如何都别下,老哈拉剑已经有几个妇人吓得要跳驼兽逃跑了,急急忙忙大吼了一声。 不跑,难道在这里等死吗,这些驼兽速度这么慢。 几个大叔说道。 我们拿了钱,就会尽全力保护你们,但如果你们没有守规矩,引来更多的妖魔来,多得我们没法对付,那我一定会在妖魔之前把你们宰了。 雇佣队队长查德在这个时候冷冷地说道。 老佣兵就是老佣兵,一句话就镇住了那些不懂情况的人,让局面不至于混乱起来。 莫凡觉得这一招自己得好好学一学,保护本身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即便提前交代了很多人也会失去理智的到处乱跑,胡乱的跑一定是死的,妖魔最喜欢追逐这种人了,像查德这样恐吓一番,不仅可以保证他们的性命,还能够防止队形混乱,存活率大大的提高。 没有人在下驼寿了,雇佣队队长查德确实是一位老法师,他看了一眼费烈罗,非常不友善地说道,你那种女人香水还有没有? 有。 费烈罗回答道。 多给我。 查德说道。 给你。 少废话,赶紧给我。 查德很没耐心地道。 费烈罗眼中闪过一丝恼怒,他不明白像这种不入流法师凭什么敢这样命令自己。 费烈罗,把东西都给他。 实习老师瓦尼说道。 费烈罗没有违抗老师的命令,将所有的奇花漏都给了查德。 查德这个时候开始描画一个浅月色的星图来,完成之后,便看见一头头颅上有三个鸡脚的鸡脚兽出现在众人面前。 no,鸡脚兽就在查德的旁边,他将脑袋缓缓地低了下来,查德伸出了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鸡脚。 对不起了,老伙计。 查德轻轻闭上了眼睛,同样低着头,脸上的肌肉有些轻微地抽搐着。 大家正疑惑的时候,查德迅速地打开了所有的奇花漏,并将它们分别倒在了这头铁甲兽的不同部位上,甚至还让铁甲兽直接喝下了三四瓶。 队长,你这是做什么? 一名队员见到他这怪异的举动,急忙制止道。 查德没有理会队员,而是又用手抚摸了铁甲兽的鸡脚,脸上的表情更像是生死别离。 队长,大家终于明白过来了,那些队员们深知老队长和他的契约铁甲兽的感情,却未想到老队长查德做出这样的牺牲。 咯。 铁甲兽吼了一声,踏开了重重的铁蹄朝着众人前行的另外一个方向开始狂奔,奔跑的过程中那特殊的香气还在飘散,隔了很远都可以嗅到。 他奔跑出了一公里,很快大家便发现那些正朝着他们这里游过来的蛇群们稍稍改变了方向,竟然是追着那头铁甲兽而去了。 很快,越来越多的蛇群追着铁甲兽,他们果然是对奇花漏的气味非常的敏感,铁甲兽被撒上了那么多奇花漏,浓烈的让那些蛇妖们异常的愤怒。 铁甲兽的速度其实也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快,而且那些蛇群非常懂得捕捉猎物,它们往往会分成好几股,先由一部分蛇群去驱赶封锁,再由另外一部分蛇群包围缩小,迫使猎物即便在宽阔的区域也无处遁形。 驼兽在缓慢的前行着,众人却低着头,有些不敢去看另一边的凄惨画面。 那铁甲兽很难存活的,查德将它召唤出来之后就再道别,看到蛇群的注意力有了转移,莫凡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这个查德无情,还是睿智。 老队长,关键时候还是你比较可靠啊。 伤人脸上满是笑容。 利用奇花漏引开蛇群注意力,伤人都有些佩服这位雇佣队长的应变能力,要知道蛇群数量是那么的庞大,哪怕欧洲学府的人可以应付,也不可能保障他们所有人和他所有的物资,能够避免被攻击,才是最完美的。 他的费用,算在你的头上。 查德冷冷的说道。 没有问题,您为我们做出了这样的牺牲,我自然会给您一些补偿。 伤人笑容满面的说道。 查德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甚至不敢回头去看。 我觉得我们高兴得有些太早了。 木白开口说道。 铁甲兽是一种蛇不太喜欢的食物,所以当那些蛇群们发现那是一头散发着怪异味道的铁甲兽后,肯定还会继续朝着这里追来,毕竟他们这里除了散发着那种味道,连同活人的气味也一同带过去了。 木白的说法并没有错,大概才过了五分钟的时间,便可以看见陆陆续续有蛇妖们从后面追了上来。 快,快,我们应该来得及入城。 老哈拉说道。 你跟我们说有什么屁用,跟你该死的驼兽说呀,赵满言骂道。 驼兽自然也意识到了危险,四个蹄子在尸杀上面狂奔起来。 我来凝固沙子。 女学员缩法说道。 对呀。 我用风加速。 有什么本领快使出来? 老哈拉高声尖叫道。 尸杀被用魔法变干了之后,驼兽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很多,在有风系魔法的加持后,这才勉强让那些蛇群们追上来的时间拉长了一些。 蛇群真得很多,地面上游动着的,越近越猙獰可怕,不断吐出来的红杏子,三角黄眼睛,还有那粗壮庞大的身躯,完全是在青黄色的大地上编织成了黑色,褐色,红色的蛇毯,如动着身躯形成了一层一层的波浪,不寒而栗。 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老哈拉喊道。 地势开始下滑,过了这条沟,便算是踏入到了开罗城地带了,在这条长沟的另一边,会有军队在把守着。 驼兽狂冲到沟下,又发疯似的冲到了上面,那些蛇群也已经游到了沟下坡的地方,他们身体弹跳而起,在半空中张开了獠牙朝着队伍后面的几名旅人的驼兽咬去。 小心后面。 左威喊了一声。 海地回过头去,目光绽放起了绚丽无比的蓝色光芒,一股无形的力量从空气中传递出去,就像时间静止了那般,飞扑过来的蛇妖们滞留在了那里,过了数秒钟之后才变成了一堆没有生命气息的尸体僵硬的落到了沟中。 空间戏。 实习老师瓦尼满脸愕然的看着海地。 海地没有回应,他再一次转过头去,发现蛇群依旧前仆后继,数量相当惊人,而那些守卫在沟另一边的军法师们没有一点人性,他们严格的按照规矩只保护入界了的人,还没有入界的,哪怕还差个四五十米,他们也绝对不会理会。 第1520章 尽职尽责 我的物资,我的物资,伤人痛心的大叫了起来。 队伍里有一大半的驼兽是伤人辛辛苦苦运来的物资,自然是战区比较紧缺的,能够卖上一个好价钱。 可是后面的那十几头驼兽好像被蛇毒给麻痹了神经,奔跑的速度越来越慢,到最后就僵硬在原地气喘吁吁了。 那些追上来的黑蛇女妖虽然对驼兽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可有肉吃它们也不至于拒绝的,那脚力十足的身躯立刻缠住了驼兽,张开嘴就是一阵活吞。 驼兽的体型可以比得上一辆小吉普车了,黑蛇女妖可以活吞,便可以知道这些黑蛇女妖的体型是有多么恐怖了,许多同行的人都已经吓得昏倒了,身体挂在驼兽的背上。 快走,别管那些东西了。 雇佣队长见没有人吊队,非常果断的带着所有人往长沟上冲去。 长沟上用岩石堆雷起了一道比较简陋的防线,驼兽们也知道越过这个防线便安全了,于是奔跑更加卖力。 你们都是一群蠢货吗,开罗已经封城,这样硬闯便算了,还把一个蛇山引过来,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们全毙了,防线上,一名穿着军大衣的男子勃然大怒的骂道。 这是一位军统。 肩上有勋章,如今开罗已经够混乱了,这些黑心伤人还在试图谋取利益,蛇群被引过来到头来还不是要他们这些守卫来应对。 我们已经进城了,你就应该保护我们,这是你们的职责。 伤人立刻说道。 那位埃及军统分外恼怒,却不得不挥起手来,命令自己的魔法师队伍释放兵系魔法。 这条长钩防线上有一大队兵系魔法师,当他们集体施展出冻结之阵后,整条长钩都被覆盖上了白色的冰霜,冰层没多久变厚的超过了一米。 黑蛇女妖们害怕冰系魔法,在冰冷的地带他们无法维持身体的温度,很容易就会被冻成尸体。 冰雪狂舞,冷风凛冽,蛇山的群蛇们不敢轻易的跨越这条长钩防线了,他们只是支撑起身体,三角眼毒辣的凝视着对岸的人类们,带着几分不甘。 太好了,安全了。 老哈拉大大的输了一口气,身子有些瘫软在地上。 我的物资啊! 伤人却是哭丧着脸,他物资损失了有一小半。 那些东西可不必命便宜,辛辛苦苦地弄过来,到头来却只是小赚。 你还想着那些东西呢,能活命便很了不起了。 缩法对伤人的唯利是图嗤之以鼻。 莫凡回头看了一眼那些还没有散去的黑蛇女妖们,目光不由自主地望了一眼那位雇佣队的队长查德。 不得不说,他用的方法救了很多人,像他们这一个大队伍,没有任何魔法的便有七八十人,除非布兰切这样的抄接法师在队伍里,不然很难保障。 所有人安然无恙地抵达这里,那一坨蛇山上的蛇实在太多了,尤为可怕的是大公蛇和大母蛇,它们身体都是呈现暗红色,据读不说,还是统领集中凶残无比的存在,它们对这个大队伍威胁太大了。 喽! 喽! 就在大家心有余悸之时,长沟的对岸呼地传出了几声沉闷的叫声。 原本打算离开的雇佣队长查德猛地止住了步伐,他转过身去,赫然发现在那些蛇群之中有一头角兽,他的身上满是鲜血不说,还挂满了那些黑蛇女妖。 角兽的生命力极强,他外层的甲鞘都被全部啃掉了,却依旧在拼了命的往长沟这里跑,血液拖了很长很长一段距离,跌跌撞撞。 皮尔斯,老雇佣队长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身体更是剧烈颤抖了起来。 他以为自己的弃约兽早就死了,那种情况下没有什么生物可以在蛇山群的攻击下存活下来的,在认真看去的时候,查德才发现那些歹毒残忍的黑蛇女妖们本可以轻易了解铁甲角兽的生命,却非要一口一口的将他身上的肉给咬下来,要慢慢的折磨这个可怜的召唤兽。 他们在虐待活物,先任凭他跑动,再追上去啃上几口,紧接着又让他逃跑,再将他包围起来戏怒。 要是弃约兽直接死亡,查德或许还会认命,可看到相依为命的弃约兽再被那群黑蛇女妖们那样折磨,查德彻底崩溃了。 混蛋!我要宰光你们,查德暴怒的吼了起来。 这一生下,查德已经从防御眼磊上冲了出去,那密密麻麻的黑蛇在他眼里似乎根本没有那么可怕了,唯独不能容忍的是这样舍弃,这样像一个懦夫一样看着。 队长,不要啊!队长你这会送命的呀,我们任务已经完成了。 队员们看到雇佣队长这样不顾一切的冲了回去,纷纷跑来阻止,可惜他们动作已经慢了,雇佣队长查德已经冲到了长沟的最底部,没有一丝丝停顿的往蛇群那里杀去。 疯了,简直疯了,契约寿没了,再花钱买一个不就好了,也好,死了,少给一分钱。 商人对查德的行为感到无法理解。 其他人也都看着这个老硬汉,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这是送死,连军队都不敢这样冲到蛇山群。 谁去阻拦他呀? 一名雇佣队员哀求道。 莫凡去了。 赵满言说道。 那太好了,一定要把队长拦下来。 长沟的底部,雇佣队长查德正要往上冲,一个黑色的身影误然的出现在了他面前,直接阻挡住了他的去路。 你这是在送死? 莫凡对查德说道。 我已经把你们安全送到了那里,我要怎么做不需要你来管,滚开。 查德红着眼睛,恼怒的对莫凡说道。 砰。 莫凡根本不跟查德废话,目光一凝,一股银色的力量从瞳孔之中射出,强大的意念作用在查德的身上, 直接将他击飞了出去。 查德飞了起来,做了一个抛物线落回到了安全的眼垒上。 雇佣队的人知道队长的脾气,于是纷纷跑上来摁住了他们的队长,不让他再做这样愚蠢的事情。 同学,快上来,那里一样危险。 实习老师瓦尼出于好心的对莫凡说道。 莫凡没有上去,他转了一个身,双眼仰视着那一头头从长沟上方探出了巨大脑袋的黑蛇女妖们,上方几乎被这些猙獰可怕的蛇妖给遮蔽,但他纹丝不动,没有半点距异。 你太弱,去只会送死。 我来救他,看在你这么尽职尽责的份上,莫凡站在那里,一袭暗色的防尘大衣在狂风中瑟瑟作响,暴君荒雷的电闪雷鸣还未到来,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危险气息却已经席卷。 雇佣法师的职责便是保护他人,莫凡记得在新苏城飞机场里,有不蓝切的情况下面对一群等皆更低的蛇蝎怪物,他们这些人也是很勉强的把飞机上的人安全送到了军队的手上。 而今天的情况明显要比纳会危机得多,哪怕是他们加上欧洲学府的人全力出手,面对蛇山都未必能够彻底保全所有同行人。 可是一名中阶级的雇佣法师做到了,利用自己的契约兽给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争取了逃跑的时间。 这是一个相当出色的雇佣老兵,尽管他的做法对契约兽来说真的很残忍,可他真得完成了他的使命,没有抛下任何人,也让所有人安全抵达开罗,值得钦佩。 有些人,总会令人肃然起敬,不是什么明学府,不是什么世家出身,而是在残酷现实中摸爬滚打着却始终坚守着自己职责的。 雷剑 墨凡一身另下,苍黑色的粗壮力量从高空中劈落下来,形成了一道道弯弯曲曲灵力与空气碰撞出火花的闪电穷壶,他们一共有十几道,每一道都高得看不到顶部。 这些闪电穷壶不是一闪而是,他们持续的在墨凡周围,像是一头头苍黑色游龙守护着他们的君王。 随着墨凡开始朝着蛇群中走去,这些巨大的闪电穷壶也跟随着墨凡一动,十几道掠过地面,画出了焦黑的沟壑来。 黑蛇女妖们一个个瞪大了他们的眼睛,看着这个还不够他们塞牙缝的人类朝着这里走来,几头对力量亦无所知的年轻黑蛇女妖卷起了黑色的啄风,无所畏惧的朝着墨凡这里扑了过来。 啪!啪! 黑色的蛇躯一处碰到闪电穷壶,便直接分解成了血珠,洒落在了地上。 更多的黑蛇女妖冲了上来,看得那些在安全地带的军法师们都不由得倒吸一口气,可下一秒,这些妄想突破莫凡暴军领域的黑蛇女妖们全部被分解,一大片血珠在莫凡附近散开,先红而又触目。 牛逼! 赵满言看着跟神鬼一样嚣张霸气的莫凡,由衷地叹了一句。 十二倍雷电,哪怕是战将级的黑蛇女妖也可以做到触及秒杀,这份绝对的力量看得欧洲学府的人都有些傻眼了,尤其是废烈罗。 他怎么也不相信这个土货竟然会有这么恐怖的实力。 第1521章 暗红大公蛇 我来帮你。 海地同样飞出了那长沟,迅速地接近了莫凡所在的位置。 看得出来海地也是一个感性的人,他也见不得那头帮助大家成功逃过的铁甲兽就那样牺牲了。 空间系的海地一进入到这片地带,便可以感觉到周围的空间出现了明显的扭转,那些原本速度非常快的黑蛇女妖们挪动起来变得非常的缓慢。 就宛如身体浸泡在了一个无形的泥潭之中。 数百条黑蛇女妖都被这泥沼空间给持缓了,这种情况下她们数量再多也够不成多大的威胁,莫凡的雷电从天空中降落下来,狠狠地劈落在那片泥沼空间区域。 十二倍狂暴雷电威力根本不给那些黑色女妖半点活路,她们顷刻间变成了黑色的灰烬,残魂惊魄纷纷飞向了莫凡的坠子里。 嘶嘶嘶嘶嘶。 小妖蛇们被各种屠杀,一头大公蛇终于看不下去了,她的身体黑中透着一些星红。 无论是蛇妖还是蝎魔,褐色代表最低等级,黑色代表高一些,红色就代表统领地位了,她们身躯颜色并不是完全固定的几个层次,而是随着她们自身的实力和修为呈现渐变效果。 大公蛇身体是黑红黑红的,这表明这家伙绝对是一个统领了,要完全的先红色,便是沙漠之中危险无比的君主存在,这种东西连军队都不敢轻易招惹。 黑红大公蛇体型并没有非常庞大,她有一半的身躯支撑起来,宛如一棵粗壮无比的古树,其头颅为椭圆形,上面的林光华密集,毒牙还隐藏在她的嘴里没有暴露出来,但是颈部的皮者却已经鼓起棚开,比起她原本的身躯要大上了四五倍。 蛇颈部的皮者一旦打开,意味着她在发怒了,这头大公蛇棚开的皮者投下了黑色的阴影,阴影之下,莫凡和海地都感觉到一阵耳鸣眼花。 别去凝视她的幻觉皮者,远处,老雇佣兵的声音传了过来。 海地和莫凡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这头大公蛇打开的大伞皮者中有一圈又一圈怪异图案,这些图案会对人有催眠的效果,很多生物便是在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被这大公蛇给一口就吞入到了肚子里,然后被慢慢的消化。 莫凡和海地先撤离了一些,与这头大公蛇拉开一定的距离,那种可怕的魔蛇徒有着很强的精神攻击,想来越是发红的蛇妖,它们就越接近美杜莎那样的能力,是蛊惑,幻觉,精神摧残的高手。 你负责这些小妖蛇们。 莫凡对海地说道。 海地没带一锁,不满的道,我来对付它,你去救铁甲兽。 行行行。 莫凡懒得跟海地争执,在海地的空间意念掩护下往铁甲兽被围攻的方向跑去。 铁甲兽还有一口气在,那些黑蛇女妖们对这头肉极为粗糙的召唤兽并没有太大的食欲,再加上其体型厚重也没有什么大公蛇愿意将它活吞进去。 这让铁甲兽得以够活,可它那么重的伤势,哪怕蛇妖们不理会它,用不了多久铁甲兽还是会被堵死。 瞬息一动。 莫凡发现自己跑得太慢了,索性动用起了空间高阶魔法来。 银色的晶莹破碎,莫凡也消失在了那些粉尘之中,下一秒在前方三百米三十米的位置上,空间如湖水涟漪那样波动着,一个原本淡淡的身影快速的凝食,一袭黑色挡风大衣的莫凡出现在了那里。 下 莫凡刚出现,就在二十米外位置上,一头同样黑得发红的大公蛇就猛的朝着这里咬了过来,莫凡都没有看到那家伙的全貌,一抬头便是几颗长长的毒牙与黑漆漆的蛇喉咙,吓得莫凡急忙化身成一只银鸟,逃也势的窜走。 下次不这样干了。 莫凡一边逃一边骂。 瞬息一动进场有一点不好,便是有可能出现在一些怪物的獠牙之下,尤其是战场中没有特别去精确落地点,出现一些偏差的话没准真就送入到敌人口中了。 混乱的战场里,瞬息一动一定要瞬息到自己眼睛能够看到的空地。 海地,这头你也一起收了,莫凡一边跑,一边朝着海地喊道。 海地还在五百米开外,他将那头大公蛇击飞了之后一转头,发现莫凡那里竟然还有一头颜色更红的大公蛇。 海地对付的这头大公蛇已经是大统领级别的了,在狂追莫凡的那家伙实力肯定更高一个档次,海地踏空飞来,用意念组成了一道高高的空间之墙,阻隔在莫凡与暗红大公蛇之间。 大公蛇有点蠢,他没有感觉到空间墙的存在,大脑袋直接撞在了上面,撞了一个头仰身翻。 囚禁 海地意念极快,在暗红大公蛇晕眩之时又迅速的弃出了五面空间墙,直接将这头大公蛇给封在了空间之河里。 万剑穿心 海地一心二用,禁锢住暗红大公蛇的同时用自己的强大意念幻化出了漫天的意念长矛,长矛在空气中有一个气壮的轮廓,它们惊人的分布在了这空间之河附近。 不等暗红大公蛇从空间之河中挣脱出来,意念长矛万剑齐发,狠狠地刺向了这头暗红大公蛇身上。 大地被穿出了无数个窟窿,看上去面目全非,大公蛇的林甲倒是厚实,可在海地的意念万剑下依旧被刺得鲜血淋漓。 暗红色的大公蛇变成了一头鲜红之蛇,血液流淌到地面上变成了一道道溪流,只不过这种程度的伤还无法真的要暗红大公蛇的性命,它那三角黄色眼睛发如照射灯那般锁定了海地。 凭借着受伤后暴怒的蛮力,大公蛇用身躯和尾部的力量狠狠地拍碎了空间之河,它弹射出惊人的力量,庞然身躯飞扑向海地所在的位置,大口张开,蛇毒如雾那样洒下,带着腐酸的唾液覆盖了海地所在的区域,将海地彻底包围了。 嗡! 海地早有准备,身影在半空中闪烁出一道银色的光芒,直接消失在了独唾液雨的地带。 海地瞬息移动的距离更远,它落在了一片黑蛇女妖较少的地方,隔着大概有四百米,海地开始继续凝聚它威力更加强大的魔法,这一次它动用的是阴系,黑蓝色的竖琴立在它的面前,它的手指按照着咒语节奏在那些藏黑色的琴弦上弹奏着。 阴系魔法以咒语为主,它们每吐出或者弹出一个阴符都需要分外集中精神,任何一个阴符出现错误都会让魔法直接中断,方式有一些不一样,但整体还是没有偏离星轨、星图、星座的正统魔法方式。 长长的一串阴符在这片战场中响起,凌乱的魔音也在快速的组合成一区充满杀伤力的葬送长歌,空间已经轻轻的颤动起来。 瞎!就在海帝即将完成弄魂区时,他脚下的沙地猛的炸开了,黄色的沙浪之中一头大母蛇骇然无比的将海帝给直接吞到了肚子里。 魔音消失,海帝也不见了,唯有一头庞大恐怖的殷红殷红大母蛇窜到了半空中,如同一条深海狂沙那样翻腾,看得长沟另一边的人更是毛骨悚然。 殷红大母蛇出现得太突然了,谁都没有料到这家伙可以潜藏在地底下,海帝集中精神去完成他的弄魂区,一样没有想到自己会被这歹毒阴险的大母蛇给偷袭,一时间所有人都有些呆傻的看着殷红大母蛇飞到至高点再慢慢的落回到地面。 卧槽,出大事了,赵满言大叫了一声,不敢再继续隔岸观望了,急忙朝着长沟另一端冲过去。 还来得及吗,他都被吃了。 木柏反应慢了半拍,却也还是跟了过去。 好歹给抢个全尸回来,不然布兰妾回来不把我们给活剥了吗? 赵满言说道。 沙漠蛇妖一族是最不能够小觑的歹毒生物,不知道多少强者都变成了他们腹中食物,到如今他们依旧强大无比,兴盛无比,人类仍旧是他们最可口的食物。 真是太不自量力了。 那名边防军同冷哼了一声,对海帝的死亡根本没有半点怜悯。 欧洲学府那边,实习老师瓦尼也待至了很久很久,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杀过去。 太多蛇妖了,一整个蛇山遍布在那片三公里草地沙地上,连他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在里面存活下来,他怎么敢让自己的学生跑进去。 老师。 左威有些看不下去了,带着几分不解和着急道。 别去了,为了一头本就死了的赵幻兽,何况他也死了。 瓦尼有些认怂的道。 实在是黑蛇女妖数量太多了,大公蛇又极其恐怖,明明都安全了,何必跑过去为了一头契约兽去送死,人还是要学会认清自己的,没点志气和骨气总比没命强吧。 一路上都在听你们各种吹嘘,到最后还是他们愿意出手,欧洲学府,我算是知道你们的德性了。 雇佣队的一名法师说道。 其他几个妇人也七嘴八舌的说了起来,对他们欧洲学府一阵数落。 瓦尼被骂得脸都有些发红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也坚决不让自己的学员出手。 第1522章 殷红蛇伤亡 海地,海地,海地没死。 忽然,木白的声音在长沟的另一边传了出来,大家眺望过去才发现海地不知道什么时候跟莫凡站在一块, 莫凡正搂着他那仙系小妖不断的躲避着那头恐怖大母蛇的追击。 没死吗? 那我们赶紧退回去。 赵满言急忙对木白说道。 我们好像被堵住了。 木白环顾着周围。 操啊,海地他是故意引我们进来吸引火力的吗? 赵满言狂吼了起来。 你别跟一头死狗一样叫来叫去,给我防御魔法,我施展大冻结,将他们先全部冻着。 木白怒道。 他特凡赵满言压攻坊,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进国府的,坊门比他的实力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十句里面十一句都有脏字。 你放开我,我自己能走。 海地恼怒的说道,被莫凡这样紧紧的还住腰,他反而感觉全身跟中了麻药那样僵。 你小心一点行不行,实战经验这么烂,修为再高有什么用啊,分分钟被这些怪物给偷走小命。 莫凡立刻教训了起来。 这次莫凡可是凤加兰老师,佩里院长的命带海地出来长姿势的,果然一碰到这样的混乱战斗,海地就不够谨慎,因为站在一片空地上就安全了,居然在那里弹奏冗长魔法。 冗长魔法没有队友保护,那是绝对不能轻易使用的。 你怎么知道我下面有一条大母蛇?海地万分不解的问道。 阴系魔法师的感知力是比其他魔法师要强很多的,海地都没有听到地底下的动静,为什么莫凡会知道? 惊艳,我们方圆两公里全是蛇,唯独你落地的那里一头都没有,还有一些蛇特意绕开,这就说明那里藏着一头让所有小蛇们都惧怕的家伙。 那家伙一直待在那里没有动过,就是守株待兔。 莫凡回答道。 海地仔细想了一下,似乎确实如莫凡说的那样。 阴系魔法师可以听到动静。 可不动的家伙,自己当然察觉不到了。 可在神经紧绷的战斗状态下,怎么去注意这么细微的东西啊? 难不成莫凡被蛇群包围的情况下还一直分心观察? 等级越高的生物智慧越高,他们很多时候比你都聪明,你去把铁甲兽弄走,我来对付这些大块头。 莫凡将海地放在了铁甲兽的旁边。 铁甲兽奄奄一息,看上去跟死了没有什么分别。 海地看着这头没有什么存活希望还身中剧毒的铁甲兽,不由的苦笑道,我们这样是不是很没有意义,也很愚蠢。 确实,对那些军人、商人、欧洲学府的人而言,为一头没可能活下来的契约兽这样做真得很蠢。 出来混,哪有那么多意义啊,想做就做,就不活抬个尸体回去也好,难不成你是想得到雇佣老兵的感激。 莫凡说道。 我只是看他很可怜,海地说道。 那就够了。 莫凡说道。 那你是因为什么? 你不觉得我这样很帅吗? 你没发现那些原本被废裂罗胡弄的姑娘们现在看待我的眼神不一样了吗? 莫凡说道。 海地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莫凡了。 不过,莫凡拦下老雇佣兵对他说我来救他的那一刻,莫凡的背影确实透着一股让人反感不起来的气魄。 黑蛇女妖太多了,我怕闯不过去。 海地说道。 往赵满颜和木白那里,他们会给你开路。 莫凡说道。 海地到了高处往莫凡指着的方向望去,果然有一大片冰霜覆盖在大地上,那些黑蛇女妖们在那片区域纷纷变成了冰雕,纵谈不得。 海地心中一喜,还以为那两个家伙胆小没有进来。 莫凡一直在吸引殷红大母蛇的注意力。 殷红大母蛇是这个蛇山上的山王,所有的大公蛇,小母蛇,小公蛇都是因他而盘踞,莫凡自然清楚这是一头极难对付的蛇boss。 殷红大母蛇一出现,其他大公蛇为了讨好他,都是一个个发狂的扑过来,拿莫凡这个人类大献殷勤。 大公蛇数量也不少,莫凡粗略估计了一下就有七头。 其中暗红大公蛇应该是大公蛇里面实力最强的,莫凡一开始只是想吸引一下大母蛇的注意力,免得他又将海地给吞到肚子里,可跑着跑着莫凡就发现全世界的大公蛇都他妈在追自己一个人。 我又没有撒香水。 莫凡骂了一句。 七头大公蛇简直就是战争机器,它们横冲直撞,将莫凡原本可以作为掩体的一些大岩石,大土壁,大沙坑给全部摧毁了,空旷的草地,沙地上,除了一个渺小身影的莫凡在撒开腿狂奔之外便是七头大蛇摆动着身躯追击,那些黑蛇女妖们也开始斜同围剿,把莫凡能够活动的范围越缩越小。 黑蛇女妖就是小母蛇,它们很容易吸引那些小公蛇,小公蛇数量多的可以把一个五百米方圆的大坑给填满,怎么杀都杀不完的,这个时候莫凡要是有兵系魔法倒还好,反正杀不死,把它们冻住的话,可以省心得多。 莫凡被追的只能够施展出阶魔法和中阶魔法,高阶魔法很难有机会使用。 若是让小岩姬附体的话,对付这些蛇妖们倒会容易很多,可莫凡并不想什么事情都依赖着小岩姬。 小岩姬自身就是进阶期统领,与莫凡结合在一起,战斗力都可以直升到进超阶威力。 问题是,这会弱化其他系魔法,唯有将其他系魔法都提升起来,莫凡才能够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坚决不合体。 这是莫凡今天修行的原则。 甩不开呀,莫凡暗暗头疼。 大公蛇的追击让莫凡没有机会构架星座,不动用高阶的技能,莫凡怎么杀得死这些大统领蛇妖。 弄个魔影分身出来,看看能不能骗到这些蛇。 莫凡将黑暗物质侵入到自己的身体里。 叛逆魔影可以拟化出敌人的身形来,其实也可以拟化出莫凡自己,这是莫凡无意中发现的。 第1523章 暴冰尘 和莫凡的暗爵斗篷你画出来的暗影傀儡不太一样,叛逆魔影是很明显的一团黑色的影子,上面会沾染着莫凡的一些气息而已,这种东西用来欺骗魔法师的话是不太可能的,谁都会知道那是一团影子。 但妖魔就不一样了,他们主要会盯着那些移动速度比较快的东西,再加上这些蛇妖不少通过气息来追踪,只要莫凡找一个地方忽然间消失再释放出叛逆魔影,应该很容易就将它们又骗走。 莫凡跳到了一块断壁的下面,这里正好有一个比较深的坑。 那七条大公蛇离莫凡并不远,他们紧随其后,立刻看见了一道黑色的人影朝着他们相反的方向跑去,这让七条大公蛇都有些意外,这个一开始只知道逃跑的人类什么时候有这胆量,竟然敢戏耍他们反跑起来。 大公蛇们看到黑影,立刻顺势追去,其中三条大公蛇更是用自己的身躯在叛逆魔影飞窜的位置筑起了蛆墙来,冗长的身躯完全舒展开还是非常可怕的。 莫凡发现大公蛇们上单了,嘴角勾起了一个笑容。 果然,这些蛇妖们对气息非常敏感,自己利用黑暗物质抹除了自己的气息,再让叛逆魔影携带一些自己的人气味,那些大公蛇一个个全部放弃了自己追击叛逆魔影了。 很快大公蛇们将叛逆魔影给围了起来,那头暗红大公蛇更是迫不及待的一口朝着莫凡的魔影咬去,结果叛逆魔影直接化成了一缕黑色的烟尘,消散在了大公蛇的獠牙附近。 大公蛇这一口咬得格外猛,把自己的牙都给震松了,愤怒的他知道自己被骗了,立刻调转身体朝着断臂下面的大坑这里扑来。 还敢来,给我去死。 莫凡脚下,烈焰填满了这整个深坑,就等着这头暗红大公蛇恼羞成怒扑来,莫凡顺势一个惊天动地的破天拳轰去,烈焰狂弹里一条充满毁灭焚烧气息的火焰焦龙腾飞而起,迎面朝着大公蛇轰去。 烈焰焦龙霸道至极,大公蛇意识到这股力量的可怕,想要缩回身体的时候却却被烈焰焦龙给轰飞到了天空中。 翻转着到了最高点,忽然一声烈焰爆破,火焰焦龙燃成了一片火云,将这片大地照耀的赤红无比,而暗红大公蛇也在这一刻被焚成了无数段,从高空中洒落下来。 啪啪啪啪啪,烧成焦黑的蛇躯体残骸如雨一样落下,面目全非,死得透彻。 其他大公蛇被火焰焦龙的气势给震慑到了,再看一眼他们同伴这凄惨的下场,一时间不敢再往莫凡所在的那个烈焰坛中靠近了。 莫凡这一拳并没有动用小炎机的力量,否则三种魂火一同演变出来的乾隆腾飞就不只是秒杀掉一头大公蛇那么简单了。 嘎嘎 大母蛇在远处,朝着这些大公蛇怒吼了起来。 他尖锐的叫声便是这些大公蛇最强大的兴奋剂,很快这些大公蛇的眼睛便被残暴给充斥着,彻底忘记了刚才那个死去的暗红大公蛇。 嘶嘶嘶嘶嘶 大公蛇们纷纷扑了过来,他们身上卷起的黑色烟尘正快速的扑灭着莫凡布置的火焰魔弹,莫凡见自己的气场仍旧无法下注这些大公蛇,于是非常果断的选择跑路。 这些大公蛇要是一个一个上,莫凡保证把他们的毒牙给全部扒光了,他们群攻的话,莫凡就只能够跑,因为根本不可能有安全的环境给自己施展大魔法。 还好有暗爵斗篷这样的神器在,他可以让自己的盾影技能提升两个档次,时而化成银鸟贴着沙地草地滑行,时而用两条剑状的双腿狂奔,时而来一个瞬息移动,还是能够和这些该死的大公蛇周旋一阵子。 莫凡,快撤,远处,赵满岩的声音有些模糊的传了过来。 莫凡百忙中往他们那里瞥了一眼,发现他们几个已经靠近长沟那里了。 要杀一座蛇山是不可能的,莫凡很清楚要是大母蛇要加入到了追杀行列中,自己很难存活。 接应我一下。 莫凡被追得有些无路可跑了,这些大公蛇为了献殷勤,不断的将自己往大母蛇那里驱赶。 此刻,莫凡已经看到了宛如一栋高楼屹立在五百米外的大母蛇了,他就像是一位高贵的女王曼条斯里的在那里系好餐巾,整理一下戎装,坐等大公蛇把自己这个美味献给他。 莫凡也知道不能往大母蛇那里跑,可大公蛇,小母蛇,小公蛇们全在封锁,瞬息一动又不能无限次使用,一旦路被堵了,最后也只能够往他们指定的方向去了。 必须要接应,不接应自己迟早会成为大母蛇腹中一粒口粮。 别小看人类就那么点肉,魔法师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妖魔们喜欢吃人,自然是因为人类是大补品。 爆冰尘 一个洪亮的声音在莫凡一公里外响起,木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沙坡上,他疯狂的降下一颗颗尖冰之尘来。 说是冰尘,这一个一个冰晶尘埃大的有接近西瓜,小的也有拇指盖那般,这些冰尘都带着非常锋利的冷,片状的冰尘更如寒冷冰刃,当这些冰尘在木白的控制下朝着蛇群中刮去的时候,那些等阶比较低的小公蛇和小母蛇全部刮成了无数鲜血淋漓的肉块。 腥味弥漫,遍地碎蛇,狂暴冰尘威力惊人,居然扫进了墨房和木白之前这近五百米的蛇群,最重要的是,没有一头小公蛇和小母蛇存活。 墨房看得都有些呆住了,从未想过木白的实力竟然也这么恐怖,看来这几年他自己在野外出生入死也是有一些奇遇的。 绿茶,杀过来接应我。 墨房高声喊着,就怕木白听不见。 木白听到这句话,转身就走。 木白,木白行了吧,赶紧过来救命啊,我被他们封死了,把那头脚蛇给冻住,那家伙能识破我的影子。 墨房急忙改口道。 死到临头你还嘴贱。 木白冷哼了一声。 木白目光扫去,前方全是蛇的尸体,由于被冰霜覆盖的缘故,看上去倒不会那么狼藉,那些一出来的鲜血也没有多久便被冰沉的冷霜给凝固住了。 从这一片冰霜残骸中踏过,木白很快发现了大公蛇之中确实有一头是有蛇脚的,就在他的头盖骨的位置,莫凡怕是被这头大公脚蛇给困住了暗影之力,所以才会被不断驱赶。 撕撕撕撕。 木白向前行了大概两百米,便又有一大群黑蛇女妖游了过来,它们的身后跟着如潮水一样拨动着的小公蛇们。 小公蛇说是小,可它们最刺的也有三米长,成年人胳膊粗,这些小公蛇都有毒性的,被它们牙齿咬到身体会在十秒钟后开始发麻发硬,不到一分钟毒素会流经全身,动弹不得半分。 木白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小公蛇们都是跟着小母蛇们行动的,小母蛇带头,它们才会来袭,没有小母蛇,它们就是一盘散杀,胆小软弱。 兵锁凝聚,木这一次目标锁定了那些小母蛇们,以最快的速度揪出那些小母蛇,迅速的将其杀死。 这些小母蛇智慧也不算很高,并且在蛇群之中体型更硕壮一些的它们非常好辨认,它们多数都是拥有狂妄那般五到二十米的蛇身躯,蛇身躯快到头颅的位置上,又会有一个类似于女人的上半身躯,紧接着到了脑袋位置,又是猙獰的蛇头。 木白专挑这些黑蛇女妖下手,果然当黑蛇女妖被灭了之后,那一大群一大群小黑公蛇就变得胃手胃脚了,被木白几个兵器魔法就吓得往的底下钻去。 莫凡,杀母蛇,公蛇都是听母蛇号令的。 木白发现了这个规律,急急忙忙大声告诉莫凡。 你他妈在逗我吗,我面前是有一条母蛇,那是他们蛇山的蛇王。 赶紧给我动住那头脚蛇,我好脱身。 莫凡回应道。 木白看了一眼莫凡那里,貌似他那里的母蛇就是蛇山大母蛇了,要杀那家伙难度极大,这句话对莫凡来说有些多余。 木白赶到了离莫凡有五百米的位置,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那头大公蛇了,大公蛇的瞳孔不是黄色的,而是黑色的,看来这家伙并不是靠嗅觉来捕捉目标,是属于蛇群里面的眼睛,包括识破一些障眼法,暗影前行。 先清理了周围的小母蛇之后,木白立刻酝酿起了高阶的兵器魔法。 这个时候木白不能够使用暴冰尘,暴冰尘用来杀那些等级低的生物倒是非常有效,对付大公蛇这种皮糙肉厚的,最多将它刮的遍体鳞伤,不一定可以达到秒杀的效果。 对付单体目标,还是正统高阶魔法,冰封灵就要有效很多。 大公蛇的注意力都在莫凡那里,毕竟大公蛇也被这个特别能跑的家伙气恼得不行,一定要将它给吃掉。 寒冷之兵一点一点在上空凝结,那头大公蛇并不知道它的顶空有一口完全由寒冰之铁铸造的灵鹫正在锁定着。 第1524章 复仇之铜 莫凡,准备跑。 木白剑魔法差不多完成了,立刻朝着莫凡喊了一声。 话音刚落,上空闪烁起了一个硕大的寒光,厚重无比的寒铁灵就猛的砸落下地面,非常准确的落在了大脚蛇的身上。 大脚蛇还在移动,寒铁织木镇压,正好在它身躯的中断位置,生生的将这大脚蛇给扎扁了。 嘶 大公脚蛇发出了痛苦无比的惨叫声,它疯狂的扭动着上半身,可冰封之力是会蔓延开的,压扁是一回事,冻结又是另一回事,冰封灵鹫就在镇住一个目标之后,强大的冻结之力会根据其体型迅速扩散,像这种蛇状的目标,冰封灵鹫也会立刻展开一个合适的冰棺材,将它给收拢到冰封里。 大脚弓蛇挣脱不了,冰封之力迅速的将它覆盖了起来,假如连头颅也被一起冻在里面,不出多久便会将其冰封冻死。 干得漂亮。 莫凡对木白的兵器力量再有了改观,这样一头强大的统领级大弓脚蛇竟然被它生生的冻成了一根超大冰棍,这会看这些眼瞎的大弓蛇们怎么包围自己。 暗爵斗鹏开启,莫凡进入到了近乎隐身的状态,连盾影留在大地上的那个影团都看不清。 暗爵斗鹏本身就可以掩藏气息,黑暗物质叶煞也可以隐藏,甚至可以诱导,那些大弓蛇眼看就要把美食送到大弓蛇面前了,正幻想着可以在大弓蛇身上尽情的蹭来蹭去了,结果一眨眼功夫,小武后茶点不见了,气得它们变成了翻江倒海之交,在那里疯狂的破坏着沙地。 高傲无比的大弓蛇也愤怒了,它张开嘴朝着这些废物一样的大弓蛇们发狂的尖叫,大弓蛇们吓得急忙逃散出去,它们都很清楚没有品尝到美味的大弓蛇经常会活吞它们这些大弓蛇的,它们一头大弓蛇是正好可以占满大弓蛇的胃。 快走,快走。 莫凡潜到了穆白那里,头也不回的就往长沟那里跑。 附近的蛇群都被穆白给解决了,跑起来还算很顺畅,穆白看了一眼莫凡,发现他身上有好几处被毒牙给蹭到的伤口,急忙道,你中毒了,这些毒会麻痹你身体的。 不会不会,我最不怕的就是蛇毒,别说那么多了,大弓蛇要追来了。 莫凡说道。 莫凡猜得没错,大弓蛇没有留下莫凡,大弓蛇是彻底怒了,他扫开了周围的那些没有用的蛇兵们,亲自上阵。 大弓蛇有遁地的能力,他确实一头在海洋里的蛟龙,沙地便是他的领域,他可以随意的在沙地下面很深的地方穿行。 快跑,这家伙很快就能够到我们这里。 莫凡说道。 在与胡夫金字塔对决的时候,莫凡便亲自理会过一些红色的蛇女妖,她们在地面下方的移动速度非常的快,很多时候你看到她在一公里外窜入到沙土里,可没有几秒钟时间她就从你脚下窜了出来。 那是同样是美杜莎的能力之一,蛇妖一族唯有到了完全的红色才会这样的本领,所以在看到大弓蛇钻地那瞬间,莫凡就感觉自己脚下的土地一万个不安全。 老赵,老赵,给保护,莫凡感觉大牧蛇很近了,朝着赵满炎大吼。 你们不是很安全吗?赵满炎一脸不解的道。 废你妈的话,快给保护,莫凡大骂道。 赵满炎是吐戏法师,没过一会儿他就感觉到地下有不寻常的力量在以恐怖的速度接近。 霸下之印,光落漫障,光临凯。 赵满炎施法速度还算比较快,无数光之斑点像羽一样飞向了墨房和木白那里,并在两人的身上组成了两件闪烁着金色光芒的光之铠甲。 光落漫障本是攻击型技能,别赵满炎变成这种光之铠甲其防御能力竟然也强得惊人,光是可以叠加的,所以别看这包裹在墨房和木白周围的是薄薄的光临编织而成的铠衣,上面却有成百上千的光聚集。 你是蠢货吗?他可以活吞我们,这东西没有用。 墨凡大骂了一声。 他在下面了。 木白脸色一变,这大母蛇来的速度比他想象中还要更快。 瞬息一动。 墨凡没时间去骂赵满炎了,急忙构架出一个银色的星座来。 六幅银色的星图刚刚成形,脚下沙土便猛的炸开,一个如深渊一样漆黑的石道无情的吞来,根本不给墨凡描画完最后一幅星图的时间。 一年重炮。 一声清脆的高银,相隔大概三百米的位置上,海地一头亚麻色的大卷发肆意的飞舞起来,身上的衣裳也在瑟瑟作响,一股磅礴无比的空间能量从海地的打开的双掌之间猛的喷射而出。 这意念能量根本没有任何的轨迹,三百米的沙草地上没有惊奇一丝丝的波澜,可就在大母蛇将跳到空中的墨凡和木白要一口吞入腹中的时候,狂猛的能量轰在大母蛇的后脑勺上,生生的将这头庞大只蛇给轰倒在地上。 大母蛇剩下的冗长身躯还在沙地下面,其头颅和颈部被一念重炮锤在了沙丘上,墨凡和木白在半空中死里逃生,看着大母蛇头颅后面的一个大窟窿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牛逼,赵满言转过头去,看着鹰气逼人,气势凛然的海地,立刻竖起了大母蛇。 另一边,墨凡和木白落地之后全力狂奔,头也不敢回。 果然,脑后出现窟窿的大母蛇并没有死,他从沙丘里把自己的脑袋给拔了出来,缓缓地将脑袋拧向了他们逃跑的这个方向。 大母蛇没有追,他那照射灯一样的黄色眼睛死死地盯着墨凡,木白,海地这三个人,像是要将他们印入到自己的脑海里一般。 复仇之同 不知道为何,墨凡,木白,海地三人明明没有回头,却可以看到大母蛇那双透着死亡凝视之力的眼睛,好似背后的世界一下子沉沦成黑漆漆冰冷的死亡之渊,还能够给他们留有一丝活路的,便只有眼前这一条小小的悬崖道,跑,尽情的逃跑,最终这条狭窄的逃生之路也将沦陷到大母蛇的复仇黑暗蛇渊里。 第1525章 君子房型 进入了开罗城,墨凡发现开罗城也是典型的战斗城市,哪怕周围地图各种飘红,各种出城就死,城市安全地带的人们依旧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一点大战袭来的人人自危的气氛。 除了墨凡这些闯城的人之外,其实开罗其他地方也有不少闯进来的,开罗市正坚决反对在封城对战期间有魔法师擅自闯进城来,也制止所有人离开城市,但你能够活着进了安全区域,他们也还是会保护你的,算是一座比较有人道主义的城市。 莫凡迁迄今为止都忘记不了在秘鲁的时候,那个将他们拒之门外的将军。 国际功法已经明确规定过了,每个州拥有足够军队的城市是必须接纳入城者的,你可以不出去救人,但进了你的城,便有义务保护。 埃及开罗这边明显严格遵守着这一条,是一座好城市。 我们住最安全的市中心吧。 赵满言对复仇之同的描述新有余计,坚决不住离战区比较近的城区。 市中心离战区是有好几十公里的,那些蛇总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穿梭过几十公里的人城,爬到别人的房间里行凶吧。 到了市中心,这里高楼大厦处立,街道,商店,行人,车辆都给刚从野外归来的法师们一种都市的安全感。 我们住这家。 赵满言忽然在大街上指着一栋齐天大厦,很坚决的说道。 你不用这么怕吧? 莫凡不由的好笑。 我不怕呀,我只是觉得这家酒店特别的气派,很久没有体验那种居高临下俯瞰一座首都城市的那种霸道总裁感觉了,这几天累成狗,活得跟野人一样,我想回归我的日常。 赵满言一本正经的说道。 行行行,住这家。 莫凡说道。 查德和另外一位查德的小弟一直跟着,他们两个人倒是特别的省钱,知道这种奢侈大酒店一个晚上都是好几千的,于是选择两个人住一间。 赵满言才大气粗,直接给他们一人订了一间总统套房,这种一个晚上一万多的房间他刷卡刷的眼睛都不眨一下。 穆白,我们住一间,我正好想跟你探讨一下兵系魔法,我要是进入了超街,我就想觉醒一个兵系。 赵满言说道。 可以啊,不过你定个双床的,我不习惯跟别人睡一个床铺。 穆白知道赵满言在怕什么,暗暗好笑。 穆白是兵系法师,算是蛇族们的克星了,赵满言没有选择跟莫凡一间却要跟穆白一起,可见他是真的信了那个复仇之同了。 海地,安全起见我们一间房。 莫凡帝上了自己的证件,顺便把海地的证件也拿了过来,放到了一起。 海地狠狠的瞪了莫凡一眼,我不害怕。 海地小姐,我觉得您还是听莫凡兄弟的,这复仇之同并不是儿戏,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两个人一起,会安全许多。 查德显得格外认真,一定坚持不能单独一间。 那些复仇之蛇似乎无孔不入,单独一人被麻痹,被催眠了,那下场只有一个。 我不会和这个无耻的家伙一个房间的。 海地高傲无比的说道。 这里有很多房型的,比如说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男女房,虽然是同一个屋子,却有隔开。 海地,你就不要任性了,莫凡又不是没看过你,赵满言话说到这里,立刻感受到一个杀人目光。 赵满言立刻闭上嘴巴了,他觉得自己再说下去不被复仇之同给杀了,反而可能先死在海地的手上。 在查德和其他人的一再坚持下,海地最后只能够勉强答应和莫凡一间。 说实话,莫凡倒希望是一种小酒店那狭窄的小屋子,那样的话很容易就擦枪走火,谁还没有一点生理需要呢,莫凡不相信海地就真的那么清心寡欲。 可惜,这种首都大酒店别的没什么好,房间是大的跟你码套房一样,这种开房跟邀请人家去你家做客没什么区别,个人睡个人的,一点激情四射的念想都没有,要不去问问木白那里是不是还有药。 浴室有两个,寝室也有两个,中间还有一个大厅,免费供应着各种酒水,零食,莫凡忽然间发现赵满言这傻逼有的时候真的很不懂事,他和木白住这样的房型就算了,给自己弄得能多小就多小啊,不然上次在瀑布洞窟里面没怎么看清,这次可以看个高清无马。 入夜后,开罗的夜景尽收眼底,那份繁华让莫凡想起了自己亲爱的魔都,就是让人很费解的事,明明开罗才是屹立在沙漠附近的城市,为啥这里看上去干净无比,空气清清,魔兜的雾霾却日夜狂嗨。 海地,你是哪里人呢? 莫凡躺在沙发上,朝着躲在他自己领地的海地问道。 海地? 海地? 莫凡猛地站了起来,快步朝着海地的屋子跑去。 这复仇之童竟然来得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快,老查德果然没有欺骗自己。 刚要穿过小行郎,莫凡忽然间感觉到前面有一个空气墙,差点一鼻子就撞在了上面。 莫凡心中暗暗吃惊,这些怪蛇竟然如此了得,还会布置结界关门杀。 你再赶往前一步,我把你轰成沙。 忽然,海地的声音从屋子里头有些传来,还伴随着淋浴的哗啦啦水声。 海地估计也吓坏了,确定了莫凡果然是一个禽兽,竟然想直接冲进来,还好自己防狼意识好,布置了一个空间结界。 哇,你吓我一跳,以为你被复仇之蛇攻击了,你没有事你说一句话呀,我答应了布兰切老师要照料好你的,他不在的时间里,我还是要意思性的保护你的。 莫凡吐了一口气,顺便将眼睛往空气结界里面探去。 斜着一些,正好可以看见淋浴房,淋浴房被花纹后玻璃门给挡着,莫凡倒是能够看到一个模糊的侧影轮廓,很纤细,更有着优美至极的曲线,其中上围的突出相当惊人,真不知道那么鲜柔的一个身子骨上怎么会长出这么美丽的半球来,那颤抖效果,尽管没布兰切的那么滚圆和坚挺,可也正好符合了海地自己的完美身段。 第1526章 君子房型 进入了开罗城,莫凡发现开罗城也是典型的战斗城市,哪怕周围地图各种飘红,各种出城就死,城市安全地带的人们依旧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一点大战袭来的人人自威的气氛。 除了莫凡这些闯城的人之外,其实开罗其他地方也有不少闯进来的,开罗市正坚决反对在封城对战期间有魔法师擅自闯进城来,也制止所有人离开城市,但你能够活着进了安全区域,他们也还是会保护你的,算是一座比较有人道主义的城市。 莫凡迁迄今为止都忘记不了在秘鲁的时候,那个将他们拒之门外的将军。 国际功法已经明确规定过了,每个州拥有足够军队的城市是必须接纳入城者的,你可以不出去救人,但进了你的城,便有义务保护。 埃及开罗这边明显严格遵守着这一条,是一座好城市。 我们住最安全的市中心吧。 赵满言对复仇之同的描述心有余悸,坚决不住离战区比较近的城区。 市中心离战区是有好几十公里的,那些蛇总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穿梭过几十公里的人城,爬到别人的房间里行凶吧。 到了市中心,这里高楼大厦处立,街道,商店,行人,车辆都给刚从野外归来的法师们一种都市的安全感。 我们住这家。 赵满言忽然在大街上指着一栋齐天大厦,很坚决的说道。 你不用这么怕吧? 莫凡不由的好笑。 我不怕呀,我只是觉得这家酒店特别的气派,很久没有体验那种居高临下俯瞰一座首都城市的那种霸道总裁感觉了,这几天累成狗,活得跟野人一样,我想回归我的日常。 赵满言一本正经的说道。 行行行,住这家。 莫凡说道。 查德和另外一位查德的小弟一直跟着,他们两个人倒是特别的省钱,知道这种奢侈大酒店一个晚上都是好几千的,于是选择两个人住一间。 赵满言才大气粗,直接给他们一人订了一间总统套房,这种一个晚上一万多的房间他刷卡刷的眼睛都不眨一下。 穆白,我们住一间,我正好想跟你探讨一下兵系魔法,我要是进入了超街,我就想觉醒一个兵系。 赵满言说道。 可以啊,不过你定个双床的,我不习惯跟别人睡一个床铺。 穆白知道赵满言在怕什么,暗暗好笑。 穆白是兵系法师,算是蛇族们的克星了,赵满言没有选择跟莫凡一间却要跟穆白一起,可见他是真的信了那个复仇之同了。 海地,安全起见我们一间房。 莫凡帝上了自己的证件,顺便把海地的证件也拿了过来,放到了一起。 海地狠狠的瞪了莫凡一眼,我不害怕。 海地小姐,我觉得您还是听莫凡兄弟的,这复仇之同并不是儿戏,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两个人一起,会安全许多。 查德显得格外认真,一定坚持不能单独一间。 那些复仇之蛇似乎无孔不入,单独一人被麻痹,被催眠了,那下场只有一个。 我不会和这个无耻的家伙一个房间的。 海地高傲无比的说道。 这里有很多房型的,比如说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男女房,虽然是同一个屋子,却有隔开。 海地,你就不要任性了,莫凡又不是没看过你,赵满言话说到这里,立刻感受到一个杀人目光。 赵满言立刻闭上嘴巴了,他觉得自己再说下去不被复仇之同给杀了,反而可能先死在海地的手上。 在查德和其他人的一再坚持下,海地最后只能够勉强答应和莫凡一间。 说实话,莫凡倒希望是一种小酒店那狭窄的小屋子,那样的话很容易就擦枪走火,谁还没有一点生理需要呢,莫凡不相信海地就真的那么清心寡欲。 可惜,这种首都大酒店别的没什么好,房间是大的跟你码套房一样,这种开房跟邀请人家去你家做客没什么区别,个人睡个人的,一点激情四射的念想都没有,要不去问问木白那里是不是还有药。 浴室有两个,寝室也有两个,中间还有一个大厅,免费供应着各种酒水,零食,莫凡忽然间发现赵满言这傻逼有的时候真的很不懂事,他和木白住这样的房型就算了,给自己弄得能多小就多小啊,不然上次在瀑布洞窟里面没怎么看清,这次可以看个高清无马。 入夜后,开罗的夜景尽收眼底,那份繁华让莫凡想起了自己亲爱的魔都,就是让人很费解的事,宁宁开罗才是屹立在沙漠附近的城市,为啥这里看上去干净无比,空气清清,魔兜的雾霾却日夜狂嗨。 海地,你是哪里人呢? 莫凡躺在沙发上,朝着躲在他自己领地的海地问道。 海地? 海地? 莫凡猛地站了起来,快步朝着海地的屋子跑去。 这复仇之童竟然来得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快,老查德果然没有欺骗自己。 刚要穿过小行郎,莫凡忽然间感觉到前面有一个空气墙,差点一鼻子就撞在了上面。 莫凡心中暗暗吃惊,这些怪蛇竟然如此了得,还会布置结界关门杀。 你再赶往前一步,我把你轰成沙。 忽然,海地的声音从屋子里头有些传来,还伴随着淋浴的哗啦啦水声。 海地估计也吓坏了,确定了莫凡果然是一个禽兽,竟然想直接冲进来,还好自己防狼意识好,布置了一个空间结界。 哇,你吓我一跳,以为你被复仇之蛇攻击了,你没有事你说一句话呀,我答应了布兰切老师要照料好你的,他不在的时间里,我还是要意思性的保护你的。 莫凡吐了一口气,顺便将眼睛往空气结界里面探去。 斜着一些,正好可以看见淋浴房,淋浴房被花纹后玻璃门给挡着,莫凡倒是能够看到一个模糊的侧影轮廓,很纤细,更有着优美至极的曲线,其中上围的突出相当惊人,真不知道那么鲜柔的一个身子骨上怎么会长出这么美丽的半球来,那颤抖效果,尽管没布兰切的那么滚圆和坚挺,可也正好符合了海地自己的完美身段。 外国人,就是大,曲线特别夸张,身材比例又格外的匀称充满美学艺术,还有海地跟布兰切一样,都是绝对正宗的蜜桃屯,莫凡清楚的记得在瀑布洞窟里,海地背对着自己端坐在那里的情形,至今难忘啊。 你还不滚,我没有事。 海地见莫凡一直在那边晃动着,勃然大怒道。 哦,哦,我就是确认一下,因为我看到淋浴房里有一个蛇一样的影子,我以为是蛇呢,没有想到是你的身材。 莫凡说道。 我要杀了你。 我走,我走,冷静点,世界如此美妙,你不要这么暴躁。 莫凡偷了个梗,随口就说道。 回到了厅里,莫凡心中感慨良多。 论身材嘛,估计也就阿沙瑞亚那小骚提子可以和海地抗衡一二了,当然这纯粹是从妙龄女子的角度去衡量,如果是淑女上,布兰切应该稳坐第一。 没办法,欧洲人在身材上就是比亚洲人有优势,他们天生肌肤如雪,身子更具黄金比例,女性特征又特别的明显。 其实莫凡雪身材应该也一级棒,可是莫凡骇然的发现自己和她相处那么久,居然还没有看到她没穿衣服的样子,她的皮肤应该是自己见过最完美无暇的,天生天赋的关系,她完美诠释了冰激玉谷这词。 只可惜啊,自己好歹是月女无数的男人,唯独自己大老婆的身子还没有看过。 可能没这两外国妞的大,但应该也不小,抱的时候有蹭到过,很软,很舒服,胸膛满满的。 奇怪,我不是应该担心复仇之童吗,怎么想到这些事情上,莫凡想着想着,脑子里浮起了这样一个大问号。 莫凡挥去了脑子里这些越想越硬的画面,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了大厅落地观景窗前,慢慢的闭上眼睛进入到明修状态。 明修也可以休息,莫凡很多时候都不是直接睡觉的,而是用明修来替代睡觉,真正的睡眠莫凡一天只进行两个小时。 很多人都是会睡五个小时以上,莫凡有好几个系,在高中的时候也只能够用别人睡觉的时间来多修炼,渐渐的变养成了这种睡两个小时的习惯了,也渐渐的能够把明修也作为一种休息。 莫凡进入明修的状态很快,前一刻还在想着那些刺激人鼻血的事情,这会已经完全入定。 进入精神宇宙,莫凡习惯性的往自己的星河们那里遨游,可忽然间黑色的精神宇宙里一双无限巨大的黑色瞳孔出现在自己原本习以为常的星河地带,吓得莫凡立刻睁开了眼睛,整个人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 汗如雨下,这毫无防备的蛇童凝视彻底底的惊吓到莫凡了,精神世界里,那双眼睛大如黑夜苍穹,人在其小小如尘埃,恐怖到了极致。 深呼吸,深呼吸,莫凡一连十几次深呼吸才终于平静下来。 回想起那一幕,莫凡脸上渐渐露出了迟来的严肃沉重。 看来自己真的小看这复仇之同了。 第1527章都中了诅咒 海地小心翼翼的不知好了结界,不给莫凡任何滋润花蕾的机会了。 莫凡见他如此的小心翼翼,索性也不把自己的发现告诉海地了,于是随意的拿了一本书看了起来。 现在,莫凡只要一进入到明修,便会受到那头巨大的宇宙蛇童的精神攻击,肯定没法修炼了,而且莫凡也发现了,只要自己闭上眼睛立刻有想要睡着的迹象时,那蛇童也会立刻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里,这种感觉非常的难受, 让莫凡连睡觉都不能了。 看着书,莫凡用嘴引着一瓶香槟,大概过了没多久,海地那里忽然传出了一声尖叫,叫得是那么星号。 莫凡笑了笑,站起身来往海地那里走去。 海地自己解除了结界,披着一件薄薄的睡衣就冲了出来,湿漉漉的头发都没有干,样子格外的诱人。 他脸色苍白,看到莫凡的时候都没有去注意自己的穿着。 你也看到了。 莫凡笑了笑,对海地说道。 混蛋,你怎么不告诉我? 海地愤怒的对着莫凡喊道。 我过去,你又会说我禽兽流氓? 莫凡一脸无辜的说道。 海地气得直跺脚,却拿莫凡没有一点办法。 他和莫凡一样,原本是想要进入明修修炼的,海地一样有他自己非常好的修炼节奏,可刚进入到精神世界里就撞见了那双巨大绝伦的蛇童,恐怖得让海地忘记了一切,陶冶似乎的往有人的地方跑。 海地有些不敢回自己房间了,他找了酒店那大大的白色浴袍,把自己身子裹了起来,就坐在大厅里。 看到有香槟,为了压下自己刚才的恐惧,他也给自己倒了一杯,大口大口的喝了下去。 喝完之后,莫凡也顺势拿起来喝了一口,当海地发现莫凡是直接对着嘴吹的,眼睛都瞪大了起来,恼怒道,我还要喝的,你不会用杯子吗? 我之前就是这样喝的呀,还以为你根本不介意。 莫凡说道。 你,你,无耻。 海地气得浑身都轻颤了起来,就没有见过有人喝香槟是对嘴喝的,有病吗? 你就别老骂这些了,还是想想办法怎么度过今晚吧。 莫凡说道。 修炼不能修炼,睡觉也不能睡觉,看来老雇佣队长查德确实没有故意恐吓他们,这复仇之同比想象中得要可怕。 海地刚才被吓得不轻,他又不像莫凡这种人,什么场面都见识过的,被吓了就吓了,很快就跟没有世人一样,海地却不一样,他真的一点防备都没有,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安全。 人了,谁知道忽然一条茫茫狂蛇出现,有那么一瞬间他认为自己已经死亡了。 你不去提醒一下他们两个吗? 海地想到赵满炎和穆白情况也一样,于是开口道。 赵满炎是不可能到了一个新城市后就修炼的,至于穆白,他跟赵满炎一间的话,多半也不可能能够安静下来修炼。 莫凡说道。 怎么会有你这种不顾朋友安危的人,你知道那有多可怕吗? 海地气愤的说道。 他朝着门外走去,赵满炎和穆白的房间就在对门,在海地看来提醒一句绝对会好很多,不能让他们跟自己一样经这么可怕的心灵冲击。 你还是别去。 莫凡说道。 海地没理会他,走到了对门,敲开了房间。 海地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听见里面音乐的震动声非常响,心中带起了一丝疑惑。 过了一会,门被打开了,开门的不是穆白也不是赵满炎,而是一位穿着比基尼皮肤为麦色的性感金发女子,他毫不忌讳的把房间门完全打开,并告诉海地,你也是来玩的吗? 进来吧,不过你得先把衣服解了,这是规矩。 海地愣住了,往房间里看去的时候,结果发现屋子里昏暗的灯光下有一群女子衣裳极少的在那里狂舞,头发飞扬乱甩,蛇腰垫臀更是用巴掌都不到的布料遮住那关键的部位,在海地看来这跟什么都没有穿没有任何的分别,偏偏这一屋子里全部都是如此。 摇头舞,摆臀舞,钢管舞,海地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真实的脱衣舞派对,吓得他赶忙把房间门给关上,关上的那一惠儿也正好看到赵满炎提着一大扎酒出来,还问门口的人是谁。 海地脸颊全红了,陶也试得回到了自己房间。 他看到墨房还坐在那里,一脸坏笑的样子。 你为什么又不说? 海地气得胸脯剧烈的起伏了起来。 我跟你说,你别成天骂我这个,骂我那个,赵满炎这家伙才一个真心好而且他这人不喜欢安静,就喜欢一大群美妞围着他转。 莫凡习以为常了。 那穆白呢? 海地觉得穆白还算是一个正人君子,应该不会和赵满炎这样私混。 他起初还是很抵触的,后来也慢慢的喜欢上了这种玩法,不过他不太喜欢外国妹,你看到屋子里有亚洲美女的话,那应该是他点的。 莫凡说道。 下流。 海地骂道。 你看嘛,三个人里面其实我才是正人君子,不信你可以去问布兰切老师,布兰切老师最相信我了。 莫凡说道。 你也不是好东西。 海地毫不客气的说道。 海地没有跟莫凡待在一屋子里,他自己出门去了,到了会有人不断走动的大堂。 在大堂里,海地却发现了穆白坐在一个角落高台灯旁,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又被墨房给骗了,穆白果然没有和赵满炎那个家伙私混。 在这,他在这,海地刚要和穆白打招呼,门口就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了起来。 海地对声音是很敏感的,他听得出来那是费烈罗的声音。 往门口望去,海地立刻产生几分厌恶的情绪,除了费烈罗、瓦尼、佐威、苏法等其他欧洲学府的学员都在,他们看到自己后便快步围了过来。 可恶,都怪你们,为什么要去惹那头大母蛇,费烈罗第一个怒吼了起来,之前的绅士风度彻底不见了。 什么意思? 海地看着这几个来势汹汹的家伙,有些不耐烦的道。 木白看见了这一幕,立刻起了身走到了海地面前,冷着脸对他们说道,你们还有脸过来找我们麻烦。 明明是你们惹出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也会中了诅咒,装什么圣人,为了一头和死了没有什么区别的铁甲兽,害得我们也中了复仇之铜的诅咒,费烈罗大叫道。 费烈罗被吓坏了,整个人看上去有些神经恍惚,这种情况下什么修养,什么绅士都是扯淡。 你们也中了复仇之铜,海地有些诧异的问道。 瓦尼、佐威、缩法、加尔巴点了点头,他们眼睛里还残余着几分惊魂未定。 蛇山是你们的奇花漏引来的,他们对你们的仇视不会比我们小,你们中了复仇之铜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不要把这种事情撇到我们的身上。 木白对这几个人的态度非常不满。 你们没有去招惹大母蛇,哪会有这么多事? 另外两个了,叫他们滚出来。 费烈罗应该是被吓得最惨的那个,在酒店大堂里大叫了起来。 海地,你去叫他们。 木白说道。 好。 没多久,莫凡和赵满言变下来了。 赵满言的脸上和身上还满是红嘴唇印,一身的酒气,费烈罗,加尔巴看到这家伙居然还有心思花天酒地,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你们必须要为这件事负责,加尔巴说道。 负什么责,费烈罗不瞎显摆他的东西,蛇山就不会追袭我们。 赵满言还一脸火大呢。 他一回房间就倒头睡了,他非常的困,再加上有木白在一屋子里,他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木白一般会修炼。 谁知刚要睡着,他就被吓成了傻逼,木白也几乎在同一时间被那蛇童给惊到了,于是赵满言提议叫一群女郎上来热闹一些,消除一下这种烙印在脑海里的恐惧,木白没兴趣,便自己到大堂去了。 这还不是赵满言一肚子火的原因,以往他就喜欢那些身材星号的小女妖精,蛇臀长发,扭起来特别的带劲,可今天他怎么都提不起半点兴趣,看女人们的那些头发,就像一头头小金蛇,看女人的身子就更像一头头小木蛇,本来还想好好泄火,结果被弄的精神更加恍惚。 可以剥夺自己的灵魂,但绝不能剥夺自己对女人身体的那种热衷,赵满言发现自己害怕女人后,就有些生无可恋了。 睡觉没法睡,泡妞没法泡,修炼的没法修炼,我们不被那些不知道哪里跑出来的蛇给吃了,也要活活的被折磨致死。 赵满言说道。 没多久,雇佣队长查德和他的弟弟本慈也到了大堂,他们两个脸色一样非常的难看,见到众人都集中在这里后,不用问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都中了复仇之铜了。 查德长叹了一口气,神情有些黯淡。 第1528章 悲公蛇影 一群人坐在酒店大堂里,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费列罗依旧在指责着什么,实习老师瓦尼知道这样也没有意义,于是开口道,我们这样相互埋怨没有用,还是尽快想办法怎么去掉这种诅咒吧。 查德,你对这里比较熟悉,也知道蛇族的情况,我们这一群人能不能化解掉蛇族的诅咒就看你的了。 其实我也对这没有太多的认知。 查德叹了一口气。 蛇族有太多神秘未知了,甚至有传言某些蛇人可以说人类的语言,他们的智慧有些不逊色于人类,而蛇童诅咒一直都是人类不曾探索过的一种强大的能力。 那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我怕这样下去我们会被诅咒的越来越深。 左威说道。 埃及所有的蛇的母亲是蛇母美杜莎,相传她是一名诅咒法师,在那个年代诅咒系魔法还不被人们认同,诅咒法师被传会给人们带来厄运,于是人们将美杜莎扔记献给了蛇王贝莽,谁知贝莽并没有杀死美杜莎,而是与他人蛇交合,诞生了比埃及蛇妖更加强大且拥有魔法的蛇人一族,蛇人一族以蛇母美杜莎为首,蛇王反而是附庸。 美杜莎对人类极其仇恨,这种仇恨配合上她本身拥有的古老诅咒魔法,使得她练就了一双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双瞳,也就是如今最强大的心灵之力,美杜莎的凝视。 几乎所有高等级的母蛇,都继承了美杜莎的眼睛,他们的仇恨凝视也具备着蛇母美杜莎的无与伦比的复仇力量,一旦被烙印上了这个种族仇视,那么即便我们找出那条给我们下诅咒的大母蛇,将它杀死,那也无济于事。 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说了,中了这个诅咒是很难活下来的。 查德把自己所知告诉了大家。 你说什么,杀死大蛇母也无法解除诅咒,费列罗再一次尖叫了起来,让整个大堂的人目光都不由的望向了这里。 莫凡也被这句话给震住了。 一般来说,被施加了诅咒之后,只要杀死释放诅咒的家伙,诅咒便会解除,让人想不到的是,复仇之铜竟然是一种种族诅咒,也就是说,除非他们把蛇母美杜莎给杀了,不然这诅咒就会永远伴随着他们。 蛇母美杜莎 莫凡回想起与胡夫军团大战的时候,自己也不过是见到了一头蝎君美杜莎。 蝎君美杜莎貌似和蛇母美杜莎还差了一个等级吧。 美杜莎是蛇人族的,蝎人族里面的蝎君美杜莎掺杂了蝎后的血统,和真正的蛇君美杜莎,蛇母美杜莎比起来应该还是要低上一个级别的。 总之莫凡在胡夫的军团那里并没有见到蛇母美杜莎,兴许胡夫压根就指示不了蛇母美杜莎,那是一个几乎与他平起平坐的存在。 来自于蛇母美杜莎的诅咒,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这些人就是中了蛇毒,没有解药,能做的就是慢慢的等毒液渗透到全身,直到死亡。 解除诅咒的办法真的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但杀死大母蛇是肯定没有用的。 查德很肯定的说道。 那我们就真的等死。 瓦尼有些绝望的说道。 总会有办法的,你们先在酒店里待着,最好别去什么地方,我有听过一些老前辈说过有人懂如何应对复仇之童,不知道那位老先生还活着没有,他就在开罗的。 查德宽慰大家道。 那还等什么,赶紧去找他呀。 费列罗焦躁不安的说道。 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去问。 查德说道。 查德和他的弟弟本慈离开了,众人仍旧一脸颓然的坐在大堂的沙发上,相继没有说话。 没有想到会和这几个家伙上了一条独木船,真不想看到他们。 赵满言很是不爽的说道。 就这件事不比中了诅咒来的让人恶心。 你以为我们想见到你们吗? 加尔巴愤怒的道。 从原本的欢快结伴,到现在的相互恶心,再到接下去被复仇之童窜在一起变成一条绳的蚂蚱。 我给你们倒杯水吧。 一名大堂经理微笑的走了过来,将杯子放在了桌子面前,然后弯着腰给实习老师瓦尼倒柠檬水。 实习老师瓦尼并没有太在意,正好他也确实口渴了,端起杯子就要喝,却猛的发现水里面有一条小如蚯蚓的东西在扭动。 蛇,蛇,蛇。 瓦尼猛的将杯子甩了出去,然后站了起来几乎下意识的要给那位大堂经理一个耳光。 但他手举到了半空中还是止住了,目光注视着被洒出去的水和破碎的杯子。 大家一脸愕然的看着实习老师瓦尼,瓦尼晃了晃脑袋,自己将碎掉的杯子给捡了起来。 什么都没有啊,你怪叫什么? 赵满言愤怒的道。 我明明看见了,我可能眼花了,对不起。 瓦尼有些颓然的坐了下去,用手重重的搓着自己的脸,想让自己清醒一些。 应该是诅咒的缘故,只要我们神经稍有松懈,就立刻会产生一些错觉,悲公蛇影。 莫凡看着瓦尼的样子,认真的说道。 这该死的诅咒。 很显然,症状不仅仅是停留在闭上眼睛睡觉会看到,明修会看到,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诅咒就会爬到自己周围任意的地方,草木结舌,难以摆脱。 海帝,你能不能把你的头发扎起来? 这个时候,赵满言忽然间弱弱的问了一声。 海帝没太明白,见赵满言一脸恳求,一脸害怕的样子,海帝也只好无奈的用皮筋把自己的头发盘了起来,再用剪一簪子固定。 赵满言,你这样下去的话,尿尿的时候都不敢低头了。 莫凡笑着说道。 放屁,老子那玩意儿跟炮一样,不会有错觉。 赵满言立刻说道。 可以看得出来,哪怕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就待在大堂沙发上不动,一样没有丝毫的安全感,这真是莫凡见过罪折磨人,也是最怪异的诅咒了。 第1529章 美肚杀的眼泪 查德在大家快要把整个大堂所有看上去是长条状的东西当成蛇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他一脸愁眉苦脸的样子。 他死了。 查德开口说道。 这第一句话就给大家心里狠狠的扎人一下。 还有比这更让人觉得不幸的消息吗? 左威有些沮丧的说道。 他死于蛇童诅咒。 查德的弟弟本词补充了一句。 这大概就是更不幸的消息吧。 莫凡说道。 众人一下子沉默了起来,气氛显得格外诡异。 不行,我们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瓦尼第一个坐不住了。 明明待在城市里,待在一个酒店大堂之中,可却给人感觉身处在蛇窝里,与其这样被吓得神经衰落,还不如主动出击。 我问问芬娜将军吧,我这里还有他的联系方式。 赵满言说道。 什么,你们中了蛇童诅咒,芬娜那边显得分外惊讶。 明明说好一起过来解决埃及亡灵的问题,结果莫凡等人才刚到开罗就有覆灭的征兆了,这真是一个最糟糕的开始了。 是啊,你知道怎么解开这种诅咒吗,太难受了,我们已经熬了一个夜,没怎么休息了。 赵满言说道。 你们在哪,我派人去接你们。 芬娜说道。 我们在开罗酒店,赵满言扫了一眼欧洲学府的几个人,犹豫了一会儿道,你多派辆车过来吧,有几个欧洲学府的倒霉弹跟我们在一条绳上。 好。 没让他们等太久,芬娜便派了四辆军用车来到了闹市,众人坐上了车,直接前往了作战指挥镇,那里居住的大部分都是有高军衔的军官。 开罗还处在战争阶段,作战指挥镇上来往的人和车也不少,看他们都是非常忙碌的样子。 芬娜已经从参谋晋升为将军了,本身芬娜就是属于极能够指挥作战,又能够前线领军的,她现在在开罗身份地位也不低。 你们怎么回事,不是让你们先在新苏城待着吗? 芬娜看着莫凡,赵满言等人,一脸不解的说道。 莫凡来埃及之前已经和芬娜打过招呼了,芬娜自然知道胡夫金字塔空间飘移到中国北疆的事情,为了解决两国亡灵之间的大事,芬娜自然还得和莫凡好好商议如何潜入到金字塔的事情,哪知道这件事还没有一个着落,莫凡这边先出了问题。 我们也不想,哪知道蛇妖一族这么小心眼。 莫凡无奈地说道。 他们呢,也中了一样的复仇之铜吗? 芬娜扫了一眼欧洲学府的人。 是的。 瓦尼回答道。 在芬娜将军面前,瓦尼就没有了他那份作为欧洲学府实习老师的傲气了。 将军和老师是有本质区别的,哪怕大家修为都一样,将军的权力和实力都要全方面碾压老师,毕竟将军都是从战争之中爬出来的,老师多数躲在安全的城市里。 你先告诉我们,怎么解开这个诅咒吧。 赵满言说道。 复仇之铜是一种非常难解的诅咒,我们军旅里要是有人中了这种诅咒,多半会让他到最前线荣耀杀敌。 芬娜说道。 前线荣耀杀敌? 这不就是去送死吗? 莫凡说道。 差不多,复仇之铜的诅咒又分很多种,有些是夺命诅咒,有些是阴影诅咒,还有一些是狂暴诅咒,夺命诅咒来得最快,无论你身在何处,那些无孔不入的夺命狂蛇都会成人熟睡的时候将被诅咒的人给分食。 阴影诅咒是一种类似于恐怖,幻觉的诅咒,中了诅咒的人会对蛇异常的恐惧,持续时间很长,会一点一点的将人的精神折磨崩溃。 狂暴诅咒倒还好一些,这种诅咒只要不遇见蛇族的生物就好了,被施加了狂暴诅咒的人,他们身体会异常的招惹蛇族,哪怕相隔十公里,蛇族也会顺着这种诅咒的气息寻来,并且发狂的攻击,不死不休,分那对蛇童诅咒的了解明显要比查德全面很多。 那我们是中了什么诅咒,阴影诅咒吗? 赵满言问道。 阴影诅咒和狂暴诅咒有点难分辨,因为中了狂暴诅咒的也会产生恐惧感。 你们既然度过了一夜,那就应该不是夺命诅咒了,至于是阴影诅咒还是狂暴诅咒,只能够实践判断。 分那说道。 所以,不搞清楚是什么诅咒,就无法知道破解方法了。 莫凡问道。 差不多,诅咒都得对症下药,如果弄错了,反而会加剧诅咒效果,但有一样东西,是可以直接去除你们的诅咒。 分那说道。 分那刚说出这番话来,分那旁边的那位中年参谋就不由的轻蔑一笑道,将军,您难不成是让这群小毛孩们去夺美肚沙的眼泪? 美肚沙的眼泪? 莫凡说道。 是,美肚沙的眼泪,你们的诅咒来源于美肚沙,据说美肚沙的眼泪是可以解除它施加在人类身上的诅咒。 可先不说拥有真正美肚沙血统的生物都至少是君主级的,想要让妖魔挤出一滴眼泪来,绝对是痴人说梦。 分那说道。 你说的美肚沙,是蛇母美肚沙吗? 赵满言问道。 当然不是。 我们人类怎么可能和黄母美肚沙抗衡? 我说的美肚沙是拥有黄母美肚沙血统的那些,红蝎美肚沙,阴蛇美肚沙,蝎菌美肚沙,蛇后美肚沙,这些都是拥有黄母美肚沙血统的生物,是黄母的后代。 分那说道。 埃及人都称第一代美肚沙为蛇母美肚沙,军方这边都将那家伙称之为黄母。 黄母这种存在,根本不是他们触及得到的,即便是找得到黄母美肚沙,以她对人类的那种滔滔之恨,她怎么可能给人类挤眼泪,看到人类因为她的诅咒而死,没准她都会笑弯了腰。 也就是说,只要抓到一直有美肚沙血统的生物,获得她的眼泪,我们的诅咒就可以解除。 莫凡把问题的关键给说了出来。 是的,只是这难度,分那点了点头。 他们军中也有一些中了蛇童诅咒的,真正活下来的却没有几个,这种诅咒在埃及存在太多年了,堪称蛇妖之中的艾滋病,根本找不到解救的办法。 很多魔法师为了防止中蛇童诅咒,身上都会携带着一些庇佑之物,可蛇族的复杂程度一直很难揣测,绝大多数蛇童诅咒都是由美肚沙血统释放的,可渐渐的不知为何,那些蛇山上的大蛇母也具备了这种能力。 一种无药可救的诅咒,他们埃及高层因为这个死的不在少数了,分那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莫凡这几个人才刚踏入埃及的领土就中奖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去佩服莫凡等人的运势。 美肚沙眼泪,知道有解决办法就好。 我们先找到一头美肚沙,他要不落泪,我们就打得他哭。 莫凡说道。 说得轻小,任何美肚沙血统的生物成年后都至少是君主级的,我看你们还是呈着诅咒没有彻底蔓延开的时候,想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吧,免得最后留下什么遗憾。 那位中年参谋冷笑一声道。 那我想先揍你一顿,你没意见吧? 莫凡见此人冷嘲热讽,于是毫不客气的道。 小子,你说什么,你可知道我是谁? 庞克参谋愤怒的说道。 参谋地位仅次于将军,在庞克眼里这群人就是一些小毛孩,欧洲学府的也不例外。 好了,庞克,不要对我的朋友这般没有礼貌。 芬娜制止道。 哼,我可不想在一群小毛孩这里浪费时间,至于你向上级提的那个方案,芬娜,我觉得你未免也太相信这个天方夜谭的策略了,先不说中国亡灵帝国的意图,哪怕两大亡灵帝国交战,你觉得中国亡灵能够支撑几个? 我们埃及亡灵存在多少年,其强大程度足以摧毁一个州。 庞克报了报权,一副不再奉陪的样子。 庞克说的这些,欧洲学府的人完全听不懂。 芬娜眉头一皱,他没有想到庞克这么不懂的控制情绪,怎么会把如此大的事情随口就说出来,没看见还有外人在场的吗? 你应该换一个参谋了,简直是一个傻叉,迟早会晤了你大事。 莫凡看着庞克的背影说道。 参谋也不是我可以选择的,我来开罗任职不太久,很多时候还是得服从上级。 芬娜苦笑一声。 他没有提及开启亡灵战争的事情,这肯定很困难,需要从长计议的,眼下还是看看怎么把他们身上的诅咒给去除。 战场上有美杜莎吗? 莫凡问道。 这你就别想了,美杜莎身边永远都跟随着一大群邪军,蛇军侍卫,我们高层都很难接近这种级别的存在。 倒是你们运气也不算坏到极致,我大概在三天前有在战场上遇到一头未成年的美杜莎,未成年的美杜莎心智会低很多,从她的身上弄的眼泪还是有可能的。 芬娜说道。 那真是太好了,瓦尼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对呀,对付不了成年的美杜莎,我们可以找小美杜莎下手。 赵满言恍然大悟。 第1530章巨额赏金池 芬娜自己是将军,顶多找一名比较熟悉的老兵去帮助莫凡等人寻找少女美杜莎,不太可能调遣太多的人,开罗本来就还处在战事,哪有那么多人手。 海地的意思是等布兰切回来,那样他们这群人进入到蛇窝还有那么些保障,即便遇到了成年的美杜莎,以布兰切的实力应该也能够应对一二。 可惜,布兰切离开之后就一直没有回信息了,他只告诉众人他需要一个星期后才会赶来开罗,一个星期后诅咒肯定又蔓延了,到时候布兰切再过来基本上是为他们这几个人收尸。 看来就得靠我们自己了。 莫凡无奈的说道。 这种时候也确实没法指望别人,何况是会愿意跟我们去送死啊。 赵满言说道。 欧洲学府的人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挣扎,还是绝对前往蛇窝寻找少女美杜莎。 要不然继续这样被诅咒折磨下去,他们肯定也活不了。 还好队伍里瓦尼是一名实习老师,这意味着她的实力应该至少有一戏式抄阶。 能够带欧洲学府的优秀毕业生的实习老师,肯定得是抄阶的水准了,毕竟这些欧洲学府的学生大部分也是高阶满修的了,不会比他们这群人差多少,关键时候是能够起到作用的。 事实上大部分在野外的魔法师都必须组成一个完成的队伍,不同的戏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次出发去寻找少女美杜莎能够拉上这些欧洲学府的人做垫背,也不算是一件太糟糕的事情了。 只是,欧洲学府的人心里有一股庞大的怨气,他们明明是来做考核的,到头来却把性命挂在了这种该死的蛇族诅咒上,这种前往蛇窝里寻找少女美杜莎的任务,跟送死没有什么分别。 大家在开罗买了一些野外需要的物资,考虑到他们主要是面对蛇与蝎,解毒剂是必不可少的。 解毒剂不是万能解毒剂,一般是指解毒材料,真正可怕的毒素是多变的,往往需要结合当时的情况搭配上解毒的材料才能够调配出真正有效的解毒剂来。 我们队伍里就只有一个药剂师吗?赵满炎询问了一圈,发现欧洲学府里面竟然没有一个会配置药剂的。 不会配药,那就等于中毒,暗伤,腐酸唾液这些粘到身上之后,生命就会受到威胁。 没有治愈法师,还没有药剂师,我们这样去闯世界上最剧毒的地方,我觉得我们还不如再开罗书书服服的等死。 赵满炎非常不满的说道。 我算是一个吧。 木白这个时候开口鱼了。 我靠,你一个半吊子药剂师顶什么用?赵满炎说道。 总比你一个废物只会乱叫得强。 木白反讽道。 我是植物系,但我不会配置药物。 缩法开口说道。 所以解毒材料一定要配备齐全,大家放心吧,我对毒性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只要不是类似于蛇童诅咒这种,我大致都知道要用什么来解毒,就是我也不怎么会调配药剂,查德说道。 木白也不是半吊子药剂师,他是有猎人协会和魔法协会认证过的高级药剂师,只是那次配置春药确实是一个意外。 众人在做准备,木凡发现自己的位置离猎者联盟大厅并不远,于是顺道去哪里转上一圈。 猎人大师的称谓是国际通用的,所以在开罗的猎者联盟里木凡一样受到尊敬和优质的服务。 事实上官方信息流通的并没有猎人信息来得快,猎人们的信息真要说有坏处的话,那就是很多时候真假难辨。 美肚杀的眼泪,有人悬赏吗? 莫凡询问起专程跟随自己的猎人女郎。 猎人女郎脸上笑容不变,将一杯水放在莫凡面前后道,您也想添加赏金池吗? 赏金池,莫凡有些意外道。 您不知道吗,美肚杀的眼泪是我们埃及猎者联盟赏金池累积最高的一项了。 猎人女郎说道。 赏金池,这是一种集体悬赏,往往是该悬赏难度极大,基本上没有几个人可以完成,同时它的需求又非常的大,于是便会出现这种赏金池。 悬赏者是很多人,他们将自己的悬赏金额扔入到赏金池里,赏金不断的叠加之后,在巨额回报下终究会有强者出手的,甚至某些政府为了能够回笼这一大笔资金,都会亲自组建强者去完成这项赏金。 莫凡当初与灵灵便完成了逆咒赏金池,一下子获得了一笔巨款,猎人的级别也从原本的几颗星一下子飙升到了六颗星了。 六星猎人大师那是地位相当高的存在了,莫凡每天要是厌倦了打打杀杀,就挂着这个六星猎人大师的身份,随便在哪国都可以在一个大城市里获得高层身份。 自从解决了逆咒赏金池后,莫凡和灵灵倒有一阵子没怎么接到大的悬赏了,本来今天过来是想要发布个悬赏,看看这件事能不能用钱解决,哪知道自己还是低估了美肚沙眼泪的价值,居然在埃及已经形成了一个美肚沙眼泪的赏金池。 现在赏金池里有多少赏金了? 莫凡问道。 大概三十五亿吧。 猎人女郎回答道。 三,三十五个亿,这应该是你们开罗数额最高的悬赏了吧。 莫凡吃了一惊。 当初逆咒也才多少,这美肚沙眼泪悬赏到了三十五亿。 这让莫凡不由的咽了咽口水。 多赏钱,就代表着难度有多高,否则赏金池如何会这样一直累积下去? 闻,这已经算是S级悬赏了。 也是近几年这个赏金实在不断的高起来,一部分是因为大母蛇也拥有了复仇之同的能力,很多魔法师面临蛇族诅咒的折磨,另一方面美肚沙的眼泪可以免疫实化,减免冰冻,强化心灵等效果,很多魔法师非常喜爱,都是重金来求,我想应该一些猎王都有些蠢蠢欲动了。 猎人女郎知道的到不少,将这些信息如实的告诉了莫凡。 莫凡暗暗吃惊,这美肚沙的眼泪居然这么珍贵和强大。 免疫实化。 这岂不是直接将土系高阶里的研磨之同,实化这个技能给废除了吗? 要知道很多土系法师就是靠这一招实化吃饭的呀。 免疫实化就算了,还能够见面冰冻,这东西竟然还是冰系法师的克星。 另外还有强化心灵的效果,虽然不知道具体能够强化多少。 可前面两个效果就已经相当夸张了。 第1531章猎人情报 你从我账户里赚出这个数的钱来,把有关少女美肚沙的信息都帮我收集和赛选一遍,如果有剩下的,就当是你的酬劳了。 莫凡伸出了一根手指,大气无比的对名叫安娜的猎人女郎说道。 安娜脸上挂起了笑容,眼含秋波。 他走到了另一个房间,对一名工作人员说道,将这位先生的卡里赚出一千万来,收集所有少女美肚沙的信息,并做最精确的赛选。 安娜说完这句话还特意转过头来,冲着莫凡意味深长的笑着,随后开始去为莫凡整理信息了。 莫凡保持着笑容,等安娜走了之后将在了那里。 卧曹,老子没说一千万呢,一百万收集这种信息就已经是大出血了好吗? 这比装的有点过头了。 虽然现在一千万对莫凡这种身价的人来说已经不算是大钱了,可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投在了收集信息上,绝对是一个脑残。 不过,莫凡也知道,很多真正有价值的信息都是有标价的,要是不花点钱像一个无头苍蝇那样乱撞,要找到少女美肚沙真的是天方夜谭,思考了片刻之后,莫凡还是一咬牙,没有去把安娜给打婚然后把钱追回来。 三十七亿的奖持,花上上海一栋房子的钱去收集信息,自然会是有回报的。 安娜在猎者联盟里面算是极其专业的情报云了,莫凡也看到她的胸前有一个在国内很少见到的国际女郎星级,虽然她的级别还无法为猎王服务,可接触到的猎人大师绝对成百上千。 没让莫凡等太久,安娜便整理出了一页最简洁的资料递给了莫凡。 在猎人大师之前,信息情报都是需要自己去收集,自己去分析,很多猎人在这方面花的时间比他们出去狩猎还长,往往还有许多不专业,收集的信息是假的,白跑一趟。 到了猎人大师级别,有这种专业猎人女郎的协助,会省心太多了。 主要在国内,莫凡有零零这个万能的小萝莉,不需要猎人女郎,在国外就肯定少不了这些人士的帮助,这可以让莫凡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当地的所有想知道的情况。 您来的真是好时候,有一位被临时征召到特殊军队里执行任务的猎人,他在落日长坡那里发现了少女美肚沙退下来的头发,您看,女郎安娜收起了那副妩媚的笑容,一脸认真专注的给莫凡讲解。 你确定这是少女美肚沙的头发? 莫凡问道 美肚沙专有的头发我们称之为仇丝,有许多高明的锻造师喜欢用美肚沙的仇丝作为衣裳关节连接处,这样的楷模具可以不影响魔法师的活动,同时又具备很强的防御力。 我之前服务的一位猎人就曾经收集过,可惜他没有活着把东西带回来,安娜说道。 哦,那么他把信息挂在了悬赏大厅。 莫凡问道 是的,这条信息被拍卖到了七百万,我以八百万的价格购买了下来,成为了您的专属信息。 另外,我整理了一些之前一些猎人们收集的零零碎碎的信息,这是我制作的少女美肚沙行踪范围图,安娜将平板电脑放到莫凡面前。 安娜做得很专业,这种行踪图莫凡也看得懂,零零经常会做统计的,可以一定程度上锁定目标的位置,再根据这种昂贵的信息进行坐标定位,准确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假如精确信息够多,锁定范围会更精确。 这是成年美肚沙的行踪,这是少女美肚沙的行踪,用不同的颜色标记了。 零碎的信息显示,成年美肚沙似乎就栖息在落日长坡,而少女美肚沙近几天都出现在了落日神殿的位置。 安娜说道 落日神殿,这个信息准确度有多高? 莫凡问道 假如只有零碎信息,准确度不到百分之二十,但八百万价格的信息与许多真实零碎信息都符合,现在可以百分之七十确定少女美肚沙在落日神殿,至少一天前是在的。 安娜推了推黑矿眼镜说道 还有信息吗? 莫凡问道 这个,暂时没有了,最有价值的信息我已经为您购买了下来。 倒是有一件事,安娜可以免费赠送给您。 少女美肚沙在没有成年之前,她们每一星期都会更替一次头发,有一种沙漠蜿虫,她们最爱的就是美肚沙退下的头发,所以您进入到落日长坡之后,可以带上几只沙漠蜿虫。 我帮您大致计算过了,八百万信息里的那些绸发丝是三天前脱落的,也就是说在第四天凌晨,您出现在离少女美肚沙大概五公里的范围之内释放出沙漠蜿虫,沙漠蜿虫将会寻找到少女美肚沙刚刚脱落的头发,那个时候您离少女美肚沙便相当近了。 安娜说道 沙漠蜿虫 安娜,你这个信息应该也值不少钱吧? 莫凡看着安娜,饶有兴趣的问道 安娜神情有了一些变化,低着头说道,这是我上一位雇主获取的信息,花了大概五百万,但她没有活着回来,而作为猎人女郎是不能够贩卖信息的。 原来如此,你喜欢你的上一位雇主对吗? 莫凡见安娜表情,不由的猜测了起来。 不是的,她是我的朋友,我们一起合作了有五年。 安娜摇了摇头,并用女性的她,表明了那是一名女猎人大师。 哦,哦,那就谢谢你了。 莫凡说道。 不客气,我会不断的更新最新的信息,并让沙鹰将情报传给您,只是美杜莎的信息太多人想要获得,要想知道最新的资料,一千万怕是不够。 安娜说道。 卡放你这,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直接买。 莫凡扩起无比的说道。 好的。 祝您有所收获。 安娜笑了起来,将之前的那丝不快扫去了。 这页资料我带走了。 莫凡拿起了精华资料。 这份资料相当的重要,芬娜那边的情报只是说有人看见少女美杜莎,却压根不知道少女美杜莎的位置,整个开罗外交那么大,妖魔又那么多,要找到一只美杜莎简直大海捞针。 现在莫凡确定了少女美杜莎的位置,胜算就大很多了。 莫凡先生,我有件事想问问您。 莫凡刚要离开,安娜却叫住了莫凡。 你说。 莫凡说道。 逆咒悬赏真的是您完成的吗?我早些年也在爱情海一带走动,听过不少有关逆咒的可怕传闻,逆咒一直都是海洋之族,让人畏惧,您如此年轻。 哦,我不是质疑您的能力,我只是不明白,连一些猎王都尝试过去解决可怕逆咒,却毫无头绪,您是如何解决这么海洋难题的。 安娜站在那里,带着渴望知道真相的样子。 莫凡在进入到开罗猎者联盟之后,便要求匹配一位猎人女郎,安娜其实已经算是开罗猎者联盟女郎的主观了,她很快发现莫凡的资料中有显示,完成了逆咒悬赏。 能够完成蒋金池悬赏的猎人,那都是猎人之中的神级人物了,安娜也是带着这份好奇接受了匹配,前来为莫凡服务。 逆咒的蒋金池有点像是世界捐款,大部分是那些死者的亲人不希望看到再有人因为逆咒而死出的钱,类似于慈善悬赏了,金额不会高得太夸张。 而美杜莎的眼泪是需求,本身美杜莎眼泪金额高纯粹是美杜莎眼泪价值非常高,再加上很多人都中了这种诅咒,急需救命。 要说难度,应该逆咒的难度会高一些才对,毕竟逆咒是没有任何情报和信息的。 安娜之前一直没有表现出来,发现莫凡是一个算是比较好相处的人后,才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声。 逆咒,天哪,这位年轻的猎人大师到底是怎么解决逆咒的? 这个呀说来复杂,等我完成了这次悬赏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慢慢聊。 莫凡朝着安娜挑了挑眉毛道。 安娜被莫凡这举动给逗笑了,于是道,好啊。 我等您的好消息。 莫凡离开了猎者联盟大厅,也真的把卡放在了安娜那里。 倒不是莫凡真的有钱无脑,而是莫凡发现安娜做得非常专业,无论是范围图,还是抢信息的速度和果断都跟灵灵有得一比。 灵灵对埃及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但安娜却相当熟悉,有这样一位猎人女郎协助,悬赏成功率会大很多。 信息越准确,莫凡才会越舍得花钱,相信如果自己真的只花一百万,估计连少女美杜莎的腿毛都找不到。 至于安娜会不会瞎刷卡,莫凡也是不担心的,能够担任到六星猎人大师的猎人女郎,他们甚至有的时候还担任财务大臣的工作,所有花的钱都会清楚的有清单列出,不存在乱花这一说。 乱刷的猎人女郎,就不配做猎人大师的顾问了,猎者联盟在全世界各国城市都开了那么多店,他们在对猎人女郎的管束上是一流的,即便确实有很多猎人女郎其实就是猎人们的玩物,依旧有相当多猎人女郎专业的让人佩服。 安娜就属于专业的类型。 第1532章 沙漠湾虫 欧洲学府的人在一家高级巨恶部里,木白在整理药剂,海地在看有关各种会遇到的妖魔的资料,欧洲学府的人也不知道在做什么,想来他们也在利用自己的情报网来收集信息。 这是我们金归世家的巨恶部,在几个重要城市都有,里面聚集的都是一些有能耐,有实力,有关系网络的法师,相信很快就会有人给我们送上有关少女美肚沙的信息。 费猎罗坐在皮质的大沙发上,抽着一根雪茄。 这个家伙在这种时候就显得特别从容高贵。 少爷,我们从一位魔法协会的人那里获取了这份信息,有人看到一头成年的美肚沙旁边跟随着少女美肚沙,出现的位置在百歌大地。 一名穿着燕尾服的俱乐部经理前来,送上了信息。 还是费猎罗厉海,果然有权利就是能够省很多的事情,某些人却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最后一无所获。 加尔巴笑了一声道。 赵满言这个时候翻开了地图,然后看了一眼百歌大地,很快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这个时候查德苦笑的开口道,百歌大地方圆七八十公里,这么大的范围我们去哪里找少女美肚沙呀? 这种信息到猎者联盟里花点钱就能够买到。 哼,那总比你们连方向在哪都不知道要强。 费猎罗不满的说道。 哎,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啊,我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再没有一点准确的消息,我们真的会被折磨死的。 左威说道。 大家都愁眉苦脸,他们都是刚来埃及,刚到开罗,对这里分外不熟悉,消息渠道非常狭隘。 在落日神殿。 莫凡推门而入,脸上带着那份闪烁着光辉的自信。 众人都看下他,他们第一反应并不是惊喜有一个准确的地点,而是带着很深的质疑。 凭什么是在落日神殿,虽然落日神殿确实是在百个大地之中,可总不能在地图上瞎指一个地方就说是那里吧。 哼,你不知道从哪个破街小店里从某些妓女身上获得的信息就不要说出来了,这只会把我们全部害死。 费猎罗不屑的说道。 你们爱信不信吧,海地,老赵,绿,穆白,我们现在出发,时间不多,我们尽量在四天后潜入到落日神殿,附近有好几个妖魔的窝,要闯进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莫凡对三人说道。 莫凡,你确定是在落日神殿,左威看着莫凡,很认真的问道,你是哪里获知的信息? 猎者联盟,我是六星猎人大师。 莫凡说道。 哼,不带你这样吹牛的吧,你怎么可能是六星猎人大师,我的叔叔都是抄接法师了,他现在也不过是六星猎人大师。 左威笑了起来,纯粹把莫凡的话当作玩笑。 左威还在说着这番话时,莫凡主动的亮出了自己的猎人勋章。 猎人勋章可做不了价,几星就是几星,瓦尼维持也特意凑了过来,发现莫凡手中的真的是六星猎人,脸上的表情也格外丰富了起来。 要成为猎人大师,对这些实力修为的人来说不算太难,可要成为五星以上的猎人大师,难度就非常大了,说需要的猎人积分不是去刷几个悬赏就可以的,而是需要一些他人达不到的成就。 莫凡也是因为逆咒这个成就,才终于跳过了四星抵达了六星,基本上五星这边就是一个大门槛了。 这份资料是经过开罗猎者联盟认证过的,有着很高的可信度。 这个时候那位穿着燕尾服的老管家凑了过来,看了一眼莫凡手上的那份资料,一本正经的说道。 费猎罗横了一眼燕尾服老管家,老管家这才意识到此人并不是少爷的朋友,一时间尴尬的站在那里。 既然是出自六星猎人大师之手,那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我们明天一早出发,还是,东西都应该准备齐全。 实习老师瓦尼说道。 什么明天出发,现在就出发,美杜莎又不是NPC,总待在一个地方等我们组团去刷他。 现在这个情报也是最新的信息,我们最好马上就赶往那里,乘着他还没有走远,赶紧把他给逮住。 莫凡说道。 真是佩服这些人的效率,明天一早再出发,美杜莎要是回了他真正的老巢里,那么他们这辈子就再也别想得到眼泪了。 莫凡说得对,我们尽快出发,多背负诅咒一天,我们就多一分危险。 左威还是很认同莫凡说的话。 当然,他也相当惊讶,莫凡居然是一名六星猎人大师,像猎人大师这种称谓那是真正最体现实力的了。 那我们出发。 查德说道。 查德已经准备好了驼兽了,在沙漠地带中行走,驼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那些歇妖一族会无休止的追击过来。 而芬娜那边也不是什么支援都没有,他帮大家找了一种引草药剂,可以暂时的消除大家的诅咒效果。 不过,引草药剂是一种双面药剂,它在短时间内可以让人不再惧怕蛇童诅咒,但等药效过了,蛇童诅咒会加剧蔓延,也就是说在引草药剂持续的这段时间里,大家若找不到美杜莎,就有可能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暴毙,或者精神崩溃。 这一行,大有破釜沉舟之感,不过好在现在大家有了一个准确的方向,相信找到少女美杜莎还是希望蛮大的。 老赵,你去买一些沙漠弯重来。 莫凡对赵满延悄悄地说道。 买那东西干嘛? 赵满延不解地问道。 让你去你就去,别让其他人知道,尤其是欧洲学府的人。 莫凡说道。 既然共享了一个少女美杜莎位置的信息,莫凡就不可能把所有重要的信息都说出来。 欧洲学府的人明显不是特别厚导的那种,莫凡自然是要留一手。 赵满延也不是第一天跟莫凡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了,在知道莫凡肯定还有保留后,立刻趁着大家没有注意他的时候,前往了召唤兽市场。 沙漠弯虫不算常见,大部分是晒干了做药物服用的,赵满延花钱买了一盒子活的,放入到自己的空间戒指里,神不知鬼不觉。 第1533章 落日神殿 百戈大帝就是开罗面向着胡夫金字塔的这块广袤的土地,全长有一百多公里,这一段路途一直都算是人类与埃及亡灵之间的战场,经了数千年一直都没有停息过。 百戈大帝上亡灵永不凋零,原因很简单,这里不断的发生战争,就不断的有死亡,有死亡便会孕育出亡灵,这是埃及的一个无法解开的循环。 大概在黎狐夫金字塔有七十公里的方向上,有一座长坡,这座长坡宛若罗盘指针一样正好标识出了明辉照耀的时间。 每次当夕阳西下,人们站在落日长坡的最边缘顺着长坡的大地斜度往上看,会发现夕阳的光辉呈现一个完美的直线铺在了这落日长坡中,给人一种前方式一片绚丽海洋,金色大地的感觉。 可惜这幅壮丽的开罗外的大自然景象一直给人们带来无限的不安与恐惧,因为一旦夕阳以这个方式洒下之后,金字塔的明辉便会随之洒在整个百戈大地上,宛如一面亡灵帝国的血战旗帜。 明辉遵循日月星辰的规则,若日长坡直通血红夕阳的这一现象也是随着年,月在变更的,但一般至少五年里必会有一次持续时间格外漫长的明辉照耀,这个时间段便是开罗城与亡灵最大的战役了。 现在这个季,就处在黑色季里,是每五年的一次大明辉照耀,正在挑衅着整个开罗城的正式哈夫拉金字塔,整个埃及第二大的金字塔。 真正的埃及亡灵都还没有出现,还主要是歇与蛇这两大埃及大妖魔种族在前仆后继,想来这个黑色季节才刚开始,埃及人们还会格外煎熬。 在落日长坡的一个非常巧妙的位置上,有一座古老的遗址神殿。 埃及人很早以前跟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大地一样,崇尚北市图腾力量,他们依靠着一些特殊的生命在延续着,当时落日神殿便是埃及用来供奉他们象征的神明的一座最巨大的殿堂。 随后法老时代到来,法老们推翻了那个古老的神明制度,也算是创立了埃及的魔法文明,只不过他们死后却变成了亡灵,依旧没有放弃这块金黄色大地的掌控权。 落日神殿存在很久了,庞大恢弘的同时,其实也格外的破败,那里已经很久没有人踏足了,主要是不少猎人在还没有靠近落日神殿区域,便莫名其妙的死亡。 有传言说,法老们抛弃了古神,古神的魂魄开始厌倦我们人类,所以一旦有人靠近那里,便会受到惩罚。 查德一边走一边说道。 落日神殿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言,至今许多谜都没有解开,曾经也有人踏入过落日神殿中探寻,结果发现落日神殿里面是一个跟金字塔一样无限迷宫式空间,普通人踏入进去这辈子就别想出来了,有勉强从里面逃出来的,最后也是一无所获。 这个落日神殿和金字塔有什么联系吗? 莫凡开口问道。 他们现在已经在落日长坡上了,离落日神殿应该还有二十公里左右的距离,此刻正好是夕阳余晖,顺着大地长坡的邪度可以看见一轮完美血红的夕阳,那种感觉就像是顺着这条长坡一直走,到了尽头之后便能够抵达太阳。 落日神殿不偏不斜,就在夕阳的位置,远远看去完全就是屹立在太阳之中的太阳神殿,相信埃及参拜的那位古老神明是与太阳有关吧? 莫凡记得希腊在还没有被帕特农神庙统治之前,他们人民都是朝拜着远古巨神的,其中太阳巨人便是远古巨神的后裔,也不知道这埃及的古老神是不是与希腊的远古神有关。 其实这些所谓的神明,都是当时强横无比的生物,跟中国的图腾兽是一样的。 魔法时代到来之后,各个国家基本上都推翻了这些所谓的神明,信仰自己最尊贵的魔法力量。 据说明辉之力是法老王们窃取了远古神明的力量,具体他们有什么联系我也不太清楚,总之法老们将神明废除了。 查德说道 那落日神殿里还有古老的神明吗? 莫凡接着问道 这个时候查德的弟弟本词反而笑了起来,他解释道,整个埃及再找不到神明落,连神明都后裔都没有。 你们中国不也一样吗?没有了半只图腾,现在的落日神殿其实就是一个遗址,现在来看,他很可能变成了蛇族的老巢了。 离落日神殿越来越近,忽然天空中传来了一声鹰蹄,莫凡抬起头来发现那头通体白色的老鹰竟然是朝着自己这里俯冲了下来。 正在莫凡疑惑的时候,那头白色的老鹰打开了爪子,将一竹筒子落了下来。 莫凡这才想起来,自己是有一名猎人女郎在远程协助的,一有消息便会立刻以信鹰送来。 百哥大帝可没有覆盖什么移动信号,这里手机最多当个手表和手电筒来用,要想传递信息就必须通过这种古老无比的方式。 信鹰是一种妖魔不攻击的生物,最适合给旅人传递消息了。 莫凡打开了竹筒,里面有一份文件。 上面说些什么? 赵满言凑了过来问道。 他说,关于落日神殿祖人死亡的传言是真的,任何人在靠近落日神殿三公里之后,身体都会开始溃烂星号,具体原因还没有寻找到,要我们多加小心。 莫凡读着猎人女郎安娜送来的信息。 威严耸听了吧。 实习老师瓦尼说道。 莫凡摇了摇头,顺便将里面夹着的一张照片递给了瓦尼看。 瓦尼看了一眼,发现有一名猎人身体严重溃烂,整张脸居然可怕的只剩下一对眼珠子了。 有照片,那就说明传言是真的了,三公里,我们现在里落日神殿有三公里了吗? 木白说道。 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导致? 先到那里再说吧,古老神明既然几千年就消亡了,不可能还存在这么强大的诅咒,何况那里不是还居住着蛇族吗?不见得古老神明就对他们特别友好吧。 莫凡并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下岛,选择了继续前行。 第1534章 溃琢血眼 战区并不在落日长坡这里,事实上落日长坡算是敌后区域了,他们这群人是特意饶了一个戈壁长峡谷才抵达这里,这条路线是芬娜提供的。 开罗正处在一个守护开罗的状态,想要绕到这后面袭击妖魔是不大可能的,他们只希望尽快结束战争,而不是继续挑起战争。 敌后区域妖魔游荡不会像战区那么夸张,不过密度也不会太低,基本上一两公里方圆都能够遇见一两只实力非常强的大妖了。 战斗是很容易吸引来更多的妖魔,还好队伍里这些人也都算得上是精英了,懂得如何引开妖魔,好节省更多战斗力抵达目的地点。 发现了没有,落日神殿附近有巡逻妖的,那些银蛇斗士带队,背后都跟随着一群蛇人士兵,他们应该不是游荡妖魔,最好不要被他们给发现。 查德指着前面的一群妖魔说道。 银蛇斗士浑身都被银色的鳞片覆盖着,从远处看过去像是一位骑乘着蛇兽的铠甲战士,这种银蛇斗士很少会出现在入侵人类的战场上,但有他们出现的地位就意味着有美杜沙,他们是美杜沙身边最忠诚的守卫者。 银蛇斗士的实力应该不逊色于利剑死士,倒不是杀不死他们,主要是一对他们行凶,意味着他们这群人就暴露了,迎接他们的将是成群成群的银蛇斗士。 我们是来对地方了,这么多银蛇斗士。 本词小小声的说道。 他们巡逻的频率很快,我们要怎么进入到落日神殿里? 左威询问道。 这个不难,银蛇斗士们对黄昏魔蜀特别的喜爱,刚才我们经过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个魔蜀的巢穴,我们想办法把那些黄昏魔蜀给驱赶到这里,让他们在落日神殿到处跑,这些银蛇斗士们会本能的去虐杀,追逐,那样我们就有机会了。 查德经验老道的说道。 黄昏魔蜀等级并不高,可能蛇族们要捕捉他们还有一段困难,他们天生就拥有躲避蛇妖的能力,可人类要抓他们就太简单了,先用毒气来熏他们的洞穴,再用冰锁和植物陷阱把他们困住,于是一群的黄昏魔蜀轻轻松松变成了诱饵。 银蛇斗士大部分时候都会坚守自己的岗位,唯独看到黄昏魔蜀就会变得有些抓狂,天性使得他们根本无法容忍这群蠢肥的魔蜀在他们视线中晃荡。 计划很成功,大家成功穿过了银蛇斗士巡逻的地带,落日神殿在月光下黑色的身影也渐渐映入眼帘。 整个落日神殿遗址很大,一共有大概三十多座大大小小的古殿,他们每一座都拥有非常大的庭院,贤绍塔,当他们呈现某种规律分散在这片大地上的时候,便感觉落日神殿像是一座破败古老的城,破败倒塌的梁柱,裸露了一大半的古堂,杂草丛生几乎被完全覆盖在了植被中的祭坛,保存完好的根本。 现在呢,瓦尼显得没有什么主意。 等,等到凌晨。 莫凡说道。 为什么? 费裂罗质问道。 叫你等你就等,你不相等你可以先离开。 莫凡没客气的说道。 费裂罗心中不爽,却也没有再说些什么。 众人躲在一座被倒塌的泥土,岩石覆盖着的古大殿里,这个古大殿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泥做成的,看上去竟然还有几分崭新的感觉,完全没有破败了数千年之感,反而才经了风雨数百年。 落日神殿的遗址确实也非常惊得起岁月的风霜,数千年沧海桑田,遗址这东西多半就剩下一层土丘罢了,甚至也就几几块石头为正,落日神殿的骨架却似乎还在,并且比想象中要庞大很多。 嗖嗖嗖。 本慈似乎被什么毒虫给叮咬到了,总是用手去挠着自己的后背。 一开始大家还没怎么去在意,等本慈每过几分钟都会狂抓鸡下之后,查德发觉了不对劲。 本慈,你的背快要溃烂开了。 查德惊讶地说道。 我只是觉得很痒,你们不觉得吗? 本慈问道。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苏法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着。 左威立刻到了缩法的身后,查看他的背部,发现缩法的背竟然也有明显发红的迹象,上面还尝出了一粒粒像水痘一样的东西,情况虽然比本词要好一些,可明显也是中了某种毒了。 我,我好像也,赵满言开口说道。 像是会传染一样,这种莫名其妙的溃烂一下子漫到了所有人的身上,包括莫凡在内,他的手臂上都出现了那种奇养无比的暗疮。 我们是不是中了古老神的诅咒了,瓦尼想起了之前说的那个三公里范围的诅咒。 瓦尼这么一说,大家立刻回想起照片上那个溃烂惨死的人,立刻变得慌乱了起来。 别急,没听说过什么诅咒可以延续几千年的,而且还是这么大的范围。 一定是有什么我们没有察觉到的东西。 莫凡说道。 可是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接触啊。 赵满言说道。 莫凡抬起头,目光注视着天空中悬挂着的那一轮阴冷发青绿的月亮。 你难不成觉得月光有毒? 海地见莫凡盯着天空中的月亮,不禁问道。 安娜给我的信息上说过,那个人身体的溃烂看上去是某种光系魔法导致的,但非常奇怪的是那个人进入到落日神殿中是夜里。 夜里就只有月光。 莫凡说道。 月光怎么可能会导致人身体溃烂,除非是有什么斜光能量隐藏在月光里,我们没有察觉到。 海地说道。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东西。 莫凡指着更深处的一栋尼塔说道。 尼塔矗立,高有超过四十米,尼塔上有一个很大的槽,槽上面有什么东西在发着幽光,赵满言觉得那里应该镶嵌着什么宝贝,但那里银蛇斗势太多了,不敢轻易靠近。 我们去看看。 海地提议道。 恩。 莫凡点了点头。 人多反而不好行动,再加上它们身上溃烂的有些严重,莫凡带上了海地以及同样是暗影系的缩法前往了那座黑漆漆的尼塔。 海地是阴系法师,这个时候带上它可以完美的洞察周围的生物。 暗影系的缩法和莫凡要在这黑夜里穿过一些银蛇斗势的警戒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将自己的气息藏好,那些等皆没有到统领级的银蛇斗势很难捕捉到它们两个人的影子。 穿过了几片杂草丛生的庭院,抬起头来往那黑漆漆的尼塔上看去,幽光竟然变得格外人。 你们,你们不觉得那像是一个眼睛吗? 缩法声音打着颤说道。 那就是一个眼珠子。 莫凡很肯定的说道。 海地在黑夜里视力没有它们两个暗影系法师好,可听莫凡和缩法说那尼塔上的幽光物体是眼珠子,浑身鸡皮疙瘩都爬出来了,怎么会有那么大还伐着幽光的眼珠子啊,那是什么生物吗? 这种类似的东西我有见过。 莫凡说道。 莫凡记得在古老王陵墓里面,有一种像眼睛一样的物体,被称之为斜眼瞳镜。 斜眼瞳镜的作用一直非常的鬼魅,韩记有说过原理大致是光系,混沌系魔法。 莫凡当时系称为数千年前的摄像头,事实上以光系魔法和混沌系魔法来解释的话,斜眼瞳镜就不是那么的难以理解了。 此刻黑漆漆的尼塔上面,并非是一个生物,而是一个类似于斜眼瞳镜的斜眼之物,它的眼珠子镶嵌在了尼塔上面,它眼珠子里散发出来的光辉藏在了月光之中,让人抬头凝视月亮的时候,感觉月亮都是可怕的青绿色。 这应该是古老的溃镜斜眼。 莫凡开口说道。 溃镜斜眼? 这又是什么东西? 缩法诧异的看着莫凡。 海帝也注视着莫凡,他很好奇莫凡怎么会知道这些东西的,这个人长得并不像知识特别渊博的类型啊。 我是在希腊古典上看到的,在比较早期人类刚拥有了魔法,但魔法体系还不是非常成熟,于是他们将一些死亡的古老神兽的器官制作成一些守护之物,用来惊吓那些入侵的妖魔。 这个溃镜斜眼很有名的,它类似于一种光之结界,这个结界并不会阻挡任何生物的靠近,但进入到了结界范围之后,带有摧毁生物身体组织的死光、毒光、斜光却会发挥作用,待的时间越长,作用也越明显。 看来那个死于落日神殿诅咒的家伙,其实就是被这个溃躲血眼所杀。 莫凡说道。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说法很费解的说道。 既然来这里,我自然会做一些全面的准备,这东西我也是在一些古书上看到的。 莫凡回答道。 无论是希腊死神,埃及国兽,还是中国的图腾兽,似乎几大史悠久的古国都与神兽脱不开关系,所以在帕特农神庙进修的时候,莫凡看了不少欧洲以及爱情海南部城市的一些书籍,帕特农神庙的书籍那都是星号,不少都记载了没有公开的一些史,莫凡本意只是想寻找中国图腾与这些国外神兽之间的联系,顺便也看到了一些其他古文明的知识。 希腊与埃及有着很深的渊源,似乎在这个溃拙血眼的问题上,他们是发生过一些碰撞的。 第1535章 得了个宝贝 那怎么办,我们跳上去把那眼睛给遮住。 缩法问道。 恩,不过这东西附近肯定有一些大妖怪,你们两个帮我先引开,我上去试仪式怎么关闭它的结界效果。 莫凡说道。 缩法和海地点了点头,开始分头行动。 缩法借着暗影系魔法靠近那黑漆漆的尼塔位置,还没有完全靠近的时候,立刻有一个非常响亮的鼻息传出,紧接着就是一阵非常狂躁的黑风在这片区域肆意的席卷。 有一头大统领。 缩法呼出声来。 他不愧是欧洲学府的高材生,反应极快的他立刻施展出了四叶统治,将周围都变成了他盾影可以移动的区域,在四叶统治之中,盾影有的时候可以接近瞬息移动了,在四叶下暗影法师的行踪根本难以捕捉。 缩法在远处,并没有看清缩法遇到的那大统领是什么,只见到一队舒展开的畸形肉翼,他从一座比较完整的古殿中忽然扑出。 那家伙明显也是黑暗属性的生物,缩法犯了一个低级失误,在四叶统治下,黑暗生物不管是敌室友都会得到一些提升的,海地见缩法有可能招架不住,急急忙忙进入到了那片四叶统治的区域,帮助缩法对抗那头畸形肉翼的东西。 好像是四叶血符,我就说这样的宝物附近怎么会没有一两头守卫者呢? 莫凡靠近了一些,这才看清那生物的样貌。 样貌是极其的丑陋,蝙蝠可谓是妖魔族里面最难看的了,以往人们看到的蝙蝠都很小,像眼前这种体型长度达到十米的四叶血符那简直是少女们的噩梦,看上一眼就会昏倒。 四叶血符在缩法的四叶统治领域下飞行速度更是快的恐怖,缩法在慌乱之中都忘记了这一点。 还好海帝及时赶到,两人和立下岛也慢慢的将危险的情况给解除了。 莫凡没有去管他们两个,海帝需要磨练,他要是跟自己一样经常出生入死,那他的战斗力绝对不会逊色自己,莫凡是不会打扰他的脸。 悄悄的摸到了黑漆漆尼塔位置,莫凡借着几个凹凸不平的点,轻轻松松就跳跃到了顶端。 嘶,好痛。 莫凡刚想要用手去将这溃浊血眼给取下来,却发现自己的手臂溃烂速度以十倍速度加快,整条手臂都不成样子了。 离得越近,溃浊效果越恐怖,不过这种遗落在这里的宝贝,我还是收下了。 莫凡可不管多的了。 恶魔体制有的时候确实是能起到关键作用的,换作是一些雷弱的法师过来,还没有爬到上面估计就变成了照片里那个人一样浑身溃烂而死了。 莫凡咬着牙,强行把这溃浊血眼给扣了下来。 溃浊血眼就是一件守护物件,关闭了它就不会再散发出那种毒灼之光了,莫凡很清楚这东西的原理,所以他敢拿。 溃浊血眼有一个脸盆那么大,摘取下来的时候莫凡的脸都快浪开了,还好这东西只是镶嵌其中,并只有一头丝叶血浮在守着,不然再这样耗下去,肯定得立刻逃离此地。 把这东西带回到凡血新城,把光打入到浅海区域,只要有一头海妖靠近就无限溃浊,嘿嘿,完美。 莫凡立刻把溃浊血眼给收入到了自己的空间戒指里。 若回到地面,那毒辣的邪光也就此消失了,另一边缩法和海地还在与那头丝叶血浮厮杀。 看来慕凝雪说得对,多读书是有用的。 莫凡自言自语道。 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溃浊血眼,更对这种古老而又充满可怕力量的东西带着几分畏惧,莫凡在知道这东西的时候,整个人是欣喜若狂的。 他完全没有想到跑到这一个破败的神殿里来,居然一下子捡到了这样一个宝贝。 所以,莫凡不动声色的打发索法和海地去引开溃浊血眼的守卫者,自己则不动声色的把东西给拿了。 邪光消失了。 我们快走吧,这头丝叶血浮特别难杀,太大的动静会引来别的妖魔。 索法说道。 恩,快走。 你把那溃浊血眼打碎了吗? 海地一边跑,一边问道。 是啊,这种对人有极大伤害的东西还是毁了好,免得那些不知情的猎人到了这里又莫名死亡。 莫凡眼睛都不眨的回答道。 那就好。 回到了队伍里,那头丝叶血浮却不依不饶,莫凡抢走了他守护着的宝贝,他怎么可能罢休。 不过,很明显丝叶血浮和蛇妖们不是一伙的,那些蛇妖们并没有因为丝叶血浮抓狂而聚拢过来,看来这落日神殿里栖息着的生物也不只是蛇妖了。 丝叶血浮一直追了过来,可莫凡那边有一队的人,瓦尼还是一名超阶级的法师,众人联手下,杀这头丝叶血浮就简单多了。 没有惊起什么大动静,丝叶血浮被海地的空间系魔法控制着,随后便是欧洲血浮几人的卖力表演时间,一些动静不大威力却强大的魔法攻击在丝叶血浮的身上,这头大统领也完全招架不住,没多久便惨死了。 大家身体还会溃烂吗? 莫凡询问道。 不会了,莫凡,你可真是了不起啊,你是怎么知道是那东西在作祟? 查德称赞道。 其实没什么,很多怪异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关键是找到那个钥匙,一切其实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莫凡说道。 竟然还吹上了,不就是发现了那个血眼吗? 费烈罗冷哼一声。 行,下次要遇到什么问题,你来解决,不然你就在我说话的前后自动闭嘴五分钟。 莫凡对费烈罗说道。 莫凡有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从来不惯着见人。 我来就来,让你看看我们欧洲学府的本领。 费烈罗不服的说道。 但愿你不会让我们面临死境。 莫凡说道。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好了,别吵了,大家现在要齐心协力,不是斗气的时候。 实习老师瓦尼说道。 莫凡捡了一个宝贝,心情正好着,便先不和费烈罗这傻叉计较了。 第1536章 少女美肚沙 馈着并不是什么毒素,只要不继续遭到邪眼的照药就没有事了,大家纷纷拿出了疗伤药,一边恢复着伤势,一边等待着凌晨的到来。 莫凡是不会告诉其他人如何寻找美肚沙的足迹的,在快到凌晨时,莫凡悄悄地让赵满炎将沙漠蜗虫给放了出去,等待着赵满炎的消息。 没过太久,赵满炎便一脸欣喜地跑了回来。 一旁的木白看着赵满炎这个样子,一脸嫌弃地说道,你去撒个尿至于这么高兴吗? 你懂什么?赵满炎瞪了他一眼。 三人凑在了一起,赵满炎拿出了一条碗如绸带丝一般的东西,上面虽然粘稠着一些奇怪的东西,但整体看上去还比较光华漂亮。 这是什么? 木白问道。 少女美肚沙刚退下的头发,离我们非常近。 莫凡,你确定美肚沙的眼泪被悬赏到三十七个亿? 赵满炎说道。 三,三十,木白有些惊呼了起来。 咻,莫凡和赵满炎几乎同时做了一个静音的手势。 木白这才强行压下内心的惊讶,将脑袋低了下来,压着嗓子道,真有三十七个亿。 是真的,蛇妖一族不知道怎么的,大母蛇获得了美肚沙的一些能力,可以对一群人施展复仇之童,整个埃及中了复仇之童的不止我们几个,那些人都等着眼泪救命的。 莫凡说道。 你不打算告诉欧洲学府的人? 木白说道。 这不是废话吗,为什么要和他们分钱,三十七个亿以人数分下去,每个人才分多少钱呢?何况我们帮他们解除了蛇童诅咒,他们已经要感谢我们了,还敢跑来分钱,莫凡说道。 就是,一般废物,除了吹牛逼什么都不会。 赵满炎认同道。 那海帝呢? 木白说道。 海帝比较单纯,这种事情先不要告诉他更好,免得他露线了,等事后我们再和他说。 莫凡说道。 嗯,嗯。 木白点了点头,也觉得这一笔巨额赏金不能和欧洲学府的人分享。 告诉我位置,我先去找一找。 能够直接抓住我们就撤,抓不住的话,那就想办法忽悠其他人帮忙。 那个抄街法师瓦尼还是有点用的。 莫凡说道。 欧洲学府的几个人实力都不差,尤其是他们的实习老师瓦尼还是一个单系抄街法师,关键时候是能够顶一顶的。 但如果自己能够搞定,莫凡就没有必要去惊动他们了,发财这种事情还是留给自己。 三人没有一起行动,那样反而会被欧洲学府的人察觉,莫凡假装去附近探寻,让其他人留在原地等待。 按照赵满言说的,莫凡一路穿过了好几座破败不堪的古老殿堂,并在满市植被的祭坛下面发现了少女美杜莎脱落下来的头发。 这些头发也是很值钱的,莫凡不嫌弃的收到了自己的空间戒指里,然后又偷偷的放了一只沙漠蜿虫,继续跟随着还会持续脱落头发的少女美杜莎。 莫凡有暗爵斗篷,要在这种地方不动声响的穿行实在太容易了,即便有成年美杜莎在附近,莫凡一样可以完美的掩藏住自己的气息,并躲避开。 赵满言告诉莫凡,少女美杜莎好像是独自一个人的,附近都没有看到成年美杜莎和银蛇斗士的足迹。 总算是有好运气的时候了。 莫凡心中窃喜。 他自己也检查了一遍,附近确实没有任何的蛇族,一般某些高贵的蛇族它们都会让部下们守在外面,自己真正栖息的地方反而是不允许那些低等生物靠近的。 前线正在火拼厮杀,想来美杜莎并没有意识到会有人类真的跑来这个地方。 吃吃。 沙漠蜿虫在一个月光充足的破顶石垫那里停住了,并且兴奋地啃视着杂草下面一段如丝绸一样的东西。 莫凡拿起来看了看,正是美杜莎的头发,最重要的是上面还有一丝丝余热,这说明头发才脱落下来没几分钟。 莫凡激动坏了,三十七亿马上就要到手了,没有想到来这埃及还有意外的收获,三十七亿自己总管可以买上一些衬手的模具,磨弃了。 呼! 忽然,就在那破顶的石垫内,一个娇小的身影快速的一闪,似乎发现了莫凡,一下子躲入到了石垫的角落位置。 月光像一缕沙帘从坡顶位置洒落下来,正好完全遮住了角落,莫凡无法看清角落那个身影,却发现了一双灵动闪烁着奇异光辉的眸子。 出来吧,我知道你在里面,做个交易,你要么自己哭,弄点眼泪给我,要么我把你打哭。 莫凡走了过去,与那双眸子对视着。 大美杜莎不在附近,莫凡已经确认过了。 银色斗士也没有,赵满眼检查过了,这真是一头野性胆大的小美杜莎呀,却让莫凡大大的赚了大便宜。 大哥哥,你是坏人吗? 一个怯声声却清脆无比的声音从那里传了出来。 莫凡愣了一下。 神马情况。 这少女美杜莎会说人话。 你怎么会人类的语言,莫凡相当诧异。 她说的是国际语,很标准。 虽然美杜莎本身就是人蛇结合,有一些美杜莎她们更拥有很接近人的身躯以及智慧,但经过了数千年,她们已经更像是妖魔野兽了,是没有一点人性可言的。 为什么这头少女美杜莎会说话,说话还那么的好听,感觉是竹林里被风吹动着的银铃,舒服的让人心生几分怜惜。 大哥哥,我,我本就是人啊。 少女说道。 别瞎扯,你从角落出来,让我看下你。 莫凡说道。 少女挪了挪身子,慢慢的从角落探出了身子来,月光泄落在了她皎洁光滑的肌肤上,美得像一块精致的白玉。 她在月光脸里缓缓的抬起了头来,一缕缕薄疼发丝滑落,美得有些让人窒息的脸庞让莫凡心脏扑洞的跳了一下,紧接着就是那双明亮无比的眸子,楚楚可怜的注视着莫凡。 真是人,莫凡呆住了。 看着这个少女。 少女不敢完全出来,她身上的衣裳是破布,肌肤虽然非常润滑但确实有些地方看上去脏兮兮的。 她身子轻轻的发着抖,看上去有些冷,洁白的脖梗下面的锁骨非常明显诱人,那种柔弱看的人有些心疼。 怎么回事,这到底怎么回事? 莫凡看着她,始终没法相信。 哥哥,我不是美杜莎,我是被抓来的,她喜欢吃少女的心脏,和我同村的女孩已经被她吃掉了,下一个应该就是我,少女娇声轻颤的说道。 你是被抓来的。 莫凡说道。 嗯,有一群人进到我们村子,他们说他们是法师,会教我们魔法,于是将我们几个有天赋的人带走了。 结果他们是一群骗子,他们养着一头小美杜莎,每到她一星期蜕变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人死去。 少女低声说道。 有人在养着小美杜莎? 什么人? 莫凡愕然的问道。 我也不知道,他们总是给小美杜莎抓人,哥哥,你是好人吗? 少女显得有些害怕,那双眸子注视着莫凡。 我倒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会伤害你。 那你知道小美杜莎在哪吗? 莫凡问道。 她去喝水了,在不远处的湖那边,少女说道。 好,我去找找看。 莫凡说道。 哥哥,你救我出去吧,我不想被吃掉。 少女哀求道。 那,那好吧。 莫凡也不忍心看一个少女这么无辜的待在这里。 她走了过去,伸出手扶起少女,少女一直很害怕的蜷缩,莫凡也只看到她的小身子和脸庞。 少女接住了莫凡的手,这才小心翼翼的站了起来,她眼睛一直注视着莫凡,似乎也透出了几分谨慎。 莫凡扶着她,忽然她猛的一用力,将这个少女整个小身子从暗处给扯了出来,让她完全暴露在月光之下。 哈哈哈哈,你当我傻吗?莫凡忽然大笑了起来,并以极快的速度将黑暗物质侵入到这个少女的身体里,将她给禁锢住。 这种鬼地方跑出一个少女来,还是一个只敢把自己身子一半露出月光下的少女,不是因为她下半身是蛇又是什么。 莫凡怎么可能会相信她的鬼话,就算她会人类的语言,莫凡也百分百确定她就是少女美杜莎,美杜莎最会骗人了,她们甚至可以让人产生她们是完美女人的幻觉,莫凡又不是相信童话的懵懂青年了,美杜莎的这些鬼话自己会信。 莫凡大笑着,笑这个小美杜莎真是单纯,利用这么低级的谎言来骗自己。 可这个时候,莫凡听到了哭声。 少女被吓到的哭声。 莫凡抓着她,目光转向了她的下半身。 轻瘦的小桥臀,光洁的长腿,还有那不忍之事的秘密小花园。 这,这,莫凡再一次呆住了。 准确的说,这一次她有些傻眼了。 不是蛇。 不是蛇身。 真是一个活脱脱的少女。 少女被吓坏了,哭得稀里哗啦,却又不敢反抗,莫凡刚才那一扯真得很粗鲁。 你真是人,莫凡自己脸都红了。 她没有想到这真是一个少女,不是小美杜莎,而且自己没有中幻觉,看到的是真实的。 对不起,对不起,我已为你在说谎,我已为你就是小美杜莎,莫凡急忙道歉。 莫凡这下一个头两个大了,这么说来小美杜莎确实是在吃人,而且喜欢吃跟她一样的少女。 貌似这样可以促进她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还有一群法师在为那个小美杜莎抓活人过来。 第1537章 荒湖蛇身女妖 小少女哭得让莫凡有些招架不住,自己的力气真得非常大,何况莫凡是以小美杜莎的心思去对待她的,要是自己稍微在下狠手了那么一点点,没准小少女柔柔的胳膊就要被自己扯断下来了,还好莫凡没有太过粗暴。 只是,少女疼得厉害,她又没怎么穿东西,要是有人经过这里看到这一幕,就真认为自己对人家做了什么畜生不如的事情了。 真的对不起,小妹妹,你先别哭了好不好,你再相信我一次,我确实不是什么好人,不对,我不是你想的那种坏人,我以为你是小美杜莎,毕竟在这种荒郊野岭,古怪大殿里面忽然间跑出你这样一个水灵的女孩来,我是更觉得她是一个妖精的。 莫凡手忙脚乱的劝慰着。 还好少女也算是沉得住气,她忍住不哭,水弯弯的大眼睛看着莫凡,看得莫凡浑身一阵燥热,尴尬无比。 很好,先别哭,如果你没有说谎,我肯定会救你出去的,不过你得先告诉我真正的小美杜莎在哪里,她身边还有那些人渣法师吗? 莫凡问道。 我,我不知道,小美杜莎在湖找喝水,那几个法师也只是把我扔在这里就走了。 少女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 莫凡怕她情绪又失控,于是低声问道。 阿帕斯。 少女说道。 哦,哦,你是哪里人? 莫凡接着问道。 我是卡拉加纳岛上的人,我在那里为他们种植着一些香草,香草卖到埃及和希腊两个国家,岛主并不怎么让我们岛上的人离开,我太想要成为魔法师了,违背了他的意思,才被这群人骗到了这里。 阿帕斯说道。 卡拉加纳岛岛默凡有听说过,是爱情海介于希腊和埃及之间的一座无国籍的岛屿,他们海洋联盟的人庇佑着,算是一群不怎么与其他人打交道的一个小宗教岛屿了。 莫凡有几次听心下说过,卡拉加纳岛是一座非常美丽的香草国度,那里没有一朵花,却远比普罗旺斯花海还要惊艳为美,可惜心下一直都要为他的候选做准备着,也没有时间跟莫凡一起去那里度蜜月。 阿帕斯说出了卡拉加纳岛后,莫凡更相信了几分。 说实话,这种鬼地方跑出一个好看的像个小妖精的少女来,确实相当的不合理,只是无论是少女的完整样子,还是她说出的自己身份,都没有任何问题。 美杜莎确实有着与人类非常相似的样子,可他们无论如何都是摆脱不了蛇区的,她的上半身与人类再没有任何区别,她的下半身必定是蛇,所以看到这个少女下半身白嫩嫩的小鸟腿细腿后, 莫凡便知道自己确实是搞错了。 把这个纤维上,你跟我后面,我先去找找那头小美杜莎。 莫凡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外套比较宽敞,正好可以当一条裹裙,将少女小白豚给完全保护起来,当然,莫凡也是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才越发的肯定这是一个活脱脱的女孩,绝不是什么蛇人的。 谢谢哥哥。 阿帕斯感觉到莫凡的一些友善温和了,这才慢慢的放下了警惕,有些脏兮兮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害怕又期待能够离开这里的笑容。 是这个方向吗? 莫凡问道。 嗯,嗯。 阿帕斯点了点小脑袋,他踩着小碎步跟在莫凡的身后。 莫凡时不时回头看他一眼,不知道怎么的,他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忌惮,害怕这阿帕斯趁自己不注意忽然从嫩嫩的小嘴唇里露出尖尖的蛇牙来,一口咬在自己的脖梗上。 事实证明,阿帕斯不是什么蛇女,他就是一个雷弱的少女,虽然因为觉醒了某个细体质会比普通女还好那么一点点,依旧脱离不了手无腹肌之力这个状态。 按照阿帕斯的指引,莫凡还真看到了有一个小爪湖。 湖上长满了杂草,要不是有月光反光着一些晶莹,还以为这是一片荒草地。 嘶嘶嘶嘶嘶。 轻微的声音从荒草湖里发出,那是蛇的土蛇之音。 莫凡再一次转过头去,想看看阿帕斯。 阿帕斯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咬着自己有些发白却嫩嫩的小嘴唇,不敢发出什么声音,连呼吸都小心翼翼。 他在,我闻到了他身上的味道。 阿帕斯轻轻的说道。 阿帕斯似乎对味道挺敏感的,在阿拉加纳岛香草岛屿上女工们都具备这种能力。 莫凡再靠近了一些,这才嗅到了一股紫腥味。 你待着别动,我把我的伙伴们叫过来。 莫凡压低声音说道。 拔开一片草丛,莫凡看到了大概在一百米远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奇长的轮廓,正侧躺在一块湖畔旁的岩石上晒着月光。 月光洒落在那个身影的身上,莫凡看到了俄罗的上身,也同时看到了反射着灵光的下半身,那下半身非常的长,从岩石上垂到了地面上,还圈了小半圈。 其上半身确实似一位花季少女,可蛇躯长得有些吓人,她似乎非常爱美丽,正用水往自己的身上浇着,从头发洗到了肚子,再洗到了自己柔韧的蛇身。 少女美肚沙 这家伙是真的少女美肚沙,此刻莫凡对阿帕斯是完全放心了。 果然自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故事,电影看多了,阿帕斯全身上下没有半点蛇的征兆,不会是谎言连篇的小美肚沙的。 他刚才沾了我同伴的血,他好像不喜欢血,阿帕斯轻声微颤的说道。 回想起自己那个在自己面前死去的同伴,阿帕斯便又止不住要落泪。 放心,我会为你朋友报仇的,不过,这小妖精应该跑得特别快,而且大概在两公里外就有大量的银蛇斗士,我也不能够保证抓住他,先别急,我呼唤我的伙伴。 莫凡说道。 大哥哥有很多同伴吗? 阿帕斯问道。 嗯,有不少,都是高手。 莫凡点了点头。 那太好了。 阿帕斯感觉自己得救了。 莫凡已经和赵满炎约好了,一旦他的黑暗物质出现,就意味着他这里需要增援。 而赵满炎可以顺着黑暗物质寻到这里来,莫凡现在不大确定那几个为小美肚沙服务的法师是否在附近,保险起见还是需要欧洲学府的人一起。 他们快过来了。 莫凡眼睛一直盯着那慵懒无比的少女美肚沙,同时小声的和阿帕斯说着话,好消除他心中的恐惧。 还好阿帕斯人美帝同时,也算是一个比较坚强的女孩,她没有给莫凡制造什么麻烦。 嗖嗖嗖。 莫凡听到了身后有轻微的响声,同时感觉到自己的黑暗物质正在靠近。 莫凡。 赵满言压着嗓子的声音传了过来,听起来像是索命之鬼。 小声点。 莫凡做了一个静音的姿势。 哇,这小美女士,赵满言猫了过来,忽然间发现莫凡旁边蹲着一个纯美纯美的小美人,看他那简单到有些暴露的装扮,再加上围着一件男人的衣服做裙子,一双细长的小美腿拱起来把整个娇小透着几分诱惑的身子完全展现了出来,有些许罗利控的赵满言感觉自己鼻血要涌出来了。 禽兽啊,莫凡这个禽兽。 他是被小美杜莎抓来当食物的,我顺手救了他。 你妈的,叫你小声点,把那头小妖精给惊扰了,我就把你先剁了威慑。 莫凡骂道。 哦哦,怎么好事都被你占了,小妹妹,到哥哥这里来,哥哥这里更安全,赵满言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 阿帕斯反而害怕的往莫凡那里缩了缩,经了可怕事情的人多数会对第一个给他带来安全感的人产生依赖,阿帕斯现在就觉得莫凡大哥哥是一个好人,其他人都可能是坏蛋。 让欧洲学府的人包抄过去,千万别让他给跑了,小美杜莎实力虽然不比我们强,但逃跑能力是一流的。 莫凡说道。 莫凡虽然在说话,黑暗物质却一点一点的往湖里和杂草丛中渗透,那头正享受着月光玉的少女美杜莎并不知道她此刻正被莫凡的黑暗物质给一点点包围了。 他们猫过去了,应该不会搞砸。 赵满言说道。 大家性命还掉在诅咒上,谁都不会在这个时候犯失误。 我们移动,少女美杜莎一定会第一时间尖叫,把那些银色斗士给呼唤过来,那些银蛇斗士过来应该不需要两分钟,我们必须在一分半钟把她给抓住,然后马上找一条可以撤离的路线。 莫凡专注认真的说道。 莫凡可不像赵满言这个白痴一样,做什么事情都不想好退路的。 抓少女美杜莎不难,难在她们一动手,整个落日神殿的银蛇斗士和外围的银蛇斗士都会跟狂潮一样灌溉过来,别到时候少女美杜莎的身子还没摸热,就被那些银蛇斗士给吃的骨头渣子都不剩下了。 所以抓住少女美杜莎后,怎么逃跑才是关键。 往西南走,那里有一个长龙土道,可以最快的速度抵达落日神殿外围,到时候再杀出去。 木白已经看好跑路的路线了,并且沿途洒下了会散发着荧光的无味粉,以防止走偏。 第1538章 抓捕行动 小妖蛇,等着受死吧。 就在墨房和木白商议着撤离路线的时候,费烈罗的声音忽然从对岸响了起来,紧接着便看见一道道由兼顾石垒组成的硕大牢房在湖水那里耸立而起,快速的变成了一个囚禁石牢,将那头少女美杜莎给困在了里面。 卧槽,那或怎么就动手了? 莫凡,赵满言,木白三人同时叫了起来。 这家伙是傻逼吗,找死也不带这样把大家一起拉上的,莫凡真的开始后悔跟这些蠢猪一样的队友一起了。 我困住他了。 费烈罗脸上露出笑容来,似乎立下了一个拯救人类的大功劳,就等着周围鲜花和掌声了。 果然跟一些人接触久了,就越来越喜欢和狗一起,莫凡真的佩服费烈罗的智商。 美杜莎是什么? 研磨之铜这个土系高阶技能都尼玛是伪造美杜莎您是开创的好吗? 用一个土系求困气敏困得住一头操控沙土的蛇妖。 瞎? 一声尖叫,少女美杜莎愤怒之音顿时响彻了整个落日神殿,没过几秒钟便听见了四面八方响起了相似的蛇怒之声,那种感觉像极了除夕的那个跨年零点的鞭炮爆竹,一开始零星几声,随后便震耳欲聋。 快,动手,不能让她跑了,莫凡果断的跳了出来,她飞跃在荒草湖的上空,布置在附近的黑暗物质听从她的命令,快速的覆盖到了少女美杜莎的位置,将这整个杂草湖化作了莫凡自己的黑魔坛领域。 该死,怎么会变成泥? 费烈罗懊恼的叫了起来。 土系魔法是对美杜莎不起作用的,少女美杜莎仅仅一个眼神,那看似厚实无比的石磊牢笼变化成了一堆淤泥,不需要去触碰便自行瓦解,融成了一滩。 还好莫凡自己也布置了黑魔坛领域,就在少女美杜莎急速游入杂草丛时,黑魔坛死死的将她封闭在了迷宫内,让她直接失去了正确的方向。 别用光系魔法,我的丝业统治,黑魔坛能够困住她,快,有什么强大的禁锢技能使出来,我们只有一分多点的时间。 莫凡朝着其他人喊道。 光系魔法会驱散莫凡的丝业统治,稍稍弄出一个缺口来,少女美杜莎就会逃走。 我来封住她。 实习老师瓦尼终于出手了,不过她动用的并不是抄接魔法。 她是一名土系抄接法师,土系抄接魔法对美杜莎不起作用,她施展的是兵器,可以看到慌乱乱撞的少女美杜莎上方有一座冰棺,冰棺锁定着少女美杜莎落下,强大的冻结之力将少女美杜莎和她周围一起冰封。 冰锁锁镇 木白剑有人使用了冰封灵鹫,于是立刻幻化出无数条冰霜锁链来。 粗大的冰霜锁链在冰封灵鹫的附近纵横交错,形成了两道密锁之墙,立刻将从冰封灵鹫里钻出来的少女美杜莎给拦住。 冰封灵鹫的冰封之力蔓延开,少女美杜莎无处可逃,她的尾巴已经覆盖上了一层层冰霜。 念力重炮,海帝双手打开,强大的念力波瞄准了少女美杜莎。 别杀她,这家伙杀不得。 莫凡见海帝动用了杀伤力极强的莫凡,急忙阻止道。 念力重炮的威力莫凡是见识过的,大母蛇排了一下都差点一命呜呼了,少女美杜莎比大母蛇还娇嫩的,哪里精瘦的驻海帝的念力重炮。 海帝还算听指挥,立刻消散了自己凝聚的意念,而是开始聆听着周围的动静。 我们快被包围了。 海帝说道。 她还在反抗,还有什么强劲固的,快用出来。 莫凡指挥道。 石人花! 左威完成了她的植物系魔法。 在那纵横交错的冰锁墙附近,一朵范围超过百米的石人花猛的从黑魔潭下生长出来,一排排尖尖的牙齿看上去像是海洋巨杀的嘴,一口将锁链,冰封灵鹫,少女美杜莎给咬了进去。 走。 左威非常果断的说道。 拿下了,莫凡愣了一下。 对,她会被我的石人花给催眠,放心,我不会杀她。 左威说道。 莫凡扫了一眼那迅速沉入到地底下的超大石人花,心中暗暗惊叹,原来左威才是他们欧洲学府最深藏不露的一个,这超级石人花估计都能够将一些大统领一口吞进去。 彻彻彻,跟着地面上的荧光粉走,谁在前面开路? 莫凡说道。 我来。 实习老师瓦尼说道。 他一个抄接土系法师,在这里倒不是特别好施展,土系抄接魔法一旦不能够使用,他的实力也不会比这群学生强多上了。 阿帕斯,道我背上来。 莫凡做了一个下蹲的姿势,我在石头后面的阿帕斯也不敢多想,提着那不是很安全的裙子衣服跑到莫凡后面,细细的手臂紧紧的搂住莫凡的脖子。 大哥哥,我们会死吗?外面好多蛇人。 阿帕斯满脸的担忧道。 放心,你大哥哥我厉害着,不会死的,而且我还会把那些把你拐卖到这里的人渣法师给找出来,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莫凡转过头来,冲着阿帕斯笑了笑。 阿帕斯看着莫凡的侧脸,好像一下子安心了很多,将脑袋埋在莫凡的背上。 莫凡,要不我来背? 赵满言一边跑,一边问了一句。 滚。 莫凡美好气的道。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想这种东西,这可是自己捡到的小美人胚子,会给你赵满言这头野猪给糟蹋了。 少女美肚杀在左威手上啊,木白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 我知道,先到安全的地方再说,到时候是翻脸是合作,看情况,莫凡低声道。 什么翻脸? 海帝在莫凡后面一些,还有些懵懂的说道。 你盯着后面。 莫凡对海帝重重的说道。 海帝皱起眉头,感觉莫凡这家伙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 能跑出去的话,我们这次行动就算是相当顺利了。 赵满言冒出了这么一句来。 这种话在野外是说不得的。 木白很迷信的说道。 我也觉得。 第1539章杀出蛇群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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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银色的鳞片在月光下闪烁成了一片,看上去就像是一大群银色铠甲的勇士从四面八方冲来。 往荧光的方向,别跑偏了,不然走不出落日神殿。 木白再一次高声提醒道。 落日神殿这些破败的殿堂看似是凌乱的坐落在这块落日长坡上,事实上它们的分布其实是带着一些特殊的迷惑的, 这条路很容易会迷失在这个荒芜的神殿内。 瞎! 一座黑色的祭祀大殿上方,三头银色斗士从那些生长到顶部的藤蔓丛中跳了下来,拥有六条手臂的它们分别持着一种细长无比的刺刃,这些刺刃长度大概都有三米左右,三头银色斗士便是整整十八道这样的刺刃,它们捂出了蛇刃之风,呈现一道道线状力量狠狠的展落下来。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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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的刃风劈下,众人急忙往两侧闪躲,深深的裂痕有几次都是从脚趾头旁边凌厉的划过。 当啊,被光顾着跑! 莫凡跑在中间,大喊了一声。 一味的跑,敌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没有几个人可以在枪林弹雨之中存活的好吗? 并非所有的银蛇斗士都是使用血月刺刃的,它们刚要抵达落日神殿其中一个出口的时候,一头体型超过二十米的银蛇筒头领六条手臂持着的却是两个沉重无比的鼓浪锤。 鼓明显是某种巨型野兽的头鼓,每三条手臂分别握着一个大鼓浪锤,银蛇统领一跃而起,直接朝着它们这群人中间毁灭似的砸了过来,那可怕的鼓浪锤将挡在它面前的石垫轻易地击成了粉末。 瞬息一动,海地剑阵形要被这头银蛇头领给冲散,立刻动用了大瞬息移动魔法。 都进来。 海地喊了一声。 众人看见了银色的华光,纷纷聚拢到了海地那里。 人齐之后,海地立刻转动空间轮盘,一队人在银色光芒闪耀到了极致的时候迅速地消失在了倒塌的石垫那里。 银蛇头领的重型鼓浪锤敲了一个空,砸出了一个地面大洞来。 他没有想象中的愚笨,一扭头,立刻发现那群人类就在离他不过一百多米的位置上。 嘎嘎,银蛇头领嘶吼着。 煞时,密密麻麻的银色灵光在半空中闪耀,大量的银蛇斗士飞越了起来,将莫凡等人给包围在了一个长满了高大树木的荒林内。 荒林并不大,附近都有古殿的土丘遗迹,不少银蛇斗士都会攀爬树木,所以他们袭击的位置不单单是前后左右,头顶上,树木上,高垫顶上,都可以看到他们银色灵光闪耀的身影。 刷刷刷刷刷。 现状的韧风斩披来,顷刻间将周围的高大树木给披成了长长的木条,几乎没有闪躲的余地,缩法这个时候完成了他的水系魔法,将水滑天木形成了一个大伞,保护住了大家的头顶。 赵满炎,加尔巴两人同时施展起了土系魔法,筑起了岩石臂杖,来阻挡那些逼来的凌厉剑锋。 跟着我走。 赵满炎喊了一声。 赵满炎跑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双手往两边展开。 褐色的光芒随着他的奔跑不断的闪烁着。 隆隆。 在赵满炎两边坚硬无比的岩石耸立而起,形成了两道可以抵挡左右敌人的高高石杖,随着他往前狂奔,这厚实的石杖也随之不断的拔地而起。 跟上,跟上。 看到赵满炎这样开路,瓦尼急忙对欧洲学府的学员们说道。 所有的银蛇斗士和他们的攻击都被高石杖挡在了外面,众人宛如躲在了一线天峡谷道内,一口气冲出了落日神殿这片林木外围。 小心后面,海地大喊了一声。 莫凡转过头去,发现那头银蛇头领竟然顺着赵满炎开辟的这条石杖道路上面游了过来,这家伙的速度也是快的可怕,那么远的距离一眨眼的功夫便只剩下两百多米了。 也不知道谁的魔法,飞向了这银蛇头领,银蛇头领的速度骤然迟缓,可距离刚刚稍微拉开一些,就看见这狂暴的银蛇头领猛的将手中的大骨锤给置了过来。 我来。 莫凡看到了大骨锤在空中乘抛物线砸来,立刻将背上的小妹妹阿帕斯放下,猛的向前跨了一步。 哦,一声狂吼,莫凡抡了一个满臂力,拳头紧紧的握着,直接朝着那大骨锤飞来的方向击去。 拳与空气剧烈的摩擦,流星飞火随着莫凡的挥拳之势越燃越望,最后化作了一道流星火焰之力,迎向了飞来的大骨锤。 砰! 拳撞的火焰流星将那大骨锤烘成了白色的粉末,与四散的火蛇一同落到了地面上。 搞定! 走,莫凡收了拳,动作麻利的把还愣在原地的阿帕斯给背了起来,头也不回的朝着前面的队友们跑去。 后面那头银蛇头领愤怒的嘶吼着,奈何他附近的地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流沙泥潭,让他速度变慢了很多,转眼间就被莫凡这群人给甩开了。 大哥哥,你好厉害。 阿帕斯看到莫凡轻而易举的化解了一头超级大蛇的攻击,美丽的眼睛立刻闪烁起了几分崇拜的光来。 这还不算什么。 莫凡说道。 如果能活着出去,大哥哥可以教我魔法吗? 阿帕斯似乎不那么害怕了,开始有些期待的问道。 你说的什么话? 莫凡美好气的道。 啊,对不起。 阿帕斯怯生生的道。 我们当然能活着出去,这个世界尚能杀得了我莫凡的人还没有降临呢,我不死,你就不会有事。 莫凡说道。 拯救落难美丽少女,一直都是自己学习魔法变得强大的最原始初衷好吗? 那我可以学吗? 阿帕斯又露出了一些雀跃之色。 当然可,曹,偷袭老子,给我滚。 莫凡话说道一半,便呼得发现七头银蛇斗士埋伏在自己要冲过去的位置。 他们身体可以完全匍匐在荒草丛,之前走过去的几个人他们不出手,倒是朝着在队伍最后面的自己动手了,也真是蠢得可以,找了最不应该找的人麻烦。 雷电惊天而落,绚丽如天神中锤下的火花,那七只银色斗士才刚弹射出席,便被莫凡这一道灵雷给击中。 雷霆阵的空间都颤抖,这一群不长眼的银蛇斗士被千军荡开的力量给轰飞了出去,浑身抽搐的摔在远处。 大哥哥,后面,还很多。 阿帕斯往后看了一眼,却吓得躲入到莫凡背肩上,小身子贴得莫凡紧紧的。 别怕,看好他们是怎么死的。 莫凡一转身,眉宇四剑,紫色电光在瞳孔中交织。 苍雷爪。 莫凡单手高举,随后猛地朝着虚空重中一抓。 霸道无比的藏黑色雷电纷纷落下,那片状的电光在空中便组成了一道黑漆漆的魔鬼爪子,撕裂在那一大群银蛇斗士的身上。 嘶嘶嘶嘶。 一大片惨叫声从那里传来,十二倍威力的暴君荒雷是这些没有到达统领级别的战将生物根本招架不住的,只要触碰到了苍雷爪的其中一道电痕,银蛇斗士便立刻灰飞烟灭。 成群的银蛇死去,后方的压力顿时减少了大半,阿帕斯转过头再望去,小嘴惊讶地打开。 在他看来一头银蛇斗士已经可怕至极,却从未想到真正强大的魔法师却可以轻易地掌控着这群凶猛妖魔的生死。 以后遇到什么困难都别自暴自弃,好好活着,好好努力,总有一天你也可以这样轻易灭杀那些给你带来痛苦的仇人。 莫凡看到阿帕斯那副惊讶地回不过神的样子,于是用手拍了拍他脑袋。 嗯,嗯。 阿帕斯重重地点头,好像要一辈子记住莫凡这随意的一句话。 已经与队友会糊了,让莫凡挺意外的是,这群人战斗力确实非常强,那些银蛇斗士在数量还不够多的情况下根本阻挡不住他们杀出去的势头。 莫凡和海帝负责后方,海帝主要负责阻扰那些银蛇斗士靠近,他的一心三面可以强大到捕捉到每一个角度的敌人,不给他们近距离搏击的机会。 而莫凡这边,背着一个阿帕斯的缘故,他没有再像以前那样与敌人近身厮杀,而是不停地施展那些威力强大的远程魔法,一旦海帝把那些银蛇斗士逼迫只能够从一个方向杀来的时候,莫凡便会毫不客气地开动他的魔法炮台,一口气轰杀一片。 追兵莫凡在轰杀,前方有瓦尼这个抄街法师开路,欧洲学府的其他人负责当打手,众人顺利地冲出了落日神殿两公里范围。 不要掉以轻心,银蛇斗士还在从各个方向聚拢过来,而且他们还会呼唤其他蛇族同胞来堵截我们,这里还不安全。 查德在队伍的中央,高声提醒着大家。 第1540章 小美人 查德利用自己的召唤兽引开蛇群的办法给了大家这次行动一个好的启发,在进入到落日神殿之前,他们就特意捕捉了很多黄昏魔鼠,将他们全部禁锢在了一个大石洞的下面。 大家顺着木白的荧光粉,快速地抵达了藏着黄昏魔鼠的洞石位置。 快,废烈罗,把你的传家宝都拿出来。 木白说道。 废烈罗极不情愿地拿出了仅剩的奇花漏,并将他们全洒在了这些黄昏魔鼠的身上。 很快,这群靠吃亡灵藏骸的黄昏臭鼠一个个散发着骚不可言的香气,然后吓得漫无目的地朝落日长坡不同的方向逃窜。 除了银蛇斗士,整个落日长坡还有那么多的蛇族,蛇山就不知道有多少座,若是所有的蛇族都被呼唤过来,他们就要在这落日长坡大逃亡了。 蛇追踪气味,他们可以短暂的隐藏气味,却不可能一直都不暴露,所以利用这些魔鼠们来引开蛇群的注意力是最好的办法。 带着奇花漏的魔鼠们封逃,每一只基本上都能够吸引好几百头魔蛇,只要不让蛇族形成一个完成的包围圈,他们就有希望逃出去。 现在呢,加尔巴显得格外的紧张。 加尔巴还是第一次做这么惊魂的事情,现在他紧张得都快要尿出来了。 很难想象,他们一个明明是来这里练的学员队伍竟然跑到这妖魔后花园把人家的小蛇后给抓了。 他们没发现我们在这里,都先不要动,让他们去追那些魔鼠。 查德说道。 查德此刻一样汗如雨下,他可只是一个中阶法师而已啊,跟着这群人跑到这种地方玩命,随便一头银蛇斗士都可以要他性命,不过,这次真得活着回去,他查德能够在开罗那些朋友面前吹一辈子了。 石下洞原先是一个魔鼠洞窟,被莫凡等人给抄家了,这里弥漫着一股腐肉臭味,正好可以掩盖掉他们的活人气息,那些银蛇斗士追丢了他们,很快就会被那些气味特殊的魔鼠给吸引,以为那是偷走他们小美肚杀的人类。 银蛇斗士数量还很多,尤其是落日神殿这一圈,要是不玩点智商,分分钟被银蛇斗士们给堵住,所以现在最好就是在最危险的地方等,等那些银蛇斗士散开,他们就有离开的机会。 要不要先把小美肚杀的眼泪弄出来? 费烈罗有些心急的说道。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活着的小君主,要是把这小美肚杀网竟拍会上一摆,不知道能卖出什么天价来。 再等等,怕他们可以嗅到小美肚杀的气味。 左威说道。 小美肚杀还在石人花的肚子里,石人花将他扎刺催眠了,基本上任由他们摆布了,现在最重要的是逃离蛇群包围。 众人憋在老鼠洞里,坐等蛇群自乱阵脚。 咕噜一个奇怪的声音在安静的地下洞里传出。 有东西,小心。 费烈罗有些敏感的站了起来,一脸紧张的盯着附近。 对,对不起,是我肚子,肚子在叫,阿帕斯红着小脸,娇滴滴的说道。 莫凡这才想起来,阿帕斯估计很久没有吃东西了,急忙从自己的空间戒指里取了一些还算新鲜的食物。 用自己的手掌那么一加热,香喷喷的味道便开始冲散周围的臭气。 阿帕斯确实很久没吃东西了,闻到香味后,大眼睛盯着吃的,好半天都没有移开。 吃吧。 莫凡递给了他。 阿帕斯好像不太敢在大家面前吃东西,于是躲到了莫凡的后面,然后小头饿坏了的小猫埋头吃了起来。 你哪里找到他的? 瓦尼有些不解的问道。 离小美杜莎不远的一个破店里,对了,有一群邪恶法师在为小美杜莎服务,不知道这群人是什么目的,但我们要格外小心。 莫凡想起阿帕斯说的话,告诉了大家。 怎么会有人为妖魔服务,就不怕自己也被吃了吗? 缩法说道。 这个世界上什么变态都有,也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我们抓了小美杜莎,倘若他们在附近的话,我们就更危险了。 莫凡说道。 美杜莎以吃少女心脏来维持她所谓的美貌以及青春,很多城市都有这个传闻,本以为是一些老一辈人吓唬那些年轻的女孩不要随便出远门,没有想到是真的,最可恨的是,做这种事的人竟然是我们人类自己。 查德一样怒不可止。 大家在说着这个话题的时候,阿帕斯已经吃完了,正用他那脏兮兮的袖子去擦拭嘴边的油腻。 海帝也看他格外可怜,从自己的空间戒指里取了一套比较舒适干净的衣裳,让阿帕斯换上。 阿帕斯在海帝的帮助下换了一套衣裳,小脸也洗干净了一些。 前一刻还跟一个小乞丐差不多的阿帕斯一下子变成了一位气质脱俗的一国小美人,他似乎更贴近希腊和爱情海北部的一些欧洲国家血统,白皙光滑的肌肤,高挑精致的鼻子,嘴儿小却好看,整个五官虽然主要还是透着几分纯纯的味道,但相信再长个击碎,一定是美到让人怦然心动的大美人。 这样一个姑娘,要被小美杜莎吃了,真得就是罪过了。 对了,阿帕斯,你记得那些把你抓走的人长多么样子吗?莫凡询问道。 阿帕斯摇了摇头,低声道,我只记得他们的穿着。 那些银蛇斗士们好像散开了。 缩法说道。 要不再等等。 加尔巴说道。 不能等了,那些蛇不是没一点脑子的,他们估计很快知道我们在利用魔鼠来引开他们,就现在走,往我们上次遇到蛇山的方向,从那里回开罗城回安全很多。 老查德说道。 是,赶紧出发吧。 众人起了身,没有再继续龟缩着了,而是一路往开罗城长沟防御的方向逃去。 那个方向已经算是妖魔密度比较低的了,能不能顺利返回,就看接下去这一路上会不会被蛇妖们发现了。 第1541章护送大队 众人的策略非常成功,引开了银蛇斗士这些等阶比较高的妖蛇之后,其他低级别的妖蛇想要抓住他们这群高阶顶级法师就困难了。 没多久,他们便离开了落日长坡,接下去大概还有40公里的就能够安全返回到开罗市。 到了开罗外交,那就有蝎魔一族了,蝎魔一族他们的感知能力非常强,再加上开罗交外大部分都是沙子,泥土,人踩在上面的脚步声,高级的蝎魔肯定能够听得一清二楚,所以这一段路是必须通过驼兽来行走的。 在前往落日长坡的时候,大家就准备好了驼兽让他们在这里等待,查德在这方面确实是老手,将驼兽安排在了一个沙丘坑下面,再撒上一些白色的盐,那些蝎魔们就会对这里的驼兽一点兴趣都没有,当大家抵达这个位置时,驼兽都还好好的在那里等着。 野外地带,能够把一群骑尘兽这样安置几天也是很不容易的。 快上,快上,到了长沟防御线,我们就安全了。 本词有些激动紧张的说道。 众人坐上了驼兽,驼兽的速度并没有想象中俄那么快,当然魔法师的魔能也不能够全部用来赶路,那样反而会陷入困境。 驼兽前行了十公里,前方出现了许多凹凸不平的沙坑,大地是带着一些弧度的,看上去像是幅度很大的白色波浪,但是那些凹凸不平的沙坑却像是这块土地上一个个莫名的窟窿。 沙坑有的非常大,相当于一个湖泊,有些沙坑就是一个黑漆漆的洞窟,它们基本上是蝎魔一族的杰作,这些蝎魔们没有什么事的时候,总会去破坏土壤,沙层的结构,这往往会导致重量稍微大一点的生物经过了上面之后,立刻塌方下去生生的摔断骨头。 沙坑下面又有无数个小小的洞穴,当大型生物在沙坑下面挣扎的时候,成百上千的小蝎子们就会爬到它的身上,开始啃食用餐,不需要半分钟的时间,一头四五倍牛身大的动物都会被吃得只剩下一堆白骨。 已经沉陷下去的沙坑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那些暗沙,完全就是一个薄沙覆盖的陷阱。 我们人要走在上面倒不会有事,但驼兽的重量会踩踏那些暗沙,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听我指挥,倒不是担心大家掉下去后一定会死,而是那样的话我们会被拖延更长的时间,些磨些怪们也会无休止的跟着我们。 查德告诉大家道,这番话他已经说了第三遍了。 暗沙很可怕,不少猎人队伍都死在了这些沙子下面,查德是一位老雇佣兵了,他能够判断哪里有暗沙,所以他的驼兽走在最前面,其他人必须沿着他走的路径前行。 查德,过了这些暗沙沙坑,就离长沟防御不远了吧。 实习老师瓦尼问道。 是。 查德点了点头。 蛇。 蛇,就在这时,梭法满脸惊恐的指着旁边叫了起来。 大家被他这么尖叫也吓得有些哆嗦。 急忙转向梭法说的方向,却发现地上有一坨长长的枯木,弯弯曲曲的样子,看上去倒真有点像是黑色的蛇,只是即便看错了,他一个高阶法师也没有必要害怕成这个样子。 梭法,你这是干嘛,一根老树枝而已。 费烈罗说道。 我,我也不知道,突然就害怕了起来。 梭法稍稍松了一口气。 莫凡看了一眼缩法的样子,沉着声音道,不会是我们的药水开始失效了吧。 蛇童诅咒,赵满言愣了愣。 蛇童诅咒不是会将野外的蛇全部吸引过来的吗? 左威说道。 这可就麻烦了。 快,现在就把美杜莎弄出来,我们必须要她的眼泪。 莫凡说道。 左威点了点头,将石人花给释放了出来。 石人花从沙子下面钻出,她慢慢地打开了巨大的花蕾,小美杜莎身上有着细细的伤口,正昏睡在了里面。 将小美杜莎抬了出来,她长长的尾巴和女人的身躯其异的结合看得众人都是一阵唏嘘,不少人都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到美杜莎。 这么取眼泪。 左威有些茫然的问道。 我也不知道。 查德苦笑着看大家。 这下大家都有些傻眼了,究竟要不要唤醒小美杜莎,她醒了的话,估计大家都不好过,可不弄醒她,又如何得到美杜莎的眼泪。 似乎根本没有几个人知道怎么去获得小美杜莎的眼泪,也没听说过妖魔会流眼泪的。 我们这样是在浪费时间呢。 木白说道。 诅咒已经开始继续蔓延了,大家却还没有抵达安全地带。 大家一边往长沟防御那里走,一边研究着眼泪的问题,但终究没有去弄醒小美杜莎,天知道小美杜莎会不会向她的蛇妖群们发出什么众人察觉不到的讯息。 前面,前面好像有人。 瓦尼在队伍的前面,她开口说道。 这里不是安全地带,怎么会有人呢? 莫凡不解的问道。 穿着军队装。 瓦尼道。 应该是护送大队,军方有的时候会派遣巡逻大队到外面,清理掉一些城市附近的隐患,尤其是在城市侧面的地方,这样可以让一些物资车队把资源输送进来。 查德有些欣喜的说道。 这里离安全地带还有一段距离的,开罗是处在守城状态,军队基本上不会离开防线,唯一可能走出来的,就只有保护物资输送后勤部队。 查德没有想到他们运气这么好,正好遇见了军队出来保护物资入城,如此他们只要跟着那些护送大队,就可以平安入城了。 那真是太好了,快过去。 瓦尼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在这荒郊野外碰到的不是妖魔而是人绝对是让人最欣喜若狂的事情了,蛇童诅咒似乎发作得没有那么快,蛇妖们并没有穷追不舍,如此他们便算是真正安全抵达了开罗。 护送巡逻大队人数有不少,大概有两百多名军法师,会从城市里走出来的,自然都得是精英,否则人数众多实力不齐,反而会引来更多的妖魔。 两百名军法师走的方向也是他们这边,两队人迎面碰上。 带队的是一名穿着白纱色的军衣,脸用浅色的格纱罩罩给遮挡住了,这种格纱罩不仅仅可以防止吸入细微的尘土,还能够阻挡一些有毒的气体,多半用药水浸泡过。 白纱军法师看到了瓦尼等人,他们显得非常谨慎,立刻就进入到了戒备状态。 我们是猎人,我们是猎人。 瓦尼急忙高声对这些军法师说道。 你们从哪里来? 白纱军法师用埃及的语言质问道。 这个时候老查德立刻开口道,我们从新苏城,这位军爷可否带我们一程。 白纱军法师低头与旁边的一位头发胡须蓬松如狮子的男军法师小声的说了一句,过了片刻白纱军法师才抬起头来对他们说道,可以,但我们这里有许多贵重物资,我们无法确保你们是不是一些其他党派的匪扣,你们要跟随我们的话,我们得先封住你们的精神力,免得你们向我们下黑手。 这,我们实力也不弱,万一你们遇到什么状况,也可以帮你们,没有必要封住精神力吧。 瓦尼有些没有安全感的说道。 遇到状况也不需要你们出手,我的精锐可以将那些党路者瞬间摧毁。 我们是军人,有任务在身,必须保障物质安全,你们不愿意的话,那请自便。 白纱军法师说道。 听他们的吧,他们是军方,而且他们比查德更有战场经验,我们会保险的多。 缩法说道。 我觉得我们还是自己走。 莫凡有些不大放心的说道。 这支军队的实力很强,莫凡能够从他们每个人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察觉到,但为了跟随他们而禁锢自己的精神,就等于变成了一个废人了,有魔法在身,莫凡才有绝对的安全感。 你以为你能够强过军队? 废烈罗眼里带着淡淡的不屑。 反正我们也快到了。 还是跟着军队吧,我们蛇童诅咒都快发作了,再不赶快返回城市,找到解决美杜莎眼泪的办法就,海地说道。 好吧。 莫凡仔细想了想,发现不同意的貌似只有自己一个。 众人自己封印了精神力,有一名军官特意跑上来进行了一番检查,随后又给大家纷纷施加了暗影钉,将他们的精神力也完全封印住。 萨斯军统,没有问题了。 那位军官打了一个手势道。 大哥哥,怎么了? 阿帕斯揉了揉朦胧睡眼,有些疑惑的问道。 阿帕斯应该有一两天没喝过眼了,吃过东西后不久,他就趴在莫凡背上睡着了,莫凡将他放到驼兽上,此时他应该是被这种停下脚步的安静给弄醒了。 我们遇到埃及的一支军队了,我们可以搭乘他们的顺风车回去。 莫凡说道。 哦,那我们安全了吗? 阿帕斯脸上露出了笑容,抬起头去看那支给自己带来希望的埃及军队,可下一秒他的笑容完全僵住了,双瞳渐渐晃起了恐惧。 莫凡看到阿帕斯娇小的身子在剧烈的颤抖。 哥哥,抓走我们的人,跟,跟他们穿着一样的衣服,阿帕斯声音发颤的叫道。 第1542章 百郎狂笑 阿帕斯流露出恐惧之色的那一刻,莫凡就立刻用黑暗物质来瓦解留在自己身上的暗影钉。 莫凡惊的事情太多了,他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善恶绝对不是由一个人的职位,身份以及身上披着什么样的衣裳来决定的,所以在看见埃及军队的那一刻,莫凡并没有任何安全感。 一直带给自己真正安全感的是自己的力量,所以他根本没有封印自己的精神力,包括那位暗影系军官上来给大家每人补上了一道暗影钉时,莫凡都悄悄的释放出了一个叶煞魔影在自己的身上,让叶煞魔影来承受下这一个暗影钉。 那位军官检查的并不仔细,算是让莫凡跳过一劫。 紧接着阿帕斯说的话,那莫凡立刻意识到军队的出现绝对不是他们这群人运气好。 这些军人有问题,快跑。 莫凡相信自己的判断,也相信阿帕斯的恐惧。 这一声喊还在回荡,一条条冰冷的双冷锁链漫天飞起,他们看上去像一头头白色的长蛇飞扑向可口的猎物,气息将高温的沙子也都给冻住了。 瓦尼和欧洲学府的学员们瞪起了眼睛,难以置信的看着飞来的兵系魔法,他们条件反射的要抵挡,可他们得先打碎黑暗枷锁。 瞬息一动。 莫凡看见情形不对,立刻施展出了空间系高阶魔法来。 他离其他人还有一些距离,无法将瞬息移动的银色光芒覆盖到赵满炎和木白。 瞬息移动。 这个时候海地的声音从前面响起,他施展的速度比莫凡更快,在莫凡完成魔法的同时他也完成了。 海地和木白比较近,木白也是一头老狐狸了,他明显也没有完全封印住自己的精神力,看到海地在构架银色空间星座的时候,便果断的往海地那里跑去。 老赵,快,莫凡大喊了一声。 卧槽,我被禁锢住了呀。 赵满炎失声大叫。 银色的光辉达到临界点,下一秒莫凡,木白,海地,阿帕斯四人化作了银色的钻石粉尘,消失在了原地。 莫凡瞬移出了大概两百米远,但并没有逃脱出那铺天盖地的兵锁,也不知道那队军队里面究竟有多少名兵系法师。 莫凡抱起阿帕斯,迅速的化身成了一团影子,贴着有些起伏的沙子地面快速的挪到了更远的地方。 海地和木白快速的跟上了莫凡,让莫凡意外的是,这两个人身后还有一个人,正是实习老师瓦尼,这位抄接法师明显不是那位军官的巨影丁能够轻易禁锢得了的,他发现不对劲后也立马利用地波逃走了。 冰冰冰冰冰冰冰 冰锁如层层叠叠的巨大渔网,将剩下的人全部笼罩住,强大的冻结之力顺着冰锁与他们身体接触的地方快速的蔓延,不到几秒钟的时间他们身体就被动得严严实实。 这个蠢才老赵。 莫凡网那里看了一眼,大骂了一声。 别人叫封印精神,他还真的封印,这下好了,本来他们可以转身逃走的,现在却要不得不去救他。 这位将军,我们是欧洲学府的,你这样做就不怕上国际法庭吗?瓦尼勃然大怒,他站在了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身上强大的抄接气息朝着那群忽然间发难的军人们押去。 拿下他,要活的。 那位白沙军统根本就不管瓦尼他们是谁,直接向其他人下达了命令。 两百多名军法师立刻散开,他们强势的压进,土系军法师,暗影系军法师速度很快,他们转顺功夫到了莫凡,瓦尼等人的两侧位置,那些拥有风之翼和翼模具的则从空中靠近,逼得他们只能够往身后极其危险的暗杀之地撤退。 到底怎么回事,这些军人为什么要逮捕我们,木白大为不解的说道。 难怪蛇群没有那么积极的追我们,原来已经要这群军人在这里堵住我们回到城市里的道路了。 莫凡语气冰冷了起来。 什么职位都存在着败类,莫凡也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残渣军队了,他们会大打出手,那只有一个原因小美杜沙。 阿帕斯说过了,有一群法师在喂养着小美杜沙,大家下意识地认为那是一群邪恶之徒,却从没有想过这就是埃及的某个军方人士所为。 现在怎么办? 海帝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海帝可以一心三用,即便封住了他的一道精神力,他仍旧还有两念可以使用,倒不是他留了一个心眼,而是他天生天赋确实强大。 还能怎么样,他们以为人多就可以对付我们,哼。 莫凡说道。 打就打,这帮狗咋种? 瓦尼也怒了,他一个抄接法师在对付那些妖蛇的时候是不起什么太大的作用,可面对这些军人,却可以让他们品尝到真正的可怕。 抄接吐戏之力正在酝酿,可以看到众多褐色的星图在构架成不同魔力的星座,而那些立体的星座与星座又相互接壤,铸造成璀璨星海中的神秘星宫。 瓦尼进入抄接的时间不算很长,他的吐戏抄接魔法花费的时间还有点长,木白倒是很自觉的站在了他旁边,帮他保驾护航。 我负责左边,你负责右面。 海帝见那些吐戏军官和暗影戏军官已经在两侧快速的逼近,于是对莫凡说道。 莫凡摇了摇头道,你保护好阿帕斯就行。 这些军法师究竟和小美杜莎有着什么样的勾当暂且不论,他们现在惹火了莫凡。 生气的莫凡,比一支军队还要可怕。 召唤兽巢。 本以为这个魔法将在某群妖魔身上使用,却没有想到这群不知道由谁指使的军队撞上来品尝。 正好,自己的这支野兽军队也渴望厮杀很久了。 月色的异次元之门树立在莫凡的前方,如同一面泛着光亮的巨大之径,打通着另一个暴躁无比的世界。 狂躁气息奔涌而出,浓浓的兽气翻滚,四十三头白色巨狼率先从里面冲了出来,他们每一只体型都大如楼房,狼爪有力奔跑时,杀地都颤动起来。 而在这一群白色狂兽的后面,还有整整七十只白纹魔狼,白纹魔狼的体型没有巨狼那么恐怖,但速度上却要快上许多,他们分成两股如白色的洪流簇拥着中央的白色大浪,一同朝着前方的敌人席卷而聚。 第1543章 风系抄接 狂暴巨狼们奔竹着,迎面就撞上了那些从正面逼近过来的军法师,这群军法师正是一个火系法师方队,正打算以毁灭魔法来震慑剩下的人的他们刚刚燃起了一大片炙热的火灵,想要以远距离攻击,却不得不强行改变了释放的方向。 倒倒火焰拳头如火陨石碎片不断的从沙地上方划过,朝着白色巨狼们轰去,白色巨狼一个个都皮糙肉厚,身躯强行挡下一两个火系技能也不过是受一些轻伤罢了,完全阻挡不住他们向前冲的势头。 嗷嗷嗷嗷 体格最大的白色巨狼如一座肉形小三,十几道猎拳轰轰在他的身上也不过是让他后退了一些,可其他白色巨狼却已经冲到了那群火系军法师的面前,他们在军法师的阵营里横冲直撞,很快就将他们的火系方阵给弄散了。 嗷嗷 没多久白纹魔狼也从两侧加入到了战斗中,他们力找獠牙快而精准,往往那些军法师还没有完成魔法的时候便朝着他们的要害袭去,让他们更是手忙脚乱。 该死,这家伙是把一个狼穴给搬出来了吗,怎么会这么多的狼族,白杀一军捅萨斯恼怒的道。 这么多的白星号狼,一时间还真有些难以招架,逼得他们不得不支撑起一个大的结界,阻挡这些凶猛狂暴的召唤兽的继续入侵。 这支军队的实力确实很强,在白色巨狼和白纹魔狼冲击过后,他们方阵里的土系魔法师立刻筑起了如同山岩城堡一样的防御领地,在这处处障碍的岩石堡垒中,水系魔法师的水滑天目结界更是将大部分后方的军法师都守护了起来,这使得那些速度快的白纹魔狼们很难绕到背后去偷袭。 嗷嗷 飞穿白狼的嚎叫声最为响亮,他见到水滑天目结界的出现,便立刻发动了疯狂的攻势。 他的狼爪杀伤力要强势很多,在撕开了一个缺口之后,十几头魁梧无比的白色巨狼冲入到了岩磊领地里,对着那些躲藏在里面的军法师们就是一顿狂杂乱踏。 我去对付那头大统领。 萨斯看到防御结界被撕开,目光立刻就锁定了飞穿矮狼。 萨斯是一位风系法师,他的背后扬起的风组成了六扇风之翼,很快他就在一道螺旋的气流之中迅速地升入到了空中,并朝着一直在外围打游击的飞穿矮狼追去。 萨斯居高临下,没有任何一只绕幻兽可以干扰他施展魔法,灰白色的风在天空中涌动了起来,从一些尘埃的轨迹可以明显看到一公里的风隙在朝着萨斯这里快速地汇聚,看上去如同是海洋之中一个巨大的漩涡。 千叶风刃 萨斯冷冷地念出了风之魔法的名字。 一道长度超过百米的灰白色风刃猛的下眩,以惊人的速度鞭策在了飞穿矮狼奔跑的位置上。 飞穿矮狼反应倒是相当快,跳跃加扭转身躯,惊险地躲过了这灵力的旋转风刃,但它长长的白色断毛发却在附近飞舞。 狼族对危险有着强大的感知,等接越高这种感知力就越强,很显然这一道风刃仅仅只是开始。 嗡刷 嗡刷刷刷 空间随着急速旋转的风刃而发出颤音,而落在地面上之后,厚实的沙地却像一块块豆腐那样轻易地被切割开。 数十道这样百米夸张的风刃旋转而下,追着撒开四只蹄子狂奔的飞穿矮狼,飞穿矮狼发挥出了它最极限的闪避能力了,身躯都看不清最多只能够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可旋转风刃这样密集的横扫过来,基本上没有给飞穿矮狼太多的空缝和错开给它避让。 最可怕的是,这种旋转风刃一波接着一波,一共有近千道,全部都是追着飞穿矮狼的。 没多久,飞穿矮狼的身上已经出现了很多深深的伤口,身子左侧与后腿连接的地方甚至都掉下了一大块肉来,鲜红一大片,触目惊心。 千叶风刃,这正是风系的超阶魔法。 也幸好飞穿矮狼拥有危险感知能力,在那位军统萨斯汇聚风吸的时候,他就可以远离这个可怕的军法师了,不然飞穿矮狼肯定会被这种超阶魔法给直接秒杀。 飞穿矮狼一路狂逃,逃到安全地带的时候,身上的伤口已经有些吓人了。 从一个超阶风系魔法之中存活下来,飞穿矮狼已经很了不起了,莫凡将伤痕累累的他收回到了自己的异次元空间中,好让他去处理伤口。 飞穿矮狼算是吸引了对方最可怕的毁灭力,白色巨狼们和白纹魔狼们在这个时间里已经将这些军法师们的方阵阵型给彻底冲散了,可以看到前方到处都有血迹。 军法师的方阵是对莫凡等人威胁最大的,无论是兵系法师方阵,还是火系法师,他们的魔法共同释放编织成一张巨大的魔法之网,会让莫凡这种没有什么防御魔法的人有些束手无策。 现在这种灵散的局面则是莫凡最想要看到的,只不过让莫凡很意外的是,这支军队里面竟然有一位是抄阶法师。 能够动用抄阶法师的人,那在开罗就不是什么小角色了,可越是如此,就越让人愤怒。 那个军同我来顶着。 实习老师瓦尼这个时候说道。 瓦尼的土系抄阶魔法给那些逼近过来的封系军法师,土系军法师,暗影系军法师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迫使这群人不得不远离,同样的,瓦尼也没有想到对面也有抄阶级法师,这个时候抄阶自然是要对上抄阶。 莫凡,这群人不太一般,我们可能没法救下他们了。 木白开口说道。 我知道,但总不能不管老赵。 莫凡看了一眼那片被冰冻的区域,一时间也非常的头疼。 莫凡现在不能靠近那里,一靠过去自己肯定也会被冻住,那么多兵系法师一起施法,自己这个火系法师也顶不住。 狼群们虽然攻破了几个军法师方阵,可那队最强的兵系法师方阵却根本没有机会碰到,莫凡不能够贸然过去救人。 第1544章 巨雷暴 哎呀呀呀! 惨叫声响起了一片,莫凡望那群人望去,发现不少被冲散到周围的军法师都白纹魔狼给逮到了,几只白纹魔狼都懂得协同作战,他们同时从不同的角度攻击这些落单的法师,一咬一丝,便是血染沙土。 可恶,杀了那个召唤系法师,狮子一样棕褐色蓬发法师大怒的说道。 白色巨狼们皮操肉厚,他们其中有几只都是拥有接近统领级实力的,剩下的都是战将级里面的进阶期,没有一群魔法师同时攻击他们,根本杀不死他们。 而白纹魔狼们又相当的狡猾,他们从来不会冲在前面,总是绕在外围盯着那些被白色巨狼给扫飞出去的落单法师,基本上落单一个就必定被咬得皮开肉绽。 狼群给这支军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狮子蓬发法师也似乎意识到消灭哪个家伙才是关键了。 那些顶尖的召唤法师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可以对抗一个军团的,呼唤出来的那些次元召唤兽死亡了又对召唤法师没有任何的损失,所以这位满脸毛发的领队指挥着那些毁灭法师朝莫凡那里轰炸。 这支军队以兵器法师为最大的核心,很快那些被保护的最为齐全的兵器法师们朝着莫凡这里覆盖下大量的冰霜暴雪。 宛如山中的雪崩一下子从头顶上方倾倒了过来,其中还夹杂着恐怖的冰封灵鹫丘与密密麻麻的冰霜锁链。 莫凡抬起头,感觉自己头顶全部被遮蔽了,连半点天空都看不见,震撼的兵体没有给他留下半点躲避的余地。 莫凡 海地在莫凡身后大概有五百米远,他看到莫凡没有利用瞬息移动离开,立刻有些心慌的叫了一声。 别过来。 莫凡站在那里,冰霜暴雪的阴影将他渺小的身影完全笼罩。 停莫之手 双臂交织在头顶,一阵莫紫色的光芒。 这些光芒就依附在莫凡的身上,并且在莫凡周身大概三米的区域形成了一个静莫区间。 当那些冰系魔法疯狂的砸落下来时,静莫区间中的莫紫色电光变得更加躁动,来来回回在这个区间里转动,像是一台依靠雷电运转的机器。 冰霜之力在转换,看上去完全是在给这台雷电机器充能。 哦! 莫凡猛的将交叉在头顶上的双臂梳展开,那静莫雷区猛然间扩大了数倍,所能够承载的冰霜范范围变得更广。 冰霜转化为雷电,他们穿过了静莫区域形成了一道道粗壮的闪电,不断地劈在莫凡的身上。 雷电乱击,莫凡头发根根树立如狂魔一般,就连一双眼睛释放的光辉都带着可怕的灵力。 军队里,那些军官们一脸惊恶地看着在魔法铺盖最中央的莫凡,这家伙,还是人吗? 那么多兵系魔法,竟然好像是被他的身体给直接吸收了。 更可怕的是,越是轰炸,围绕在他周身的闪电就越来越恐怖。 劈啪! 忽然,一道几百米长的电弧毫无征兆地从莫凡的身上不受控制地甩出,沙地出现了焦黑的痕。 电弧甩出的速度极快,一名暗影系的军法师原本想要偷袭莫凡,却被这突如其来的夸张电弧给击倒在地上,身体剧烈地抽搐了起来。 劈啪! 劈啪! 更多的这种电弧如一根根崩断的长电缆皮线扭动的飞甩出去,一连击倒了好几名军官,基本上都是触碰到便直接倒下。 与其说是这些毫无规律朝着附近飞甩的电弧恐怖,倒不如说是现在的莫凡完全就是一团蓄积了不知多少能量的雷电云。 巨雷暴 寂灭死光呈现黑色的光束笔直地朝着那群军队人员最密集的地方飞逝过去,光束的周围围绕着一圈又一圈得几百米长夺命电弧,他们发狂地鞭策着大地和空气,途径过的地方都引起了阵阵雷电爆破。 刺耳尖锐的声音响彻空气,忽然前方区域被一片雷电的白色给吞没,感觉整个世界一下子变成了这种冰白,刺耳的声音莫名的消逝,一切寂静的可怕。 冰白持续了片刻,紧接着能够看到的就是六七百米的雷弧肆意乱舞,再过了几秒钟时间,轰隆巨响才一下子引爆了这片天。 轰隆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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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型雷暴形成了雷电冲击波,席卷的范围达到了近一公里,那一直保护着兵器法师的结界和山房被彻底粉碎,躲在里面的那些兵器法师们被掀到了天空中,一个个渺小如风中草剑。 更高处,军队统领萨斯俯视着下方那被黑色雷电吞没的部下们,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种威力,已经接近超阶莫凡了呀。 为什么雷系高阶魔法的雷暴可以产生如此惊天动地的破坏力? 要知道这名召唤法师如此变态,他又怎么会浪费那个时间与瓦尼纠缠? 海帝在莫凡身后,看着两公里外那惊心雷爆坑,过了许久都没有回过神来。 这个莫凡,还没有到超阶,却似乎已经掌握了接近超阶的力量,本以为他那猎坛藤骄是最强的毁灭魔法,需要苛刻的蓄力时间才可以彻底施展出来,很明显的是,他掌握着不止一种要跨越高阶级别的毁灭技能。 很难想象,一个如此精良的军队被莫凡轰得如此狼狈不堪。 雷暴席犬,军队不知死了多少人,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所有系的方阵都被破坏了。 海帝,把那个家伙抓了。 莫凡重重地呼吸着,对海帝说道。 哪个? 海帝不解地问道。 跟着我的这个叶煞魔影。 莫凡有些疲惫,但还是用黑暗物质捏出了一个自己的叶煞魔影。 叶煞魔影从莫凡的身上脱离,像鬼魅幽灵一样朝着一个方向飘去,海帝见状立刻跟上了那个黑漆漆的莫凡魔影。 这是做什么,你脸色很难看,没有事吧? 木白赶紧跑过来给莫凡护航,这个时候要被偷袭了,针就全军覆没。 他们人还是很多,没多久就会重振旗鼓。 现在局面一片混乱,先把那个首领抓了,可进可退。 莫凡说道。 第1545章 活秦少将 海帝跟上了莫凡的叶煞魔影之后,立刻就找到了那个头发蓬松的法师。 只不过这家伙遭受到了重大雷暴,那些浓密的毛发已经全部焦黑了,整个人看上去像是一个眉球乞丐,狼狈无比。 叶煞魔影窜到了这名军法师的身边,迅速地化成了带着禁锢之力的黑暗物质,渗透到了这名军法师的身体里,让他无法动弹。 保护少将 几名高阶实力的军官看到有人靠近了他们的少将,立刻高声叫了起来。 海帝刚落到了这名少将的身旁,周围几乎所有的军法师都冲了过来,海帝也没有想到这个人对这些军法师来说这名重要。 越是重要就越有价值,与这些军法师们这样缠斗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何况这里是他们的地盘,给自己和其他人定一个袭击军队的罪名,没准就直接被处决了,很多国家的军队都是相当不讲道理的。 斗乐章 奇怪的音符从海帝的口中吐出,带有杀伤力的斗音埋在了四面八方,随着海帝忽然一声高歌长提,那些斗乐猛的灌入到那些涌过来的军法师们的耳朵里。 如同巨大的鼓声在耳边轰隆,震得那些靠近过来的军法师们一个个尖声惨叫。 声音是最难以防御的,他们会在耳膜,甚至在脑海里留下一个恐怖无比的音杀,让人精神彻底崩溃。 耳膜与鼻孔溢出了血来,那些军法师倒在地上。 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却一点作用都没有。 海帝还是心慈手软,没有真正动杀心,以他的实力要灭掉这几个高阶军法师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斗乐章让几名高阶军法师都直接倒地,剩下那些中阶级别的军官更不要想靠近了,海帝见那位焦黑少将无法动弹,立刻用意念将他给提了起来,从那些倒下的军官们的身体上踩了过去,快速的与莫凡,木白会合。 他们抓了少将。 萨斯军统。 穿着鹤黄色军装的几名兵器法师有些失了方寸,他们哪里会想到对付几个年轻的法师竟然会这般狼狈,更想不到他们会对少将下手。 他们的这位钢马少将可是重要人物,修位虽然不高,确立下了许多战场功劳,看到少将被擒走,就连空中那位超阶实力的萨斯军统也有些抓狂了,朝着地底下的部下们用埃及语言破口大骂。 萨斯是这支军队里实力最强的人,但他的修为其实和瓦尼不会相差太大,两人都是一系抄接,即便萨斯的功底会比瓦尼扎实,一时半会也拿不下这个模具,魔器层出不穷的家伙。 瓦尼也不笨,看到莫凡和海帝竟然抓了对面一个关键人物,为了不让这名军统萨斯去救援,瓦尼使尽浑身解数来拖住这名萨斯军统。 莫凡,你的狼群快消失了。 木白说道。 魔能消耗的速度非常快,召唤兽朝强大归强大,却也有他的限制。 白色巨狼率先消失,他们周身出现月白色的裂痕后,便在一阵闪烁中返回到了益次元空间里。 没有白色巨狼冲撞,那些军法师们很快又重新组成了方阵,成片成片的兵器魔法夹杂着狂躁的风盘一同袭来,风沙的浑浊与冰冷的雪白将莫凡,海帝,木白不断的逼退,完全没有可能再靠近被冰冻在前方的赵满炎众人。 先撤,有这个家伙在,他们应该不敢对赵满炎他们怎么样? 莫凡可不是一根脑筋。 他们这支军队被自己打散了亏打散了,战斗力依旧强的可怕,高阶级别的军法师就有机实位,剩下的那些中阶脚脚者更是组成一个又一个的魔法方阵,那些魔法方阵一般都是带有特殊效果的,要么可以不断叠加威力,要么就会在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产生更可怕的附加效果。 要是队伍其他人没有被阴,被冻住,他们跟着支军队还勉强能够较量一番,赵满炎的防御可以确保莫凡完美的施展他魔法炮台的毁灭力,奈何赵满炎有的时候智商确实感人肺腑。 瓦尼还在和那家伙斗着。 海帝指着天上说道。 不管他。 莫凡很没有情意的说道。 三人果断带上阿帕斯和俘虏的少将撤走,背后仍旧一波接着一波的魔法追击过来,木白和海帝两个人站在莫凡身边,为莫凡抵挡下这些能量。 他们两个都有受伤,主要是对面人数太多了,其中那些暗影系法师,风系法师,土系法师又格外的阴险,不断的给他们的魔法星座制造麻烦,很多技能都不能够完整的施展。 木白,我用瞬息移动。 海帝剑后方有一股庞大的火系能量涌来,立刻严肃的对木白说道。 使魔法阵效果的猎拳,木白也吃了一惊,这些军法师的战斗力未免也太恐怖了,都被白色巨狼和雷暴轰成那样了,他们竟然还能够凝聚出这么强大的烈火。 说归说,木白已经站到了后面一些,他将意念扩散在空气中,凭空凝结出了众多如同钻石一样的冰晶。 这些钻石冰晶出现的相当有规律。 相互之间组成了众多个八边形,随着木白目光焦距在前方的沙坑位置,那些在空气中的冰晶与冰晶之间快速的冻结出厚厚的冰晶来。 一个个八边形冰块又相互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最后连成了一块如冰山之面一样宏伟高耸的八角冰盾。 袭来的魔法阵烈火正好扑入这面冰山墙上,冰盾背影的通红一片。 这冰盾明显非常坚固,即便受到这么强大的烈火狂轰,短时间内也没有看到它有被烧的碎裂迹象,甚至之前滚滚而来的火焰热浪也消失了,这让海帝有了充足施法时间。 瞬息一动,海帝放心下来,开始构架起了一个更大的空间系星座来。 银色的绚丽星座将四人都笼罩进去,随着星芒爆药,晶莹的粉尘如幻影泡沫落下,又在没有触碰到地面之前溶解在空气中。 下一秒,五人已经出现在了更远处,莫凡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木白的那强大八角冰盾居然坚挺了很长时间,这又给了莫凡继续施法的时间。 我来。 莫凡说道。 背后的魔法根本没有停止,火系,兵系,风系还有少量的雷系,这些魔法当个其实威力都不怎么样,以它们的实力闪躲起来更是轻松自如,可当它们组成一个五颜六色的魔法语降临时,那枪林弹雨的滋味可不好受,木白和海帝已经伤势不断加重了,莫凡为了保护好阿帕斯,背部也被一道灵力的冰锥给刺中了,冰冻的伤口在快速的恶化。 莫凡在接力,瞬息一动完成之后,五人再一次远离了那些军法师们。 敌人数量多,可以形成庞大的魔法火力压制,但它们也有一个诟病,那就是行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 两个瞬息一动之后,它们五人已经到了火力压制的范围边缘了,在狂奔上几百米,那些埃及军法师们已经有些鞭长莫及了。 乖乖束手就擒,我们兴许会对你们手下留情。 现在把我放了,将小美肚杀交出来,我们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你们这样激烈的反抗,就是在与我们埃及军队作对,和我们埃及军队作对的都会死得很难看,钢马少将威胁道。 这家伙已经被莫凡的雷暴给轰得全身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要么溃烂,要么焦黑,论实力这位少将貌似还没有天空中那位风细菌捅萨斯十分之一。 在军队里确实有一些实力不强仍旧身居高位的人,莫凡之前就看到萨斯在做出决定前稍稍低下头询问了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于是雷暴之后,莫凡就盯上了他,这也是唯一保障赵满延小命的办法,天知道这些家伙会不会直接将他们全部宰了,来掩盖他们丑陋行径。 啪,莫凡毫毫不客气的一巴掌甩在这钢马少将的右脸上。 钢马少将的脸本就被垫浇了一大片,莫凡这一巴掌险些将他脸上的皮给彻底打烂。 什么达官贵族莫凡没有见过,在自己国家的时候,莫凡就什么职位的人都敢踹,这埃及一个少将也敢在自己面前装大爷。 狗杂种,有那个功夫和我们玩这种阴谋诡计,怎么不去战场上好好杀敌,将无辜的女孩拿去喂养美杜莎,这种畜生不如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还配称自己为军人,莫凡完全不解气,为了让这家伙看上去两边对称一些,于是又是往这家伙左脸上甩了一巴掌。 莫凡这恶魔体质,不动用魔法奏起人来一样狂野,打得这钢马少将门牙都掉了两颗。 哈哈哈哈,小子不管你是谁,我想你都不可能活着走出埃及了,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和什么人作对,这个钢马少将倒是硬骨头,被莫凡这样打也依旧在说狠话。 莫凡,等我们安全了一些,让我来几拳。 穆白剑这家伙如此猖狂,脾气也上来了。 等把老赵捞出来,就找个地方把这败类给活埋,让他尝尝被穆乃生丝活吃的滋味。 莫凡说道。 第1546章 饲养敌人 沿着百戈大地更深的方向一路狂持,军队渐渐的被莫凡等人给甩在了后头。 要想留下一名瞬息移动掌握极其熟练的空间系法师本就是困难的事情,更不用说像莫凡和海帝这样相互借力,第三级别的瞬息移动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将敌人甩得很远,即便那只军队里有不少会飞的人。 对莫凡等人威胁最大的估计就是那名抄接法师萨斯了,萨斯和瓦尼不知厮杀到了何处,反倒是让顿走的莫凡,海帝,穆白,阿帕斯四人少了不少的压力。 大概过了有近半个小时,连那些在空中追过来的军官们也被甩开了。 倒不是这些拥有风之意和一模具的军人速度慢,而是这些家伙其实这样零零散散的一些追过来,莫凡一道暴躁的晴天霹雳就能够让他们灰飞湮灭,连续几次之后,那些会飞的军官们就完全不敢太靠近了。 莫凡和海帝都可以瞬息一动,这些人要不能够跟鹰笋那样时刻盯着,转瞬间就会找不到人,整个百戈大地也不是到处都是平坦的沙地,一些起伏,一些山坡,一些沙漠植被都是有的,找个藏身之所不算太困难。 大概甩开了军法师一个小时过后,木白发现在他们身后大概有一公里的距离处,一名在硬土大地上风驰电掣的人影正快速的追了过来,这家伙的速度倒是让人看得有些心慌。 是瓦尼,这家伙也跑出来了。 莫凡认出了此人来。 没多久瓦尼便到了众人面前,他英俊的模样早就邋遢的不成样子,身上的衣裳破烂不已,背上,胸口,腿部,肩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火焰坟的,强光灼的,冰霜冻的。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不仗义,瓦尼灰头土脸的,带着一丝怒意。 我们再不走,就要全军覆没了,那样对大家都没有一点好处,抓了他们一个人质,我们才有周旋的余地。 莫凡说道。 我没说这个,你们要撤也跟我说一声,我差点死在那群暴躁的军人手上。 瓦尼大吼道。 哦,哦,我以为你看到我们撤退了,而且你是抄接法师,你打不过他们那么多人,要离开应该不是困难的事情。 莫凡说道。 瓦尼一肚子火,可他也知道现在不是搞分裂的时候,他的学生们被埃及军队的人给抓了,荒郊野外孤立无援的,他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先疗伤,伤口恶化你可能会丧命的。 海地提醒瓦尼道。 瓦尼这才气喘吁吁的坐下来,正要从包裹里取一些药物时,却发现自己的压缩背包也因为战斗的时候被轰烂了。 不只是背包,他的随身物品也粉碎了,在这埃及他估计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身份证明都没有,跑大使馆都没人理会自己。 给,看在你功劳不小的份上,省点用,这东西很贵的。 莫凡取了一瓶元素药剂。 元素药剂是帕特农神庙特有的,火系。 光系,兵系这些会蔓延的伤势都可以用元素药剂来治愈,帕特农神庙才正出现一些亏空的时候,多半就会把这些药剂拿出去卖一波,没多久就能够补上来。 这种药,心下给莫凡准备了一折皮带,瓦尼这次确实帮助大家顶住了大压力,不然很难可以拿下这个钢马少将,他不能丧失战斗力。 谢谢,谢谢。 瓦尼看到莫凡都掏出了这么昂贵的药液来了,情绪渐渐缓和下来了许多。 你好像很多这些帕特农神庙的圣药。 海帝有些疑惑的问道。 能够获得这些稀有药物,多半似的在帕特农神庙有熟人,海北市神女殿内的。 海帝是对帕特农神庙没有一点好感,甚至跟绝大多数阿尔卑斯山学府的传统法师一样,仇视着一直打压他们的帕特农神庙。 他同养习是,木白刚要说出口,却被莫凡狠狠的瞪了一眼。 同养习? 同养习是什么,海帝对这个词完全陌生。 我们先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事上吧,看来在喂养着小美杜莎的那些法师确定是埃及军方了,也不知道是某个将军所为,还是这件事其实埃及上层都是清楚的。 莫凡认真的分析道。 本以为和妖魔勾结迫害人类的事情只有黑教廷才做得出来,可惜一些人是不断的刷新莫凡的世界观。 他们明明在和蛇蝎族战斗,整个开罗郊外全是蛇蝎,为什么到头来还去喂养这种蛇妖统治者,这不是养虎为患吗? 海帝完全无法想明白这个逻辑。 饲养敌人 一头小美杜莎便是未来的君主,君主的力量本就可以给城市带来毁灭性灾难,更别说君主所号令的庞大妖魔部落了。 阿帕斯,你还知道些什么吗,他们有没有说过把你们扔到小美杜莎那里的原因? 莫凡询问起阿帕斯。 阿帕斯摇了摇头,他知道的很少,那些靠近小美杜莎的军人也是从来都不说话。 会不会是埃及党派之争? 瓦尼说道。 党派之争勾结妖魔,开罗要是战败了,估计对哪个党派都没有一丁扁好处吧? 莫凡说道。 党派之争还不至于做到这份上,这种行为跟黑教廷没有任何区别,党派是为了统治,而不是被人神共愤。 小美杜莎现在也落到了军队的手中,我们的舌童诅咒解不开了。 木白叹了一口气。 忙活了这么久,最后被军队给阴了,果然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并不是妖魔。 我们先想办法进城,然后联系一下芬娜。 莫凡说道。 哼,那位女将军指不定也是败类中一员。 瓦尼说道。 不至于,我相信他并不知道这件事,要想把老赵他们救出来,还要靠他。 莫凡说道。 和芬娜在战场中厮杀过,莫凡相信芬娜的人品,他不会与这些喂养小美肚杀的军人同流合污的。 我们可以等这家伙醒了,严刑逼问一下,不是吗? 海帝忽然间只着地上跟一条老狗一样的钢马少将说道。 莫凡和木白都愣了一下。 对呀,费那个劲瞎猜什么,他们手头上还有一个关键的人质,就不信他真是一个硬骨头。 第1547章 军队首脑 在开罗面向集赛的方向上矗立着一座方塔,方塔绝大部分是由特殊材质的玻璃精组成,在阳光烈日的照耀下,方塔却不会反射出那让人无法直视的闪光,反而会将这些光辉吸纳进去。 到了夜里,幽兰的明辉笼罩着大地的时候,这座方塔也将可以释放出经过了无数倍加强和蓄积的光线,这些光线虽然起不到杀死亡灵的作用,但是却可以让明辉的效果短暂消失。 古都的亡灵是依靠死气在行动的,埃及的亡灵则是明辉,明辉不能够普照的区域,亡灵便无法侵入。 开罗很多次遭到了数量庞大的亡灵攻击,包括这次来自于第二大金字塔海夫拉的暴躁来袭,有几次都是依靠着方塔窗阻挡了突如其来的亡灵攻势。 这几天,亡灵陆陆续续的出现了,蛇妖一族和摩歇一族却没有因此丝毫减少,整个开罗无时无刻,每条街道都有男人们在讨论着外面战场的事情,最初的习以为常渐渐的没有那么稳固了,一种猜疑,不安的气氛笼罩在了开罗。 方塔可以算是开罗最值得信赖的保障了,而整个漫长的战争才刚开始,就迫使开罗政府动用了方塔,民众们又不蠢,局势有所变化通过这方塔便可以判断。 方塔上,有一个类似于小型金字塔形状的指挥部。 指挥部里,军统萨斯笔直的站在空旷无比的大厅中央,相隔大概有近三十米的窗前是一个半月棱角长桌,长桌一共设有五个位置,正是开罗军部的五位首脑的席位。 指挥大厅里一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萨斯,低着头一声都不敢吭,另一位是坐在最中央大手脑位置上的一名中年偏老者,黑铜色的脸,满是老人文,看上去像是一位快要哭死的树木,没有任何的生气,但他那双完全黑色的眼睛,锐利的让萨斯连对视的勇气都没有,看上去像一头危险无比的野兽。 你现在明白你为什么还是一名军统了吗?冷谋首脑语气凌厉的说道。 属下大意了,没有想到他们之中有抄接,更没有想到,萨斯说着。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告诉过你多少倍,这个世界是掌握在用脑子的人手上,不是像你这样除了有一身勉强能看的修为之外一无是处的东西,冷谋首脑狠狠的骂道。 萨斯不敢说话,身躯纵然占得军人一样笔直,可放在大腿两侧的手仍旧在轻微的颤抖着。 也幸好是一群年轻小辈,也是无意中干涉到了我们的事情,不然你的脑袋已经在我酒窖下浸泡着了。 冷谋首脑说道。 是,是,那么钢马少将,萨斯低声说道。 既然他们的人在我们的手上,量他们也不敢对他下杀手,只是欧洲学府,不算太好敷衍。 你抓的那些人还活着吗? 冷谋首脑问道。 都活着,属下发现这群人实力极强之后便不敢轻易灭口,想先请示您。 萨斯急忙说道。 你手底下应该有几个身份不明的发泄容器吧? 冷谋首脑说道。 这个属下没,萨斯急忙想否认。 哼,你有什么怪癖你以为我会不清楚吗? 小美杜莎现在估计很愤怒,该怎么做你自己清楚,安抚好小美杜莎,再去把逃掉的那几个给处理了。 冷谋首脑说道。 他们逃得太快,属下的军队可能没法找到他们。 萨斯说道。 我会派人去处理那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你写一份出巡遭到不明匪徒袭击的报告上来,免得哈肯那边发现了你撕掉部队的问题。 冷谋首脑说道。 是,还是首脑想得周到。 萨斯说道。 冷谋冷哼一声,正要接着说下去,指挥厅外传出了军阙的声音。 萨斯立刻转过身去,发现大门被人给推开,身上披着一件快要拖拽到地面上军袍的矮小老者往这里走了进来。 萨斯看到此人,急急忙忙的行李,动作看上去有些慌乱紧张。 矮小老者看都没有看萨斯一眼,朝着半月冷脚桌走了过去。 萨斯将头转了回来,却发现冷谋首脑这个时候已经从正中央的主位挪到了最边上的那个位置,矮小老者身材勾搂和冷谋首脑对比起来相差甚大,可矮小老者却静直到了正中央席位,往上面一坐。 这一坐,矮小老者似乎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他抬头看了一眼旁边的冷谋首脑,带着几分讥讽意味的道,你倒是挺喜欢这里的。 开罗几十年来已经耗尽了你的所有精力,你是时候该到没有硝烟,没有明光的地方养养狗,养养鸟儿了,你现在是和跟这些小动物们打交道,而不是动不动就有摧毁我们城市的凶残之物。 冷谋首脑说道。 我记得十年前,你还只是一位少将的时候,你的那份毕恭毕敬让我一度觉得你确实诚恳,光明,可自从你也坐在了这里,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给蒙蔽上了眼睛,污染了心,到底是什么让你变成了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好奇。 矮小老者语气平静地问道。 大概是因为某些人的无能,大概是民意真正的选择,大概是岁月确实会剥夺勇气与战役。 冷谋首脑说道。 原来如此,这场战役结束之后开罗仍就可以相安无事的话,你下次再坐我的位置,我便不嫌弃上面让我不舒服的余热了。 可是,你指挥的战区好像一团糟,我独自去街道上买了一杯茶的时候,听到的也是不少人在议论你那愚蠢的强攻决策。 我有一位门徒,他不幸分配到你的先锋战队里,战前他信誓旦旦的跟我保证会回来为我庆祝我的生日,可昨夜我少了一份他的礼物,没有听到他爽然真诚的笑声,我只好吃掉了本留给他的那份蛋糕,尽管多次甜食会让我更快死去。 现在,你卸下你的伪装告诉我,你是在战前便知道他有去无回吗? 矮小的手脑平静的叙述着。 我不过是一次尝试,果然他带给我惊喜,成功窝囊的死在了那群木乃伊的手上,既然如此我就只好派我的心腹顶上了他的位置,我的心腹执行的任务也不会比他轻松,可往往我的人能活,能完成任务。 冷谋手脑说道。 是啊,说来也奇怪,妖魔们总是对你的人比较友善。 矮小的手脑哈肯感叹了一声。 下一波亡灵会与妖蛇们一同前来,这次作战的指挥权还是交给我吧,您好好祭奠一下你的门徒。 冷谋手脑说道。 这可不是由你与我说的算。 对了,昨天你派了一群人出去巡逻,我的人看到了萨斯的军队与一些有魔法的人交火。 矮小的手脑问道。 回大军手,属下遇见了一群别有用心的匪徒,质问他们身份时,他们都没有给出合理的身份, 想要将他们带回时,他们却忽然朝我们发动了攻击,我们只好将他们缉拿。 萨斯急急忙忙解释道。 哦,那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了。 矮小手脑说道。 是,小事情。 萨斯连点头。 芬娜将军的报告你看了吗? 矮小哈肯手脑问道。 看了,纯粹天方夜谭,我否决了,并训斥了他一顿。 冷谋手脑说道。 确实有点荒唐。 让这种立了一点小功劳的边赛参谋到开罗主城来当将军确实是非常愚蠢的决定。 冷谋手脑说道。 他只是没有什么施展才华的机会。 他以为埃及能和平,这就是最可笑的理念。 冷谋手脑说道。 伊森,这理念并没有错。 哈肯军手说道。 开罗西郊,莫凡,海地,木白,瓦尼,阿帕斯不断的在安安全防线几公里附近徘徊着,黄昏又快要到了,蛇妖们的活动将变得更加频繁,他们的蛇童诅咒正疯狂的发作,时常有一些低级的蛇妖莫名其妙的就出现在了他们活动处。 该死,军队竟然通缉我们,可以进入到开罗的地方都有军队在把守着,我们只要赶进城就会被团团包围。 瓦尼无比恼怒的说道。 被人类拒之城外,蛇妖们又开始步步紧逼,他们几人陷入到了大困境之中。 怎么可以这样荒唐,明明我们是受害者,到头来我们变成了一群身份不明袭击军队的匪徒。 海地更是感到愤怒,他从没有想过政府军队也可以如此颠倒是非。 早该想到了,现在我们得想个办法穿过那些军方进入到开罗,然后把事情告诉芬娜。 莫凡说道。 到处都是守备,平常还好,现在是战时,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让我们穿过的。 木白说道。 总会有一些疏漏,开罗那么大,一些地方设防薄弱的话,以我们的实力要闯进去不是不可能,倒是对方的势力比我们想象中的强大很多,看来这钢马少将也没有吓唬我们。 莫凡说道。 一个开罗城市应该是由非常多个军部在镇守着的,短短一两天时间所有的军部都通缉我们,我们得罪的家伙不止是一位将军了。 木白说道。 第1548章 进退两难 钢马少将靠在一根老树桩旁,看着有些无处可去的莫凡等人,反而在那里笑了起来。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现在知道自己在和什么人做对了吗? 你们现在唯一一条活路就是把我伺候好,把那个小丫头交给我,好好的送我回军队里,那样你们还有一点活路。 钢马少将狂妄地说道。 莫凡进不了开罗,想要离开开罗也很难,蛇妖们虎视眈眈,基本上一离开了开罗外交地带,必定被蛇妖们给团团包围,一方面是小美杜杀的事情彻底惹恼了他们,另一方面蛇童诅咒会不断地吸引蛇妖过来。 走也走不掉,进也进不了开罗,而且时间再这样拖下去,蛇童诅咒会变得更强,到时候蛇妖们要找到他们就更容易了。 你是不是骨头又痒了? 莫凡走到钢马少将面前质问道。 钢马少将有些怕莫凡,莫凡的黑暗物质折磨起人来那个叫声不如死,钢马少将虽然没有说什么大的秘密,可他也不想再被虐待一遍。 要不,我们把这家伙送回去吧,我的几个学生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瓦尼犹豫了一会开口说道。 他作为实习老师带队出来,学生要是有什么事情,他肯定要负全责的。 在军队对他们进行全方面通缉的时候,瓦尼就有些发慌了,他是抄接法师没错,可他就是一位没有太多实权的老师,和那些真正的将军,军司比起来,毛都不算了。 什么人可以得罪,什么人不能够得罪,瓦尼清楚得很。 现在他觉得自己确实是摊上大事了。 把他送回去。 你真以为埃及军方会对我们宽大处理,他们可以问都不问我们的身份就对我们出手,就说明他们根本不在意我们是谁,直接灭了对他们来说更保险省事。 莫凡说道。 妥协。 妥协就等于你将自己的性命,尊严交到了别人的手上,这可是莫凡最不喜欢的方式。 可是我们这样耗下去也还是死路一条,如果来的只是一些大蛇那倒还好,等红蛇美杜莎找到我们,我们就真的完了。 瓦尼说道。 还是这位老师有点脑子。 放心吧,你们是欧洲学府的人,我们军方没有必要去惹怒这样一个大校方。 你们把看到的事情忘掉,把这个女孩交给我们,我绝对保证你们安然无恙的离开埃及,甚至你们需要的考核资料,我们军方可以以军功军章的方式交到你们校方手上,让你带着我们的荣耀回学府。 钢马少将说道。 你给我闭上嘴。 莫凡朝着这家伙胸前就是一脚,踢得钢马少将险些吐出血来。 你这是做什么,折磨他对我们也没有好处,我觉得流条后路不算是坏事。 瓦尼说道。 莫凡没理会瓦尼,他朝着高处走去,此时太阳完全吸血,等到了黄昏时刻便是蛇妖一族最活跃的时候,蛇童诅咒也会蔓延几分,相信那会又是一场血战。 阿帕斯半蹲在高处,他眼睛注视着红彤彤的斜阳,一张小脸被印得娇艳无比。 只是,他那双干净美丽的眸子里没有什么太多神采。 大哥哥,我是不是给你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阿帕斯小小声地说道。 钢马少将的话阿帕斯也听到了,整件事其实也是因他而起,埃及军方可以放过莫凡这些人,毕竟他们的实力和背景也不算简单,但军方是绝不容许他这个特殊的人活着离开的,饲养小美杜莎的事情,绝对不能被任何人知道,公布出去,埃及和国际都会掀起轩然大波。 比你大的麻烦我遇到的都多,这点不算什么。 莫凡拍了拍他头发乱糟糟的小脑袋。 阿帕斯缓缓地扬起脸来,就那样盯着莫凡看。 他看了很久很久,看得莫凡都有些尴尬了起来。 阿帕斯确实长得很好看,莫凡第一次见到他,也被他的容貌给惊艳到了,所以越发肯定他是小妖精美杜莎,清纯中带着妩媚,明明是一个干净无比的少女,透出来的气质却格外的诱人。 莫凡移开了目光,免得自己那被勾走的神情表现出来。 哥哥是喜欢我吗? 阿帕斯认真的问道。 啊? 你怎么会这么问? 莫凡愣了一下。 你不喜欢我的话,为什么要保护我呢? 阿帕斯接着问道。 莫凡被这问得有些好笑,于是解释道,这跟喜欢与不喜欢没有关系。 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所痛恨的便是这种残忍,丑陋的事情,尽管这个世界到处都有这样的,我也不可能像一个正义勇士那样一个个去消除,但既然遇到了,就不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哦,哦,就是说这和阿帕斯无关,即便是别人,大哥哥也会这样做对吗? 阿帕斯问道。 差不多吧,但这也是一个看脸的世界,长得好看的,我会态度更认真一点,信念更坚定一点。 莫凡说道。 海帝就在不远处,本来听到莫凡上一句话还格外触动,对莫凡这种流氓又有了一次大改观,哪知道这后面的话让海帝又坚信,这家伙仍旧是一个彻头彻尾流氓。 这是最后一瓶了,可以让我们安全度过今晚。 莫凡走了过来,将一瓶调配有些稀释的药水递了过来。 莫凡临时用一些材料配置了类似于压制舌筒诅咒的药剂,只可惜这也只能够拖延一些时间,不能彻底根除舌筒诅咒问题。 今天先好好休息吧,明天估计少不了战斗,养好精神。 莫凡说道。 莫凡点了点头,他们这几天来都没有怎么休息,还被军方的人创伤,一直熬下去只会把身体拖垮,精神崩溃。 大家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黄昏到来,蛇群并没有找到他们,这说明木白调配的临时药剂还是有效的。 他们确实很累了,之前被蛇童诅咒折磨不说,为了抓小美杜沙也是时刻神经紧绷着,更致命的是被军方攻击,勉强坚持到现在,却依旧被军方和蛇族给扼住喉咙。 第1549章怒火莫凡 莫凡闭上了眼,用黑暗物质布置了一个大圈,形成了一道警戒线,若是有什么东西靠近他们,黑暗物质立刻就会反馈到莫凡这里。 如此,莫凡就可以安心睡一觉了。 木白,海帝更快靠着岩石睡去,瓦尼一样累得不行,发出憨声躺在一堆沙子里。 阿帕斯靠在莫凡旁边,像一只小小的流浪猫,呼吸轻微。 被束缚着的钢马少将早就魔能全空,根本够不成任何威胁,倒也不需要太多的担心。 黄昏过后便是明辉统治的夜晚,从一百多公里外即在金字塔上释放出的这幽蓝色光芒遍布了这块百戈大地和城市,一生生令人心悸的嘶吼从地底下传出,这相对于平日里的群魔乱舞响彻夜空的焦鸣导要清净几分,可这往往是亡灵大军和蛇蝎大军。 在悄然屯兵的征兆,最多不过三天,大战就会爆发,到时候整个开罗都会随着被践踏着的百戈大地一起颤立。 没有蛇童诅咒的干扰,莫凡这一觉睡得很沉。 在熟睡里,有一种莫名空空的感觉缠绕在心头,让莫凡几次想要强迫自己醒过来。 可他真的太累了,疲倦无比的身子没让他被这种不真实的直觉给吵醒。 大概到了下半夜,温度下降的厉害,莫凡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跟自己一样拥有这么健壮的体魄,小阿帕斯很可能会被冻死。 他醒了过来,想将这头小猫楼进一些,帮他度过这种无孔不入的寒气。 手一揽,旁边却是空的。 莫凡猛的醒了过来,仔细往旁边看去,阿帕斯根本没在自己身边。 这几天,阿帕斯都格外的依赖自己,他总是躲在自己的手臂旁边,好像除了这里就没有任何安全之所,睡觉也是如此。 可他现在不在,莫凡立刻涌起一阵不好的预感。 莫凡站了起来,朝着周围扫了一圈。 一股怒意在莫凡胸中猛的燃烧了起来,他特意扑下黑暗物质,防止外人靠近疲惫熟睡的自己,却忽略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这个队伍里有人根本就是一个耸祸渣渣。 瓦尼,要是阿帕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会把你从欧洲学府揪出来踩碎你的头盖骨,莫凡浑身力气到了极点,附近所有的黑暗物质如同鬼诈的士兵尘徒汇聚到了莫凡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可怕至极的魔影,笼罩在莫凡的身上。 木白和海帝被莫凡的怒火之语给惊醒了。 怎么了? 怎么了,木白见莫凡整个人处在一个阴冷可怕的状态,也被吓了一跳。 阿帕斯,瓦尼,钢马少将都不见了。 海帝惊呼道。 木白扫视了一圈,确实没有看见这三人。 他很费解,大家熟睡归熟睡,却没有放松一丝警戒,到底是什么人实力如此通天,悄然无声的把人全带走了。 不对,不对。 那人真的强大。 为什么不顺便把他们三个也处理了,木白可不相信被识破了这样丑陋事件的军方会如此好心的放过他们三个。 是瓦尼,他把人都带走了,木白愕然的问道。 怎么会,他不是欧洲学府的实习老师吗? 海帝有些不敢相信道。 这个身份不妨碍他是一个残渣。 莫凡胸剧烈的起伏着。 莫凡知道瓦尼是一个不值得相信的人,可也没有料到他如此轻而易举的相信了钢马少将的话。 他自己不想惹事,不想得罪他无法招架的势力,莫凡不会这么愤怒,那是个人的选择,可他带走了阿帕斯,这莫凡无论如何都无法容忍。 难道瓦尼不知道,军方现在最在意的根本不是他们,而是阿帕斯。 阿帕斯活着,意味着他们的丑陋将被揭开,民众的讨伐,国际的讨伐,一旦事情彻底败露,无论背后的那个人势力有多通天,都会请客兼瓦解,被唾弃到无处藏身。 军方可以碍于欧洲学府,给瓦尼等人一条活路,只要他们绝口不提此事。 军方也可以放过莫凡这群人,只要他们忘记所见所闻。 但唯独一个人他们绝不会放过,即便灭口欧洲学府成员,灭口莫凡这几个身份非同一般的人,他们也不会让他活着。 他的存活,便是最大的罪证,没有了罪证,任凭欧洲学府,莫凡等人空口痛诉,那都不会被人相信,唯有阿帕斯,将他的精亲口说出。 军方的目的是阿帕斯,阿帕斯比小美杜莎还重要。 开罗与海夫拉金字塔在交战,军方变成了城市与国家的希望,所以哪怕埃及整个军方知道了这是某位大军方势力人所为,也依旧会从大局考虑让阿帕斯消失。 所以,无论如何莫凡都不会交出阿帕斯的,即便芬娜找自己要人,莫凡也绝不会给,芬娜的立场注定了他即便是一个正直的军人,也绝不能让阿帕斯动摇埃及军队。 现在阿帕斯已经被瓦尼这个残渣作为妥协的诚意送到了军方手里,阿帕斯跟死人没有任何区别了。 这就是莫凡怒不可止的原因。 木白、海地,你们先找地方藏起来,等布兰切。 莫凡对两人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 海地不解的道。 他可能已经死了,但我不会这样罢休。 莫凡说道。 莫凡不怕事,但也不至于去和一个庞然大物埃及军方对抗,阿帕斯还活着的话,一切都有余地,阿帕斯死了,莫凡不会放过那些参与这项丑陋事件的军人。 军方的人犯下任何的过错,都有军事法庭来裁决,任何势力和个人都没有裁决权。 叫莫凡现在不杀人,那比杀了他自己还难受,何况他的信念里就没有妥协,但杀向钢马少将和萨斯军统这样的人必定触怒整个埃及军方,埃及军方也不会放过莫凡。 事情很大,莫凡不希望他们两个牵扯进来。 莫凡,别以为就你有血性,我木白不是赵满炎那种贪生怕死之辈。 木白重重的说道,如果这一次什么都不做,以后我都将活在内疚中。 海帝很坚决的说道。 第1550章 硬闯 少岗森严,那些看似非常简陋的石少岗之间往往会有一层难以察觉的结界在保护着,只要有人靠近这里,少岗法师们立刻就会聚集过来。 这就是他们一直很难找到地方进入开罗城市的原因,但现在莫凡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他期望着阿帕斯还活着,不得不硬闯。 嗡! 就像刺耳尖锐的琴弦声,随着莫凡,木白,海帝三人一挂入到了少岗地带,警戒便想起来了,一束束至白的光从不同的少岗位置打过来,聚集在了莫凡三人这里,光芒刺眼的让人看不清周围的一切。 有入侵者 全员戒备 巡逻队的动作非常快,其中有几名军法师更是拥有他们专属的巨鸟坐骑,他们从那些少岗之中飞来,一个个虎视眈眈。 抱上身份,否则我们将对你们使用毁灭魔法。 空中,一位骑乘着红色巨鸟的大队长说道。 抱你奶奶,莫凡正在气头上,今天他就是要硬闯了。 手中燃起一道火来,被他直接抛向了空中。 莫凡出街魔法起手的速度相当快,第一道刚窜到空中,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便立刻跟了上去,这些伙子连在一起形成了长长的连珠火球。 轰轰轰轰。 连珠火球不断的在空中爆裂开,炸得那些拥有巨鸟坐骑的巡逻人员四分五裂,根本没有了任何阵型而言,其中一名军法师更是从空中跌落了下来。 红色巨鸟们的羽毛烧了起来,爆裂火蛇飞舞,迫使那些巨鸟骑成的巡逻法师们难以施展魔法。 混沌漩涡。 制白的光束严重影响着三人的视线,而且会让他们三个人在这些少岗中暴露无遗,海地动用了他的混沌系魔法,将那些制白光全部给吸收了进去。 制白光经过了混沌加成,当漩涡反转时,一道道更加粗壮着眼的光打回到了那些少岗法师们那里,他们刚刚酝酿出的魔法一时间不知道该往哪里扔了,一片白光之中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三个人还在不在那里,更害怕魔法扔到了他们自己人那里。 往这边走。 穆白在最前面,他的脚下涌起了一阵湍急前奔的大浪,他顺着这大浪冲向了前方的少强。 少强上有大概三十名军法师,可他们的修为都不算很高,在穆白掀起的这大浪面前显得格外渺小,连星鬼都不敢衔接害怕的往两边逃去。 快到少强时,穆白一个后翻,任由这股白色的大浪如野兽那样冲撞过去。 少强轻易的被这凶猛的大浪给拍倒,几名跑得慢的埃及军人更是被水给卷了进去。 攻击 不知是哪位指挥者大喊了一声,水浪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穆白的四面八方出现了大大小小不同的火焰。 火焰以一道炙热的火姿为主,其中还夹杂着不少粗大无比的猎拳狂拳,夜里的缘故,这些火焰的轨迹看上去格外清晰,数量也非常庞大。 灵警 穆白念出了魔法的名字,他双手慢慢的托起,一块一块厚厚的冰体镜悬挂在了穆白的周围,这些冰体镜错落开,看上去有很多没有防御岩石的地方,但随着不同距离不同高度的冰体镜呈现顺逆时针旋转,那些从各个不同角度飞来的火焰纷纷被阁挡下,没有半点火星落到了穆白的身上。 你们跟上,别和他们斗太久。 穆白说道。 莫凡收拾了天上那群法师之后看到穆白已经在开路了,立刻化作了一只银鸟跟了过去。 前面有一队人。 莫凡看到倒塌了的少强后面还有一队在那里,似乎就在等待着一些非法入侵者。 是风系法师。 海地能够感觉到前方气压正在骤降,他们在集体施展风系魔法。 风盘是一种即便不需要叠加魔法阵也可以壮大无比的技能,只要有足够多的风系法师一同施展,所形成的将是一个恐怖的风暴。 不会给他们施展机会的。 穆白冷哼一声。 手一指,盘绕在他周围的那些兵体竟忽然获得了一个极快的加速度,就看见这些兵体竟像是一片片放大版的兵片,凌厉的朝着那群酝酿风系魔法的队伍飞去。 刷刷刷刷。 那些风系法师们倒了一片,血花也剑洒了开,前一刻还是一支完成的队伍,在这些兵片飞逝过后就溃不成军了。 穆白掌控力倒也很出色,那些片状的兵径最多只是让那些风系军法师缺胳膊断腿,并没有伤及他们的性命。 不然以他的修为要秒杀那群低等级的军法师还是很容易的。 少岗法师们的实力是无法和精英队伍相比的,这群人根本阻挡不了三人前进的步伐。 更刺耳的警戒声音响起了,莫凡抬起头看着不远处的大军事堡垒,发现有几个拥有翅膀的身影正在朝着这里逼近。 看来少岗法师们很有自知之明,知道他们三个人强悍无比,已经第一时间通知更大的编队前来。 穿过这里马上进到城区。 莫凡对两人说道, 军队数量庞大,他们三个不可能一直跟他们打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乘着他们还没有大防备的时候强行闯进去,随后马上躲入到了城区里。 现在军队主要的精力是在妖魔大军的身上,不可能为了他们三个闯入者到城区里大动干戈,所以必须趁更强大的军队和更厉害的法师到来前进到城区。 城市边防离城区还有个五公里左右,这五公里原本是开罗的城镇,一到战时,这些搭建起来的城镇就会人员全体撤离。 所以这里满是粗糙的街道,粗糙的房屋,粗糙的仓库,与军方的人交火道也不用担心会误伤到一些没有魔法的人。 只是,在这片备杖外城里,还有很多个军事营地,现在最让人担心的就是他们在冲过去的时候会被某个很强的军营给堵住,埃及的首都,也不是那么豪闯的。 第一,1551张海夫拉的进攻 三人在空无一人的粗糙大路上狂奔,忽然一道白色带着紫光的闪电劈了下来,正好落在他们前方的一辆运货皮卡车上面。 整辆皮卡车立刻炸起,卷起了一团火焰,四分五裂的零件飞射向莫凡,海地,木白三人,强行逼迫他们停下来。 哼,在我凯隆守卫的地方竟然出现你们这几个这么猖狂的东西,看你们都还年轻的份上,我给你们一个自首的机会,若等到我出手,就别怪我将你们这几个小家伙给就地处决了,作为这里的守卫长,我完全有将你们直接击毙的权利。 一座高大的铁皮厂房上面,一名中年男子全身闪烁着白色与紫色交织的电光。 男子说着话时,在宽广的十字路口附近,分别出现了四对军法师,都是由三十个人组成,虽然还不是一群精锐法师,但要比之前少岗新兵们强上许多。 守卫长,不少少兵兄弟们都受了重伤,就不要跟他们再多说什么了。 无视开罗法律强闯封锁之地,就是对我们军队最大的蔑视。 在地面上,另外一名身穿着灰色便衣的军官说道。 那个女的交给我。 灰衣军官的旁边,一名披头散发的女人说道,她语气里透着几分妖气和高傲,本来还想梳洗澡税,没有想到还有这么不长眼的人挑衅我们男军少,难道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在前线,越来越多人不把我们男军少放在眼里了? 你们其他人在四个方向守着,不让他们像老鼠一样乱窜便可以了。 沙特,你解决掉那个兵器法师,他旁边的交给我,沙密,哦,你已经有你的对手了。 凯隆从厂房仓库上跳了下来,他并没有让那四对军师插手,显出了强大的自信。 这三人慢慢的靠了过来,就站在了莫凡三人的前面。 那个头发湿漉漉的女军法师沙密非常大胆的朝着这里走了过来,眼睛盯着海地,语气里带着几分嘲弄,呀,你有我最喜欢的蓝色眼睛,等你死了之后,我要把你那漂亮的眼珠子收藏起来。 老子赶时间,滚你压的,莫凡看到这女军法师在面前卖弄风骚,顿时暴脾气就上来了。 手中握着一道闪电,闪电劈啪乱响,在被莫凡重重的抛出去时更在空气中凝化成一根粗壮无比的闪电之矛,电弧乱窜,在飞行的过程中更不停的鞭策着地面和两旁的楼房,强大的电力立场让路灯纷纷破碎。 女军法师沙密轻笑一声,身体在吐细魔法的波动下从容不迫地向后滑出了一段距离,避让开了莫凡这闪电之矛。 闪电之矛迟了一秒,落在女军法师沙密之前站着的地方。 我对你没兴趣,我说了我的对手,沙密看了一眼莫凡,眼中带着轻蔑嘲弄。 滋滋滋滋滋滋滋,闪电长矛触碰到地面后忽然间沿着街道大地释放出了恐怖密集的电灾之网,藏黑色如同无数巨型电蛮在一片区域里快速的穿梭。 沙密那句话还没说完,电灾就已经传递到了他的脚下,狂猛的雷电在他脚下炸开形成了一股极其强大的能量将沙密给轰飞了出去。 沙密从十字街道口一直被雷电弹飞到了道路尽头的一栋物资仓库,刚刚才精心梳理的长发彻底娇卷了,人也贴在仓库墙面上不停的抽搐起来。 那四队等着看好戏的军法师们沿着沙密飞出的轨迹望去,看到他们的头儿之衣不省人士,一个个呆若目击。 一招! 他们的女头头竟然就这么一招被解决了! 这个家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可恶,你竟然偷袭! 那个叫做沙特的灰衣军官勃然大怒,他化作了一阵凌厉的旋风刮了过来。 这家伙行踪飘忽,刚发现他到了面前,转瞬间又到了侧面,似乎在寻找一个合适他的死角。 你这种废物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 莫凡很生气,换作以前考虑到对方是军的人,自己挑逝在先,勉强给对方留点自尊心。 可现在莫凡真的没有那个耐心了。 双瞳有银色的光芒在闪烁,莫凡眼睛忽然间盯着这个叫做沙特的军法师所在的区域。 一个无形的凌空空间笼罩住了军法师沙特,像是一个透明的立方体牢笼,沙特原本速度奇怪,弯转着他的风系力量,可被莫凡的目光锁定之后,他的速度莫名的慢下来。 过了一会,沙特从飞踏着旋风变成了踩着风轨,再过了一会,沙特变成了很明显的奔跑,等莫凡那双眼睛的光辉绽放到极致时,沙特骇然的发现他在缓慢迟钝无比的步行。 空间系,实质。 守卫掌凯隆满脸诧异的说道。 沙特站在莫凡的空间律洞里,已经慢得快要静止下来了,最后被莫凡一道意念冲撞给打飞到了空中。 沙特口吐鲜血,随着他飞起而形成了一个红色小喷泉,那父辈蹂躏的凄惨样子让那些其他军法师们再一次被刷新了强大的认知。 剩下你一个了,是你自己滚,还是我送你滚。 莫凡抬起头看着守卫长凯隆。 凯隆从一开始出现所带着的那股子傲气与霸气才维持了很短的瞬间,这会他已经明白强闯这道防御的三名年轻人根本就不是什么鼠辈。 哼,空间系也未必是无敌的,让你尝尝我英雷的厉害。 凯隆作为军人,自然不可能退缺。 我给你施展三道雷的机会,你要是能够伤到我一根头发,我和我的同伴就在这里任你处置,不然你就带着你剩下的人滚远点,别浪费我的时间。 莫凡毫不客气的说道。 你别狂妄,凯隆怒了。 这家伙好歹是一个高阶法师,他描画出了七幅紫色的星图来,可以看到星座形成的同时一头紫色的星光鹰飞入到了天空中。 星光鹰在高空中泯灭,却引来了一道灵力霸道的闪电,这白色与紫色相间的闪电正像是一头俯冲而下的鹰,义无反顾的撞向了地面上的莫凡。 莫凡站在那里,没有用任何魔法来抵挡。 强壮的鹰闪电打在了他的身上,可怕的威力震得周围的人都耳鸣目眩。 石板地面碎裂开一大片,周围的铁皮门,玻璃窗尽数粉碎,偏偏遭到雷电最中心攻击的莫凡力在那里,就跟沐浴了一道阳光那般,没有任何的损伤,反而看上去还很舒服。 这,凯隆眼珠子都快要爆出来。 自己的雷电,对这小子无效。 还真的,真的毫发未伤,那些躲在更远处的队伍们也都没有怎么回过神来。 他们的守卫长凯隆可是雷系高阶法师啊,怎么会连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都伤不了。 再来,凯隆怒吼一声,再以寂灭死光来攻击莫凡,雷电光束带着极大的穿透之力,狠狠地打在莫凡的身上,而莫凡身上立刻泛起了一层苍黑色的雷电之罩,寂灭死光打在上面就彻底分解在了这件雷电罩衣上了,莫凡依旧安然无恙。 凯隆这一次彻底崩溃了。 已经不需要再施展第三次魔法了,这两个技能已经是他雷系最强威力的魔法了,他再使用别的也绝对没有用,凯隆现在百分百肯定对方拥有的是一种比他强大了数倍的魂雷,但让凯隆最难以接受的是,即便是魂雷自己也不至于连对方的一根头发都伤不到。 守卫长,你没事吧? 几名军人跑过来,想安慰凯隆。 凯隆好久才回过神来,看了一眼已经走远了的莫凡三人。 什么叫打击,这就是了,那种滋味跟自己一个普通肉身被大自然狂雷给击中了一样,自尊心灰飞烟灭。 第一次知道同级别的法师与法师之间的差距可以大到这种程度。 轰。 莫明,木白,海地正往城市里面赶的时候一声巨响呼的从绍港墙远处响起了。 莫凡拧过头去,发现之前那个大边防堡垒忽然倒塌了一大半。 借着那些有些微弱的魔法光芒,莫凡看见了一个庞大的身影,他正用尾巴摧毁着那座大边防堡垒。 没多久,越来越多大型的生物出现在了那个位置,原本要朝这里追击过来的有翅膀的法师们已经匆匆忙忙的调转方向,想要去拯救那座大边防堡垒。 发生什么了? 海地急忙问道。 好像是被一头大蛇腰给攻击了。 莫凡说道。 那正好,我们没有什么阻碍了。 木白说道。 大堡垒里的法师才算是军队里的强者,少岗法师,巡逻法师,守卫法师都不可能是莫凡这三个人中任何一个的对手。 本来没有遭到那群军人这样颠倒是非,看到这种情况莫凡都会出手相助的,本身他这人就喜欢打打杀杀。 但现在他不仅纯当没看见,更要感谢那些妖魔,帮助自己吸引了那些比较强大的军法师的注意力。 海夫拉金字塔似乎在今夜发动真正的进攻了。 木白说道。 第1552章一网打尽。 除了蛇蝎,埃及的亡灵和木乃伊们陆陆续续出现,开罗在应对蛇蝎一族的时候便已经有些焦头烂额,等到庞大数量又难以杀死的亡灵大军免来,也不知开罗能够守护住几寸土地。 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开罗有一半的城市都被亡灵给霸占了,经过了很多年的龟缩隐忍,才慢慢的把失去的土地给夺回来。 这一次海夫拉金字塔的明辉照耀得非常远,将整个开罗都笼罩了进去,同时也让遍布在集赛和百哥大地上的所有亡灵都给唤醒了。 明辉持续的时间越长,一些沉睡越久的老木乃伊便会苏醒,像开罗这种军事力量固然庞大富有经验,但只要多出一些法老,一样可能被不断地攻破防线。 算是脱了那些亡灵的福,那些军法师们没有去深追莫凡这几个闯入者。 身后还有一些巡逻法师在追赶,前方也零零散散地跳出了几对军法师,但只要不是由中阶法师组成的一个方队,基本上是无法对他们这三个高阶巅峰的法师造成什么。 强行闯进城市,比想象中的要顺利不少,当然,这也不值得他们沾沾自喜,因为接下去要闯的地方才是真正的九死一生作战指挥阵。 作战指挥阵是开罗的军事核心的了,能够进入这里的军衔至少是军官,军统都可以说随处可见。 莫凡,你确定他在作战指挥阵吗? 海地询问道。 嗯,我在他身上留下了一些黑暗物质,很淡很淡。 莫凡说道。 穿过了一片城区,莫凡三人顺利的甩开了军方的追兵,潜入到了城市里。 现在莫凡一刻也不敢当个,因为这样兴许还能够救下阿帕斯。 作战指挥阵就是分那当时带他们几个去的地方,跟随着黑暗物质,最终的目标正是指向那里,只是黑暗物质很微弱,莫凡根本无法确定阿帕斯是死是活,可如果莫凡是那群丑陋的军法师,阿帕斯肯定连尸首都找不到了。 我们先救赵满炎,有他在的话我们安全会更有保障。 莫凡说道。 与军方大打出手,被那么多魔法师给包围着的话,莫凡很难有机会酝酿出一些大威力的技能来,有赵满炎在身边护航的话,莫凡可以肆无忌惮地轰炸那些人。 可是我们不知道赵满炎在哪里。 木白说道。 我知道。 莫凡说道。 赵满炎身上是一直携带着国府徽章的,国府徽章是通过非常特殊的材质制作而成,很多隔绝魔法最多只能够缩短它的相互感应距离,不能完全屏蔽它们之间的信号。 赵满炎被关押的地方应该离阿帕斯不会太远,莫凡只要抵达那里相信国府徽章感应光辉就会亮起,把这蠢货先救出来,莫凡才没有后顾之忧。 作战指挥阵中心堡垒,地下室正是用来关押一些严重违反了军律的法师,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在这地牢下面还有一层监狱,某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就这里秘密进行着。 欧洲学府的人身份也算是特殊,萨斯军统不可能让他们被其他人知道,一群人被他关押在了这地下牢房里,每一间牢房都存在着强大的劲致,让被所在里面的人施展不出半点魔法来。 我的那些学生们没有事吧? 瓦尼焦急的询问道。 放心,他们都没有事,我们又不是一群匪类,怎么会对他们做过分的事情呢? 萨斯军统笑了起来。 哼,别让我再看到那个叫莫凡的小子,不然我非拔了他的皮不可。 少将钢马狠狠地说道。 钢马在莫凡那里受了不小的罪过,到现在都还疼痛不已,不过多亏了这个瓦尼实习老师实实物,最后把自己安全地送了回来。 往前走了几步,瓦尼立刻看见了牢房里,自己的几名学生无精打采地坐在里面,他们看上去非常憔悴,但身上除了一些冻伤之外倒也没有再遭到什么对待。 瓦尼看到他们安然无恙,顿时松了一口气。 都没有事就好,真要是死了一个两个,他这个带队老师就要被欧洲学府给开除了,不仅如此这几个学生背景也不小,他们的家族,势力肯定还会找自己的麻烦,即便自己将责任推卸给埃及军方,他们又不敢去找埃及军方的麻烦,到头来事情还得自己一个人背。 太好了,你们都没有事。 瓦尼走到了牢笼前,开口对他们说道。 瓦尼老师,你果然来救我们了。 看,我怎么说着的,指望莫凡这种人,我们没准蹲到头发发白。 加尔巴说道。 他狂妄自大,不是他惹怒了大木蛇,我们哪里会遭这些罪。 费烈罗说道。 赵满炎抬起头来,目光注视着瓦尼背后的钢马少将和萨斯军统。 赵满炎当时是被冰冻着,可他清楚的看到莫凡把钢马少将给抓了,目的就是为了保住他们这些人的性命,可现在钢马少将回来了。 用脚趾头想都能够想明白,一定是这瓦尼把人给偷偷送回来了。 这些麻烦了,莫凡手里没有了筹码,军方要是歹毒一点,随时可以把他们这群人给宰了。 赵满炎没有感到一点喜悦,他发现钢马少将和萨斯军统正在低声说着什么。 现在呢,把他们都放了。 萨斯军统压低声音问道。 你是猪脑子吗,当然不能放,把这个瓦尼也先送进去,究竟怎么处置等过阵子再说。 外面还有三个,看他们实力便知道身份也不简单,最好把他们三个也都拿下了再做处置。 钢马少将冷冷的说道。 如果要灭口,那就得全抓住,现在要是把人给杀了,另外三个人会立刻逃走,并将他们塑上国际法庭,虽然他们埃及军方根本就不怕国际法庭,但也会给他们惹一些麻烦。 真正的万全之策便是把人都拿下,灭口也好,放了也罢,全由他们说的算。 萨斯军捅看了一眼钢马,发现钢马的眼睛里已经露出了狠辣之光,看得出来若真的把人全部拿下了,钢马更倾向于把人全灭了。 第1553章 反目成仇 那先把这蠢货老师给关起来。 萨斯缓缓地抬起了手,命令身后跟随的几位心灵系,暗影系高手准备动手。 登登登登。 军靴踩踏在石地上的脚步声急促传来,一名身穿着同样白纱军衣的男子快步前来,走到了萨斯和钢马两个人的面前。 少将,有三人从南少岗闯入城内,并有伺候发现他们似乎正往作战指挥阵这里过来。 男子说道。 来得正好,我会把他夹在我身上的痛苦一百倍讨回来。 菲尔顿,把我的精锐队伍调遣过来。 钢马少将目露凶光地道。 钢马少将,您的精锐队伍前往了战区,现在大部分军队都前往了战区,镇子里不剩下太多的人。 男子说道。 海夫拉木乃伊已经出现了,方塔的曝光正在冷却,这次绝不能让亡灵们踏入安全地带半步,连首脑都亲自前往了战区,他为这次战役的第一指挥官。 他让您尽快处理掉这种事情,否则他一样对您不会心慈手软。 男子接着说道。 可恶,可恶,钢马少将像一头发狂的沸沸又尖叫又跳杂。 手脑既然为第一作战指挥官,那么他这位心腹必然可以在前线立下一个大功劳,到时候他很快就能够晋升成为真正的将军了,干掉那些处处和自己作对的家伙,谁知道会发生被俘虏的事情,害得他错失了这次战役的大好机会,他等这天可等很久了。 一定不会放过那个混蛋。 钢马眼睛里全是怒火。 我们这里人手不足啊,那几个青年的实力很强,尤其是那个召唤戏火戏法师。 萨斯说道。 萨斯作为抄阶法师,对莫凡那种人都有些忌惮。 哼,人手不够也没有关系,这件事不一定要我们出手。 钢马也是一个怪人,刚才还火冒三丈这会整个人就阴沉了下来。 萨斯有些疑惑,人不够的话,就未必抵挡得住那几个人,其他军部的人未必会愿意管这闲事的。 钢马朝着瓦尼那里走去,他拍了拍瓦尼的肩膀,脸上还带着一丝平和的笑容。 钢马少将,把我的学生们放了吧,我可以保证在埃及发生的事情我们会忘得一干二净。 瓦尼说道,他现在就想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瓦尼老师,我也想立刻把你们放走,可是我的上级还有一点顾虑。 你也知道,了解这件事的还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好像不太愿意配合我们,其实我们确实没有真要把你们怎么样,否则你也不会看到你的学生们现在安然无恙。 我有几个痴后兵,他们告诉我你的那三个同伴正在往这里来,看他们样子就不像是想和我们好好谈。 钢马少将说道,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把你送了回来,你也答应过我,瓦尼说道。 对对对,我是答应过你这些,可你也得为我们考虑考虑,要是那三个人惹出太严重的事来,我也没有办法向上级交代,我是一位少将,而能够一句话让我万劫不复的上级是什么人物我想瓦尼老师你应该也清楚。 钢马少将说道, 我们和他们不是一起的,钢马少将,你只管放了我们,我们什么都不会说,也和他们毫无瓜葛,你们想如何处置他们,我们也不会过问,就请你先放了我的学生们吧。 瓦尼急忙说道, 我猜也是如此,这样吧,如果你们真有诚意,那就帮我把他们三个拿下吧,你们欧洲学府的我是相信的,毕竟你确实把我送了回来,但他们几个,我看他们并不想好好谈,那也不能怪我们不仁义了。 钢马少将说道, 我们和他们没关系,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瓦尼有些为难的说道,那就替我把他们拿下吧。 放心,怎么处置他们由我们来,你们欧洲学府和这件事也不会有任何关系,只要你们替我将这三个俘虏了,我可以用诅咒读试来保证你和你的学员们安安全全的离开埃及。 瓦尼说道, 瓦尼老师,这些人把我们害成这样,我早就想要狠狠的收拾他们了。 加尔巴倒是很快站好了位置。 钢马少将,整件事都是个误会,我们根本没有想要冒犯你们军部的意思,这些家伙,还有这个家伙,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费烈罗这个时候指着赵满炎说道。 赵满炎见费烈罗把自己给卖了,顿时破苦大骂,我讨你全家。 哦,钢马少将挑起了眉毛,目光注视着赵满炎勾起了一个怪笑,原来他是和另外三个一伙的。 费烈罗 左威狠狠的瞪了费烈罗一眼。 费烈罗似乎也意识到问题所在,可一想到这些人给自己造成的麻烦和愤怒,再想到现在随时会死的困境,一咬牙,接着道,是,这家伙和他们是一伙的,就是他们提议去寻美杜莎之类。 很好,哈哈哈哈,钢马少将大笑了起来。 真是意外收获呀,钢马少将还以为这群人全是欧洲学府的。 把他单独关起来,给我先把他骨头给拳打断。 钢马少将指着赵满炎说道,你可知道你的好同伴是怎么对待我的。 至少你看上去还安然无恙。 赵满炎说道。 没事,我也会让你看上去很完整。 钢马少将说道。 几名士兵将赵满炎拖拽走,关到了另外一个牢房里,没多久便听见了那些带着兵属性的镣铐锁链的声音。 钢马少将,就别为难,左威有些不忍的说道。 左威,你闭嘴,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现在的情况,瓦尼有些发怒道。 左威被瓦尼的语气给吓了一跳,一时间不敢再发出声音了,牢房里沉静了一会,紧接着听到了不远处那个关押赵满炎的牢房里发出了什么东西被敲碎的声音,有些毛骨悚然,只不过没听见赵满炎的惨叫声。 想清楚了吗? 钢马少将质问道。 可以,请钢马少将遵守你的诺言。 瓦尼点了点头。 和莫凡、穆白、海地作对,那总好过跟埃及军方作对,尤其是他们这群人的生死还被捏在他们手上。 没问题。 等你们将他们处理了,我会用眼泪帮你们解除蛇童诅咒。 钢马少将笑容满面的道。 蛇童诅咒,好。 一提到这件事,瓦尼更下定了决心。 真正束缚着他们,让他们无法离开开罗和百哥大帝的正是这蛇童诅咒,钢马少将答应放了他们,还为他们解除诅咒。 那自己还有什么好顾虑的? 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废烈罗站了起来。 尤其是那个莫凡,狂妄自大,就让他们领教一下我们欧洲学府的厉害。 加尔巴愤怒的说道。 他们两个呢? 萨斯指了指在角落里处在昏厥状态的老雇佣兵查德和他弟弟本慈。 他们,他们也和我们无关,你们随便处置好了。 瓦尼说道。 呵呵,很好。 作战指挥阵里大部分都是坚固无比的军事宝。 一座座像是矗立着的钢铁支方山在黑夜里透着几分冷速与灵力,这些建筑物从高处俯视下去,正好呈现地阔式的三角形,被道路完整的切割着。 整个阵也是三角形,最外围有一条围绕着阵子的泥沙河,也一共有三个大门。 现在大部分参战的军官们都到了前线,前线成一个巨大的地平湖,作战指挥阵在湖中心点位置,妖魔在没有攻破前线防御之前是不可能抵达这里的,所以作战指挥阵现在也没有多少人把守,从高处看上去都空荡荡的。 换作为大战前,莫凡等人要是闯入这里,分分钟被轰成烂柿子,比他们强的军法师一抓一大把。 这会他们三个人进入到这个阵子里却是非常简单,甚至走在主干道上也压根没有一个军人跑出来理会他们。 如此空旷,也意味着这次海夫拉的进攻给开罗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个作战指挥部可以说是倾巢而出。 好像真没有什么人。 海帝感到非常意外,这个作战指挥阵的空档反而让海帝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陷阱。 事实上什么陷阱都没有,这里就是没有人,物资,战斗人员,指挥人员都搬到了战区,这个作战指挥阵就变成了一个空壳,只有等到这场战役慢慢平静和僵持下来,那些军官们才会陆陆续续的返回这里休息,商议接下去的对策。 海夫拉是第二大金字塔,军方压力极大。 莫凡说道。 能敢知道他们在哪吗? 海帝问道。 就在前面,那座灰色高大的堡垒里面,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好像要先处理几个残渣。 莫凡目光穿过了有些雾海的夜,凝视着大堡垒上几个人影。 继续往前走去,海帝这才发现莫凡说的那个几个人。 原本海帝以为是钢马少将和萨斯军统的人,可看清最前面的瓦尼,费列罗,缩法,加尔巴,左威几人后,海帝愣住了。 难道钢马真的把他们放了,海帝有些意外的说道。 不可能的,你难道没感觉到他们身上的气息吗? 莫凡说道。 什么气息? 海帝并没有嗅到。 杀气。 莫凡说道。 打打杀杀习以为常候,对这种气息就特别的敏感。 第1554章 严岗之经 瓦尼,你难道不知道阿帕斯落到他们手上会是怎样一个下场吗? 海帝看着一脸煞气腾腾的瓦尼,愤怒的质问道。 我当然知道,不过我也知道假如我们在这样不知死活的和军方作对,那我和我的学生都可能无法活着离开埃及,一个连身份都没法完全确定的女孩,她会如何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倒是你们,你们要找死也别拖我们下水。 瓦尼指着莫凡和海帝说道。 往你们为欧洲学府的成员,拿一个无辜女孩的性命去换取你们自己的自由,不觉得是耻辱吗?海帝说道。 别说那么多了,整件事都因你们而起。 那就让我来结果你们。 瓦尼已经彻底撕破脸皮,他站在了T字街道口,双眼呈现出了深褐色。 海帝正要施展魔法,莫凡却已经往前站了一步,他没有回头,而是眼睛带着更磅礴的杀意,海帝看着莫凡那涌起力气的背影,都觉得有些让人害怕。 我说了我要拧了他脑袋,你对付另外几个废物。 莫凡开口对海帝说道,声音里带着肃杀冷酷。 小心一点,他怎么说都是抄街法师? 海帝说道。 莫凡没有再多说,看到瓦尼那一刻就不由的响起阿帕斯那双饱受心酸却依旧充满着希望的眼睛,越是如此,他身上席卷起的残暴就更甚了。 暴君荒雷。 浓密的夜空里,无数闪电如海洋之中的蛟龙在翻滚,再朝着莫凡顶空快速的汇聚过来,他们在空气中不断的鞭榻出电火花来,炼状的,爪状的,片状的,他们闪耀的光辉将这片地带照得如白昼一般。 雷霆光影交错,莫凡站在其中,身上却笼罩着一层诡秘的影子,闪电从不同的位置划破夜色,他的影子便出现在不同的位置上,莫凡明明纹丝不动,那些影子却有着完全不同姿态的邪义,鬼怪。 你以为你是谁,也敢和我一位抄阶法师抗衡,高阶只是高阶,我会让你知道你的力量在抄阶之力面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瓦尼知道自己已经违背了良心,可踏上了这条黑色的路他是不会承认自己的罪孽,反而会将这种情绪全部转化为对莫凡的愤怒。 是莫凡挑起了这一切,是莫凡自以为是的在这里挑衅他抄阶威严。 再强大的修为也改变不了你这一身狗都不如的剑骨头。 莫凡语气里充满了不屑。 有些人弱,他却值得莫凡尊重,老查德便是如此,有些人身为抄阶,在莫凡眼里却诸狗不如。 你!我要让你灰飞烟灭,瓦尼被莫凡戳戳到了痛楚,更是恼羞成怒了起来。 他褐色的眼睛变得更深邃,凭借着强大的意念与领域,这宽阔无比的街道忽然间怪异的扭动了起来,周围的建筑物明明安然无恙,莫凡和海地所占的位置却跟正在被严重地震摧残一般,让他们站都站不稳。 眼睛 瓦尼大喝一声,那斗洞的街道中央忽然间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黑褐色的身影猛的愉悦而起,翻腾起了十岁大浪。 从土里跃出来的是一个硕大的物体,看上去正想是一头深海巨精,全身由坚固还散发着一些光泽的岩岗组成。 这么大的岩岗巨精跃到了两旁建筑物之上,将大半条长长街道都给笼罩住了,腾到了最高点之后,这让人窒息的岩石巨精便朝着莫凡这里冲撞过来,身躯还未处碰到莫凡,便席卷来恐怖的沙尘暴。 莫凡没有去与这种纯粹的岩体魔法去碰撞,他化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朝着街道的后方飘去。 隆隆隆隆 岗岩之精狠狠的砸落下来,再一次冲起了亥然的石浪。 可是,这个魔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笨拙简单,硕大的岗岩巨精撞入到了土地里,身躯根本没有粉碎也没有瓦解,而是真被跟鱼入海洋那般沉入到了大地的底部。 莫凡感觉地面不太安全,于是立刻跳到了一座完全有铁铸成的一座厂房上面,好让自己可以观察地面上的变化。 砰! 还没等莫凡反应过来,脚下的铁厂房忽然崩塌了。 不远处的海地往莫凡那里看去,惊愕地发现刚才那头可怕庞然的岩巨居然从铁厂房下直接撞了起来,生生地将这个厂房给击成了粉碎,连带站在上面的莫凡一起冲击。 岩巨体型跟那个铁大厂房差不多,莫凡却小如米虾,岩巨仍旧在朝着空中冲,那些四处飞散的钢铁残骸中已经看不到莫凡的身影了。 抄街的吐戏法师,终究是强得让人有些窒息,海地非常担心莫凡,怕他根本抵挡不了瓦尼的攻势。 可惜,海地自己也无法帮助莫凡,瓦尼的那几个学生费裂罗,加尔巴,缩法,左威已经围了过来,看得出来他们四个人也做出了选择,没有再讲半点情面。 先出手的正是缩法,他是一名暗影戏法师,海地一开始并没有察觉到他,也没有留这个心眼,注意力主要是在加尔巴的浮夸魔法上,谁知道缩法出现在了自己的身后,带有禁锢与精神穿刺效果的黑暗之毛悄无声息的飞向了自己。 海地一心三用,他完全可以在施展一个魔法的同时再使用另一个戏的技能。 先以声扰破碎掉加尔巴的星座,让他无法攻击自己,再以意念组成一道无形的气盾,格挡着缩法的暗影戏禁锢之毛,紧接着再以瞬息移动,让自己摆脱被前后包夹的被动境地。 轰! 又是一声巨响,土炎狂精追着莫凡,不将莫凡撵成肉酱不罢休。 莫凡在躲避的同时已经汇聚出了足够强大的雷霆,雷云出现在了瓦尼的头顶上方,随着莫凡斜空一指,煞石粗壮无比的闪电成片成片的落下,对着瓦尼所在的那片区域进行了地毯式雷电狂轰。 瓦尼抬头看着狂弱的雷,眼里带着淡淡的不屑。 愚蠢,土戏是雷戏的克星,你伤不了我的。 瓦尼笑道。 瓦尼并没有挪动位置,他的前方和后方同时出现了厚厚的狐颜大盾,两个黑褐色的狐颜大盾在瓦尼的头顶上方像一闪沉重石门那样关上,漫天而落的闪电狂乱地轰击在这紧紧闭合着的两扇炎门上面。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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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盾的表面尽管被击得粉碎,可整个防御并没有因此而崩垮,瓦尼站在里面丝毫未伤,一直等到莫凡使尽了所有的雷电攻击,这层防御都还屹立在那里。 雷电拥有很强的穿透力,却唯独难以穿透掩体,所以岩系一直都是雷系的克星,很多时候岩系还可以让雷电无法传导。 瓦尼根本就不惧怕莫凡的雷系,任凭他的雷有多少倍威力,他的抄阶防御无懈可击。 有什么本领都是出来,我会让你知道绝望的滋味。 瓦尼再一次笑了起来。 莫凡也笑了起来,施展雷系魔法攻击可不是为了重创瓦尼,暴君荒雷领域下,周围遍布着雷支元素,莫凡施展雷系魔法可以更迅捷,只要逼迫瓦尼无法再控制着那头眼睛,主动权便会在自己的身上。 黑魔潭 黑暗物质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布置在了周围,叶煞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黑暗能量,它的扩散。 它的滋长,蔓延都是悄无声息的,而且敌人永远都察觉不到它自己早已经被黑暗给团团包围了。 黑暗物质可以侵袭一切物体,在活物的身上还会不断的滋生壮大,瓦尼在防守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这种黑色的气息从地表攀爬到它的身上,并以它为中心朝着四周扩散。 瓦尼的身上出现了一个黑色泥潭,并快速地吞噬着它脚下的土地。 莫凡这边也有一个黑色的泥潭,两个泥潭一起吞噬,短短时间里莫凡和瓦尼所在的这块区域彻底沦为了黑暗沼泽。 看到自己脚下一片漆黑,瓦尼有些慌了。 隔着一层诡异的黑暗,他的眼睛便无法自如地在土地下面穿梭了,这变成了对方的黑暗领域。 你,你到底几个戏?瓦尼怒道。 会让你一个一个品尝过去的。 莫凡冷声道。 瓦尼不想在对方的黑暗领域里厮杀,他开始往远处退去,但很快他就发现这黑魔坛是具备着迷界效果的,想要走出去就必须先寻找到这黑魔坛的规律。 黑魔坛里没有任何的参照物,原本就在周围的那些军事建筑物也都好像沉入到了黑魔沼泽里。 瓦尼是一个抄街法师,却也拿这种诡异到了极点的黑暗领域束手无策。 一番挣扎后,仍旧无法离开,瓦尼索性也不再做无谓的事情了,这黑魔坛总不可能一直持续着,或者直接将磨坛给干掉,什么诡诈之术都会幻灭。 你以为我只有土戏吗? 瓦尼对着周围的黑暗说道。 瓦尼没有再动用土戏魔法了,他身上莫名的散发出了一股冰冷的气息来,颗粒状的双兵悬浮,与这黑魔坛的领域并没有一点点的冲突。 第1555章 难缠的对手 莫凡潜藏在黑暗里,注视着那些像士兵一样守护在瓦尼周围的冰尘。 这种冰尘明显是魂集的,瓦尼的兵戏修位明显到了高阶的顶峰,他这样小心翼翼的把自己包裹起来,莫凡要攻击他还真有点困难,毕竟黑魔坛只是让他的土戏魔法不能在地底下穿梭,却无法阻挡他使用土戏魔法来防御。 要在一个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的抄接法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瓦尼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一些能力,有些非常高超的偷袭手段是不太管用了。 瓦尼在防御上也相当强,黑魔坛期间,这家伙就死死防守,一副要跟莫凡号到底的样子,黑魔坛会不断消耗莫凡的黑暗魔能,瓦尼一点都不着急,反正要救阿帕斯的人又不是他,时间再拖下去,别说那叫做阿帕斯的女孩尸体凉了, 他们的同伴赵满言都会丧命,钢马少将明显是一个牙字必报的人。 出来呀,你用尽浑身解数也不可能动摇得了我。 瓦尼叫嚣了起来。 哈哈哈哈,为了一头快死的召唤兽跳到蛇群里,为一个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野丫头跟军方作对。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你。 瓦尼接着喊道。 到底谁给你那么庞大的自信,以为凭借着自己那一身简陋的修为可以对抗一切。 我一个抄街法师,在很多人面前一样的点头哈腰,你又算什么东西,这黑魔坛结束的那刻就是你被我狠狠踩在脚下的时候,瓦尼大吼道。 瓦尼说着这些话时一直在寻找莫凡的气息。 就在他吐完这最后一句时,瓦尼能够明显感觉到不远处有一个呼吸声。 哼,玩弄这些无聊的把戏,给我去死。 瓦尼感知到了莫凡的位置,他死死的盯着那个有呼吸声的地方,那些冰尘忽然间获得了一个可怕无比的加速度。 速度足够快之后,这些冰尘便恐不得跟子弹一般,那么多的冰尘朝着莫凡的那个方向飞射过去,等同于几百把机关枪再肆意的扫射着,连一座山都会被打得千疮百孔。 冰尘化作枪林弹雨,很快瓦尼就发现了一个轮廓,正仓皇的朝着另外一个方向逃窜。 瓦尼笑了起来,这家伙终究还是年轻,被自己几句话就激得乱了情绪,捕捉到莫凡的位置,那一切就变得容易多了,冰尘枪林弹雨攻击的范围非常大,他那会才开始逃跑已经来不及了,很快这家伙就会被打成马蜂窝。 扑扑扑扑。 朝着冰尘弹雨攻击的地方看去,一个人影被打得碎了,发出了声响。 瓦尼立刻追了过去,想看看是不是莫凡那血肉横飞的尸体,这家伙显得格外谨慎,在没有确认那个人影就是莫凡之前,他依旧将土系防御魔法捏在手上,只要稍有动静,他会立刻完成最后的星座。 到了跟前,瓦尼发现这里并没有任何的血迹。 这个结果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他马上扫射着周围。 一团火焰。 非常微弱的那种,正从后方恍恍惚惚的飘了过来。 瓦尼微微一震,这火焰小如竹,莫凡这样耍尽花样就弄出一个这样的东西来,怎么可能伤到自己? 不对。 很快,瓦尼就意识到这小小的火焰绝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他发现悬浮在周围的那些细微冰尘们莫名的被压缩在了一起,尤其是那火焰飞过的地方。 空间系,火系,瓦尼立刻联想到了某种可能,他没有再做任何迟疑,迅速的完成了最后一幅星图。 真正老练的魔法师是会先将一些星轨、星图衔接好的,等突发情况一出现,再马上完成最后的环节,让该魔法可以恰到好处的出现,尤其是防御魔法,掌握这种施法节奏极为重要。 到了超阶,星轨、星图、星座的把控可以更加自如,甚至可以自行把握衔接、描画、构架、铸造的速度,瓦尼在前来查看那是否是魔法师体的时候便已经描画了六幅星图了,在最后一幅的时候故意放慢了速度,意识到那烛火不对劲后再马上加快最后一幅,构架成完成的星座。 如此,瓦尼便相当于只花了描画一个星图的时间便完成了一个高阶魔法,这种情况下他基本上不会被对方给偷袭。 轰隆隆隆 火精竹在空间解禁后彻底释放出了恐怖的烈焰,瓦尼算是非常机敏地形成了厚实的防御岩层将自己保护在后面了,可火精竹爆开的能量比他想象中的强了数倍,他那一层高阶级的防御都被轰得碎裂开了,爆火冲击波把他给掀飞了起来。 瓦尼身体失去了平衡,烈火将他吞噬进去,慌忙之中他急忙呼唤出了自己的楷模具来。 银色的冰楷模具将他被火焰侵袭之前保护住了他,凶猛的烈火触碰到这一层冰冷无比的楷甲后便明显没有那么强势了,只剩下那股狂躁的冲击猛浪打得瓦尼全身有些疼痛。 砰! 瓦尼摔落在了下来,身子砸在了一堆钢铁残骸中。 他恼怒无比,作为一个土系的抄接法师居然被人炸的这般狼狈,也不知道这家伙究竟是怎么修炼出来的,一个火系魔法威力可以夸张到摧毁自己两层最厚实的防御。 摸着地面爬起身来,瓦尼正要还击忽然扫了一眼自己脚下,一些铁皮的残骸在黑魔坛中露了出来。 原来我在这里。 瓦尼看到这些东西立刻醒悟过来了。 这不就是之前港研之经撞碎的铁厂房吗,有了这东西做参照,便可以逃离这黑魔坛了。 很好。 这个家伙的死期要提前一些了。 火精竹是可怕,但这伤不到他一个抄接吐系法师的筋骨,先摆脱这黑魔坛再说。 瓦尼立刻顺着铁皮厂房碎片处挪去,从身后飞来的那些猎拳拳女被他用那些冰尘组成的墙给挡去。 继续挪出了一段距离,瓦尼终于看到了黑魔坛的尽头,这让瓦尼心中大喜。 没有了黑魔坛,莫凡又怎么会是自己的对手? 第1556章 恶火冲撞 从黑暗的领域里走出,瓦尼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他对莫凡还是很忌惮的,稍不留神针可能栽在这个高阶法师的手上。 现在,你如何和我抗衡?瓦尼转过身来,目光注视着莫凡。 黑魔坛已经慢慢的消退,困不住人,这丝业统治便便的没有任何的意义,莫凡的身影也逐渐浮现在了黑暗沼泽消逝的街道上,那些没有完全散去的火晶竹之火在在他的附近变成了一簇一簇烟红无比。 我得承认,这个世界上应该不会有比你更强大的高阶法师了。 可你也就到此为止了,瓦尼全身忽然气势大增,在他脚下两侧的地面开始剧烈的浮动着。 很快两头比之前还要更加庞大的阎晶卷起了千百层石浪,他们交错而跃,从两个方向夹击着莫凡,有盐有土的地方他们便可以像水一样游动。 他们翻腾而落,便似泰山压顶,腾飞冲撞的时候又根本预兆可循,等到察觉脚下土地有什么不对劲时,想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瓦尼冷冷的说道。 两头眼睛翻江倒海,他们逼得莫凡只有不断的逃跑,哪怕停在某处喘息一秒钟的时间都没有。 生生的将莫凡逼迫到了一个难以触碰到瓦尼的角落,瓦尼脸上勾起了一个笑容。 这个距离,对方没有活路了,莫凡之所以能够跟他纠缠一二,那是因为瓦尼之前并没有什么机会施展抄阶魔法,眼睛根本就不是抄阶之力。 沉沦之地 瓦尼念出了魔法的名字,一幅一幅星图在他的周围交织着组成璀璨的星座,而星座又与星座相互住在一起,宏伟壮丽的褐色星宫浮现,而站在这星宫下的瓦尼,便宛如是这片星辰普照区域的主宰者,生与死都由他来掌控。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瓦尼气势凛然地注视着莫凡。 莫凡终于摆脱了两头眼睛的纠缠,可他并没有察觉到他所站着的这块大地已然被一层褐色能量给铺满,沿着一条巨大的圈层线,正常的大地与莫凡所在的地面正在断开。 你知不知道把阿帕斯交给军方意味着什么? 莫凡站在这个不断沉沦下去的圈层中,冷冷地质问道。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伸手异出。 哈哈哈哈,我们欧洲学府里面哪怕一个花匠都比这小女孩有价值多了,埃及的战争里每天都有那么多人死去,死一个这种除了躲在角落里哭啼的女人又算什么? 瓦尼大笑道。 正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不少你这种垃圾,让我觉得掌控更强大的力量变得格外有意义。 莫凡开口说道。 有意义? 你好像根本没有搞清楚情况,我的沉沦之地,瓦尼话说到一半,忽然觉得身体一阵莫名的发冷。 瓦尼立刻转过头去,发现自己背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自己。 瓦尼经德脸色煞白,那双眼睛更变得有些不敢相信。 遍体通黑,双目斜然,嘴角裂开一个病态十足的笑,就像放在自己面前有一个黑暗魔亲的镜子,镜子里面的那个自己手中拿着一柄暗刃,正朝着自己的后心位置捅来。 瓦尼经德灵魂都颤立起来,他急急忙忙散去了沉沦之地的操控,狼狈无比的往远离这叶煞魔影的地方挪去。 岩系防御,兵系防御,包括凯模具都已经使用了,瓦尼这会其实不设防了,尤其是他刚才还在专心注注的施展他的超阶魔法,让瓦尼完全没有料到的是,自己明明走出了莫凡的黑魔潭领域里,这种诡异至极的魔影竟然还会出现。 只差一点点,他就被这叶煞魔影给偷袭了,原来这才是莫凡真正的杀招。 沉沦之威并没有完全铸成,莫凡所在的褐色巨大圈层沉了大概一米之后就停止了。 莫凡见识过岩系的超阶魔法,知道一旦褐色圈层沉沦到了五米左右,一股可怕能量会忽然爆发,将一切碾为粉碎。 而这还不是沉沦之地最可怕的地方,每沉沦一些,碾力就会成倍数的增强,当整个沉沦之地沉沦到了十米二十米,君主及生物都会被碾得跟沉沦地面一样平整,除了一滩血肉涂抹在上面,其他什么都看不见。 莫凡没有给瓦尼把沉沦之地继续下沉,这股可怕的碾力是莫凡完全承受不住的,而那夜煞叛逆魔影之前就埋在了瓦尼的身上,就是为了关键的时候逼迫瓦尼不能动用超阶。 瓦尼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魔能在这个沉沦之地上,却被莫凡这诡异之影给打断。 瓦尼特意拉开了距离,就是为了能够安全地施展魔法,这意味着莫凡也处在一个瓦尼碰不到他的位置,瓦尼要重新酝酿出一个新的超阶魔法是来不及了,这家伙远没有到达一念星座的高超境界。 你不想惹埃及军方,但我告诉你,惹到了我莫凡,你会死得更快更惨,莫凡利器在这一瞬间彻底爆发了,三种不同颜色的火焰雾然在他周围交织着,龙飞凤舞,凛然霸道。 与此同时,一道次元裂痕在莫凡的身前位置出现,已经感受到莫凡怒发冲冠的炎之女基从异次元空间中出现,她妙慢婀娜的火焰身影与莫凡身上的三种魂火慢慢地重合在一起。 莫凡单独释放三种烈火的时候,她还只是一片炙热的熔江,炎女基一附体,便将莫凡身上的狂雨势引爆到了一个更高点。 烈火之芒怒笑冲天,将夜空中的云全部染的鲜红刺目,荣江之夜滔滔翻滚,肆意地吞噬着大地,现在莫凡就是一座正在剧烈喷发的大火山。 狂暴至极。 危险至极。 在这样的莫凡面前抄接法师又如何? 一样要在天地结盐,猎侠之盐,流星飞火中变成灰烬。 龙龙龙。 莫凡开始往前踏,那形成荣江火山之势的力量也随着她前挪。 莫凡开始奔跑,于是澎湃壮丽又带着毁灭死亡的火之势也随着她在冲击。 莫凡的背后出现了由无数剧烈燃烧的火之羽毛组成的火翼,这火翼不是用来飞翔的,是用来推进,这就是一个火焰喷射器,依靠着不断的爆破来让莫凡的速度达到一个极致。 而随着莫凡速度越来越快,那整个围绕着莫凡如火山喷发效果的火之势也在壮大。 从街道的这一头一直冲撞到另一头,狂怒的莫凡已经在烈焰的包裹下变成了一头肆虐城镇的宫城巨兽,庞大无比。 所过之处无不化成废墟化成灰烬,瓦尼看到这恐怖无比的一幕后,都忘记了逃跑。 这家伙,还是人吗,用火焰把自己武装起来,然后跟一头癫狂野兽咆哮着冲撞过来。 炎,炎杖。 瓦尼在心慌中施展出防御岩山来,想要阻止这可怕的力量。 可是,如小山一样的炎杖在火龙咆哮一般的莫凡面前就跟泡沫山一样,根本没有让他的势头有任何的减弱。 流星飞火会随着飞逝与空气摩擦,形成更大范围的烈焰,莫凡这种烈焰火车式的平地呼啸一样会增加,而范围越大,猎侠之炎会让其火焰威力变得更强。 莫凡被那些炎精逼到了很远的位置,他与瓦尼之间的相隔成为了他疯狂蓄积更庞大能量的跑道,当他冲撞咆哮到了瓦尼面前的时候,瓦尼那失魂落魄的防御又怎么可能阻挡得了这种火龙咆哮一般的狂事。 给我去死。 莫凡怒吼一声,冰也好,炎也好,莫凡阻挡在自己面前的一切,直击躲在后面的瓦尼。 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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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瓦尼请客间被这火龙咆哮给吞没,本以为这样莫凡就会停下来,但这个霸道到了极点的烈焰冲撞根本没有结束,似乎让瓦尼乘上这列驶向地狱融江离的列车还只是个开端,就看见长街道路,钢铁建筑,铁皮厂房,半施工堡垒全部被火焰恶魔给践踏成平地,冗长而又惊人的焦土沟壑一眼都看不到尽头,并且还在随着炙热火之势而铺开。 整个指挥作战阵本来就不大,莫凡却在靠近中央的位置留下了这么一条触目惊心的焦土长坑,震撼到了极点。 这,这还是人吗? 萨斯军同躲在大堡垒高处,从他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很把这个小阵毁得面目全非,要不是这个作战指挥阵的警报是他把握着的,相信整个小阵已经响起了刺耳的警戒声了。 远端,莫凡这个喷发的火山终于在慢慢的吸去,在他的前方烧焦的痕迹和废墟之间,瓦尼被烧得根木炭,完全不成人的样子了。 他身上似乎还有一件压箱底的防御模具,他也使用了,可到头来还是没有抵挡得住,仅仅是让他不至于变成一堆黑色的灰烬。 他费尽一切的用手指着莫凡,这手轻轻一碰就会变成黑炭灰,想来瓦尼满腔的不干最后也只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卑微的举动。 莫凡走了过去,这只黑乎乎的手抓住了莫凡的裤腿,像个刑骑者。 第1557章 无人可挡 饶,饶,瓦尼嘴唇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不容易烧的牙齿,黑色骷髅嘴看上去凄惨到了极点。 想我饶你一命。 莫凡居高临下,俯视着已经根本爬不起来的瓦尼。 是,是,是,瓦尼无比吃力的说道,他不想死,他真的不想死。 他是抄阶法师,人中龙凤,还有无数的荣华富贵没有品尝,还有无数来自别人的敬仰没有享受。 他知道即便是抄阶法师,也得像一头卑微摇尾的会后,假如你没有足够强大的势力,可他绝不会想到自己会惨败在一个高阶法师手上,这绝对不是他抄阶法师瓦尼的结果。 莫凡,莫凡,求求你,不知何时,左威出现在了不远处,他看着气质截然不同的莫凡,一时间竟然不敢靠近。 莫凡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双眼睛里充斥着的全是冷漠。 我们是真的迫不得已,求求你放他一条生路吧。 左威恳求道。 左威并不想和莫凡为敌,这一路行来左威算是蛮有好感,只是见识到了这个人足以毁灭抄阶法师的可怕力量,看到他此刻戾气十足狂暴无比的样子,左威才忽的意识到这家伙之前展示的是他温和与隐藏的一面。 迫不得已,莫凡冷笑。 他也是为了救我们,你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一个形式正直的人,就请你看在瓦尼老师是为了救我们的份上,左威声音微颤的道,眼里也带着一些泪光。 明明是一次毕业考核,到头来变成了这副样子。 左威。 莫凡看着苦苦求饶的左威,开口道,你误会我了,我真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跟我作对的,想我死的人,不管你是谁,又有什么苦衷,都不会给半条活路的。 左威听到这句话不由的愣住了。 下一刻,莫凡抬起了腿来,一脚狠狠的踩踏在了焦黑的瓦尼身上,这一脚附着天地结盐,可以看到火之能量猛的正开。 而莫凡脚下的瓦尼也在这一瞬间泯成了灰烬。 莫凡黑褐色的眼睛里没有一点怜悯,等他再抬起头看着左威的时候,左威有些崩溃的坐倒在地上。 泪线也一下子崩了,左威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实习老师瓦尼就这样被莫凡踩成了一堆灰烬,还被莫凡冷漠的唾弃着。 为什么,一个可以为了一头召唤兽射身蛇群的,可以为了陌生落难少女跟军方作对的男子,在面对自己这样的祈求都不给瓦尼一条活路? 左威感到可怕,莫凡从可静,正直瞬间转变为恶魔的残酷冷血,这是一个无比可怕的人。 你滚吧,看在我们之前聊天还很愉快而你又没有惹到我底线的份上,莫凡从左威身边走过,已经懒得出手了。 在左威对海地出手的那瞬间,莫凡就把他列入为敌人了,对待敌人莫凡就是一个比恶人还恶的血魔。 莫凡没再去看左威一眼,他踩着那条自己制造的长鹤往那座大堡垒走去。 瓦尼一死,其他人哪里还有战的勇气,基本上跟左威没有什么差别。 而且,他们还敢释放任何一个魔法,天知道这个变态会不会要了他们的命。 钢马,给我滚出来。 我来这里娶你狗命了,莫凡站在大堡垒下,朝着里面大吼了一声。 萨斯军统就在大堡垒上,整个战斗的过程他都在观望,本来他是想让瓦尼先消磨一下这群人,关键时候自己再出手将他们给拿下,谁知道瓦尼直接被这变态小子给杀了。 瓦尼好歹是一个抄街法师,实力跟他萨斯相差不大。 萨斯开始有些后悔,后悔自己刚才为什么不和瓦尼一起对付莫凡,那样的话莫凡在墙也不可能一个人对付两个抄街法师,这会只剩下他一个了,他开始怀疑自己会不会也被莫凡给杀了。 该死,整个指挥阵上就没有几个有用的人吗? 钢马少将大怒的质问道,之前那位白沙军衣的男子同样过了很久才回过神来,从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火系法师,高阶杀超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呀。 没,没有了,所有的军官都被调遣到前线,驻扎也是驻扎在前线战城里。 留下的人,估计上去了也是死。 那位白沙军衣男子说道, 倒不是作战指挥阵里没有人,有那么一些人,可那些人真的管用吗? 白沙军衣是一位一系高阶法师,像他这种高阶里面的菜鸟碰到莫凡那种,估计连一招都抵挡不住吧? 莫凡在不动用三魂火的情况下,凭借着十二倍雷电就可以秒杀一头健康的统领级妖魔,普普通通的高阶法师得组成一个队才能够勉强与统领级生物抗衡一二,所以一系高阶的这种法师在莫凡面前毛都不是,白沙军衣算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把这个镇上留守的人权召集过来,根本就不够那个变态一个人打的,那集结过来不是送死吗? 何况那些人大部分不是他们的手下,他们也不瞎呀,那么一大从作战指挥镇上碾过的长焦土坑,只要有点脑子的都不会跳出来好吗? 萨斯,萨斯,你拖住他,我现在就去前线求救。 钢马有些慌了,他哪里会想到自己回到了军部还一点都没有安全感,而且这个恐怖的人真的杀进来了。 这里可是埃及军部啊,是作战指挥地,他的胆子比天还大吗? 前线作战那么胶着,怎么可能会理会我们这种私事? 萨斯说道 我怎么可能实话实说,就说有黑教廷教徒乘虚而入,派点更强的人过来赶紧把他杀了。 钢马说道 可他们不是黑教廷的 人都死了,我们是就一定是了,何况在镇上的其他人也看他在大肆破坏在杀人。 钢马说道 好,好 萨斯点了点头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只能够这样了,被首脑责骂就责骂吧,总比一发不可收拾的好,这个指挥镇上真的没有高手了。 第1558章我给你造的坟墓 大堡垒地牢下,一声声如杀猪叫的哀嚎从深处传出,听上去有些毛骨悚然。 你在鬼叫我把你扔在这里了,不就是骨头断了一些吗,至于叫的那么惨吗? 木白的声音响了起来。 关节骨碎了你知道有多疼吗? 赵满言说道 我不是在帮你治疗和修复吗? 木白说道 你给我弄的是什么鬼东西啊,我擦,你在做什么,在我腿上种花吗?赵满言尖叫了起来。 赵满言四肢关节位置都被敲碎了,也还好木白来得及时,不然他其他部位还要陆续被打断,那种滋味,赵满言这辈子也不想来第二次了,尤其是那些跟玻璃茶子一样的碎骨头插入到肉里和血管里。 什么种花,这是素骨木,它的根会生长到你的关节里,将你那些不完整的骨头给全部溶掉,随后它的根会慢慢的与你的骨骼连在一起,慢慢的变成你的骨骼,这是一些比较老道的植物系法师才懂的技巧。 木白说道 木白第三系是植物系,它虽然算是一个植物系菜鸟,却对植物系方面非常感兴趣。 这种修复骨骼的方法曾经在野外救过它一命,现在给赵满言用起来也算是熟练了。 只不过,这东西很疼。 根生长到肉里,再和其他骨头连在一起,这种修复方式绝对要比来一位沐浴春光的治愈系法师要来的疼痛很多,可效率上一点都不比治愈系法师慢。 你妈的,你这是要把我从残疾人变成植物人呢? 赵满言喊道 你自己站起来。 木白说道 老子腿都断了怎么,赵满言尝试着爬起来,忽然间发现自己腿除了有一些轻微的疼痛之外,竟然有了完整的知觉。 他走了几步,甚至跳了几下,剧痛过后整条腿竟然完好如初。 乖乖,这东西还真的能够修复骨头,木白原来你真的不只会配甲春药,是有两下子的。 赵满言说道 你要继续这么溅下去,我不介意把你的骨头再重新打断一遍,然后再给你接上。 木白说道 别别,跟你开玩笑的,你救了我,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 赵满言说道 你少给我来这套,那个女孩呢,有看见吗? 木白询问道 没看到,不过我知道小美杜莎好像是被送到了军方前线了。 这个萨斯,钢马应该是为一个埃及军部首脑在做事,不出意外的话谁指挥今夜这场战争,谁就是他们的头。 赵满言说道 估计萨斯和钢马觉得他赵满言是一个死人了,所以他们两个在谈话里透露出了一些信息,赵满言经过一些大致分析,便锁定了埃及军部首脑。 现在暂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赵满言现在也很纠结,事情再发展下去的话就会牵出一个埃及的军部巨头,这种人可不是他们惹得起的。 先出去吧,莫凡和海帝还在撑着。 木白说道 恩 你这素骨木厉害呀,我感觉我全部恢复了。 赵满言称赞道 两人从没有怎么设防的大堡垒里出来,外面魔法的动静依旧很大,当赵满言看到莫凡正在追着萨斯打的时候,也不由的愣了愣道,这叫撑着。 木白也看得一阵汗颜,莫凡这家伙也太变态了吧,追着一个抄街法师打,还能不能给别人一点尊严了。 先到海帝那里 木白说道 莫凡现在离他们有些远,何况那边的战斗动静实在太大了,他们两个估计也差不上手。 赵满言刚靠近海帝,立刻发现不远处的废烈罗,一看到这家伙,赵满言便火冒三丈。 妈的,我不宰了他,这辈子就不做人了,赵满言咆哮了起来,像一头疯牛那样朝着废烈罗那里冲了过去。 赵满言,算了,给他们走吧。 海帝见赵满言这个样子,急忙劝说道。 瓦尼都已经死了,剩下的人就各自散了去,现在他们真正的敌人不是欧洲学府,而是军方的这些人。 算了。 赵满言发狂的扑了过去,他怎么可能跟废烈罗这个狗咋肿算了? 不是废烈罗多那个嘴,他赵满言怎么会受了那个苦? 而且,要不是木白及时赶到,他很可能就被那几个监狱里的人给活活打死,刚马少将摆明了是想要先折磨自己再把自己杀了。 废烈罗明明明知道说出那番话会把自己害死,可他还是那么做了。 这种事情能算吗? 你做什么,我们瓦尼老师都死了你还想怎么样? 缩法看到赵满言冲过来,怒声道。 你就给我滚一边去,今天废烈罗必死无疑,你可以来干涉我试试,我也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赵满言狂道。 废烈罗看到赵满言冲过来,反而冷笑了起来,你又算什么东西,真的以为你是我的对手吗? 言之死斗场,赵满言猛地落到了废烈罗的跟前,同样狂躁地他直接动用起了当初和黑教廷子鬼拼命的架势。 能把赵满言这种极其惜命的家伙逼到这份上,就表明他是真的怒如狂虹了。 言之决斗场耸立而起,坚固无比的石块将这一片区域给彻底围了起来,就连想要阻止赵满言的缩法都被直接隔绝在了言之决斗场外面。 我杀你跟喝水一样简单,废物。 赵满言站在言之决斗场内,身上不知何时还多出了一件厚重无比的言之铠甲。 我就是要你死,既然钢马没把你杀死,我就杀了你。 废烈罗也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大吼着与赵满言厮杀了起来。 赵满言不是修为不高,而是他的魔法太多为防御为主了,和敌人对决他更多时候是让对方攻击,等对方打累了,魔能耗干了,他才用自己别角的攻击魔法把对方给击败。 可现在既然立起这言之决斗场,赵满言就没打算耸,他要先将废烈罗的骨头全部打断,再让他在痛苦中死去。 这是我给你造的坟墓。 赵满言手高高的扬起,一道至白之光的斩魔具豁然出现。 第1559章和死了没区别 赤白光斩披下,一层又一层精心的光影犀利斩落,每一层斩都会向后浪推动前浪那样,将整个斩魔具的威力叠加到一个高点,这个过程只要不断的向这斩魔具注入魔能。 赵满言可是要让废烈罗死的,他一口气将光魔能直接注入了大半,于是便看见至白光斩变成了数百光影,他锁定着废烈罗,无论废烈罗闪避到哪里这些至白光影都会狠狠的将该处劈开,更恐怖的是这下去的每一盏威力都会增加一分。 废烈罗只剩下仓皇逃跑的份,要换作平常面对这种百明了狂猛难以抵挡的攻击,他肯定会选择远远顿走,暂且避其锋芒,可现在他就在一个有言之决斗场里,有限的区域让他显得格外的狼狈。 赵满炎是一点都不留情面,大有一击将其杀之的势态,当至白光斩叠加到了两百多道之后,这每一击的威力就开始超越一些三级的高阶魔法了,废烈罗终于意识到这样下去自己必死无疑,于是开始强攻赵满炎,想要阻止他这可怕斩魔剧的不停释放与叠加威力。 到现在才察觉,真是一个蠢货。 赵满炎感到好笑。 这个废烈罗不过就是嘴皮子厉害,真本石根本没多少,很多老道的魔法师发现自己使用这种叠加斩魔剧之后,就会想尽办法来破坏这种施法,废烈罗到了威力翻了不知多少倍的时候才意识到,肯定晚了。 老子劈死你,赵满炎看出了废烈罗的举动,手中的至白斩魔剧又幻化出了一层光影,光影似巨刃,随着赵满炎的挥舞至白的巨刃从高处极快的速度劈斩而下。 废烈罗吓了一跳,急急忙忙放弃了进攻,以炎掌做自己的防御,在自己面前矗立起了一座小山石。 斩魔剧的光影已经到了尾声,但尾声的这几道才是威力最恐怖的,就看见至白光影巨刃轻易的切开了废烈罗的严肢障碍,将后面的废烈罗给狠狠的劈飞了出去。 废烈罗身子倒飞的过程,赵满炎另一只手在举起,汇聚出最后一道光影斩。 这光影被赵满炎沿着废烈罗飞出去的诡计狠狠的秩序,光影在空中赫然变成了一道光枪。 废烈罗撞在了严肢决斗场上,身体正往回稍稍弹落的时候,光影支枪猛的从他胸肩位置穿过,将他猛的钉在了岩石壁上。 却开始溢了出来,至白光的灼烧又会快速的加剧伤口的疼痛,废烈罗惨叫出了一声,整个人露出了癫狂猙獰姿态。 我要杀了你,废烈罗向一头野兽大吼起来。 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承受了灼烧剧痛才终于从那光影支枪中挣脱下来,他脸上的肌肉抖动着,双眼释放出了黑蓝色的诡异之光,瞳孔莫名的扩大起来。 还以为你会有什么本事,原来抓狂了也就施展炎魔之铜。 赵满炎看着这个家伙,不屑的说道。 黑蓝色的魔童放射出石化之力,目光扫过之处,一种黑蓝色厚厚死炎覆盖过去,并且正在往赵满炎那里逼近。 死炎上面有着许多小小的石疙獰,密密麻麻,赵满炎这个人虽然经常是不学无术,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魔法倒横,他一发现这种类似于疙獰石肌肤的东西之后,便飞快地描画着光系防御。 四道光之壁将它四周都保护了起来,与此同时那些疙獰死炎剧烈沸腾着,如同一个炎流怪物张开了恐怖之口,连一排排炎之牙都可以清楚地看见。 这是石炎,你就好好地感受一下被炎石消化成白骨的滋味吧。 费烈罗看到赵满炎被自己的死炎给完全吞噬了进去,顿时大笑了起来。 石炎是一种非常古怪稀有的炎体,它们不是纯粹的死物,反而更像是某种猎食者,它们出现在一些深山怪林中,以煽动的方式出现干燥舒适吸引着一些生物在那里安居,但时机成熟之后,石炎便会紧紧地闭合起来,将把那里作窝的生物给吃进去,直到彻底被那些疙瘩一样的东西给彻底消化。 此时,费烈罗使用的正是这石炎。 他假装使用石化之力,先将赵满炎附近布满这些强大凶恶的石炎,再猛地将赵满炎给吞噬进去。 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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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声从石炎的胃力传出,赵满炎正在试图将这种怪异的石人炎给打碎,但这种炎石坚硬无比,许多统领级生物都会被活活闷死在石炎里面。 石炎里,赵满炎再一次寄出了一道斩模具,但很显然无法劈开这石炎的味蕾,周围一片漆黑,呼吸也开始变得困难,尽管赵满炎知道这种石炎非常可怕,到头来还是没有抵挡得住这霸道的吞噬。 在石炎面前,光系的防御就是摆设了,他根本就不去破坏掉赵满炎的光碧,而是将光碧保护连同赵满炎一起给吞了,随着时间流逝,他就会真的慢慢被消化在岩石里。 想困住我,哪有那么容易,赵满炎放弃了斩模具,既然撕不开,斩不碎,那他就把他活活得给撑爆。 巨人之声 赵满炎大吼一声,双臂猛的在黑漆漆的石炎里面张开,就看见褐色的光在赵满炎的面前形成了一个雕塑轮廓。 褐色光不断的推进,依次增大,最后俨然呈现出了一个巨人之躯。 巨人庞大无比,石炎再多,未必再大,终究无法容纳的下一个高度超过了七十米的巨炎身躯,最重要的是巨人之身的炎还被赵满炎施加了霸下印记,其硬度绝对不会逊色于石炎。 砰! 石炎与霸下炎冲撞在一起,最终巨人之身落了一个残缺,可怕的石炎也在一声巨响之后彻底给撑碎了。 碎炎飞剑,落到了费烈罗身上,费烈罗都忘记了闪躲,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那巨人之身。 这算是费烈罗的杀手锏了,哪知道还没有得意多久,就这么被对方给摧毁了。 你别挣扎了,就老老实实的站在那里受死。 赵满炎从里面冲了出来,身上的厚重铠甲奔跑起来连大地都在颤。 可能跟莫凡这个暴力狂浑久了,配合着地波,赵满炎快速的冲到费烈罗的面前,直接凭借着一身坦克重甲给费烈罗来了一个粉身碎骨的撞击。 费烈罗再一次倒飞出去,这一次开看到他的骨骼彻底被撞得畸形了,人落到地面上时已经狂吐鲜血。 光落漫涨 光在空中,道道如剑,他们暴雨一样落在费烈罗倒下的地方,费烈罗还试图从这颜知决斗场中逃出去,带着赵满炎愤怒的光剑却刺入到他身上,在他身上留下了无数个光灼溶穿的窟窿。 这番攻击后,费烈罗已经半死不活了,颜知决斗场这才慢慢地沉入到了地面之下。 费烈罗背部全烂了,他像一条垂死的老狗,正朝着远离赵满炎的方向爬去。 颜知决斗场一消失,缩法这才看到结果,当他发现费烈罗血肉模糊的趴在地上,吓得眼泪狂流。 就到此为止吧,求求你了,我们也不想事情变成这个样子,缩法说道。 赵满炎走到了费烈罗的身边,看着费烈罗可怜的在那里爬着,拖出了一地的血。 他抓起了费烈罗的脑袋,让他的脸对着自己。 看清楚了没有,老子这张脸不是你惹得起的。 我要杀你跟土狗没什么分别,赵满炎瞪着双目狠狠地对费烈罗说道。 费烈罗嘴里全是血,他根本说不出一句话,除了发出那种沉闷快死的声音。 爬呀,我叫你停下来了吗?赵满炎怒道。 费烈罗还有几口气在,一听到赵满炎这句话立刻更努力地爬了起来。 看到没有,爬到那个女人斜根下,我就饶你一命。赵满炎说道。 费烈罗听到这句话,更是拼尽一切往那里爬着,他的身体很多处都有重伤,拖着这样一具半死不活的身躯费烈罗又哪里还管得了赵满炎是不是在故意羞辱自己,总之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费烈罗真的往那里爬,缩法看着费烈罗,甚至都忘记了往他那里走几步,就那样呆呆地看着费烈罗,事实上现在这个比一些亡灵还更惨的家伙又哪里还是他认识的费烈罗,无能,可怜,更没有一点点尊严。 事实上,赵满炎在说完那句话的时候就转身离开了,他根本就没有去看费烈罗是不是真的爬到了缩法的边上,把一个人的自尊撵到这种程度,相信活着会比死了更难受,这一次痛苦经费烈罗也会记着一辈子了。 费烈罗显然不知道这点,他拼了一切的爬,害怕自己真的爬不到女人脚边上,那狗搂可笑的身影看着缩法不知道是该可怜还是该嫌弃。 你不杀他,他以后找你报仇怎么办? 木白见赵满炎居然给别人留了一条生路,有些意外道。 除非我们把缩法,左威这两个女人也灭口了,不然即便我杀了他,金规世家那边还是会找我麻烦。 当然,我是不怕那个欧洲卖花世家,只是觉得没那个必要。 你看那家伙,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赵满炎说道。 也是。 只不过我把你一开始说的不杀费烈罗这辈子不做人这句话当真了。 木白补了一句。 第1560章一个个都是怪物。 莫凡,这家伙好像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海帝对莫凡说道。 欧洲学府的人没有了战斗意志之后,海帝便与莫凡联手,共同对付萨斯军统。 萨斯作为超阶风系法师,在莫凡的攻击下也谈不上毫无喘息机会,毕竟莫凡许多毁灭魔法都很难击中得了这个行踪飘忽不定的家伙,可海帝加入进来之后,萨斯便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本身海帝的实力就在高阶里面相当变态了。 萨斯军统也不主动发起攻击,事实上一个风系法师假如不敌的话,随时都可以离开,莫凡和海帝根本就留不住他,偏偏这家伙每次为了躲避莫凡的毁灭之力远顿后不久又会故意返回一些。 这样意图太过明显了。 莫凡,我们三个来对付这家伙,你去追钢马少将那个混蛋。 赵满言会胡了过来对莫凡说道。 好,这里交给你们了。 莫凡也知道继续与萨斯在这里纠缠下去没有任何的意义。 如果只让木白和海帝来对付萨斯,莫凡多少有些不放心,千叶锋刃的威力终究还是可怕难以抵挡,但有赵满言在那就不一样了。 赵满言这家伙强势起来连军主级的攻击都可以承受,扛下一两个抄阶魔法想来也不是什么问题。 莫凡找了一个机会,摆脱了与军统萨斯的纠缠。 萨斯倒是狡猾,发现莫凡没有攻击他之后,他立刻到了比较高的一个位置,让海帝暂时无法碰到他。 狂风大作,那些可以看得见的青色之风便如千年老柳树的枝条在天空中狂舞起来,他们获得了足够多的能量之后变猛的螺旋而下,飞向了正打算离开作战指挥阵子的莫凡。 莫凡施展出瞬息移动来,连续两个瞬息移动已经挪出了七百多米远,可抄接魔法的距离可以达到几公里,这些旋转的灵力锋刃狠狠地刮下,鞭策在莫凡所处的这块草地。 深深的刃痕在莫凡脚下留下了众多可怕的地裂,他在防御上明显是欠缺的,身上也出现了好几处伤痕。 莫凡,你只管走。 远处,海帝的声音传了出来。 萨斯还想成绩多给莫凡造成一些伤害,海帝及时阻断了萨斯军统的攻击,迫使他无法用意念去控制那些旋转锋刃去追击莫凡。 萨斯被海帝一个念力重炮打得差点晕头转向,无奈下止能够把剩下的锋刃用来对付海帝。 海帝,你只管轰他,我来保护你。 赵满延在地面上,倒是用同样的语气说道。 好。 海帝点了点头。 念力之力快速地聚拢,海帝悬浮在半空中。 双掌朝着萨斯军筒打开。 忽然一阵凶猛的力量席卷,让海帝的衣襟和头发都飞舞了起来。 三重念力重炮。 海帝可以一心三用,这意味着他专心助助的时候可以同时施展三个魔法,这绝对是变态至极的天生天赋了。 海帝将三念全部用来增加意念,他的精神境界本就强大,单一一个念力重炮就足以对超阶法师造成致命伤害,更不用说是这三重念力重炮。 萨斯挥舞着翅膀。 在半空中上上下下飞行着,第一道念力重炮轰在了他的头顶上方大概一百米左右,可以说是被这个家伙给躲开了。 第二道念力重炮就在萨斯的背后,萨斯马上散掉了风之翼用来保护住他自己。 第三道念力重炮完全击中了萨斯,可惜萨斯身上还有一层由他的光系魔法组成的一层保护,金色的光在念力重炮下彻底消散,萨斯也随之从空中跌落下来,砸入到了一座水塔处。 水塔的水哗啦啦的冲到街道上,萨斯很快湿漉漉的爬了起来,他显得有些恼怒。 气势一领,萨斯军统操控着在高空中还盘旋着的那些旋转锋刃飞刮向了海地,这些旋转锋刃至少还有好几百道,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扫过,让悬浮在半空中的海地下意识的要往地面上落,这样好躲避一些角度的袭击。 别怕,有我在。 这时,赵满炎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了。 与此同时,一个光细的星座之盲亮起,片片光灵飞向了海地那里,在海地的身上组成了一件光灵铠甲。 光灵数量非常多,剩下的那些没有贴入成衣甲的光灵则全部绕在海地的周围,像穿着金色铠甲的小精灵侍卫那般。 这未必挡得住。 木白说道。 放心,还有。 水滑天幕,结界。 赵满炎完成了光细魔法之后又马上动用了水系之力。 这两个魔法明显都是准备好了的,衔接的速度非常快,那些灵力的旋转锋刃还未到,水花天幕结界便落在了海地的附近,形成了一个水蓝色的大散状。 这两个强大的防御技能都被赵满炎打上了霸下之印,再加上它们都是有抵抗、吸收、免疫增幅效果的浑种,要抵挡小半个抄接魔法自然不成问题。 当然,如萨斯可以动用更强的抄接魔法,赵满炎也一点都不畏惧。 他手上可还有一张底牌,那就是土系防御。 他的土系是经过神印里赞的,配合上霸下之印的防备以及土系浑种的硬化,他有百分百信心让萨斯的抄接魔法都伤不到海地分毫。 该死,这几个家伙都是怪物,萨斯气恼的骂道。 莫凡能够杀抄接法师,这个次元女法师战斗力更是恐怖,强大的意念让萨斯很多时候也有些束手无策,并且得避其锋芒,让萨斯更想不到的是,那个阶下球赵满炎竟然也是一个变态怪胎,连他的抄接风系魔法都可以抵挡下来。 可惜,萨斯的抄接风系只是第一级的,若是能够将千叶锋刃凝聚成屠风斩的话,这几个小家伙又哪里会是他的对手。 萨斯正在暗暗可泣时,忽然觉得头顶上空一阵冰凉的冷空气。 他抬起头来,猛的发现一座硕大的冰封灵鹫正快速的砸落下来。 萨斯急忙利用风轨逃窜,冰封灵鹫落到地面后立刻扩散出了恐怖速度的冻结之力。 水塔的水还在街道上流淌却转瞬间全部变成了冰块,而这些水也帮助了凝结冷冻,浑身湿漉漉的萨斯立刻觉得自己全身发冷发僵了。 第1561章 开罗沙土战程 莫凡在与瓦尼、萨斯厮杀的时候,其实已经利用一个叛逆魔影潜入到了大堡垒载,去追踪钢马少将了,可惜钢马少将跑得太快了,没等到那个叛逆魔影完全跟上他。 现在,莫凡只能够通过那一丝丝渗透的黑暗物质去寻找。 黑暗物质会不断的侵染,别人触碰到的物体,有魔法的波动,包括一些通讯设备全部都被被黑暗物质给感染,钢马少将身上被侵染了一层非常淡的黑暗物质,莫凡勉强沿着这个黑暗气味追过去。 作战指挥阵离前线战程大概有四公里,莫凡在夜下奔跑,顿影魔法可以很自如的施展,速度也不算太慢,大概利用银鸟飞掠了十几分钟后,莫凡已经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厮杀声。 这声音对莫凡来说并不陌生,每一个战场都是如此,魔法的咆哮,能量的轰鸣,妖魔的吼叫,人们的惨叫。 穿过了一片后背战壕,那些完全由土与沙铸造而成的开罗战程便出现在了眼前。 各大洲有不少各者名的战程,当初莫凡前往日本东京的那个东海战程便算是亚洲最频繁的战程地带了,而在非洲这里,埃及开罗的战程规模更大,数千年来人类与亡灵之间的争斗从未停止过,和古都附近的黑色土地一样,随处可见的墓穴,地宫,陵墓,还有那些冥冥已经死了却仍旧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的可怕生物。 那家伙进战城了,该死。 莫凡看了一眼土沙之城,心中不满的道。 进了战城,那里就有大量的埃及士兵,莫凡不可能凭借着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与那么多的埃及士兵抗衡的。 可是,就这样让钢马逃走了,莫凡又极为不甘心。 咦,他使用了魔法。 莫凡看到了一只黑暗之营从远处往自己这里飞了过来。 黑暗之营是黑暗物质的反馈,钢马似乎低估了莫凡的黑暗追踪能力,居然没有先让光系法师净化一下身子便开始使用魔法和通讯设备。 如此,黑暗物质不仅不会消散,还会继续在他的身体里蔓延开。 这个蔓延的速度虽然慢,可滋生了足够多的黑暗物质后,莫凡可以在钢马熟睡的时候触发黑暗凋零,像当初悲将那样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冷精给杀死。 莫凡一样拥有这种能力,只是条件稍微苛刻了一些,其中之一便是需要莫凡寄出一个统领级的精魄来。 一个统领级的精魄价值可高了,莫凡如果寄给布兰切送给自己的魔眉剑,那是可以多一头统领级的召唤兽帮助参战的。 妈的,这祸不杀,不知道还要祸害多少少女,统领级的精魄还可以收集,钢马必须死。 莫凡一咬牙,决定做掉钢马少将。 钢马已经逃到了人满为患的战城里,可同时这也是他最放松警惕的时候,想当初悲将可以千里杀人,莫凡也想尝试尝试。 先前到战城里,把黑暗物质尽可能的扩展开。 莫凡对自己说道。 战城如今在抵抗亡灵大军的攻击,想来也没有人会去再以莫凡这个暗影戏法师。 假如碰到了那些修为非常高的老将军,莫凡还有一个暗爵斗篷在手,所以莫凡都起胆来闯上一闯。 从后方进入到战城里,这个战城全部都是由沙土堆砌而成的,稍微重要的一些建筑物才是以兼顾无比的岩石,这些军事建筑物一般也都是矗立在沙土的高处。 战城内的沙土临巡复杂,地形怪异,有巨大起伏的沙丘,也有硬土堆砌的蜿蜒山杖,还有很多相互打通的沙坊土楼,整个沙土之城也像是一个由后沙硬土组成的巨大城迷宫,魔法师们在这样的地形中与亡灵们战斗,会有利很多。 日本东京的东海战城范围还不及埃及开罗的沙土战城的五分之一大,在这样的地方其实也很方便莫凡这种暗影法师行动的,即便不小心撞见了一些在巡逻的军法师,这么多互通的简陋楼房可以潜藏。 埃及法师里有许多是亡灵法师,现在到了半夜,战斗局面处在亡灵法师们用召唤出的亡灵生物与那些海夫拉亡灵们在厮杀,前线混乱到了极点,莫凡远远望去,就看见黑压压的亡灵在攒动,鲜红的血液像是一个湖泊。 海夫拉大军浩浩荡荡,莫凡在一些高高的沙利楼房上滑翔而过的时候可以看到在鲜红的地毯厮杀之地更远端,许许多多像是溪流一样的亡灵军团在往旁大如黑海一样的战斗区域汇聚。 亡灵源源不断,即便那些亡灵法师们的召唤生物组成了肉强,垮塌也是时间的问题,漫天缤纷咆哮的魔法之羽地毯是轰炸着,往往会发现那些亡灵们总是还能够摇摇晃晃,缺胳膊断腿的爬起来。 除此之外,蛇蝎大军更是开罗军队最为头疼的问题,他们在大战血泊地带的两侧,不断的骚扰和偷拾着那些魔法师方队,一样给埃及军部造成了极大的人员损失。 隆隆隆隆隆隆。 莫凡刚落到了一座硬土大楼上,就看见下面一头黑色的大些怪用身躯狠狠地撞在了下面四层楼上,一下子导致了这五六十米高的硬土大楼倒塌了下去。 这座硬土大楼上有一些参战的猎人和魔法协会的成员,其中有一位年纪在三十出头的女猎人正大声指挥着什么,用的是埃及的语言莫凡也听不懂。 你是哪个对的? 还不逃走,想死是吗?那位女猎人彪悍无比,看到莫凡还逗留在附近,顿时大怒道。 莫凡落到了地面,躲开了那些倒塌下来的硬土楼层,很不巧那只黑色的大些怪盯上了自己,他迈开腿来,像是收割机那般发出可怕的机械声音。 快找地方躲起来呀,你这个蠢货,女猎人意识到莫凡不是埃及人,立刻改用国际语对莫凡喊道。 莫凡站在那里不动,在他头顶上方,断裂掉的硬土楼层重重的砸了下来,离莫凡也不过只有五六米了。 而在他的前方,黑色大些怪也很近很近了,其他那些躲在附近的猎人都叹息了起来。 银色的光辉微微亮起,就见莫凡双目一领,头顶上那些疯狂砸落下来的大楼残骸诡异的被银色的滑光给笼罩着,更一下子全部静止在了半空中,纹丝不动,连一点尘埃都没有落下。 去! 莫凡冷冷的吐出了这个字,煞食那些原本要砸在莫凡身上的大楼残骸以更快的速度朝着黑色大些怪轰的砸去。 大蝎怪皮操肉后,这群猎人们一连释放了好几个中阶魔法都没有能够伤到他,可被莫凡施加了速度的大硬土怪却生生的将这大黑蝎怪给砸扁了,将他假窍里的那些肉液都给撵出,剑洒了满地。 空,空间戏法师。 女猎人和他的同伴们都看闪了。 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有解决的大黑蝎怪却被这青年不费吹灰之力秒杀了。 问一下,这次战役的总指挥是谁? 莫凡看着这几个呆若木鸡的家伙,露出了一个友善的微笑。 讲道理,在社会上雷系已经是非常牛X的技了,像空间戏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那绝对可以给一些混迹法师们不小的震撼。 主要是莫凡现在生活的圈子周围很多都是天才、精英、高手,包括出入的地方遇到的人也都算是魔法师社会的上流,所以空间戏、雷戏、召唤戏这些比较稀有的戏大家都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是一森军手。 女猎人法师愣了一会才回答道。 你们包扎伤口的时候能顺便给我说说这个人吗? 莫凡说道。 这个倒没有什么问题,我叫杰妮。 女猎人态度比之前友好太多了,她那双细细的眼睛还特意将莫凡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遍。 杰妮是一名猎人,她的小队一共有七个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伤,并且毒性还在蔓延,本来他们与黑蝎怪之间是一场苦战,但莫凡的出现可谓是让他们一下子解脱了。 事实上除了军队在正面战场之外,各大势力的人员都会组成不同的小队在这个战程内,莫凡也不需要刻意的去伪装,没人会在意她一个亚洲面孔的,只要不踏入到军方禁止的地方。 整个开罗战程里,像杰妮这样的小队多得数不清,他们有些是应招辅助军方战斗,有些是自愿加入。 这次的战役总指挥官是一森军手,我们开罗五大军手之一。 他来自梅卡氏族,军校毕业后就一直在军队效力。 虽然他是士族出身,但他可是从尼罗和墨流的一些边城慢慢的爬到了现在这个位置,我清楚的记得在我还就读利塔沙城的时候,他就是我们那里的成将军,我们安界和种植的正在被蛇蝎一族侵占,城市岌岌可危,是一森将军将他们击垮,为我们拿回了重要的土地。 杰妮明显对军手一森非常的崇拜,在他的眼里这人就是一位军神,国家英雄。 第1562章 阿帕斯没死 说到开罗的五位军手,莫凡好像听芬娜有稍微提起过。 芬娜是为大军手哈肯效力的,也是在那次普西尼海市蜃楼战役之后,芬娜渐渐进入到了开罗首都军部的视野,之后芬娜又立下了不少功劳,于是被大军手哈肯看中,被调遣到了开罗军部。 哈肯是大军手,但从杰妮的语气来看,哈肯已经老了,和最近如日中天的一森军手比起来反而更没有什么比较鼓舞人心的胜利,如今一森的呼声不断的增加,很多大家族,大实力也在暗中支持着一森,想来大军手哈肯退下来之后,一森很有可能坐上开罗军部大首脑的位置。 既然他很了不起,为什么这次的战役看上去不是那么的乐观? 莫凡问道 或许是不够团结吧? 而且这次海夫拉金字塔的攻击要比以往其他那些金字塔强太多了,单单是蛇蝎大军便消耗了我们开罗不少战斗力。 杰妮说道 好,谢谢你们,方塔是在那个方向对吗? 莫凡询问道 是的,不过方塔附近并不让他人靠近。 杰妮提醒了一句 莫凡了解了一个大致情况后便朝着方塔的方向行去。 方塔很高,是整个沙土之城最宏伟的建筑物了,它一共分为两个结构,下面一半是一座牢固的钢铁要塞大楼,上面才是那白色的直壁云端的方塔。 莫凡顺着杰妮说的方向走了大概十分钟,便看见了这座特殊的建筑。 关于方塔的事情莫凡也在开罗市的时候听了一些,方塔是开罗的重要守护神,埃及的亡灵们是需要明辉的照耀才能够在人间逗留,没有明辉的地方便不会有亡灵大军,方塔正是一种可以散发出特殊光运的建筑,让明辉在他的保护区域里失效。 人们之所以能够在开罗城市里面临战争依旧淡定,很大程度是因为方塔的存在。 钢马的顶头上司就是这个军手伊森,小美杜莎的事情是这个伊森在背后指使的,莫凡感到万分不解。 既然是一个军神,为埃及国家立下无数军功,那为什么又要饲养小美杜莎,让他更快的成长起来,这里面难道还有肮脏无比的交易? 到了方塔要塞下,莫凡抬起头看到的是一个黑漆漆的庞然大物,冰冷的钢铁外墙不知究竟有多厚,里面更不知有多少军方的高手,让莫凡开始有些犯难。 黑暗物质侵染的速度太慢了,那样是不足够让钢马少将生命凋零的,莫凡还必须渗透一些到里面,可看到这里戒备如此森严,莫凡也觉得有些无从下手。 咦,好眼熟的家伙!莫凡正在附近徘徊,忽然发现了一个和金色头发的身影,他穿着一身别致的军衣让莫凡差点没有认出他来。 那男子身后跟着两名身姿挺桥的女军官,能够在这战程之中还有如此待遇,想来他在埃及一直都过得很潇洒。 莫凡悄悄地靠了过去,发现他正站在要塞下的一个角落位置等待着什么人。 就借这家伙前进去吧,看他的样子军衔还不低。 莫凡暗道。 将黑暗物质沿着地面释放出去,黑漆漆的战程下也很难有人会察觉黑色如雾水一样的东西在脚下蠕动。 塞伊德的警觉性很差,他正在和身旁的两位女军官眉飞色舞的说着什么,脸上时不时还露出骄傲的笑容来。 塞伊德是埃及国府成员,莫凡对这家伙的实力和修得戏都非常清楚,想来以他的迟钝是很难察觉到自己的诡秘黑暗物质的。 黑暗物质悄然的爬到了塞伊德的身上,塞伊德莫名的哆嗦了一下,然后警觉的往附近往去。 怎么了? 旁边那位苗眉的女军官问道。 没什么,那家伙既然还没有来,我们就不等了,先进去吧,我可不想让我的叔叔等太久。 塞伊德说道。 嗯,您或知的这个情报一定会对这次战役大有帮助。 另一位皮肤黑麦色带着几分野性风情的女军官说道。 塞伊德带着两位女军官往钢铁要塞内走去,穿过了众多军法师把守的长桥门后,他依旧没有发现自己背后的影子比以往要浓密了许多,殊不知在他的影子下面,还藏着一个人,那些守卫在长桥门上的法师们看到是塞伊德,连例行检查都没有便放他进去了,这让躲在塞伊德影子下的莫凡不由的松了一口气。 事实上若是那些守卫法师里面有光系的,对塞伊德稍作检查便可以察觉到自己的存在,暗影系法师最大的克星还是光系,也还好塞伊德这个中看部中用的家伙权限级别很大。 莫凡庆幸自己选对了人,之前几个莫凡想要借助的家伙都被阻拦了下来,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检查。 这个塞伊德,眼睛还老往女军官身上瞟,难不成是打算汇报完工作之后就去星号难怪在世界学府之争比赛上的时候伪念虚弱,原来是用肾过度。 莫凡把塞伊德的一举一动看得很清楚。 恩?黑暗之营? 莫凡忽然间察觉到了一头小小的黑暗之营从前方飞了过来。 黑暗之营是除了自己之外别人都察觉不到的特殊黑暗信号,即便是光系法师留意到了,也只会觉得是一团没有任何意义的黑暗能量废弃。 莫凡本以为这黑暗之营是从钢马少将那里传递回来的,这往往代表黑暗物质又得到了一次扩散蔓延,但当黑暗之营飞到莫凡所潜藏的影子里,莫凡立刻露出了欣喜之色。 阿帕斯,这小丫头还没死,真是太好了。 黑暗之营来自阿帕斯,是阿帕斯身上微弱到极点的黑暗物质,莫凡本来不对这微弱的能量抱有任何的希望,甚至觉得阿帕斯已经死亡了,才会气息弱到难以寻觅,没有想到他还活着,而且他似乎在一个有充斥着黑暗气息的地方,这才让莫凡那一丝丝黑暗物质复燃了起来,并将他的行踪反馈给了自己。 还好杀手殿堂的碑将赐给了自己这无所不能的黑暗物质,叶煞,不然自己真的会变成一个无头苍蝇,什么都做不了。 第1563张军手伊森 莫凡将黑暗物质侵染到了赛义德的身上,让他携带着足够的这股协议能量,方便自己接下去的行动。 等赛义德过了这个转角,他的一重影子悄无声息的与角落的大花瓶影子重在了一起,他和那两位女军官都没有发现赛义德的影子一下子变淡了许多。 没多久,赛义德的脚步声与说话声渐渐远了,莫凡正要从大花瓶的影子下出来,却发现了顶礁位置有一个摄像头,正好对着自己这里。 还好没马上跑出来,不然被捕捉到的话就露线了。 莫凡暗暗道。 像这种军事基地里,摄像头另一边都是有人二十四小时盯着的,他们或许看不见莫凡,却可以看见影子的自行蠕动,经验丰富的一些监控者立刻就会知道是有暗影系法师闯入,紧接着便会有一群光系法师过来扫荡莫凡。 莫凡静静地等待着,没多久便听见了一群脚步声,他们保持着小跑着往这里经过。 莫凡等这些人的影子过来,这才看准时机融到了他们的影子里,坐上了这趟保险的顺风车前往了另外一个地方。 和钢马少将比起来,阿帕斯的性命更加重要,莫凡暗暂且先将刺杀钢马少将的事情放一放,顺着黑暗之营地指引在这复杂的大军事基地里寻找着阿帕斯。 这个大基地里面有很多层,通道复杂无比,并且每一个重要的转角都有安装摄像头,这让莫凡行动全靠那些经过这里的军人。 怎么还不来人? 莫凡焦急地贴在一个灯座的死角下面。 到了这个地方,来回走动的军人明显变少了很多,看来这里已经慢慢地需要更高的权限了。 哒哒哒就在莫凡有些失去耐心时,一个明显皮鞋踩在地面上的清脆声音响起了,莫凡目光望去,正看到一个披着一件黑色军衣的老者独自一人往这里走来。 他的黑色军衣很大,都快要拖在地上了,老者一脸凝重地往前行者,快走到莫凡这里的时候步子忽然停了一下。 莫凡心脏剧烈地跳动了一下。 这家伙不会发现我了吧? 莫凡暗暗心惊。 达老者似乎是突然间想起了什么才停下来的,过了几秒他又继续往前走去了,这时莫凡也顺势将自己的身影贴入到他的影子上。 不知道为什么,搭上这个顺风车的时候,莫凡就有些后悔了。 这个老者的修为应该非常高,假如他是光系法师或者暗影系法师的话,莫凡肯定就被察觉到了。 还好,这个老者没有什么反应的样子。 老者走的地方并不是莫凡想要去的地,大概在一个地下一层的大厅门前,莫凡便和这位送了自己走很远的老者分道扬镳了。 脱离了这位老者之后,莫凡还是心有余悸,总感觉会被他发现,想来这位老头察觉到自己这个闯入者的话,自己绝不是他的对手。 莫凡找到了前往负二层的深井楼梯,楼梯里没有监控,并且非常暗,非常有利莫凡行动。 嘣!大厅的门紧紧的关上,大军依老者有些驼背的走到了中间的位置,几名在里面等候的军官看到老者进来后露出了惊慌和尊敬之色,急急忙忙行礼。 大军手,有什么吩咐的吗?监管军官挺直着身子问道。 哦,我大概是走错了,我应该去楼上大厅的,哎,年纪大了,总是犯这样的错误。 哈肯军手摇了摇头道。 让属下送您吧。 监管军官殷勤的说道。 不用了,你们执行你们的公务吧。 哈肯军手摆了摆手,又重新打开了门走了出去。 往莫凡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哈肯军手脸上露出了一个茫然不解的神情。 这小子跑进来做什么? 哈肯军手自言自语了起来。 芬娜很早便将开启冥界之门的计划递交到了最高指挥席上,作为掌管整个开罗军部的大首脑,哈肯自然也知道这件事情,同时也看了一下莫凡的大致信息。 哈肯认出了躲在黑暗里的莫凡,但他没有去惊动。 他也想知道莫凡这样鬼鬼祟祟潜入这里是有什么目的。 军事基地地下赴二层。 这里黑暗气息很浓啊,难怪叶煞会慢慢的滋生开。 莫凡轻叹了一声。 黑暗气息浓烈,莫凡便可以更自如的穿梭了,但让莫凡非常意外的是,这个地下赴二层并非是一个军事机构,反而是一个黑暗牢笼。 牢笼中都有黑暗禁锢力量,莫凡走到了一个黑漆漆的小窗前,目光往里面探去,却发现里面关押的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头蜷缩在角落的蛇人。 那头蛇人发现了莫凡,昏暗中用那三角眼盯着窗外的莫凡,带着一丝愤怒的情绪。 他猛地朝着莫凡这里扑了过来,身躯撞在了厚厚的大牢门上,恨不得从那小小的铁窗中钻出来将莫凡一口吞进去。 莫凡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一些魔法机构会活捉妖魔的现象也不算少见,像魔法协会的严私会为了研究妖魔的能力和习性,就经常会拿星号做实验,甚至有比较古老的传言表明人类的魔法其实就是从妖魔身上得来的。 莫凡退了开,继续往前走去,却发现这地下赋二层里有非常多这样的大地牢,里面囚禁着的活着的妖魔超过百个,其中有一间牢房更是巨大无比,里面有一头红色的狂蝎,属于等级不低的品种。 军方到底在干什么? 莫凡感到更加不解。 从阿帕斯身上飘出来的气息越来越近了,莫凡终于在一个被禁制隔绝的位置找到了阿帕斯所在的大地牢。 这个地牢和其他黑漆漆的牢笼不太一样,里面铺着一种青色的眼睛,四面墙壁也全部都是这种能够映出身影的青色眼睛,宏大气派的如一座青色的宫殿。 哒,哒,哒。 莫凡还没有来得及看清里面的身影,就听见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他转过头去,却看到了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一双冰冷的眸子,昏暗之中这双眼睛格外有神,带着几分威慑力。 莫凡立刻提高了警惕,注视着这个朝着这里走过来的人。 你这又是何必呢?追到这种地方来?难道你不知道事情已经涉及到了我们军方高层的话就应该就此罢手了,还是说在你的国家你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一些事情越是寻求真相,就越可能让你陷入万劫不复。 冷谋男子走了过来,语气平淡无比的说道。 你是谁?莫凡质问道。 钢马的上司,这次战役的总指挥者,伊森。 不用紧张,我不是来对你如何,只是下来与你聊几句,我知道你是谁。 伊森走了过来平和的说道。 他并没有对莫凡出手,以这家伙的实力想必莫凡不使用恶魔系的话会瞬间被他杀死。 他的身上没有一丝丝的杀意,他往那个青色严精宫殿内走去,手一扬,那一道厚厚的禁制便打开了。 莫凡完全不理解这家伙的行为,这时伊森军手却给莫凡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示意莫凡进去。 莫凡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反抗也没有任何意义,于是踏入了这个青色的惊炎地下宫殿。 军手伊森走在前面,完全是在给莫凡带路的样子。 别紧张,我只是希望你听一下我的解释。 军手伊森说道。 以你的身份,也需要下来和我解释。 莫凡警惕的质问道。 军手伊森笑了笑道。 有一位老朋友善意地提醒我,别把你这个炸药给惹极了,不然事情会变得复杂无比。 老朋友。 莫凡皱着眉头道。 他是你的敌人。 我知道你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我不希望你给我惹麻烦,我讨厌麻烦,海夫拉金字塔这个大麻烦已经让我很头疼了。 军手伊森继续往前走去。 穿过十几根昏暗的大柱子,军手伊森走到了一个被白色的额毛铺满的地方。 白色额毛像是一张巨大的额毛床,华贵至极,可在那上面躺着的不是某位埃及公主,赫然是一头头发披散着遮住了容貌和上半身,下身却是红色光临闪耀的蛇人美杜莎。 那是少女美杜莎,莫凡是见过的,她那青色的面孔让莫凡的印象非常深刻。 嘶嘶嘶嘶嘶少女美杜莎嗅出了莫凡的气味,她有些发怒地探出了身体,她的身体柔韧极强,可以用尾巴的部位将修长的身躯完全支撑在空中,宛如在水中那样慢慢地游过来。 黏糊糊的头发看上去非常的恶心,青色的身躯和青色的面孔虽然非常接近一个女人模样,但没有任何美感可言。 少女美杜莎靠得莫凡很近,蛇信子从那张女人脸庞中吐出,轻轻地扫过着莫凡的脸颊,莫凡站在那里不为所动。 她祖母级的歇军美杜莎莫凡都揍过,又哪里会怕这头少女美杜莎,这头少女美杜莎即便成年了也不过是红蛇美杜莎,君主里的中等级别。 第1564章 灭世一切 瞎,少女美杜莎忽然张开嘴,一副要将莫凡的脑袋一口给咬下去的样子,她的嘴可以一下子张得非常大,占据了大半张脸,尖尖细长的毒牙从莫凡的脸颊旁滑过,在上面留下了一道血痕。 莫凡仍旧没有反应,少女美杜莎也没有咬下去,她忽然间发出了一串妖魅的笑声,听起来跟一个女人抿着嘴尘笑般。 我虽然不知道你怎么找到这里的,但你要的那个女孩已经死了,或者说被少女美杜莎给溶到身体里,成为了她容貌,身躯的一部分。 军手医森站在那里说道。 莫凡看着这个青色的少女美杜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事实上莫凡在外面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了,黑暗之营不是从阿帕斯的身上飞出来的,而是来自这头少女美杜莎。 他吃了她,青色的身子与容貌都与阿帕斯是那么的相似,这让莫凡心中涌起了愤怒,可这个愤怒究竟该向谁宣泄,是这头残忍无比的吃人蛇妖,还是旁边这个身居高位的军手? 一定要这样毫无人性吗? 莫凡质问道。 莫凡,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比你还容不得杀,我曾为了一个被困在野外的伤人的怀孕妻子率领着我的亲信们与歇族厮杀了三天三夜。 我先将这个身孕的女人送到了那位伤人的那里,母子平安,在一个一个将我的部下们埋在茶色的沙子下面,卡姆城被海市渗楼笼罩,军手们为了抵挡撒哈拉沙漠之灵的攻击,放弃了这个小城,我与我的一位出生入死的兄弟杀入里面,又杀出亡灵重围,这样的事情我做得太多了。 伊森军手在黑暗中抽出了胸前口袋里的一根烟。 伊森想起了莫凡,递了一根给莫凡,见莫凡没有接,于是自己点燃了起来,深深的吸了一口。 让战争胜利的办法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是大部分人认为的,与妖魔厮杀,将他们驱逐出去,这种方式胜利了的话,死的是法师,败了的话,死的是民众。 而另一种方法就是像钢马所做的那样,将一些无关紧要的女孩投到蛇窝里,博得一些妖魔首领的好感。 这个方式能够起到的效果是魔法师不用死,民众也不用死。 伊森说道。 这就是你一步一步做上军手的手段。 用自己的同胞为保了那些入侵者的统治阶级,再笑容满面的将他们送走,以此换取安宁。 莫凡冷笑道。 这个行为让至少数千名精英法师活到现在,让我们军部还有足够的力量与今夜的海夫拉抗衡。 伊森说道。 一开始我很佩服你们,一个在最凶险的地方屹立了数千年的民族,他必定有着让人钦佩的东西流淌在每个人的身体里里。 原来你们的延续手段是这样,那何必去推翻法老时代,让你们强大的法老继续统治着你们不是更好吗?继续做着卑微毫无尊严的奴隶。 莫凡对伊森的话语嗤之以鼻。 莫凡本以为这里面还会藏着什么更复杂的秘密,可现在看来一切都是那么的直白而又简单,为了让这场战争变得更加轻松,军方有人向蛇蝎一族进贡了不少像阿帕斯这样的女孩,伺候好了他们,让他们提前退兵。 用这样的方式换来的丑陋和平,让莫凡感到可悲而又愤怒。 这些东西永远杀不完,永远杀不尽,数千年来一直如此。 几个女孩和几千法师的生命,这是一道再简单不过的选择题,我相信再过十年,当你一次一次被无能为力打得措手不及,亲眼目睹着更多你因你的失败而死去的堆成山的尸体,你会和我一样撕掉今天的傲气与尊严将这几个女孩推到蛇窝悬崖下面。 我不否认我是一个恶魔,该下地狱,但也别否认我给这座城市带来的瓶颈。 事实上在死亡扼住喉咙的时候,那些你觉得最无辜,最善良的民众们其实内心里比任何人都渴望将他们推下去,民众们一边痛恨着我这种败类,畜生,毫无人性的狗杂种,一边希望着有人和别人去做,好让他们能够舒服的躺在自己房间的沙发上,围坐在公园里义愤填膺的唾气像我这样的人渣。 伊森深吸着那口烟,那双冷眸注视着少女美杜莎,脸上慢慢的勾起了一个怪异的笑容接着道。 妖魔们其实比我们人类更好相处,伺候好了他们,他们就滚蛋,而人伺候好了他们,他们还会用人伦道德将你逼到崖边。 伊森说了很多,他平静的话语里透出了过往很多不堪的惊。 我该走了,人们还指望着我给他们吹响胜利的号角,但这注定是一场损失惨重的战役,胜利了,我的部下们将死伤殆尽,败了,身后的那些民众们将死伤一大片。 你想揭发我的罪行,那就去吧,即便你证据确凿也毫无意义,因为这个开罗需要的是我,我能给他们带来胜利与平静。 当他们彻底被妖魔威胁到生命哭喊着的时候,就会觉得我的罪行原来那么微不足道。 对了,我记得在你们国家,像这种未成年的君主生物一般是不会杀的,即便抓到了都会放生,不然会彻底打破原有的妖魔势力平衡,还会引来那头成年君主愤怒的清朝而出,啊,我想不明白我们本质之间有什么不同。 伊森将烟给弹在了地上,转身朝着外面走去,真的没有去理会莫凡了。 军手伊森的脚步声渐渐远了,莫凡仍旧站在青涩的严晶大殿里,那头少女美杜莎劈着一个让莫凡悲痛无比的皮囊来来回回的游动着,像是一个饥饿荡女细致的打量着自己的猎物,让人觉得恶心作呕。 但是,最让莫凡愤怒的却是这个军手伊森。 他那开罗城君神的光辉伟暗下,还踩着一具具像阿帕斯这样的女孩的尸骨。 他的那番话听上去是有那么几分血淋漓的真实,但丝毫掩盖不了他藐视一切的猖狂与嚣张。 岂止是让人心寒。 第1565章 怒斯美杜莎 这就是权势,真正强大的权势是可以将生命视为粪土,莫凡站在这座青涩的为妖魔铸造的宫殿里,胸脯不断的起伏着。 越挖掘,越血淋漓,有的时候无知反而更轻松很多,至少不会在知道真相后被这种悲愤灌入到自己的喉咙里,让人窒息,让人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宣泄。 莫凡,莫凡,昏暗之中,一个声音焦急的传了过来。 莫凡根本就听不见,脑子里仍旧回荡着军守伊森的那番话,久久无法平静。 莫凡,莫凡,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芬娜走到了莫凡的面前,看着神情有些恍惚的莫凡,更加的紧张起来。 伊森那边的人告诉芬娜,莫凡在军事地下二层,芬娜正好从前线退下来休息,身上的伤还没有怎么包扎便匆匆忙忙的到了这里。 芬娜,我问你。 莫凡缓缓的抬起头来,目光注视着芬娜。 芬娜愣住了,她能够感觉到莫凡这双眼睛里的冰冷与严肃,好似在看待一个必须防备的陌生人。 怎么了? 芬娜说道。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军方有人在饲养少女美肚杀? 莫凡语气很重很重,她用手指着那个躺在额毛床上显得格外惬意的女蛇人。 女蛇人也根本不攻击莫凡和芬娜,她那双三角眼绕有兴趣的打量着莫凡和芬娜,似乎知道这里的人类根本不敢拿她怎么样,甚至还要继续送一些能够滋润她的少女过来给她品尝。 这,芬娜看了一眼少女美肚杀,整件事芬娜已经从伊森军首派来的人那里得知了,她的目光有些闪躲,过了好一会才说道,我也只是听说,但你要相信我和哈肯首脑绝没有参与这件事。 你们也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呵呵。 莫凡惨然的笑了起来。 我们,芬娜一时间哑口无言。 我们很懦弱,也毫无骨气,像一群被圈养着的牲畜。 另一个声音传了过来,脚步声也随之慢慢的靠近。 莫凡目光望去,看到了之前那位穿着黑色大军衣的老者,他身躯钩楼,双目却依旧炯炯有神。 大首脑 芬娜急忙退到一边,有些诧异的朝着老者行了一个礼。 大首脑哈肯摆了摆手,有些自嘲的说道,军礼是为了表达尊敬,从今晚后你没有必要向我行礼了,我确实不值得你和你的朋友尊敬。 先是如日中天的伊森军首。 随后又是大首脑,你们埃及军方倒是真得狠看得起我。 莫凡讽刺道。 你在中国北疆的事情我已经听闻了,是你们国家的一位大领袖与我提起的。 你的所作所为的确可以狠狠的藐视着我们这些没有用的军人,大首脑哈肯说道。 莫凡自然知道哈肯说的是什么。 胡夫金字塔,中国北疆遭到胡夫金字塔的肆虐,整条北疆防线上一共只有几百名精锐法师,一座镇北关要塞而已,但比海夫拉更可怕的胡夫大军仍旧是被阻挡了下来,没有伤到中国北疆任何一人。 在哈肯看来,这绝对是奇迹,因为在埃及经了数十年战争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胡夫金字塔的明徽一旦普照,会给一个国家带来多么恐怖的灾难。 你们国家的人民一定会很自豪,有一位像你这样的人,带给城市真正的安宁,没有鲜血,没有尸体,没有痛苦的哭喊,事实上我们国家也有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强者,他不是你眼前这个衰老的只剩下一具空壳的我,而是比我年轻,比我大胆,比我更懂得掌控权势,比我更能够获得胜利的军手伊森。 他就是埃及的莫凡,享有着无与伦比的爱戴与崇尚。 当然,你只代表着你个人,也从来不会向任何人大肆宣扬这一切都是你所为,但不管他人知与不知,那份活下来的感激一直都烙印在那些人心中。 大军手哈肯说道。 你想说什么,难道也是叫我不要来你们埃及多管闲事吗? 莫凡很没有耐心的道。 他现在心情差到了极点,一想到阿帕斯那样一个柔弱的女孩被被战争这样践踏成一堆白骨,莫凡心就震震刺痛。 我只是希望你明白,只要战争不息,军手伊森将永远站在开罗的至高点,如同金字塔顶端的王,他也根本不可能遭到应有的惩罚,连国际军事法庭都不敢裁决他,而圣裁院是不会去胜裁一位高位军人的。 大首脑哈肯说道。 可悲而又可泣,无论是国际最高军师法庭还是对法师最高裁决权的圣裁院,都让莫凡感到一阵厌恶,他们在对待一些局势需要他死去的人,便一副神明旨意,不可违背的样子,遇到一个还有着很大价值对大家都有利的人,无论他犯下了多大的罪孽,都会一副我们也无可奈何的可怜嘴脸。 全语是,当初赵满言说的那番话让莫凡在此刻有了一层更深的触痛领会。 或者冷爵与撒朗的那些理念也并非完全的错误,因为一些当权者在本质上与他们没有任何区别。 伟达更宏伟的目标,死上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又有什么关系? 偏偏这就是莫凡最无法容忍,最想要用自己的双手去生生撕碎的。 无关紧要 这个世界上有谁是无关紧要? 又有谁是真正的微不足道? 再微不足道的人对他的家人而言就是庞大到超越所有的精神信念。 不要忘记他一森军手也曾经过那个躲在别人与异下的时候,没有那些尊重每一个生命的强者,没有誓死与妖魔厮杀的那些人,他早已经在没有学习到魔法之前惨死在了蛇妖与亡灵的无情践踏下。 莫凡一直心存感激,在博城时自己是那么的弱小,自己能够活下来是因为有朱校长,有展空这样的人在坚守着,这才有了自己后来的成长在古都浩劫做力所能及的事,踏上高阶级在世界学府之争中的辉煌,而这也是北疆镇被关上莫凡面对胡夫金字塔这个庞然大物不愿意退缩的真正原因。 你可以在一个少女和几千名魔法师之间做一个选择,那是在两者你只能够救下其一的无奈选择,为了大局。 但这不代表可以为了多让几千名魔法师活着,主动将一个明明可以好好活着的女孩推向蛇窝里,这绝不是为了大局考虑的无奈选择,这使人沦丧懦弱到了极点的病态。 这种病态确实会传染,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少人染上了这种病,莫凡并不清楚,但莫凡绝不会让自己得上这种病。 阿帕斯不能就这样死,莫凡也不会就此罢休。 莫凡的双眼忽然变得凌厉数倍,银色的光像两柄剑那样似向了那个作威作福的少女美杜莎。 少女美杜莎正在慵懒地整理着她的头发,盼望着早点让她们变成一头头蛇,感受到莫凡杀意十足的眼神后,她竟然一点也不慌张。 她拥有很高的智慧,她知道人类不敢对她怎么样。 银色的念控之力死死地扼住了少女美杜莎,还在那里窃一疏离自己的少女美杜莎被莫凡单手吸拽了过来。 嘶嘶嘶嘶嘶少女美杜莎也不反抗,她已经在莫凡的面前了,却还用那红信子挑弄着莫凡那张怒不可指的严肃脸庞。 你很得意是吧,莫凡看着少女美杜莎,冷笑地问道。 嘶嘶嘶少女美杜莎舔了舔唇,一副刚刚想用了美味的嘲弄姿态。 少女美杜莎知道莫凡就走了阿帕斯,她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莫凡,阿帕斯是有多美味,更是在告诉莫凡,我吃了你辛辛苦苦保护的人,你又能拿我如何? 或许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不敢动你,包括一些晋咒级的法师。 但我莫凡的人,不是你这个贱货想吃就能吃的。 莫凡忽然有些发狂的大吼出一声。 空间的意念之力全部灌注在了莫凡的双手上,她像是宣泄着一切愤怒,用尽自己全身的力气抓住了少女美杜莎的蛇神女妖身。 撕了。 蛇的身体不应该出现在阿帕斯的身上,莫凡用自己的残暴之手狠狠地将这头少女美杜莎撕扯开。 扑扑扑。 鲜血疯狂地喷洒,大片大片地落在青色的晶颜上和白色的额毛上,触目惊心。 啊呀呀呀呀呀,少女美杜莎发出了凄厉无比的叫声,之前那份得意消失的无影无踪,脸上全是惊恐,痛苦还有不可置信。 滚烫的蛇血洒落在莫凡的头发上,粘稠地又慢慢地顺着她那张棱角分明的脸颊缓缓缓地流淌到尖宇上身上,没多久,莫凡整个人心红心红,唯独一双充满了暴怒的眼睛黑褐色中带着可怕的冰冷。 啊呀啊呀,少女美杜莎的蛇身躯一样鲜血淋漓,不断地在地面上翻滚着。 她的上身更是剧烈地扭动,她发出无比刺耳痛苦的尖叫,声音回荡在整个军事基地里面。 第1566章 附中活人 芬娜呆住了,看着浑身因为蛇血的滚烫而不断地冒起白色热气的莫凡,好似也可以看到她那颗沸腾狂热到了极点的心脏就在自己的眼前跳动着。 大首脑哈肯一样为之动容了,撕开少女美杜莎的那一刻,哈肯感受到的是一股绝不妥协的气魄,男人可贵的无所畏惧,哪怕阻挡在面前的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种族,一位统治者一座首都之城的军神人物,一样会被这双手给狠狠地撕碎。 嘶嘶嘶嘶嘶少女美杜莎两截都在扭动着,她甚至还试图相互接在一起,可还没有等两截部位靠拢,少女美杜莎的蛇身躯和人身躯开始变得僵。 僵直了片刻之后,这两截又开始石化,从身体的内部石化到了蛇皮与青皮上,这代表着少女美杜莎的生命已经彻底逝去了。 最后,石化的美杜莎之身变成了柔软的粉末,自行溃散了。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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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溃散成粉末的美杜莎身躯里,一个被一层鲜红的膜包裹着的东西露了出来,红色的肉膜带着些许透明,隐约可见里面蜷缩着的一个较小玲珑的身子。 莫凡起初以为是一个大蛇卵,可当他认真望去的时候,顿时有些欣喜若狂。 是阿帕斯。 这层鲜红的肉膜里裹着的正是阿帕斯,那少女美杜莎明显是将阿帕斯整个人给活吞进去的,并且用特殊的方式一点一点的将阿帕斯给消化掉,这样便可以获得阿帕斯作为少女所有的美丽特征。 好像没有死。 芬娜有些惊讶的看着从少女美杜莎身体里钻出来的这个肉膜,很难想象军手一芬是真的把一个活脱脱的女孩喂给少女美杜莎吃下。 阿帕斯气息很弱很弱,也就是说叶莎的判断并没有错,她并没有真的死去,只是被少女美杜莎给活吞了,在少女美杜莎的蛇身里。 蛇族生物在进食的时候,多数不是将它们咬碎来吃,而是先用剧毒麻痹猎物,在猎物失去意识的时候将其慢慢的吞入到腹中,再一点一点的消化,而这整个过程有可能该猎物还活着,仅仅是无法反抗。 阿帕斯的情况正是如此,她活吞进去了,身体缩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形状,被一层蛇的胃壁膜给缠住,在里面根本动弹不得。 在看到少女美杜莎的时候,莫凡也感觉到了残留着的一丝黑暗物质是在少女美杜莎的肚子里,所以军手医生说阿帕斯已经死了,莫凡也没有去怀疑,但没有想到的是,阿帕斯是被活吞进去的。 看到这一幕,既让莫凡感到更加火冒三丈,又让莫凡万分欣喜。 他还活着,他还活着。 莫凡急忙破开了那缠住他的胃膜,把衣裳,几乎都被有些容具的阿帕斯给解救了出来。 阿帕斯全身都是蛇的胃液,柔软的身子骨有几处更是明显折断了,以一种近乎畸形的方式缩在一起,那张精致美丽的脸庞也在此时溃烂不堪,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美丽出尘的少女。 芬娜看到这一幕,呼吸也变得沉重了起来,他施展出了水系魔法,用那些柔软的水带清晰掉阿帕斯身上粘稠无比的胃液。 我去叫一位治愈法师过来。 芬娜说道。 莫凡点了点头,此时也顾不得药物的珍贵了,从心下给自己的小囊里取出了一枚能够续命的药剂,一点一点的为阿帕斯喝下去。 阿帕斯的鼻腔,口腔里也被灌满了那些能够消化他身体的胃液,药剂没法让他喝下,如果使用意念反而会有可能破坏他那娇弱的呼吸道,时道,莫凡所幸用最原始的方法,用自己的嘴把他口腔里那些恶心的东西给吸出来再吐掉。 那些胃液有毒性,莫凡很快整张嘴都抹了,可一想到阿帕斯渴望学习魔法的天真笑容,莫凡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继续清理着他的口腔与呼吸道。 大手脑哈肯站在一旁,看着莫凡用尽一切办法去救这个面目全非的少女,那双浑浊的眼睛开始晃动了起来。 快醒醒,快醒醒,阿帕斯,是大哥哥我,你答应过我要很坚强的活着,只要你活下来,我会亲自教你魔法,雷系,火系,空间系,暗影系,召唤系,你喜欢哪个系我就教你哪个系。 莫凡发现阿帕斯的气息越来越弱了,这是身体处在一个自我衰竭的状态,事实上这种情况也跟死了没有什么分别,因为这具身躯已经无法承担一个生命的附和了。 吐掉了那些胃液,莫凡急忙将珍贵的药液味入到阿帕斯的喉咙里,那充满着生命活力的液体流淌到他腹中后,便一下子化作了千丝万缕的复苏之力,修复着那些破损的内部组织,激活着那些即将永远长年器官。 莫凡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他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心下这枚亲自配置的复苏药液上。 莫凡,你真的要将伊森送上军事法庭彻底揭发他的罪行吗? 大首脑哈肯这个时候开口问道。 我并不会指望一些权威机构。 莫凡看着气息游离在生死边缘的阿帕斯,越发的心痛与愤怒。 你与芬娜说的冥界之门计划,真的可行吗?毕竟这一切太荒唐了。 大首脑哈肯问道。 你既然知道了我对抗过胡夫金字塔,就不应该怀疑这一场冥界战争。 莫凡怒道。 这个哈肯大首脑,果然是已经老得有些腐朽了,为什么就不敢大胆的尝试一番,就非要活在亡灵与蛇蝎的恐惧之下。 你杀了少女美杜莎,会给开罗带来一场血灾。 你要救活这个少女,便要与整个军手伊森为敌。 大首脑哈肯接着说道。 我带来的,我会消除。 至于军手伊森,这种残渣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会送他下地狱的。 莫凡冷冷的说道。 好吧,我同意你的冥界之门计划,并会尽我所能配合你。 虽开罗的战争平息下来也未必能够将伊森绳之以法,但要彻底扳倒成至满身恶行的伊森,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大首脑哈肯说道。 大首脑哈肯见莫凡只是冷哼一声,直到莫凡内心其实是对自己的顽固愤怒且极度不满的,于是苦涩的摇了摇头,看了一眼阿帕斯道,他应该活下来了,把他送到我的部下那里吧,会让他慢慢康复过来的。 第1567章 得罪全天下的路 方塔指挥厅外,军手伊森站在望玻璃走廊上,整个沙土战场到处都是魔法毁灭的气息,化作了带着特殊气味的狂风在沙土战城上空肆意的飞舞着。 这还只是第一天,各大军区只要按照他之前的部署行动便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战争刚开始,有那么的将军在前线,伊森要做的只是选出一个自己不太喜欢的将军,让他负责前岗就可以了。 钢马,蛇族那边还是认得你这张脸,你在这里好好休养一天,天一亮就把少女美肚杀给送到落日神殿去,彻底解除了蛇族的威胁,就是我们给这些亡灵还以颜色的时候了。 伊森说道 钢马立刻行了一个军礼,带着几分嘲弄得道,那小子现在如何了?对付一个人,不只有赶尽杀绝这一种方式。 就像一些麻雀,当你展开雄鹰的翅膀和亮出锋利的爪子后,他便不会再不自量力的在你的领空与树林里上蹿下跳。 再了解了这个国家,了解了我伊森,没有哪个年轻人还会可笑的坚持着。 伊森说道 还是军手大人厉害,不需要动用一兵一蹴就把这件事给完美解决了。 钢马奉承道 我了解他这种人,因为年轻时候的我也是如此。 这种人有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任不清血淋漓的现实,当我将更多的人和他为少数人的伸张正义放在一起,就等于用他自己的信念去击垮他的信念。 究其根本在英雄主义的人他内心深处都是懦弱的,之所以还看上去坚定不移,是因为他没有遇到过庞大到连雄鹰都要慌不择路的大自然风暴。 伊森说道 伊森根本没有用自己的权力与实力去威胁莫凡,也没有强行将他驱逐出去,他只是把最真实的一面展露给莫凡看,让他看到盘旋在埃及上空的这个巨大的战争风暴的冰山一角,仅此而已,那种渺小不堪之感便会将他的一切给摧毁。 真的太过不自量力了。 更可笑的是他居然认为自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大可以去问问这座开罗城的人,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向神明祈求自己能够活上个一万年,好让开罗一万年永保胜利,好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可以享用一万年都市的娇奢,逍遥,平静。 军守大人,属下真是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只是没有给那小子一点实质性的教训,我心里有点不太舒服。 钢马眼睛里闪过一丝毒光道,接着对一森说道,我本是想将他们说成黑教廷成员,直接让他们彻底闭嘴。 钢马,你做事情我一直都是很放心的,唯独这牙字必报的性格。 这件事到此为止了,别去惹那小子,不然事情会很麻烦。 一森说道,难道他背景很大? 钢马诧异的问道,他没有什么背景,只是却比有背景更麻烦,就这样吧,到此为止,凡是没有必要都去计较,这个开罗还需要我们,不是吗? 一森微笑了起来道。 军守大人说的是,那属下这就去将少女美杜莎送到落日神殿。 钢马少将点了点头道。 钢马走下了望走廊,他心中仍旧带着一丝怨气。 就这样算了。 虽然不知道一森军守为什么没有去为难那个叫莫凡的小子,但钢马他真的不想就这样算,好歹要让他尝尝苦头。 钢马心里想着如何报复莫凡,却没有注意到赛义德从他的身边走过,两人的影子相互交错,黑色如鬼煞一样的东西悄无声息的爬到了钢马少将的背后。 钢马少将的身上本就携带着一些黑暗物质,随着这黑暗物质的二次传递,他身后的影子一下子变得鬼邪了起来。 夜煞鬼影开始慢慢的爬了起来,而钢马仍旧在想着泄愤之势,他脑子里闪过海地那绝美性感的模样,觉得说什么也得把这个女人弄到手,没有哪个男人受得了自己的女人或者女伴被弯弄得浑身黏糊糊。 我不动那个叫莫凡的小子,动一动他身边的那蓝色眼睛的大美人总没有问题吧。 钢马浮起了一个斜斜的笑容。 忽然,钢马身体一阵莫名的静卵,寒冷之意从他脖子后面灌入,紧接着疯狂地扩散到身体每一处血管,肌肉,皮肤。 钢马瞪大了双瞳,可以看到他的瞳孔里一种黑色的物质正在快速地占据细细的血管,变成了非常明显遍布了眼球的血丝,看上去悚然至极。 他浑身僵直地转过去,想知道是谁对自己下的手,可面前一片黑漆漆,他势力因为那些黑色物质而快速地失去,勉强能看到的只不过是站在自己面前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黑色轮廓,看上去像是在照一面镜子,镜子里有一个遍体通黑的自己,这个自己正将一柄黑暗笔刺刀自己脖子后面。 死亡凋零 就像花草受到剧烈星号之毒那样急速枯萎,身体里的器官包括最重要的心脏都在衰败,生命的活力也在枯竭。 钢马,你看着我做什么? 钢马 钢马 来人呐,来人呐,有刺杀者,赛义德大声喊了起来,声音传遍了这个楼层。 钢马死死地抓住赛义德的衣襟,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流失,可是他又极度不甘怨和不相信,于是只能够用尽全部的力气抓住赛义德,神志错乱地以为这就是谋害他的人。 赛义德心一片慌,他几秒钟前还看到钢马少将春风得意地从自己面前走过去,怎么才几步的功夫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钢马少将的样子真的很可怕,那双空洞可怕的眼眶周围也全部都是黑色的蜘蛛丝,饱满活力的皮肤诡异的干裂,身上更发出了一阵什么东西被溶掉了的臭气。 没多久,一队巡逻士兵跑了过来,他们跟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寻找那个刺耳,偏偏找遍了附近一无所获。 根本就没有刺客,真正的刺客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这些年轻的士兵和愚笨的赛义德又怎么会明白叶煞那鬼妹一样的杀人手法? 答 答!答!答! 军靴重重的踩在铁通到地面上,一身白色与金色相间大披肩军手伊森闻声而来,他的身后还跟着四位大参谋,显然是在讨论着接下去几天的战情。 军手伊森那双冷利的眸子注视着倒在地上的钢马少将,脸上的肌肉轻微的抖动了起来。 钢马是伊森最喜欢的手下之一,所有见不得人的东西钢马都会做得妥妥当当,不否认钢马就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人渣,可伊森需要这样一个人的手下之一。 一个人渣为自己服务,为战争服务。 钢马似乎感觉到军手伊森前来,他努力的吐出几个字,救我,救我。 伊森没有走上前,他只是那样冷冷的看着。 死亡凋零,这种黑暗魔法比一些诅咒发作还可怕,除非有怕特农神妙的女闲级别以上的人在场,不然怎么都是死。 怪也只能够怪这个钢马竟然这么不小心,明知道那个家伙是一个黑暗法师,居然没有去净化一下自己的身体,被那鬼魅的黑暗物质扩散起来夺取了生命。 伊森见多识广,一眼就明白钢马是怎么死的。 事实上,真正让伊森这般愤怒的冰冷的并不完全是没有钢马的事,这个世界上败类其实很多在找一个并不成问题,他有些无法容忍的是那个小小麻雀竟然真的要挑衅雄鹰。 他根本没有认清自己,而自己特意下去与说的那些话,他也全当放屁。 竟然有如此愚蠢之人,这个逝者生存的世界是如何让他活到现在的? 看来自然的神是要我来了结这个不遵从生存法则的异类了。 伊森冷冷的吐出了这句话。 莫凡的经和伊森有着很相似的地方,年轻时便被几个城市的人拥护着,伊森没有为难莫凡,一方面是他确实是个大刺头,另一方面他在莫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他相信莫凡如果也学会了这个法则,遥远的东方之国的统治阶级,也有他的一个位置,只不定将来还有一些合作,他也得感谢自己教会了他这重要的一刻。 结果,这个无知的东西非要走他自己的道,走那条会得罪全天下上层阶级者的路。 他以为他自己是谁,大英雄,就是主。 为了一个少女掀起一场种族战争,少女那两三个亲人或许会感谢他的大恩大德,但一个开罗城市的数以万计的人会将他痛恨唾弃到骨子里。 根本什么都不懂,看来依之杀说的没有错,这家伙就是一个灾星,当初就应该竭尽全力阻止他进入埃及,刚才自己在下面就应该一掌将他披成灰烬。 军手,一位军统快步跑到了军手伊森的面前,看到周围有很多人,于是在伊森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荒谬 如此荒谬的计划怎么可能执行,哈肯是老得糊涂了吗?伊森勃然大怒道。 莫凡这样做,就代表着要与他伊森为敌,那么伊森也不会对他手下留情了,真是地狱无门他非要闯,但是,伊森没有想到哈肯反而接纳了他,这意味着哈肯将为那惹火了自己的小子提供保护了。 第1568章 我们几个找死惯了 莫凡在生生的撕断少女美肚杀的时候,那得意无比的小蛇女在惊恐与痛苦中挤出了眼泪,莫凡用眼泪消除掉了自己和其他人身上的诅咒。 海帝觉得左威,缩法他们蛮可怜的,最后还是将眼泪分了一点点给他们,帮助他们解除掉了身上的诅咒。 眼泪这样一分,余下的莫凡交给了猎人女人安娜,让她去应付赏金的问题。 现在莫凡倒没有心思去理会赏金池的事情了,她静静的等待了几天,让在第一波海夫拉的亡灵冲锋结束之后再前往集赛。 集赛有三座金字塔,最高最权威的正是胡夫金字塔。 事实上这次明晖的普照,胡夫金字塔也有可能涌现出许多亡灵,同海夫拉大军一同进攻开罗城,但由于胡夫金字塔大军与古都亡灵帝国在中国的北江沙的昏天地暗,也算是元气大伤,于是这次战争之际,胡夫变得格外老实了,没有派遣出一兵一蹴来。 这个开罗其实真的该好好感谢中国北江,为他们分担了一个可怕法老王的战争清亚,可惜这件事没有人会领情,国内知道的人都不算很多,何况是在埃及。 解除了诅咒,莫凡整个人也觉得松了很多,可看到躺在疗养舱里的阿帕斯,莫凡知道自己接下去要面对的将是一重天班沉重。 可是,从何时开始让一个这样无辜脆弱的生命活下来会变得这么艰难,如此畸形的人类社会让人反感到恨不得直接灭亡。 想到这里,莫凡又不禁的苦涩摇起摇头来,自己这想法怎么跟黑教廷的理念如出一辙了。 无论是黑教廷还是这个腐烂不堪的上层,都是该下地狱,假如整个世界都如此恶心,那就走自己觉得正确的道路。 自己本就不需要任何人的崇尚敬仰,更不在乎多数人的痛恨与唾弃,只听从自己经过眼泪洗涤过的本心的声音。 大哥哥,一个微微弱弱的声音传了出来。 思绪万千的莫凡立刻回神过来,他露出了笑容,不由地伸出手去摸了摸阿帕斯的小脑袋。 现在的阿帕斯是个小光头,幽蓝幽蓝的发丝没有了,但这依旧不妨碍他的美丽动人,并且搭配上他柔柔弱弱的清雅气质,别有一番楚楚动人与可爱交蒙。 很快你就没事了。 莫凡见他恢复得很快,尤其是心态上也没有改变多少,心也安定了不少。 被活吞,被胃液消化在折磨,恐惧与无助中等待死亡,这个过程连莫凡都没有体会过,而阿帕斯醒来之后那双眼睛依旧没有失去光芒,这代表着他仍旧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期待与热衷。 看着他这双灵美帝眼睛,莫凡感觉一切都值得了。 安心在这里休养,不会再有人伤害到你了。 莫凡对他说道。 我现在是不是很丑? 阿帕斯问道。 莫凡哑然失笑,女人都是这样的吗? 大难之后先关心这个。 再过一个星期,你就会和之前一模一样了。 莫凡说道。 那大哥哥在此之前可不可以不要来看我,我会照顾好自己,会好好吃东西,会让自己尽快康复过来。 阿帕斯像只小猫带着几分哀求道。 我后天应该就会离开。 莫凡说道。 去哪? 阿帕斯激动的动了动身子,很怕莫凡离开的样子。 没离开埃及,只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莫凡说道。 这件事关系倒像阿帕斯这样的女孩有没有权利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所以,莫凡一定要去。 嗯,阿帕斯等大哥哥回来,大哥哥可答应过我会亲自教我魔法的,阿帕斯很懂事的点了点头。 可以,从今天开始你是我的小弟子了,能够做我大莫凡小徒弟的可不是什么一般人,首先颜值上就得跟师父我一样高到天际,其次生命力强如蟑螂,最后要特别能搞事,莫凡对阿帕斯说道。 阿帕斯听了之后便娇笑个不停,在屋子里回荡了很久。 走出了屋子,芬娜已经在门外了,赵满言,木白,海帝也都在。 海帝那蓝色的大眼睛紧紧的盯着莫凡,看得莫凡浑身一阵不自在,不明白自己哪里得罪了这位姑娘。 赵满言把冥界之门的事情说漏嘴了。 木白很是时候的补充了这个重要的旁白。 什么我说漏的,我在跟你人人真真讨论,你也不提醒我海帝在后面,一直给我几眉弄眼的,老子已为你看上我这英俊的脸了。 赵满言说道。 莫凡对赵满言也无语了。 怒美肚沙眼泪这种事情,莫凡倒不介意海帝参与,反正实在步行大家跑路的能力都不算太差,不至于没有一点活路。 开启冥界之门。 那可是要闯金字塔,还是金字塔里面? 天知道金字塔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九死一生都不足以形容了吧。 海帝,你还年轻,连男人的滋味都没有尝过,就这样跟着我们到那种权势死人的地方,真的很不值得。 莫凡与众心长的对海帝说道。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这与你们这些臭男人有有什么关系? 海帝羞怒道。 我的意思是,生命如此辉煌,生命如此灿烂,你没有必要跟我们一起去找死,我们几个找死惯了,反而都能够逢凶化吉,反倒是你这种作死萌心,越是大义凛然越容易死的,你也不想自己再变成一个女木乃伊吧,到时候给芬娜他们的军队添麻烦就不好了,毕竟身材特别好的捆绑SM女木乃伊还是会让男军士们分心的。 莫凡说道。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我决定了。 海帝说道。 这样吧,我先给布兰切老师打个电话,让他接你回学校。 你这人也是奇怪,一开始嘴上说着不喜欢跟着我们,到现在却搂着我们不放。 莫凡说道。 你敢? 我会把事情都告诉布兰切老师,他最后会不放心你们决定跟你们一起去的。 海帝说道。 那个,你们先别争执了,是这样的,要进入到金字塔里面需要一位混沌系的法师。 芬娜打断了两个人道。 啊? 这样吗? 木白,你的第三戏是混沌系吗? 莫凡问道。 木白跟看白痴一样看着莫凡。 那等给我一天时间,我试试看能不能突破到抄阶,我抄阶正好想要觉醒一个混沌系。 莫凡说道。 你,海帝被气得直跺脚。 第1569章 九优后的字条 集赛中有三座最大的金字塔,分别是整个埃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第二大的海夫拉金字塔以及门卡乌拉金字塔。 这几座金字塔离开罗距离不算太过遥远,而即便不发生海市蜃楼的现象,在某些星辰年岁里明辉会慢慢的折射到离开罗城很近的地方,这就是开罗战程存在的一个重点。 海夫拉的攻势大抵分为四阶段,第一阶段是来自于蛇蝎种族的骚扰,消耗,等到蛇蝎一族减员之后,亡灵先锋大军才会出现,明辉照耀在亡灵的土地上,墓穴中时间越长,苏醒过来和孕育出的亡灵就会更多,明辉就好似是亡灵们的阳光,阳光洒落在土壤上,赐予他们活力与生命,醒来的亡灵们暴力而充满侵略性,他们会往有活人的地方不知疲倦地冲击这就是战争的第二阶段。 随着明辉照耀的时间不短累加,会有越来越多更强大的亡灵在这样舒服的沐浴下苏醒过来,同时这个时期也很容易发生亡灵进阶和强者诞生,那么高等级的亡灵与穆乃伊将频繁地出现在战场中。 高等级的亡灵身边往往跟随着一大群拥护者,尤其是穆乃伊。 穆乃伊在过去都是有身份的奴隶主,为他们殉葬的奴隶不计其数,这些穆乃伊和奴隶亡灵才是真正可怕的存在,他们不像那些没有没有目的游荡的孤魂也是那般容易落入到人类法师的轰炸陷阱里,穆乃伊的军队他们更懂得如何在战场上给人类造成最大的破坏,他们可以说是训练有素,人员精锐。 大量穆乃伊苏醒,便意味着大战真正爆发,那个时候伤亡人数会大幅度增长,整个战程可能都是亡灵和一大群的亡灵,包括开罗城市的一些边界位置都会遭到亡灵的攻击。 大战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到那时便是真正的血染大地,惨烈的程度绝对远超想象。 偏偏这第三阶段还不是最可怕的,真正暗无天日的是第四阶段的到来。 亡灵本质就是死掉的人被赋予了黑暗生命,有死亡的地方,有丰富土壤的地方,就会有他们。 那么什么地方是死亡最多,死气最浓烈的呢? 不就是战场吗? 所以到了第四阶段,那些已经经了艰苦大战的军人、法师、猎人们会发现,那些曾经肩并肩战斗的伙伴会变成残缺不全的怪物朝你扑来。 明辉照耀时间足够长,这片大地就变成了亡灵蓄池,死去的人只要没有及时处理,任其在血淋漓的大地上过一夜,那么第二天他就会变成攻占人城的亡灵大军之一。 这个第四阶段,稍有处理不当,是有可能让一座城直接覆灭的。 莫凡知道杀死少女美杜莎,意味着自己给战城带来了一场不小的灾难。 少女美杜莎的死讯想必已经传递回到了蛇蝎一族那里,原本渐渐潮退的蛇蝎一族很可能卷土重来,配合第二阶段的那些苏醒的亡灵们重新进攻。 莫凡说过,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会承担,伊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败类,但这也不能够让军队、猎人、其他法师们又受到蛇蝎的攻击,所以莫凡得先让蛇蝎一族退兵。 这件事莫凡打算用恶魔戏来解决,让一个庞大的种族退兵,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他们打得心服口服。 一个少女美杜莎牵扯到的也不过是一个些军美杜莎这种级别的存在,莫凡直接把少女美杜莎后头的那个衣仗给干掉,这些侵略蛇蝎一族们就变成一盘散沙了。 说实话,莫凡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就要使用恶魔戏,他都还没有将宁华鞋猪给充盈满。 宁华鞋猪不充盈,恶魔戏可能会有些难掌控不说,副作用还相当大,能不能开启冥界之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可莫凡也没有别的选择了,现在走一步算一步。 我觉得蛇蝎一族的事情就让哈肯他们来处理就好了,真是的,堂堂一大大军方首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我们可是拿命去帮他们扫荡冥界大军,他们倒好就舒舒服服的坐在这里等结果,我们要是全死在里面,他们也什么都不亏,要我们不小心成功了,他们直接就解放了。 赵满言说道。 可毕竟是我杀了小美杜杀,莫凡有些犯难道。 事实上如果一开始就动用恶魔戏,莫凡真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开启冥界之门。 草,我们还差点灭了他们胡夫金字塔。 想当初不是我们在北疆对付了胡夫金字塔,他们埃及军方能这么舒舒服服吗,杀就杀了,管他们去死啊,这般东西不好好看管好自己国家的东西,让他跑到我们国家作乱,我们没讨伐他们都算是仁慈了。 赵满言说道。 恩,其实我也这么想的,只是听你这么一说心里会舒坦很多,哈哈哈哈。 莫凡渐渐的笑了起来。 杀都杀了,还能怎么滴吧,蛇蝎一族攻过来自有他们军方会处理,想七想八的,何必为难自己。 两人正说话时,木白快步朝着莫凡这里走了过来,手上拿着一张纸条,神色看上去非常奇怪。 莫凡,这是一个女人叫我给你的。 木白递了过来。 我又看不懂埃及文字,莫凡,怎么是古文,莫凡一下子呆住了。 字条上写着的是古文,尽管字的模样相差不小,但半猜半萌也能够理解其中要表达的意思。 你惹的事情,我帮你摆平,但从现在开始给我专心住住的滚到金字塔里面去,明界之门再不打开,小心我让我的幽灵子民们掏空你们几座城市。 赵满言在一旁,声色的念着上面的语句,并且翻译成白话文。 莫凡有些傻眼了。 他的意思是,他来摆平蛇妖们吗? 赵满言和木白问道。 应该是。 莫凡说道。 这人是谁呀,我们国家派来支援我们的顶级高手吗? 少女美杜莎的妈妈好歹是一头大君主吧,她真的可以摆明吗? 赵满言说道。 如果是他,那真的可以摆平。 莫凡说道。 给自己送上这一段古文的人除了九幽后莫凡就想不到别人了。 古都帝国八方王军,哪一个不是君主里面的boss,当初在与胡夫金字塔胡夫坐下斯芬克斯等超强君主大战时,莫凡就亲眼目睹过八方王军恐怖的战斗力。 九幽后拥有附身的能力,他的行踪又完全飘忽不定,莫凡本以为他不会出现了,哪知道关键时候还是站出来帮自己擦屁股了,一时间感动不已。 莫凡,那怎么说都是蛇君美杜莎,叫你这位朋友别冲动吧? 芬娜说道。 放心,他说能摆平就能摆平,那我们接下去安心潜入金字塔里就好了。 莫凡说道。 九幽后的实力应该是仅次于山峰之师的,蛇君美杜莎则是大君主,真要打起来,蛇君美杜莎多半是要被打得皮开肉战。 有大腿就是好啊,惹了这么大一个祸,还有人,还有一个女幽灵帮自己收拾烂摊子,早知道多从斩空那里借一个过来,山峰之师这种级别的借不到,把那个闷闷的红枯魔主弄到自己身边当个打手,也是相当美滋滋的。 话说起来,九幽后去处理蛇蝎一族,那进入到金字塔之后,我们不是一切都得靠自己了吗?很快莫凡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金字塔里面极度危险,史上还真没有几个进去过后还完完整整的出来的。 明军蛙,邪灵法老,黑暗剑主,杨角将军,蝎君美杜莎,蛇君美杜莎,红蝎美杜莎,红蝎美杜莎,红蛇美杜莎,只要随便撞见其中一个,莫凡这只若成渣的队伍就会全军覆没。 不过还好莫凡手上有一张恶魔系的底牌,实在出了什么状况,以恶魔系逃跑应该不成问题。 你们实力虽然不强,但也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比较容易穿过那些我们难以逾越的禁制。 绝大多数禁制都是对修为高的法师会造成更大的阻碍,胡夫金字塔就存在着不少禁制,所以即便在一些明辉匮乏的时间里,我们也没有进入金字塔的机会。 芬娜对四人说道。 金字塔的禁制结界和帕特农神庙的禁制结界非常的相似,他们都是由混沌法阵来抑制一些高强的法师。 在这种禁制面前,修为越高受到的阻碍反而越大。 这很大程度上是隔绝掉了禁咒法师的闯入,包括超阶级法师他们在这意志禁咒面前也一样很难施展全部力量。 而通过这个相似的禁制结界,也在一次证明了埃及与希腊之间的古老渊源。 芬娜之前说的,要进入到金字塔内需要一位混沌系法师,也正是这个原因。 穿过禁制结界,没有混沌系法师很容易会触发一些禁制惩罚。 古老国王的墓穴都是有着变态机关的,莫凡当初进入到古老亡灵墓里的情形到现在还记得,尤其是那个变态到了极点的九死一生桥,真的不给一点活路,要不是恶魔系这种特殊的能力存在,自己早就成一堆尸骨了。 第1570章 相似的图腾原理 再一次进入到百哥大地,莫凡一行人绕开了落日长坡,免得在九忧后还没有处理掉蛇蝎一族的情况下被那些蛇蝎们歹个挣着。 事实上过了落日长坡,便是集赛金黄之地了。 据说集赛的沙子是几千年来无数生命的骨骸被碾成了灰烬,又长期被瓢染,宁灰与太阳交替暴晒最终形成的,所以当莫凡看到集赛黄金之土壮丽的像是一个金子国度的时候,心里反而觉得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黄金之土这么广阔,究竟得需要多少生命才能够组成眼前这样一幅连绵的金灿灿景色,古老法老王当真是奢侈至极。 将自己的灵木建造在这样一块大地上才能够体现他们的尊贵,更表明他们是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 米奥斯开口说道。 赵满言瞥了一眼皮肤偏黑又总是带着几分傲气的米奥斯,显得大为不满,推了推墨烦道,这女人为什么也会跑进来? 我也不想。 金字塔的禁制结界和帕特农神庙的星之山路的意志结界是类似的,抄阶法师在其中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不然数千年来这个世界诞生了那么多的高手,其中还有一些尽咒,他们为什么没有真正探索到金字塔的秘密呢? 埃及的国府队伍是哈肯在背后支持着的,这种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国府的人不站出来谁站出来呀? 莫凡有些无奈的说道。 米奥斯是埃及国府的副队长,上次在新苏城莫凡就与他撞见了,哪知道这次哈肯直接把米奥斯给召了过来,加入到冥界之门计划里。 米奥斯就算了,为什么这个让人讨厌的矮子,还有那个臭屁如狗的赛伊德也在,这不是给我们队伍添麻烦吗? 赵满眼目光转向了那个被他叫做矮子的史瑞夫,还有旁边极其不情愿的赛伊德。 米奥斯,史瑞夫,赛伊德三人都是国府的代表了,他们亡灵海战术在世界学府之争中大放光彩,要不是正好遇见了莫凡这种战场狂人,没准第一真被他们给拿走了。 哈肯也算是很有诚意了,把这三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一辈派遣进来给莫凡使唤。 有人加入近来莫凡其实也不算完全反对,毕竟米奥斯,史瑞夫,赛伊德三人对他们埃及情况最为了解,被赵满眼称之为矮撮的史瑞夫还是一位古文字的研究者,对埃及金字塔有着很深的了解。 也就是说,法老源泉还是这个矮撮难研制的。 赵满眼有些不敢相信的问道。 是啊,我也很意外。 莫凡点了点头。 史瑞夫自身实力不算特别强,他精力放在了亡灵的研究上,法老源泉正是这个家伙从其他几座金字塔中收集到的一种特殊能量,可以让亡灵法师们大量的呼唤冥界生物为自己战斗,持续时间还非常长,这相当于他们每个人都具备着一个无限的召唤狂潮技能。 他们三个人实力和莫凡比起来是有一定差距,可他们手上似乎还有法老源泉,这意味着他们的战斗力其实远超自身的修为了。 话说起来,莫凡手上其实也有一部分法老源泉的,正是当初小倪丘坠从那些亡灵们身上收集来的,这东西被小倪丘给吞了,提升了晋升的经验值,可惜获得的法老源泉不算很多,再多一些没准又能够让小倪丘提升一个级别,那样莫凡修炼便更快了。 你奥斯,事先说好这次任务全全听我指挥,可别把你们当时的傲气和私人恩怨在这个时候使出来。 莫凡认真的对这三个人说道。 哼,用不着你说,我们知道这次任务的意义。 米奥斯还是一副傲娇无比的样子。 史瑞夫这人就比较没脸没皮了,在知道这次大家是同一条船上的后,就显得喋喋不休,说的东西也无非是他自小对金字塔的研究,很多都是听不懂的东西,他也说得津津有味。 赛义德就不用说了,这家伙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来,完全是受到了上头的压迫。 更可气的是,赛义德刚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禀报完之后就可以搂着那两个性感的女军官起飞了,结果撞见钢马少将惨死。 当然,赛义德并不知道钢马少将是被莫凡杀的,还是利用他将黑暗物质携带进去,若了解这个真相,赛义德估计马上就会拔刀跟莫凡拼命。 他很不情愿,金字塔里面什么情况他一点都不想知道,他也不愿意去做那个让战争平息下来的埃及英雄,他心里只挂念着那两个撩拨自己的女人。 稍微值得那么一点点安慰的是,这个队伍里有一位精致极品的蓝眼睛美人,赛义德品尝过无数类型的女人,导致脸色长年苍白,却从未俘获过这样蓝色眸子的欧洲瑞士血统美女。 欧洲有不少蓝眼睛的血统,可绝大多数都只是有那么一点颜色,绝对达不到海地这样蓝的那么深邃迷人,就单单欣赏这双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无比的事情。 也不知道这样美丽如天使的女子怎么会和莫凡这群污浊,肮脏,可耻的家伙们同一个队伍。 刚才说到哪了,对,万物的主宰,法老王们希望自己永生,并可以统治永恒,越靠近金字塔的地方,那些金色的杀旧月后,别看集赛三大金字塔的上空总是蔚蓝色的,事实上在这蔚蓝色中不知道飘荡着多少怨气,每隔一段时间这些怨气便会形成一场灰怨风暴,将所有靠近金字塔的生物都变成一堆枯壳。 虎血沙,这个就是我们首要注意的东西了,一定要避开这些灰怨风暴。 史瑞夫重复着这个灰怨风暴。 莫凡记得在胡夫金字塔大军压近的时候,胡夫就说过一段血染大地的话语,大致与史瑞夫说的万物主宰理念相似。 史瑞夫,你确定你知道金字塔里面的情况? 赵满言带着怀疑的态度问道。 胡夫金字塔我没有去过,但其他一些中等金字塔我还是有箭矢一二的,金字塔的规格有许多雷同的地方。 即便是胡夫这种最高法老王想必也不会脱离,史瑞夫说道。 话说起来,你们当时的亡灵海战术,真的是从其他金字塔那里获得了法老源泉,莫凡询问道。 那是当然。 金字塔内藏着无穷的秘密,我只挖掘出了法老源泉这一样东西便险些将你们所有国家打得体无完肤,若可以获得里面更多古老强大的宝藏,我们埃及迟早成为这个世界的霸主,你们那些所谓的魔法大国全是我们的附庸。 史瑞夫无比神奇的说道。 你在别的国家面前吹吹逼就算了,在我和莫凡面前就收敛一点。 赵满言笑道。 也只不过就输给了你们。 我跟你们说,法老源泉绝对不是金字塔里最珍贵的东西,像胡夫金字塔内肯定有可以震惊世界的瑰宝,早几年我就想进去探索了,可惜都没有获得批准,史瑞夫眼睛闪着光的说道。 史瑞夫这家伙绝对不是为国家牺牲而来的,他就是一个纯粹的金字塔迷。 这样也好,进入到金字塔内后他们也不至于像无头苍蝇那样乱撞。 宝贝,嘖嘖嘖,可以,这个可以。 赵满言一听,整个人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 免费为国家效力,赵满言其实跟赛义德一样心不甘情不愿,有好处的话那就另说了。 老赵,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莫凡推了推赵满言,特意压低了声音道。 你说,你说。 赵满言马上专心听了起来,每当莫凡这种语气说话,那就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好事情。 赵满言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下子小激动了起来。 埃及的古文明跟我们的古图腾其实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这次我们到金字塔里没准可以获得一些图腾原理。 莫凡说道。 法老源泉可以被小尼丘坠吸收。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国内,莫凡和赵满言找图腾也算是找得非常辛苦,主要是图腾绝灭的太厉害了,可事实上拥有图腾的也不只是中国,至少埃及就利用古老的图腾生物搞过很多事情,这些古老似乎都能够被小尼丘坠和赵满言的坝下沐鱼器皿收纳。 真的假的。 赵满言有些欣喜的问道。 不管怎么说他赵满言都算是坝下的传承人,一想到没有实力会被那头千年老乌龟瞧不起,他心里格外不爽。 一听埃及的宝藏也能够激发坝下器皿,赵满言眼睛更是熠熠生辉。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你想啊,希腊的死神海拉,埃及的尸身人面相,我们中国的图腾玄蛇还有坝下,都是魔法文明之前的神灵,这代表着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生物,即便不是一个年份,他们的力量本源应该相当相似。 莫凡说道。 恩,恩,但你试过吗? 赵满言问道。 试过,法老源泉和图腾原力基本问何。 莫凡肯定的说道。 第1571章 七个黑暗建筑 既然图腾玄蛇没问题,那我这个也没有任何问题了,哇,没有想到我们两个发现了这大秘密,如果我们这次还活着走出来,我们就去别的国家找他们的图腾,这样我们很快就可以成为晋咒法师了。 赵满言惊喜的说道。 晋咒法师是有点遥远,但成为个满修抄阶是可以的。 莫凡说道。 图腾原力带给莫凡的好处是巨大无比的,小泥丘坠如果还能够再提升一个等级,莫凡相信自己的抄阶是有望了。 高阶到抄阶是一个大剑,有不少天才在三十岁左右到达了高阶满修,然后到死了都没有成为抄阶法师。 据说每一个抄阶法师晋升的机缘都不一样,需要无比稀有的天才地宝。 或者非凡的奇遇经历,这样模糊无比的概念其实就意味着你如果不是有无比雄厚强大的资本和惊天动地的好运,基本上很难跨入到抄阶级别。 莫凡,赵满言包括海地在内其实都是卡在高阶的顶端了,偏偏他们都没有摸到自己前往抄阶的那条道。 虽然说以他们现在的底子,入抄阶是迟早的事情,可如果在这里卡个十年二十年,对他们影响极大,这十年二十年完全就是浪费了。 年轻的抄阶法师是有的,像赫卡萨,瓦尼都属于非常年轻的抄阶法师,进入到抄阶之后,可以提升的空间会很大,不像他们几个现在,不进入抄阶实力要往上提升一点难如登天。 莫凡现在是很强,对付那种刚迈入抄阶的一系法师是没有问题,要是遇到两系抄阶的,或者抄阶修为精湛的,绝对被玩虐。 从帕特农神庙静修出来后,莫凡答应了图腾寻找也是为了挖掘自己的抄阶之道。 所以啊,你别总是一天到晚抱怨我拉你去找死,称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胡夫金字塔是什么地方,里面遍地好东西,你我要想当抄阶爸爸,不闯一闯这种地方,你说可能吗? 莫凡说道。 有图腾原理就好说,赵满炎对图腾之力一样相当崇尚。 试想这个半残的沐鱼器皿提供给赵满炎的坝下之印便可以让自己的防御威力翻倍,要把这沐鱼器皿给补全了,匪强到什么鬼地步啊?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说些什么呢,前面就是灰院风暴的地带了,小心别被卷进去,直接会被万鬼吞噬的。 史瑞夫说道。 哦哦,没什么,我们再说海地和米奥斯水的屁股更大一点。 赵满炎很是无耻的道。 史瑞夫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应该是米奥斯的更大一点吧,但我觉得屯形没有海地那么好看。 木白补了一句。 莫凡和赵满炎这会也无语了。 进朱者赤进墨者黑,木白似乎一点都没有发现自己慢慢的被墨房和赵满炎这两个家伙给带的畜生的越发自然流露了。 前方出现了一个带着些许暗红色的盆底,集赛三座金字塔便屹立在最远端,相隔很远的距离依旧能够感受到那宏伟气势。 胡夫金字塔最高最壮阔,旁边一座体型非常接近的正是海夫拉金字塔。 海夫拉金字塔旁边正是尸身人面相,这家伙明显是处在沉睡的状态,全身被土羽沙给覆盖着,看上去跟一座巨大的雕像没有任何分别。 是斯芬克斯,还好他是沉睡着,不然我们根本没有半点希望靠近胡夫金字塔和海夫拉金字塔。 史瑞夫注视着远端说道。 那家伙被我打伤了,短时间里应该是不会苏醒过来。 莫凡说道。 你打伤了? 我的天,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赛义德发出尖锐的声音来。 你奥斯,海帝,史瑞夫也跟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看着莫凡。 就知道你们不会信的。 莫凡耸了耸肩,摆出了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那个,是山峰之师把他打趴了吧。 赵满言小声的说道。 没差了。 莫凡说道。 斯芬克斯是守卫着金字塔的最新号OSS,他要是在戒备状态,也只有晋咒级法师能够靠近金字塔了。 而晋咒法师又会被意志禁制给束缚着,这样就使得金字塔这么多年来还保持一个未开封的状态,充斥着无数的秘密。 现在还有两个比较麻烦的东西了,一个是灰院风暴,还有一个就是黑暗建筑。 一共有十位黑暗建筑在胡夫金字塔内外巡逻,史瑞夫说道。 七个。 莫凡纠正道。 你这人不懂就不要说话,难道你会比我们更了解胡夫金字塔吗? 米奥斯有些不满的说道。 除了海夫拉金字塔旁边的斯芬克斯,还有十位黑暗建筑守卫着胡夫金字塔,这是不少埃及人都知道的传说,这个莫凡凭什么说七个? 死了三个。 莫凡说道。 那场战役里,莫凡清楚的记得有三个黑暗建筑被杀了,一个是被骸杀古龙杀的,另外两个是在混战中被山风之师抛出去的肉丘尸臣给砸倒,然后被涌出来的丧尸,骷髅群给活活啃是死了。 像这种级别的生物没可能说是死了就马上补上,没个上百年的沉淀,胡夫也很难招聘到新的守卫建筑。 黑暗建筑都是君主级的,随便一个出来就能够把我们几个砍得稀巴烂,我觉得我们还是打到回府好,别在这里白白送死。 塞易德说道。 放心,既然来了就会有解决的办法。 我这里还有一些法老源泉,我会到门卡乌拉金字塔将法老源泉外放出来,在那里引起门卡乌拉的木乃伊们增强和自相残杀。 黑暗建筑负责的是这集赛三座金字塔的次序,门卡乌拉金字塔出现这种混乱,他们肯定也会前去解决的,到时候你们再爬到这个灵学位置,乘坐灰院风暴这趟鬼列车进入到金字塔里。 史瑞夫说道。 你不是说灰院风暴很恐怖吗?还比满脸不解的问道。 第1572章 灰院风暴 对呀,你叫我们千万小心不要被灰院风暴给卷进去,现在叫我们上他们的车进金字塔是什么意思,耍我们是不是? 赵满言揪住了史瑞夫那猥琐的山羊湖。 年纪轻轻弄个山羊湖,搭配上他那富矮搓模样,这个史瑞夫形象简直不要太吓坏小女生。 松手,松手,疼,听我慢慢说呀。 史瑞夫急着道。 赵满言松了开,史瑞夫心疼的看着自己落在地上的几根黑胡须,这才解释道,金字塔无非就是法老王的陵墓,他们的陵墓宫殿怎么可能是什么人都可以闯的,在他们生前便请那些顶级的铸造师设计这个陵墓,让后人除了敬畏和膜拜,休想动摇他们的死亡统治。 别说那么多废话。 只不过他们呼吸的不是新鲜空气,而是充斥着怨恨,愤怒,痛苦的怨气和死气。 灰怨风暴就是金字塔里那些王宇贵族们最喜欢的气息,我说的那个灵穴便是死人墓的这个通风口,每隔一些时间就会吸入金字塔附近的这些通过庞大死亡怨气形成的灰怨风暴,而这就是我们进入金字塔里的唯一方式。 史瑞夫给大家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说道。 真他妈的扯。 赵满言骂道。 没别的办法吗,难道不能从大门进去,我们都把黑暗建筑给引开了。 墨凡问了一句道。 金字塔哪有门? 史瑞夫反问了一句。 墨凡仔细想了一想,也觉得自己问的有些多余了。 问题是,我们要是进入到那灰怨风暴里,不是会被那些鬼魂给啃的骨头都不剩下。 海地说道。 所以呀,我们得伪装成活死人。 史瑞夫说道。 行,我先把你宰了。 赵满言说道。 别别,我说的伪装又不是真的死。 赵老弟,我们几个可是亡灵法师,伪装死人也不算是不能完成的事情,我有一头尘苦木乃伊,他身上的怨气可以与那些灰怨风暴里的鬼魂们接近,到时候他会带我们进入到灰怨风暴中。 史瑞夫说道。 你就是通过这头木乃伊在别的金字塔里获得了法老源泉,莫凡好奇的问道。 是的,这可是埃及独一无二的亡灵,我是他为珍宝。 史瑞夫满脸得意的说道。 原来如此,看来哈肯大手脑把你弄来确实比那些高强的法师靠谱。 莫凡点了点头。 在十位黑暗建筑和斯芬克斯面前,多少强大的法师派遣过来都是送死,这个史瑞夫一下子解决了最困难的一步,如何进入到金字塔里。 门卡乌拉是一座比较混乱的金字塔,里面栖息着许多孤魂野鬼之外,还有蛇蝎,沙漠狐族,到现在还不知道门卡乌拉金字塔的主人是谁,主要是由于门卡乌拉这位法老王早早的泯灭了,并没有继承真正的亡灵意志。 这样多等级,多种族的金字塔也最是容易产生混乱的,而法老源泉是绝大多数生物都极其渴望的,能不能晋升一个级别往往就是靠这种资源。 为了能够进入到狐夫金字塔,史瑞夫也算是忍痛割爱,将所剩不多的法老源泉给一点一点的撒在了门卡乌拉金字塔外,静静的等待着那些妖魔们和亡灵们在为了这个宝贵的源泉而相互厮杀。 这一环节大家完成得很顺利,主要是队伍里有亡灵法师,呼唤一头可以随意牺牲的亡灵,由他携带着法老源泉到门卡乌拉金字塔前,再将蜜蜂的盖子给打开,接下去他们只要在狐夫金字塔外静静等待便可以了。 呜呜呜呜呜。 天空中,灰色的怨气风暴发出了如万鬼哭诉一般的声音,他们组成了一大团像是灰色云团一样的东西,不停的在这整个集赛黄金之土上空游荡着,按照史瑞夫的计算,大概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呼唤金字塔将会进行一次换气,法老源泉是相当有限的,没有抓住好这次机会的话,要想在没有黑暗建筑的情况下进入金字塔就真得难了。 奇怪,黑暗建筑怎么少了几只?史瑞夫趴在一块黄金沙丘的后面,有些费解的说道。 七只,一共只有七只。 海蒂说道。 他是阴系法师,对生物的感知是很准确也很敏锐的,面向他们几个人的这个金字塔这一面上一共有四只黑暗建筑,其他三个面分别有一只,如此就只有七位黑暗建筑。 我都说了,死了三个你们又不相信我。 莫凡说道。 一定是有三位在金字塔里面巡逻,你也正巧蒙对了。 米奥斯坚决不相信莫凡的那套说辞。 米奥斯他们不相信,莫凡也没有办法了,黑暗建筑现在就是七位。 那边估计打起来了。 史瑞夫听到了声音,对大家说道。 你这法老源泉可以引来多少妖魔,确定七位黑暗建筑都会去吗? 木白不放心的说道。 这些守在金字塔内外的黑暗建筑都是统一行动的,何况你以为这些忠诚的守卫就不会对法老源泉动心。 史瑞夫说道。 法老源泉应该是最能够提升亡灵实力的东西了,黑暗建筑在君主级里面算不上至强的存在,他们肯定也希望能够再有所突破的。 还真动了。 海帝说道。 胡夫金字塔几个面的黑暗建筑都出动了,看来他们是嗅到了法老源泉的庞大气韵。 走,我们到辉苑风到下面去,快,动作快点。 史瑞夫说道。 史瑞夫一边带头往前跑,一边施展出亡灵魔法来,能够看到在他前面一些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个醒目的血字,血字在空中自行飞舞,又在史瑞夫的侧面边排成了一道写之书页。 第1573章 进入金字塔 血枝书页翻动着,一头全身散发着浓浓血气的木乃伊悟然的出现在了其中,还真如史瑞夫说的那样有着庞大的怨气,熏得其他人都要昏厥过去了。 到我的亡灵肚子里来。 史瑞夫说道。 尘苦木乃伊忽然将双手放在他自己的腹部,猛的将撕了开,一下子露出了里面恶心的东西,史瑞夫却是一下子钻了进去,一点都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其他人却呆立在那里,没有想到是用这样的方式伪装。 快呀,还等什么,快进来,史瑞夫发现大家没有动静,反而从那腹部裂口中钻了出来,满脸血浆的对大家吼道,更把大家恶心坏了。 头顶上空,一片灰色的浑浊给笼罩,他们如成千上万的鬼鸟盘旋着,身躯与身躯之间并不会发生任何碰撞,反而可以直接穿梭过去,他们的鬼序极长,往往三分之二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真实的大型鬼身,可渐渐到了后段便开始如序一样渐渐的顿入虚无。 呜呜呜呜呜,哭诉喋喋不休,尖叫刺耳撞击脑海,嘶吼声更震耳欲聋,这灰院风暴里不知究竟有多少不甘冤魂, 他们恨不得将一切活得比他们舒服的生物给啃噬干净,好让别人也能够体会到他们在这盘绕数百年的痛苦。 快进去,不然真的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莫凡感觉势头不大对劲,立马往苦尘木乃伊的腹中钻去。 苦尘木乃伊体型大概有一栋小木屋那样,他的肚男倒是刚好可以容纳他们几个人,大家平住呼吸强忍着那股恶心往苦尘木乃伊的肚子里钻。 一共七个人,一开始莫凡进来还没有觉得多拥挤,等其他人全部钻入后,发现大家基本上都贴在了一块,还好苦尘木乃伊腹部是有弹性的,稍稍膨胀一些便算是把所有人都给装了进去。 大家尽量少呼吸,我要缝合伤口了。 史瑞夫很费劲的对大家说道。 我擦,什么较少呼吸? 呼吸还能尽量少的吗? 大家还没有来得及报骂,史瑞夫施展出了亡灵愈合之术,将自己的苦尘木乃伊的肚子给缝合了起来。 呜呜呜呜呜呜呜。 庞大的怨灵俯冲而下,感觉整片天空的灰黑色云积压在一起然后撞击向地面,他们哭喊声与尖叫声在大家的耳边警报一样响着,听得大家脑袋都快要爆炸了。 他们明显是嗅到他们这群人身上的活人气味的,这集赛三大金字塔附近有多少年没有活物踏入了,内心囤积着的庞大痛苦无处宣泄,于是疯狂地扑了上来。 但随着苦尘木乃伊的腹部一缝合,活人的气味一下子就消失了。 活人身上有气味,同时活人呼吸的过程吐出来的气也与他们这些亡灵不同,亡灵,愿灵们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捕捉活物的,要知道他们之中有一大半眼神都不好使和压根没有眼睛。 呜呜呜呜 一头大怨灵把那张苍白的五孔流血的脸凑找苦尘木乃伊的上方,像从这家伙的身上嗅出刚才那几个活人的味道,可他嗅到的全部都是苦尘木乃伊散发的死臭气。 大怨灵有些不太甘心,好不容易来了几个可以让他们撕着玩的解闷解压报纸,怎么就一口被这头肥胖的苦尘木乃伊给吃了呀。 其他怨灵也一直盘绕在附近,一副可惜的样子,来晚了,来晚了,被这头苦尘木乃伊抢了先。 怨灵们智商不是特别高,见没有了汤喝,只好纷纷散去。 酷咔! 忽然,胡夫金字塔侧面高处位置,一块金黄色的灵木巨石缓缓地往内部挪去,渐渐露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黑漆漆星号附近飞舞着许多沙尘, 很快便发现这些沙尘们正渐渐地形成漩涡似被一点一点地吸入到胡夫金字塔内。 这种犀利是看不见的,唯有通过那些沙尘旋转和被吸扯的速度做参考,从原本一块很小的区域渐渐扩大到了近一公里, 小小的一块空穴却在金字塔半空中形成了一个金黄色的巨大气流漏斗,金黄色的沙子带动着周围的空气疯狂的附近飘动着的那些愿灵给拉扯进去。 呜呜呜呜呜 愿灵们看到这一幕,吓得把腿就跑,对他们来说被吸入到金字塔里就等于落入到一个魂魄绞肉机中,魂飞魄散是肯定的。 他们拼命的在空中游,使尽全部的能耐,而那个灵穴吸扯的漏斗能量越发的庞大,强到感觉要将厚厚的沙漠都给掀开一层沙皮了,无论是近处的愿灵还是远处飘荡着的战魂,统统被吸纳了进去。 灰色的愿云积压了不知多久了,他们一点一点的被扯入到金字塔无底洞中,里面那些大大小小的愿灵就是被倒浆江水的密密麻麻的鱼群,任凭他们如何挣扎,江水倾倒他们也难以逃过。 哎呀呀呀呀,呜呜呜呜呜,惨叫声不停的在大家的耳边回荡,苦沉木乃伊一样被卷了进去,狭窄的恶心腹部空间里却是天旋地转,也不知道史瑞夫这家伙为什么要提醒大家尽量少呼吸,这腹水,湿液,长江乱翻的地方能呼吸都有鬼了。 这趟通完冥界的顺风车难受得让人想吐,时间又感觉格外漫长,黑漆漆一片,嘈杂一片,翻来覆去,到底他们是成功了没有还是已经下地狱了都分不清楚,莫凡自己都感觉快要昏过去了。 苦沉木乃伊附中的氧气极其稀少,渐渐的在痛苦中还迎来了窒息的感觉,已经有人坚持不住要破湿而出了。 砰! 一声巨响,什么东西猛的爆开了,莫凡只觉得整个人飞了出去然后重重的撞在了某块坚硬无比的墙面上。 眼貌金星,分不清东南西北,莫凡脑袋短露了好几分钟视觉设备才慢慢的连接上,思考的脑子也才在脑壳中一点一点归位。 莫凡知道这金字塔里面非常危险,急忙查看周围,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深邃的立方体密室。 四面全部都是坚固无比的墙体,切割得非常平整,一整块与一整块之间的缝隙小到连一根头发都卡不住。 这种岩块组成了这个立方体木室,长度大概是一千米的样子,高度却根本无法预测。 密室可以说是相当广阔,比金字塔本身还庞大,但莫凡知道这金字塔里面的空间绝对比看上去要巨大数百倍,有一种说法是这里面的空间是经过压缩和放大的,还有一种说法便是,金字塔里面本就是另外一个位面,这是冥界的大门。 喂,你们大家在哪?莫凡喊了一声。 我在你脚底下。 赵满炎的声音从下面悠悠的飘了出来。 莫凡急忙挪开了身子,发现赵满炎趴在地上,全身糊满了恶臭的腹液,一副声无可恋的样子。 老赵,便点水出来给我清洗清洗一下,快难受死了。 莫凡说道。 老子骨头都快散下了,你却要老子给你当花洒。 赵满炎怒道。 说归说,赵满炎还是施展出了水域,将水变成柔软的绸带快速的从两人的身上冲刷而过。 冲去那些粘稠的东西后,两人一下子舒爽了很多,赵满炎悠悠的补了一句,感觉我们经历了一个从山崖上翻下来的粪车。 别说了,先找找其他人,要是他们都死了的话,我们就找地方出去吧。 莫凡说道。 太暗了,你点个火呀。 赵满炎说道。 你他妈才是光系法师。 哦哦。 赵满炎朝着空中抛出了一道光药,光药散射出无数光线,宁昧类似于阳光的东西一下子填充了这个黑漆漆幽臂的冰冷密室。 光四溢的扫过,黑暗中忽然间露出了一个个机影,他们身材干瘦,双目无同,手上持着血迹斑斑的湿钩与行斧,可能是这辈子都没有怎么见过阳光,这些古怪可怕的东西纷纷扬起脑袋,注视着空中那个闪耀无比的光团。 很快,这些东西齐刷刷的将脑袋又转向了释放这个魔法的赵满炎和莫凡这里,顿时四面八方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气与怨气扑打过来,大有两只小肥兔落入到了食肉鬼群的架势。 卧槽,我们吊鬼坑里了,赵满炎吓得直接跳起来。 不是说好通风口的吗,怎么会有这么多鬼怪? 是木行人,他们专门负责捕捉那些孤魂野鬼,莫凡说道。 这种木行人在外界不算常见,因为他们常年栖息在大墓穴之中,为那些墓穴主打工。 一个要想在四海八荒成为统治者的大亡灵,他们除了残害活物来获得新鲜战士之外,还会把那些弱小的亡灵给扔到自己的墓穴里脆炼成可以提升自身实力的死灵精华。 第1574章虚无岛 莫凡,莫凡。 史瑞夫的声音从背后传了出来,赵满炎和莫凡正准备迎接一场大战,谁知道史瑞夫急忙阻止了他们两个。 别动手,这些木行人对活人没有兴趣的。 史瑞夫说道。 你确定,那他们这样盯着我们做什么? 赵满炎说道。 他们又没有眼睛,往我们这里主要是因为他们也没有怎么见过活人,这群明行人智慧很低的,而且是金字塔里最低等的生物了,比一些奴隶还微不足道。 史瑞夫说道。 你说话离我远一点点,很臭。 莫凡道。 其他人呢? 我们在这。 很快其他人也都会合了过来,大家都发现了那些明行人并不发动攻击,只是像一群看上去凶恶的怪物,带着几分恐吓的要他们几个离开他们的地盘。 呜呜呜呜。 头顶上方,那些被卷进来的怨灵还在飘荡,就在这时十几个木行人麻利的一跃而起,利用他们手掌进化成的鬼魂钩,猛的将这大怨灵给从半空中给拖拽了下来。 到了地面上,木行人就一下子化身成了一个个残暴无比的大厨,他们手中的斧月砍跺在怨灵的身上非常有效,转瞬间将那头大怨灵给彻底解枝了,最后剩下的一缕死灵精华如翠绿色的水滴一样,缓缓的落入到了这整个密室里最中央的池子里。 他们再把怨灵杀死,萃取出死灵精华,那些死灵精华会顺着灵木设计好的木局流到另外一个蒸檀里,由地狱犬的火焰不断的轰蒸,最后形成最优质的死灵精气,精气会不断的输送到法老的棺材里,法老们在里面沉睡,经过数百年的修行,实力便会越来越强。 史瑞夫解释道,莫凡听得暗暗结舌,这些法老也真是奢侈,此后都还有一群奴工为他们烧锅炉供暖气。 不用理会他们,他们就是一群周而复始的低智商机械,在金字塔中做着最底层的事情,像胡夫金字塔这样的最大灵木里,这种工厂怎么也有百来的。 史瑞夫说道, 宁界的奴隶是不是有很多种? 莫凡问了一句, 是啊,他们基本上都是为法老服务的,从最底层这种木行人到修木匠,再到稍微高级一些的奴隶武士,奴隶欠夫,普通一点的金字塔里都有个好几万,就别说这法老王的宫殿了。 我们要把时间浪费在杀这些东西上,杀一百年都杀不完。 史瑞夫说道, 过得比活人还舒服,这万恶的旧社会呀。 赵满言说道, 那我们现在呢? 海帝问道, 等上一等,等这一批死灵精华熬出来,会有一群名武士过来取走残渣,我们跟着那些名武士出去,接下去就可以慢慢寻找那个通向明界的门了。 史瑞夫说道, 取走残渣,海帝感到很费解。 发老王吃肉,底下的人怎么也得分点汤渣吧,不然这样一个庞大的陵墓怎么诞生出那么多强大的亡灵来呢? 史瑞夫说道, 哦哦,那这些木行人呢? 他们? 他们还想得到什么,他们永生永世为奴工,不可能晋升,更不可能解脱,而且他们也乐此不疲,再强大的怨灵只要被吸扯到了这里,都任由他们摆布。 史瑞夫说道。 史瑞夫说着这句话时,莫凡在想要是九幽后被卷入这里会不会也落得那么个凄惨下场,毕竟这些明行人什么战斗力都没有,却有着对付所有幽灵的最凶残武器。 话说起来,你知道明界之门在哪吗? 米奥斯问了这个关键问题。 我看过不少古老的法老文献,更对集赛三代进行了研究,胡夫曾经有向他们透露过,世界的尽头在苦海最终端,而如果在尽头背弃太阳的方向,会有一个黑暗彼岸,那个彼岸带来的是不死不灭。 史瑞夫说道。 苦海是什么,有这个海吗? 海帝问道。 苦海是指红海上的一座虚无岛,附近的海域海水是由亿万生灵的眼泪形成的。 莫凡却开口了。 这个传说莫凡是在帕特农神庙那里看到的,由于当时死神海拉带给莫凡极大的震撼,在帕特农神庙进修的时候莫凡对海拉进行了一番研究。 虚无岛上有一个怪物,他叫海拉,是黑暗世界的守门者,假如你告诉他你去的是冥界,他不会为难你。 史瑞夫说道。 你们在这里说着这些古老传说干什么,冥界之门到底在哪呀,我们是在金字塔,不是在红海呀,大哥。 赵满言不耐烦的说道。 冥界真正的大门在虚无岛,我们要开启的也是虚无岛上的冥界之门,但红海的虚无岛谁都看不到,唯有江湖夫金字塔的明辉打向红海尽头,虚无岛才会在这种死者的光辉下显现。 明辉映出了红海虚无岛,就等于找到和开启了明界之门。 史瑞夫说道。 莫凡所获知的信息很零碎,但经过史瑞夫这么一整理,他也算恍然大悟了。 什么跟什么呀? 赵满言听得有些迷糊了。 老赵,胡夫金字塔这里算是后门,红海的虚无岛是正门。 但正门的钥匙是掌握在胡夫的手上。 莫凡解释道。 在胡夫金字塔内开启明界之门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古都亡灵帝国又不可能进入到金字塔里,要想古都亡灵真正进入到埃及的明界与他们厮杀,将虚无岛上的明界之门开启是最正确的。 那就是说,胡夫金字塔里有一个机关,可以让虚无岛浮现。 使纸熙指针,指针指向西的时候,神秘的星光便会变成明灰,照耀在大地上。 我们得把纸熙指针转向红海的方向,将明灰打向那里,虚无岛就会出现。 史瑞夫说道。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吧? 赛义德很是不耐烦的说道。 虚无岛是黑暗未面的入口吧? 海帝却这个时候开口了。 作为次元法师,海帝对未面是有高深的研究。 在现有的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其他未面,最典型的就是黑暗未面与召唤未面。 不然召唤生物和亡灵系呼唤出来的生物又是从何而来呢? 明界算是黑暗未面的一个独立分支了,但有传言明界与黑暗未面相连。 第1575章收集精魄的好地方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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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上去像是金属厚重的声音正从坚固无比的石壁传来,呼得四上拱形门在四面分别打开,一个个穿着青黑色骨甲的明武士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全副武装,没有露出一点点肌肤,有些沉重的骨甲靴踩在地面上,发出了整齐的声音。 吼!吼! 这些明武士很快就察觉到了外人的闯入,立刻发出了沉闷的嘀吼声。 明武士都是持着高高的抚跃,他们也根本不理会那些明行人的死活,抚跃猛的挥斩而下,凌乱密集的邪气韧波在这个蓄气池里飞舞,弱小无比的明行人只要触碰到了这邪气韧波的边缘,都会立刻被一分为二,鲜血喷涌。 干瘦无比的明行人吓得四处逃窜,没有半点反抗之力,而莫凡等人自然也遭受到了这些明武士来自四个方向的攻击,赵满延和米奥斯一同支撑起的防御被打得摇摇晃晃,随时都会被斩碎。 妈的,怎么这么多明武士?赵满延发现自己后时的防御竟然坚持不了几波,心中暗暗骇然。 这些明武士的实力竟然这么强,莫凡也大感意外。 还以为生活在金字塔底层的这些武士们也跟明行人那样卑微可怜,哪知道他们一个个勇猛狂暴,差点在别人第一波攻势下就被切成肉丁了。 不愧是胡夫金字塔,最底层的武士实力都达到这种级别。 史瑞夫感叹出了一声。 他以前到过的金字塔,像这种明武士除了数量多之外,一般都对他够不成太大的威胁。 又来了更多。 海帝听着声音,有更多骨甲脚步声在整齐的从墙的里面传出来。 数量有多少? 木白问道。 至少三倍。 海帝回答道。 三倍,那我们不是死定了吗?赵满延叫道。 该死,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到这种鬼地方? 赛义德被邪气刃给划伤了胳膊,疼得他怪叫不已。 劝一个门杀出去,不能在这里,我们会被围得水泄不通的。 史瑞夫说道。 走哪干哪? 随便,应该都能够通向金字塔更上层。 一直被动防守迟早会被他们的邪气刃波给大卸八块,海帝在米奥斯的掩护吓呼的出现在了一大队明武士的位置,他快速的完成了一个混沌漩涡,漩涡不停的吸纳着那些邪气能量,化解了这个方向上所有角度的邪气刃波。 逆转。 海帝逆转了漩涡,漩涡开始逆时针快速的转动着,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加强,那些邪气刃波被海帝的混沌漩涡变成了一道数百米长的邪气长刀。 邪气长刀笔直的朝着明武士们劈去,那些没有实质肉身的明武士纷纷变成了一对散架了的骨头,洒落在了地面上。 这边走。 莫凡看到海帝劈开了一道缺口,于是立刻描画起了召唤系的星座来。 召唤兽巢。 一百多头狼族生物从树立起的召唤之门中涌出,狂奔的它们组成了白色的汹涌红巢,踩踏着遍地的青黑色骨壳往那些明武士冲撞过去。 走,走。 后面来了很多。 木白急忙说道。 狼之兽巢在前面开路,这一百多只狂狼战斗力十足,那些数量众多的明武士都招架不住。 骨壳身体被践踏的到处都是,连邪气刃都开始胡乱释放,根本击中不了任何人。 双咆哮。 片状的冰晶在木白的附近飞舞盘旋了起来,渐渐组成了一个白色的冰霜旋风,随着木白意念移动,这完全由片状的冰晶组成的旋风大范围的席卷出去,那些正要冲过来近战的明武士成群成群的被这冰霜咆哮给卷了进去,瞬间清空了附近的威胁。 这边交给我。 米奥斯说道。 亡灵魔法在脚下显现,一头血红色的木乃伊高大巍额的立在队伍的侧面。 血红色木乃伊浑身是由流着血的鞋甲覆盖着的,从大致外貌上来看居然与这些攻击他们的明武士有着一些相似的地方,他的手上举着一柄巨型埃及战斧,俯身散发着更庞大的邪灵之气,随着这血色铠甲木乃伊高声狂吼一声,附近黑暗邪气疯狂的聚集到了他的那柄埃及战斧上。 战斧猛的横扫而过,死光泵射,辅之协力呈现一个月形,横扫的高度正好是明武士的颈部与头颅之间,于是这蓄力猛斧扫过,数十个头颅一下子飞到了空中,有些更是碰撞在一起,最后如椰子那般掉落到地上。 这样强悍的木乃伊不仅仅是米奥斯拥有,史瑞夫和赛伊德两人也立刻呼唤出来他们的亡灵生物,史瑞夫召唤出的是一头小型的触角魔,这长得像蜈蚣的怪物竟然是专门以亡灵为食的,他将那洞口之嘴张开,成吞饮江水之士将那些明武士给装填到肚子里,没几个来回,触角魔的体型就好像大了一圈。 塞伊德召唤的依旧是死刀木乃伊,不过他的死刀木乃伊身躯一样流淌着血的光泽,级别应该和米奥斯的那头相当,他的死刀披斩威力一点都不逊色于邪府木乃伊,两大坎将站在队伍的两侧,倒是让那些明武士们难以靠近半分。 事实上这种战斗木乃伊就是明武士的晋阶级,明武士若是晋升到了统领级,他们也会成为寿命更长久的木乃伊之一,并可以获得更庞大的邪灵之力,在斩杀明武士上,邪府木乃伊和死刀木乃伊相当有心得。 冲冲冲,往门里面冲。 莫凡指挥着自己的狼群们。 明武士是从一个长宽高大概都是十米的石通道中涌出来的,史瑞夫说过这条明武士的通道才能够前往金字塔的其他极层,所以明武士从哪里来,他们就要杀到那里去。 一头白色巨狼率先抵达了那个通道口位置,他的体型过于庞大的缘故,通道口他根本塞不进去,于是这家伙所信用自己的身躯往石洞口那里移坐,免得有更多的明武士从里面涌出来。 明武士数量多的可怕,一开始出现在这个蓄器池密室的时候也就四个队伍,看上去像是巡逻小队那样,可才没多久,这些东西就像黑色的潮水,正在灌满这个一公里长宽的蓄器密室,数量上和速度上都是夸张的吓人。 白色巨狼这个行为还真有效,至少在众人还没有抵达这通道口前阻挡了大概一百多只明武士的出现,可一想到他们还要顺着这个口杀出去,莫凡一点都乐观不起来。 就没有别的路吗,感觉我们这是在逆流而上啊。 赵满言问道。 没有了,金字塔底层本就有树枝不尽的这种生物,不然他们怎么会称之为一个帝国,这条通道应该不会太长,从这里杀出去总比我们在蓄器密室里四面受敌要好,明武士多的可以把这个空间给填满。 史瑞夫说道。 大狼,闪开。 莫凡朝着那头用身体堵通道口的白色巨狼说道。 这些狼群的总司令是飞川矮狼,莫凡一般都叫他老狼,而四十三头白色巨狼之中有一头体型最大,实力最靠近统领级的,这家伙被莫凡将称之为大狼,第二大的是二狼,还有一个三狼。 这三头白色巨狼都有着进入统领级的潜质,只不过他们都不是莫凡自己的契约兽,四元召唤兽,平常对待召唤兽的那些强化手段是无法用在他们身上的,他们要想蜕变,只能够靠他们自己在召唤为面的争斗了。 大狼暴脾气归暴脾气,却非常听从莫凡的指令,他见到莫凡的右手上燃烧起了炙热的火盒来后,马上一个大翻滚,把身后的那个小洞口给彻底露出来。 十米长宽高的通道口都积满了那些明武士,青黑色的身躯还散发着一些油光,看上去简直像是一大团蟑螂滚在了一起,密集的让人不禁浑身鸡皮疙瘩力起。 焦拳 三魂火同时出现,拳轰出,三条不同颜色的火焰焦龙飞舞而出,他们在半空中合并成一条烈焰更狂猛的炎焦,咆哮中往那黑压压的通道口扑了进去。 亡灵聚火,这三魂火叠加在一起让莫凡的火之威力可以瞬间提升几个倍数,这种毁灭高温是明武士根本承受不住的,厚厚的假窍都会被直接烧成灰烬。 炎之蛟龙贯穿着通道,顷刻间肃清了很长的距离,萤火虫之残魂组成了一道流光线条飞向了莫凡的坠子里。 金字塔内的明武士实力要比外面的墙上很多,同时他们的残魂价值也非常高,全部都是战将级的残破飞入到了小泥丘坠的鸣河里,战将级惊破快速的凝炼生产着,为莫凡的召唤兽潮数量继续添加。 这就三个了。 莫凡一阵欣喜。 杀死的这群明武士里,便可以凝炼出两个惊破,其中一头还出现了完整的惊破,这让莫凡收获三个手下。 我来开路,莫凡一下子有了干劲。 金字塔封存太久了,这些亡灵所蕴藏的灵魂能量浑厚无比,相信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莫凡收集惊破了。 第1576章冗长战道 通道冗长,岩胶大概冲开了五十米的样子就被后面的明武士们用邪气给抵挡住了。 在太宽阔的地方,大家基本上是四面受敌,疲于应付,但进入到通道之后,有赵满延这种龟壳法师在,明武士拥挤在这种通道里反而很难施展能力,对莫凡他们来说更有利不少。 七人快速的闯入到通道里,两面都有墙体,头顶上还有坚固的石料,需要照顾到的只有前面和背后的有限的敌人,压力立刻减轻了很多。 我先守后面。 木白说道。 木白守后面不讲究杀,只要把那些明武士给冻住,用他们的身躯来阻挡密室里其他明武士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地形下他一个人负责没有太大的问题。 交替式战斗,这条通道不会短,别把魔能拳号干了。 史瑞夫说道。 莫凡在队伍的前面,他也没有听到史瑞夫的话,那双眼睛里只有肥美无比的惊魄。 小炎姬,一起开路。 莫凡呼唤出了炎女姬。 技能也是需要施法时间的,眼前这么多的明武士,如此长得一条通道,莫凡也不知道要多久才可以完全清理掉,所以莫凡干脆让小炎姬独立战斗,自己则使用雷系,暗影系,空间系,两个人一起杀,速度自然会更快一些。 明武士的实力大概在小战将和大战将之间,分开战斗的话会明显有效率。 令令 小炎姬估计很久没有痛痛快快的独立战斗过了,他回想起莫凡对付瓦尼使用的那个炎之冲撞,于是也学着莫凡将所有的烈焰包裹在自己身上形成一团最炙热的能量。 这团火焰能量正好霸占了整个通道,随着小炎姬一生兴奋的长吟,就看见这狂火如焚烧青黑色丛生的杂草那样,一下子将前面好几十米的明武士给彻底杀死了。 小炎姬杀死的生物,莫凡一样可以收集残魂精魄,于是萤火一样的残魂纷纷纷飞来,坠入到小泥丘坠里的明河之中。 莫凡快步跟上了小炎姬这位青道夫,看到新的一批明武士又冲了过来,这些家伙也不完全沿着地面行走,其中有不少都是可以飞沿走壁的,来势汹汹。 嘶嘶嘶 莫凡手指上飞出了无数细细的蕾丝,他们快速的往前方传递过去,其威力倒没有多强,本身莫凡也没有指望以出阶的雷印来秒杀这些战将级的亡灵生物,但在暴君荒雷的特殊效果下,那些触碰到这些雷印的明武士将全部被打上一层荒雷之痕。 雷电丝来来回回在明武士们身上穿梭,原本可以带来一些麻痹效果的他们倒是无法对这些没有肌肉组织的亡灵起到作用,可是荒雷之痕在他们的身上越发的鲜艳明亮。 暴君制裁 时机一成熟,莫凡豁然激发这一道道惩罚印记。 更加粗壮的霹雳在这狭小的空间里猛的暴起,上百道纵横交错。 荒雷之痕只要有一层印记,便可以触发一道相当于魔法师霹雳威力的制裁闪电。 莫凡的中阶魔法霹雳可是修炼到了第五个级别,霹雳打在战将级生物身上基本上就是秒杀不说,其末端处碰到地面或者掩体便会形成如巨型天珠魔网一样的电链雷区,这上百道霹雳一同出现,他们末端打在四面的掩体上,所形成的电链网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相互传递。 电光暴闪,轰雷震战,四通八达的电脉请客间将前方的明武师化为了乌有,一时间大家前方的邪气骤然消失,空荡荡的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不真实。 走,走,快点跟上。 莫凡对身后的众人说道,简直是怪物。 米奥斯忍不住骂了一声。 才多久没有见,米奥斯发现莫凡的实力变得更加恐怖了,这些明武士怎么还说都是战将级的,可是在小炎机和莫凡的火与雷攻击下脆弱的连奴仆级都不如。 也难怪当初亡灵海战术对这个家伙根本没有用,给他足够完美的施法环境,再多的亡灵都会被他消灭干净。 大家快速的跟上,前方一百多米都非常通畅,一般来说要杀出虫围,魔法师基本上要先撕开一个缺口,再组织一波强势的进攻,这样才能够稳当的前行一段距离。 可莫凡在前面开路,大家竟然有一种没怎么停顿的感觉,仅仅是一条通道上的战将级生物对莫凡来说没有太大的压力。 通道的长度比大家预料的还夸张,杀了大概有一公里了,结果还是这样没有任何变化的笔直通道,通道的另一端永远都有明武士在朝着这里冲来,宛如一个没有尽头的黑色横向深渊。 莫凡,你休息一下,别浪费太多的魔能。 海地见莫凡还在战斗,急忙说道。 好,好,你上。 莫凡感觉自己魔能消耗快要过半了,这才停止了清道夫的职责。 连续使用魔法神经就会紧绷,这样往往会导致精力衰竭得很快,莫凡现在就像一台过热的机器,是时候该停下来进行一番冷却了。 哇,你可以休息,我怎么办呢? 赵满言抱怨了起来。 明武士又不是排成排站在那里任由他们杀,他们不断的使用邪气韧波攻击着大家,赵满言基本上一个人承受下了百分之九十的攻击,他也是人啊,也是需要休息的呀。 我召唤肉盾亡灵。 米奥斯也觉得赵满言顶的时间够长的了,于是再一次使用亡灵之术。 哼,你也就比我的木乃伊强那么一点点。 塞伊德嘲讽了赵满言一句。 米奥斯和塞伊德两人召唤出了同一种木乃伊,他们全身都由灰铁的裹尸布给缠着,体型虽然不是很大,浑身上下却透着暗金属的那种冰冷与坚硬。 他们挡在后面就可以了,前面没问题吧。 米奥斯说道。 他没问题的。 莫凡见海帝已经飞到了前面,于是替他回答道。 海帝杀的速度可能没莫凡快,但他一心三用,面对这种单面受敌的情况比较从容。 得到了休息机会,莫凡就跟刚刚赚了一笔钞票的商人一样,迫不及待的将意念探入到小倪丘坠中,眼睛放光的数一数这一波脸的财富。 第1577章回行空间 二十多个战将级惊破,小倪丘坠勤快无比的给莫凡生产了这么多,这要是能够拿出去脉的话,莫凡觉得自己早成为全国第一富豪了。 全部喂养给了魔眉界,莫凡现在一口气可以召唤出133头狼了,整整比之前多了三倍。 这样下去真的有希望组建起一只魔狼军团了。 莫凡不免小激动了起来。 像自己这种动不动就被一大群妖魔给包围的人,身边有那么一千两千个狼小弟跟随着,底气就会更足很多了,看看这个胡夫,死后都有数百万的亡灵在追随着他,自己弄个狼军团真的一点都不过分。 空间律动,巨人之踏。 如同一个虚无的巨人狠狠的一脚踩在前方,一群明武士转瞬间被踩得稀烂,这些明武士是没有本体的,他们就靠着身上那些青黑色的骨甲,这些骨甲散落的到处都是,快要铺满大家前行的道路了。 海地在发现自己无论使用什么魔法都没有莫凡杀得快后,他索性也施展这种简单粗暴的技能了,这样一路闯过去,没有多少明武士可以承受得住这空间践踏的威力。 这条道怎么这么长? 赵满言有些不耐烦的说道。 都不知杀出了多远了,却依旧没有看到道路的尽头,明武士数量没有丝毫的减少,他们没完没了的冲过来。 从之前那个蓄奇密室到他们现在这里,全部都是明武士的碎片。 不可能啊,就算金字塔内是一个放大的空间,这条通道也没有理由这么长啊。 史瑞夫也感到疑惑了起来。 海地魔能渐渐消耗到了一半以下,莫凡则开始重新接力,莫凡开始动用一些高阶威力的魔法,让杀戮的速度变得更快更彻底。 他们一群人继续前行了有一两公里,整条通道仍旧看不到尽头,算起来他们一共在这个明武士通道中行了有四公里快五公里了,要知道他们到现在都没有任何转角,任何弯曲,胡夫金字塔里面的空间难不成巨大如一个平原。 魔能在不断的消耗,假如这条通道连一半都还没有走完,那么他们就会活活的被这些明武士给耗死了。 想想办法,不能这样下去。 莫凡严肃的说道。 虽然收集精魄收集的很爽,莫凡的召唤大军现在猛增到了一百五十这个数字,但这样没有停歇的围堵真的会让他们全军覆没,魔法师没有魔能跟普通人没有多大的分别,随便一个明武士跳出来就能够把他们给全砍死。 使瑞夫,你这是叫我们进来送死的吗?赛义德非常恼怒的说道。 别叫,别叫,让我好好想想。 使瑞夫说道。 海帝,我们会不会是在一个无限空间上? 莫凡询问海帝道。 两人都是空间戏法师,像这种怪异的空间构造多少会有一些察觉,莫凡很多次都觉得这条道路其实无论怎么往前都不会有出口的。 你保护我一下。 海帝说道。 哦,好。 莫凡点了点头,见海帝缓缓的闭上眼睛,站在原地像是在聆听远方的脚步声。 过了一会,海帝唇而轻轻的颤着,发出了一种似听又似幻听的音律,他们朝着前方快速的传递了出去,经过莫凡耳边的时候,莫凡只听到一种如海豚叫那样的声音,随后便慢慢飘远。 咔咔! 咔咔! 三只明武士不知何时靠近到了莫凡只有十米的位置,他们似乎发现海帝正处在一种没有反抗能力的状态,其中两只明武士马上朝着莫凡冲去,另外一只明武士倒是相当灵活,他倒踩着头顶上的岩石顶想要从上方越过莫凡去攻击后面的海帝。 给老子过来。 莫凡目光一凝,手朝着上方须抓。 无形的空间巨手死死的握住了那个自以为高明的明武士,随着莫凡将一年力量加剧,这明武士被莫凡猛的一捏,便直接断裂成了好几块落了下来。 另外两个明武士到了莫凡面前,不等莫凡出手在莫凡身后的飞川矮狼呼的扑了出来,一口咬掉了明武士的脑袋,两大爪子扑倒了另外一只,又被飞川矮狼给狠狠的抛飞了出去。 三只明武士瞬间惨死,其中那头倒采飞檐的家伙竟然出现了一枚惊破,这让莫凡嘴角不由的一幅,看来这是一头修为更为精湛的明武士,出现惊破的概率会大很多。 鹰 忽然,之前莫凡听到的那个海豚叫的声音从他耳边响过,莫凡愣了一下,随后转过头去看海帝。 海帝此时也睁开了眼睛,那双迷死人的蓝毛子正注视着莫凡。 是一个回形空间。 海帝开口说道。 什么意思? 莫凡问道。 这方面莫凡倒不是很擅长。 空间系也有很多分支,像一些空间系铸造大师他们可以利用很狭小的特殊区域制造出庞大的空间,明珠学府的三部塔就是最其中一种,而莫凡在这一方面一笑不通。 我们现在就在一个回形空间里,刚才我发出了一道不会回音的音声,这道音声没有过几秒钟时间便从我们身后传来了,也就是说这条明武士通道全场大概就不到两公里,由于回形空间架接而使得我们再走一个回形路线。 海帝说道。 说着这番话的同时,海帝用意念在地面上画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原理图形,随后用重画痕在回形的四个架接点标了一下。 可我们一直走的是直线呢。 米奥斯说道。 我们一直在战斗,所以没有察觉有四个空间架接点,这条通道一共被分成了四段,我们每经过一个空间架接点就意味着转了一个九十度的弯,等我们走完这四个架接点那就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 海帝解释道。 就说怎么离开吧。 赵满言说道。 有两个架接点是纯粹的转交,还有两个架接点,一个是出口,一个是蓄器密室,也就是我们进入的地方。 我们继续往前,到了架接点我会告诉你们。 海帝说道。 好。 埋头苦沙永远没有比抬头找路要好,还好大家发现的不算太慢,等魔能消耗到更低程度,再去寻找那个架接点估计就晚了。 莫凡继续前行,挡在他前面的明武士全部成为了小泥丘的美味,浸泡在小泥丘的明河之中。 大概又杀了有六百多米,海帝忽然让大家停下来,他开始用声音来探测这里的通道,很快发现声音在前面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就出现了回音。 有回音,就在前面一百米,那里是一个架接点,而且很可能是出口。 海帝有些欣喜的说道。 那就好。 一百米对他们来说不算远了,清理掉了最后一波明武士之后大家停留在了海底说的地方。 假如是在战斗的状态,莫凡倒不会觉得这里有什么异样,想现在这样特意站在这个点并且去感受周围,莫凡明显察觉到空间的扭动性,并且正如海帝说的那样是扭转了一个九十度。 破。 不需要海帝出手了,莫凡直接动用了空间阵战,强行将迷惑大家的这个空间架接点给粉碎。 这种空间架接点是不可能牢固的,本身空间要正常的相连才会平稳,即便抄接魔法也不会影响到它的牢固,唯有被改变了,它才会格外的脆弱。 这一声破,让前面看上去冗长的通道一下子破碎了,宛如镜子里的世界随着镜子碎去而彻底消失。 真有出口,米奥斯欣喜的看着前方。 前方是一面硕大光洁的岩墙,岩墙的下面更是一个巨大的拱形门,拱形门明显是通往一座被火焰照亮着的大殿,可以看到里面纳刻着雕塑的祭坛。 大家自然不愿意继续待在那个无休止的通道里,急忙冲入到了拱形大门中。 拱形大门相当的大,事实上那面黑色的岩墙就是黑色的庞然大物,有一种走到了世界尽头被黑色坚固结界阻隔的地方,而这一扇拱形的门又更夸张如巨人行走的,他们七个人走在这拱门之中显得渺小无比。 踏入到了拱门,拱门内是一个祭司大殿,最中央正是一个宛如一座山一样的祭坛,他们几个人都需要把脑袋抬得很高才可以勉强看到祭坛上面的一尊雕像。 雕像是死的,这点莫凡可以确定,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地方那些栩栩如生的雕像其实就是活的,导致莫凡每次见到这种东西都会严格检查绝不忽略,但这一次莫凡可以肯定那就是一尊雕像,只是让人觉得格外怪异的是那雕像不是人的样子,而是一头骨犬。 我们古埃及人虫敬犬,将它是做法老最忠诚的守卫者,这应该是一个用来祭祀美食给犬神的地方吧? 史瑞夫认真的分析道。 不就是条狗? 还敢称之为神? 赵满言不屑的说道。 有些魔犬品种还是很强的。 莫凡见识过领咒地狱三头犬,那算是刷新了莫凡对狗的认知。 第1578章 祭祀地狱犬 有吗?什么犬种很强? 赵满言问道。 地狱犬,有三个脑袋,每个脑袋拥有不一样的属性,它们身体还非常的强壮,我和慕宁雪在凡雪山的时候有遇到一头领咒地狱三头犬,诅咒能力很强, 我差点被它的锁魂领咒凝视给灭了。 莫凡回想起那天的情形道。 那天要不是有目凝雪在,对付那领咒地狱三头犬还是很困难,它们算是统领级中比较顶级的存在了。 莫凡,你说的那种地狱犬,脚下还踩着幽蓝色地狱火焰吗? 木白的声音从祭坛大殿的另外一个方向传了过来。 你怎么知道,你以前也遇到过吗,这种生物其实蛮稀少的。 莫凡回应了一句。 木白那边沉静了一会,忽然一股极强的冷空气充斥在了这个祭坛大殿里,就看见一条条粗状硕大的冰锁在木白那个方向飞舞了起来,在半空中交错。 木白身影灵敏,他踩着冰锁快速的飞踏,莫凡正疑惑这家伙为什么忽然施展起莫凡的时候,就看见三个凶猛的脑袋一下子窜了起来,飞在半空中将那些冰锁给全部给撞断了,明显是要将木白给直接吃进去。 黑褐色的身躯,容将魔纹遍布了全身,邪气凛然,脚踩着幽蓝色的地狱火焰,莫凡这才看清那正是一头地狱三头犬。 这会莫凡明白木白是怎么知道的了,他那里就有一头货真价实的。 地狱犬,地狱三头犬,莫凡叫了起来。 我这边也有,米奥斯的声音从莫凡背后传来。 莫凡本要去帮助木白的,却发现背后也有一只,这地狱三头犬来得非常突然,大家完全没有防备,一时间只能够在这个宽阔无比的祭祀大厅里狂奔。 有几只,莫凡问道。 好几只。 大家先散开,先迂回一下。 他们都是魔法师,魔法师害怕被包围,害怕被近战,像这种忽然间被强大生物给袭击的局面最好的方式就是先逃跑,再不了解究竟有多少只这种地狱三头犬时绝不能贸然的停留在一处,要是被彻底堵住,就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了。 还好他们这群人也算是法师中的精英,没有逃跑魔法技能也一定拥有非常昂贵奢侈耻的魔具。 莫凡往四周看去,幽蓝色的火焰有不少,从自己面前晃过的地狱三头犬就有四只了,主要是这个祭坛大厅实在太大了,除了最中央有一个大祭坛之外大厅里还有很多厚重硕大的石棺,石塑,筑墙,地狱三头犬躲在这些东西的后面大家未必能够察觉到。 老狼,先去帮木白。 莫凡对飞川矮狼说道。 木白那边有两只地狱三头犬,也幸亏木白反应快,像地狱三头犬这种大统领级的生物要秒杀法师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 飞川矮狼自然喜欢跟着木白战斗,木白是兵系,他的冷冻领域可以激发飞川矮狼的冰原血统,没有冰原血统的话,地狱三头犬的实力也跟飞川矮狼参不多,飞川矮狼还不一定能够战胜其中一头。 有飞川矮狼前来帮助,木白总算有腾出手释放魔法的机会来,他一转身,兵系高阶魔法瞬间完成,一道巨大的冰封灵鹫鹫从空中落下,砸在了其中一头地狱三头犬的附近。 这地狱三头犬也不愧是大统领级生物,冰封灵鹫鹫无法完全击中他,包括那在地面上迅猛扩散出来的冰封之力也不过是在他脚边,减缓了一下他的行动速度。 幽蓝色地狱火让地狱三头犬拥有一定的踏空能力,他奋起狂奔,在空气中留下了一排幽蓝色的火焰脚印,很快这家伙就甩开了木白的冰封灵鹫的冻结威力。 一等冰封灵鹫的效果过去,这狡猾的家伙又杀了回来,他无法一直踏空,落地之后就直接沿着地面化作了一串蓝色的鬼影火焰飞逝过来,三个脑袋直接近距离朝着木白喷出了地狱吐息。 地狱吐息是焚火熔炎,三道这样的吐息同时朝着一个人身上打去,高阶法师的防御也很难承受。 木白没有想到这种地狱三头犬实力这么强,发现自己的冰盾墙消失了之后他马上选择了后撤,想寻找一个更合适自己释放魔法的地方再与他厮杀。 木白这一退,呼的左侧大石敦处又铺出了一个幽蓝色火焰身影,那是一头体型更加健壮的地狱三头犬,这狡猾的东西不知在这里埋伏多久了,正是在木白没有一点点防备的时候。 击雷死光 苍黑色的雷电光束狠狠的打穿了十吨,正是朝着那头偷袭木白的地狱三头犬的脑袋打去。 轰 死光炸开,这地狱三头犬横飞了出去,重重的砸落在了地上。 木白离那家伙其实很近了,都不到五米,死光刺痛了他的耳膜,倒是总比被这地狱三头犬给扑倒要好,有那么一刻木白感觉自己活不成了。 木白看了一眼死光飞来的方向,正是站在一个较高处的莫凡。 让木白惊讶的是,莫凡那里竟然也有三只地狱三头犬,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还照料到了自己这边。 这家伙终究还是强的离谱啊。 莫凡! 救命啊! 好多条狗在追我,赵满炎大喊着,一时间也不知道这家伙究竟在哪里。 莫凡哪里会去理会赵满炎,这个队伍谁都可能死,赵满炎是最没可能的,他一身防御技能,一身防御模具,让他待在原地给地狱三头犬啃个几分钟都不见得会有事。 倒是其他人,莫凡比较担心。 地狱三头犬是大统领,比那些名武士高了不知几个层次,本身在高阶领域里能够与统领单打独斗的法师就已经很强了。 木白,你那边撑得住吗? 莫凡问道。 我试试吧。 木白说道。 他现在确定自己附近只有这三只了,只要不再多的话,配合冰川排狼还是能够和他们一战的。 木白扫了一眼,发现那体型最大的地狱三头犬被莫凡的寄雷死光活生生的打烂了一个脑袋,此时那家伙的另两个头颅正异常愤怒的盯着自己。 第1579章 灭狗 轰 幽蓝色的地狱吐息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喷来,莫凡感觉情况不妙,立刻化身成为了一只银鸟,朝着唯一一个可以躲避的方向逃去。 吼 然而又有一只地狱三头犬在那里等着,他们像是非常懂得协同作战,故意将莫凡逼迫到那个位置,再由其中一只早就躲藏在那里的地狱三头犬来发动进攻偷袭。 顿影状态下,自身会非常脆弱的,莫凡显出了真身,却一下子遭受到了非常大的危机,毕竟他实力再强也很难在没有什么防御下抵挡四个方向进攻过来的敌人。 顺息一动也来不及了,莫凡并没有预料到附近还蹲着一只,惊险危急时刻,照满延的光落蔓杖盘旋在莫凡的头顶上,那些光蔓组成了一件厚实的铠甲,保护住了莫凡的身躯。 那个偷袭莫凡的地狱三头犬伸出了爪子,狠狠的拍在了莫凡的身上,也还好这件光临铠甲来得及时,不然莫凡很可能直接粉身碎骨。 光临铠甲承受下了大部分粉碎狂爪的威力,余下的冲击力让莫凡飞出去了很远。 站稳了身子没让自己倒下,莫凡目光凌厉的扫过周围,想知道附近还没有没有藏着的地狱三头犬。 这些地狱三头犬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数量还特别多,估计抄接法师都很容易惨死在这里面。 吼!果然,莫凡刚要蓄积魔力,便又有一头地狱三头犬从柱子高处猛扑了下来, 莫凡毫毫不客气的就是朝着这个家伙送出了一记烈焰拳羽。 火拳飞向这落下来的地狱三头犬,一个个结实的砸在他身上,将这家伙轰飞出了很远很远,其腹部和颈部都被轰得严重溃浪开了。 之前那四个家伙速度非常快,他们趁着莫凡在施展火系魔法的时候又很快的出现在了莫凡的不同位置上,形成一个四面加工的趋势,根本不打算给莫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这般咄咄逼人,莫凡也怒了。 还想围攻我。 莫凡立刻盯准了其中一头,快速的构架出了雷系的星座。 去死。 一团雷光飞向了那只地狱三头犬,地狱三头犬反应很敏捷的要闪躲,可雷光根本就不需要接触到他的身体便直接在空气中轰然炸开,硕大的雷电弧朝着四面八方乱窜,恐怖的雷暴冲击波更将这地狱三头犬给先飞了起来。 地狱三头犬失去了平衡,长长的雷电弧便肆意的抽打在他的身上,将这家伙打得皮开肉绽,惨叫连连。 其他三只地狱三头犬也不去理会他们的同伴,九个脑袋又同时朝着莫凡喷出了地狱火吐息,幽蓝色的地狱火在莫凡附近组成了一个火焰龙卷。 地狱火焰龙卷威力可怕,莫凡身上的那光灵铠甲没多久便被烧得淡去了,莫凡也没有硬撑,果断的利用准备好的瞬息移动来逃离这三个家伙的围攻。 挪出了近三百米,莫凡身上还携带着一些地狱火的阴闻,但现在也没有时间理会这种阴火烧伤了,赶紧解决掉一两只,不然随时都会丧命。 黑魔潭 莫凡释放出自己的丝叶统治,黑色的泥沼迅速的遍布在了他的附近。 地狱三头犬在这个黑魔潭的领域里就无法那么自如的活动了,他们还想用之前的四个方向的围攻手段,这会却有些找不到位置。 叛逆魔影 莫凡寄出了统领级的残破,呼唤出了四个地狱三头犬的影魔来。 四个影魔都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最重要的是在这黑魔潭中,他们往往还能够重塑,地狱三头犬将他们的身影直接给打碎后,他们会变成一缕烟飘向另外一处,随后又变成了一个完整的魔影来。 一口气消耗掉四个统领级的残魂,莫凡还是很心痛的,还好这四个魔影为他分担了不少地狱三头犬的攻击,终于让莫凡能够安安心心的施展技能了。 你还赶过来,那就让你先灰飞烟灭吧。 莫凡目光凌厉的扫过,苍黑色的电光射向了最近的那头地狱三头犬。 片状的闪电和爪状的闪电豁然出现在地狱三头犬的脑袋上,强大的雷电撕扯力量从那三个脑袋上掠过,煞时这地狱三头犬的头颅血浆飞溅,其中两个脑袋直接被十二倍威力的苍雷爪给回去。 地狱三头犬的力量就来源于他们的头颅,一旦掉了一个脑袋,实力也会随之下降很多。 莫凡看到这只被苍雷爪重创的地狱三头犬打算远撤,立刻用意念跟上了一个碾压空间,忽然出现的碾压之力让受伤的地狱三头犬脆不及防,最后一颗脑袋也一下子蹦开了,脑壳里的东西涂满了一地。 还给我狂。 莫凡冷笑一声。 那没有脑袋的地狱三头犬的身子慌不择路的乱撞乱窜,大概过了半分钟之后身体才慢慢的僵硬死去,他的残破也很快被莫凡给收入囊中。 还有你们几个,我一个一个把你们脑袋给打下来。 莫凡渐渐掌握了主动权,那股战斗时才有的暴力气质也完全展现了出来。 几个叛逆魔影给莫凡争取到了不少时间,当他们消失之后,莫凡再一次完成了一个威力强大的魔法。 地狱火石。 可不只有这些地狱三头犬会驾驭地狱火,莫凡作为一个火系魔法师,一样可以呼唤出那种带有阴火焚烧效果的地狱之言。 地狱火石从空而降,其陨落的过程还在不断的叠加威力和扩大范围,被困在黑魔坛中的那三只地狱三头犬见识不妙,立刻撒开腿就跑,其中两只倒是跑出了黑魔坛,还有一只被困在了里面,完美的承受下了这个巨型地狱火。 哄!巨型地狱火石直接在祭祀大厅里砸出了一个大坑来,那没有跑掉的地狱三头犬就在坑内,身体变成了一堆焦黑的木炭,死透了。 还有你们两个,也别想给我跑。 莫凡也是杀出了脾气。 之前仗着他们狗多,围攻自己,让自己狼狈不堪。 现在就让这帮狗东西知道惹恼自己是个什么下场。 第1580章 抢抢 瞬息一动迅速地跟上了其中一头地狱三头犬。 这家伙之前的嚣张气焰在这会已经消失了大半,莫凡抛出了一根雷电长矛,在他逃跑的前方形成了一片电载之网,地狱三头犬似乎还知道莫凡的雷电非同寻常,立刻顺着一根硕大的雕刻柱子飞奔了上去。 他的速度很快,几乎可以垂直奔跑,莫凡一抬头,手中巨影钉朝着这地狱三头犬的四肢关节位置置去。 地狱三头犬并没有察觉到这个悄无声息的黑暗禁锢,他的后肢被巨影钉给钉在了柱子上,他前半截身躯往上窜,后半段却一动不动,身体都好像也被拉长了。 嗷嗷嗷。 地狱三头犬发出了叫声,他身上释放出幽蓝色的地狱火,想要将巨影钉给驱散。 莫凡也知道巨影钉能够禁锢统领级生物的时间非常短暂,让那家伙稍稍停滞了之后,莫凡手中立刻凝聚出了一柄更加强力的雷电长矛。 长矛划破空气,发出了雷电阵战,电弧肆意的闪烁着,当他直接贯穿到了地狱三头犬身体上的时候,更加狂猛的雷霆之力篡动了起来,便得这地狱三头犬全身剧烈的抽搐着。 嘣,地狱三头犬从柱子上落了下来,莫凡自然不会给他有任何逃跑的机会,另一只手早已经蓄积的烈炎之剑猛的朝着地狱三头犬跌落的地方斩了过去。 三十多米的炎剑砍下,熊熊烈火大剑将前方的一切分为两段,火势狂小,这地狱三头犬一连遭受到莫凡多个魔法攻击,在后时的身躯都有些承受不住了。 他的外皮被烧得彻底浪开,高温火焰钻入到他受伤的地方开始吞噬着他的肌肉与器官。 没多久,火焰便将这地狱三头犬给烧成了一堆骨头,其残破也随着飞入到莫凡的坠子里。 就剩下你了。 莫凡顶着最后一头地狱三头犬。 最后这头地狱三头犬倒是格外的勇敢,他刚才一直试图攻击莫凡,也算是在救他的同伴,可莫凡的魔法实在太过霸道了,即便是这种大统领级别的生物都承受不住。 莫凡的三魂肿火系,十二倍威力的雷系,只要是高阶之威的魔法完全击中了大统领,都是能够造成重创的,要是能够再给他一些蓄力的时间,秒杀大统领也绝对不是问题。 吼! 地狱三头犬的三个脑袋轮番进攻,其中一个脑袋是拥有着毒性的,他用毒气来压制着莫凡的高阶魔法,迫使莫凡不得不一直移动来躲避那些毒气的蔓延。 毒之后,便是一阵乌浊的风,这些风带着很强的腐蚀能力,莫凡躲在一块大石墩的后面,才几秒钟的时间这个大如房屋的石墩就被这种浑浊的风给彻底侵蚀了,看上去跟泡沫一样。 乌浊之风后,便是幽蓝色的阴火。 幽蓝色阴火从地狱三头犬的火头颅中喷出,十米直径的烈火球快速的飞来,在莫凡所处的位置轰然炸开。 吼! 那幽蓝色阴火再一次吐出,十五米直径的烈火火球滚落了过来,这一次莫凡没有再闪躲了,而是直接用意念凝视着这团硕大的烈焰火球。 银色的光辉在莫凡眼中绽放,锐利之盲射向翻滚过来的十五米直径幽蓝色火球,这火球原本来是汹汹,在进入到莫凡银色视线之时, 火球的速度开始变慢。 像是撞入到了一个拥有强大阻力的空间泥沼里,渐渐的幽蓝色火球静止住了,再离莫凡大概五十米的地方不再能够前行。 莫凡大喝出一声,意念达到一个极致,静止的幽蓝色火球被莫凡的意念之力狠狠地打飞了出去,轰隆地落在了相隔两百多米的地方,幽蓝色的火蛇狂扑而来,却没有一点火星能够靠近到莫凡这里。 这毒蜂火地狱三头犬看到这一幕也震住了,他哪里会想到自己的攻击会被对方的一个眼神给化解。 起。 念力千丝万缕,纷纷散落在附近那些坚硬无比的岩块,石吨,力柱上,它们生生的被莫凡意念掰断,全部变成了莫凡的武器,一个接一个的朝着地狱三头犬砸去。 每一个星耗控的物体都是被施加了一层更强大的念力,即便小小的石块飞射也可以直接打穿一座山岩,更何况是那些厚重无比的石吨与长柱,这些落在地狱三头犬的身上都能够让它断上几根骨头。 一番一年乱击,这地狱三头犬已经头破血流了,不过这家伙倒是非常有骨气,这种情况下都没有逃走的意思。 莫凡自然不会因为这是一头有胆子的狗就饶它一命,一个碾碎空间呈现一个六边形,误然的出现在了地狱三头犬的脚下。 崩。 银色的灰烬飞舞了起来,恐怖的碾碎空间将这头地狱三头犬彻底抿碎。 一缕深邃的大萤火光团从地狱三头犬死亡的地方飞了起来,慢悠悠的飘荡了一会,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童。 惊破。 发财发财了,莫凡看着这晶莹剔透的光团,满脸欣喜之色。 这金字塔里面出惊破的概率可真是高啊,就连统领级生物都似乎更容易出现,一个统领级惊破可救好几亿。 惊破,一个声音从旁边飘了起来,赛义德那双眼睛忽然间如有火焰一样盯着晶莹光团的方向。 赛义德是亡灵法师,藏魂和惊破也是亡灵法师最珍贵的东西,在他们眼里这东西跟固定金额的支票没什么差别。 一个统领级的惊破,还是如此完整焕发着晶莹荧光的,要是拿到手赛义德可以再呼唤出一只类似于死刀木乃伊的这种强悍亡灵。 赛义德也不管这惊破是哪里来的,果断的摆出了他的巨魂器皿。 巨魂器皿自然是收集残魂惊破的,一想到自己马上可以酝酿出一个大木乃伊了,赛义德便越发的激动,对这惊破志在必得。 妈的,敢跟我抢。 莫凡有些怒了。 自己辛辛苦苦杀的地狱三头犬,好不容易出了一个统领级惊破,这个啥事没干的赛义德居然还来抢,要不是看在大家这次是同队的份上, 莫凡直接一个霹雳轰死他了。 小尼丘,抢回来。 莫凡叫道。 小尼丘估计也有些怒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敢跟他抢吃的。 像是一个更加强力的磁石,小尼丘在赛义德这家伙抢占了先机的时候生生的把那统领级惊破给吸过来了大半,赛义德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这极品巨魂器皿以及自己的亡灵系修味居然抢不过莫凡这个非亡灵系法师。 这是我先看到的。 赛义德有些恼羞成怒的吼道。 老子还先看到你妈,你妈也我的吗? 没看见是我杀的地狱三头犬,你这废物也敢抢。 莫凡毫不客气的骂道。 和赛义德本就没有任何交情可言,在世界学府之争的时候莫凡也没少教育他。 可恶,你拿惊破有什么用,我是亡灵系法师,这东西在我手上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价值。 赛义德大叫了起来。 你还能再不要连点吗? 莫凡也怒了。 抢抢别人东西还阵阵有词,也不看看他抢的人是谁,只有他莫凡抢别人东西,没有别人可以抢他的,小尼秋,别跟着傻逼客气。 小尼秋是绝对忽实的,他那那魂的犀利一下子变得更强,只见那飘忽不定的惊破以更快的速度飞向了莫凡这里。 嗡! 小尼秋最猛的颤了起来,犀利再猛了数倍,那惊破再没有半点悬念的靠近到了莫凡胸口位置。 赛义德看到这一幕,脸都气绿了。 大家既然同队,我变得更强对我们都有好处,你又不是亡灵系法师拿去有什么用,我就差一个这样的惊破就可以让我的死刀木乃伊晋升一个阶段,你这样蛮横是什么意思? 赛义德愤怒的道。 你再逗我吗,就你这个时距里有十一句都在巴布的我们早点死的家伙也好意思说是为了团队。 这东西是我的,你问都没问我就想强,告诉你,爷爷我还未必差这一个统领级惊破,你要是老老实实叫生大哥,好好的跟我说我暂时给你也没有关系,问题是你问过一句吗,你他妈当老子是慈善家是吧? 莫凡一脸不屑的说道。 看来世界学府之争的时候,自己终究太过温柔了,没把这些自是清高的东西们给采客彻底,不然这赛义德怎么会有胆子来抢自己嘴边的东西? 可恶,你这人怎么这么说不通的? 这东西我要定了,休怪我不客气。 终于,赛义德翻脸了。 他将自己的左手重重的摁在右手手腕上,他的右手手臂上忽然间浮现出了无数暗红色的邪纹,这些邪纹亮了起来,使得他手掌上的那杯器皿也绽放出了相似的邪光。 邪光让附近的空间都变了颜色,灰暗压抑了整个祭祀大厅的火焰光芒。 一只森森鬼手伴虚无的从杯器皿中探出,并且无限伸长,朝着莫凡这里抓了过来。 虚无鬼手目标倒不是莫凡,正是那即将飞入到莫凡胸前的统领级惊破,赛义德这是施展出他压箱底的本领强抢了。 第1581章 五湖四海 揭尼妈 莫凡也惊了。 这个赛义德,脑子瓦特了吧,难道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即便是抢赢了自己,他也要被自己打出屎来吗? 莫凡,算了,这家伙是亡灵系法师,他要用出权力跟你抢,你抢不过他的。 穆白对莫凡说道。 穆白那边的战斗似乎也结束了,他正要过来帮助莫凡,却发现莫凡和赛义德在争抢统领级惊破。 穆白倒是看不见那个统领级惊破,只是从他们的言语中知道这里飘荡着一个价值极高的惊破。 我是亡灵系法师,你真的以为你能够抢得过我,有了这枚惊破,我的死刀木乃伊将朝着君主级更迈进一步,被以为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你是无敌的,再给我一些时间和一些资源,我会把你狠狠踩在脚下。 赛义德冷笑的说道。 邪光配合上赛义德的亡灵巨灵,像残魂,惊破自然很难逃脱,本身残魂,惊破就很难在世间存活太久,要没有一些引渡的器皿存在他们没多久便会烟消云散。 莫凡就看着那马上到手的统领级惊破开始偏离了,他被那邪光给吸引过去,迫不及待的要往赛义德那里钻。 看到这个状况莫凡也有些诧异,这个赛义德还是有点本事的呀,至少在抢别人惊破上是那么的流氓的果断。 小倪丘,吃不下就算了,东西先给他,等等看我不把他打成木乃伊。 莫凡感觉有些抢不过了,索性使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嗡。 小倪丘明显不服,他在莫凡胸口上剧烈的颤动了起来,简直像是一个发怒的小老虎,那颤动的声音正是他的低吼。 一层只有莫凡看得见的灵力之光扩散了出去,将这块区域彻底笼罩了进去,之前那层压抑着光辉的斜光骤然消失,变成了冷冷的青色。 青色照耀,那统领级的惊破立刻发生了偏离。 之前两大巨魂气敏之间的争斗还有一些你来我往,这会就看见那统领级惊破根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归属一般,一头栽入到了莫凡的胸口位置。 惊破进入到小泥丘坠的小小天地里,落入到了冥河之中。 这会统领级惊破算是彻底被小泥丘给收了,莫凡心中一喜,看来小泥丘很久不发威,一生气起来如此霸道,连亡灵修为的高阶法师加一个极品巨魂气敏都不是他的对手。 呼呼呼呼。 就在莫凡以为这场争斗结束后,小泥丘那青涩的强势冰冷之光并没有消失,就看到赛义德那手中的悲壮气敏忽然间光辉暗淡了下去,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的荧光从悲壮气敏中飞了出来。 这,这,赛义德惊呆了,他都来得及从失败中回过神来就骇然的发现自己巨魂气敏里库存的惊魄正在被夺走。 莫凡同样瞪大了眼睛。 小泥丘这是在抢赛义德巨魂气敏里辛辛苦苦收集的惊魄,晶莹的光团一个接一个,非常有序的飞向了莫凡的胸前,小泥丘毫不客气的将他们全部给吃了进去。 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快住手,快住手,赛义德脸色一片白,惊慌失措的大叫了起来。 莫凡自己也看得有些出神,等他意识到小泥丘真的很生气时,赛义德巨魂气敏里辛辛苦苦一年多的惊魄全被小泥丘给抽了出来, 这让莫凡手上一下子多出了不少极品惊魄。 赛义德整个人都疯了,用来提升死刀木乃伊的惊魄全没了,那可是足以让一只木乃伊一定几率进入到君主级的惊魄呀,全没了,几秒钟时间空空如也。 我要杀了你,赛义德眼泪都要崩出来,他发狂的吼了一声。 你真把自己当个东西。 莫凡冷哼一声。 赛义德就是自取其辱,不抢抢自己的东西什么事都没有,现在赔了敷了又折兵,还好意思。 跟自己发飙,莫凡怎么会怕这弱智。 赛义德,你到底在干什么,疯了吗,米奥斯终于出现了,他拦住了赛义德。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这个祭祀大厅里还有不少地狱三头犬你们还有心思内杠。 史瑞夫说道。 有些人跟那些狗是没有一点区别的,不介意多消灭一头。 莫凡站在那里,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 你把我的心血全夺走了,全夺走了,赛义德咆哮道。 你要再这样犯贱,你就不是惦记你的心血,该惦记你的狗命了。 莫凡骂道。 莫凡,你把东西还给他吧,现在不是在这里自相残杀的时候,这个大厅里还不知道有多少地狱三头犬。 海帝说道。 我家的巨魂器敏吃了的东西是吐不出来的。 莫凡轻描淡写的说道。 小倪丘吃进去的东西是吐不出来的,赛义德的这些东西全归莫凡了,莫凡也没有打算还。 莫凡,我告诉你,你不把惊魄还我,我跟你不死不休。 赛义德怒吼道。 你以为五湖四海接你吗? 别说我这器皿是吐不了吃进去的东西,就算能吐出来,也休想叫我还给你。 莫凡就是惯不了这种人。 你,赛义德被气得快要吐血了。 莫凡没有给,赛义德在虎脚蛮缠莫凡也不理会他。 他要有那个胆量过来和自己动手,莫凡绝对打得他连他爹都不认识。 地狱三头犬可还没有完全消灭,大家现在聚集在一起到不至于像之前那么被追的狼狈不堪。 赛义德整个人都阴沉了下去,他也不施展任何一个魔法,只是用那双院毒如鬼一样的眼睛盯着莫凡,恨不得将莫凡撕成碎片。 莫凡也在等待着,就等赛义德先下点狠手,自己也好彻底废了这脑残,一个队里有这种智障还真得很难好好的合作下去。 不过,米奥斯明显是在劝说赛义德,考虑到这次关系重大,又有大首脑哈克的命令,赛义德应该暂时不敢有什么动作。 主要是,赛义德也有点自知之明,他知道正面跟莫凡起冲突,莫凡估计不用几个回合便将他给灭了,现在的莫凡比当时在世界学府之争更强势许多。 第1582章 1582厘米切给你 这些东西刚才就一直埋伏在这里吗,为什么感觉它们忽然冒出来的一样? 海地很是疑惑的说道。 进入到这个祭祀大厅的时候就没有察觉到有任何的生物,毫无征兆的就有一群地狱三头犬朝着大家扑来。 经历了一番大战之后,地狱三头犬又一下子消失不见了,也不知道是知难而退了,还是在酝酿着下一波的攻击。 就别管那么多了,我们走的路线应该不会错,犬是法老最忠诚的奴仆,既然这里有地狱三头犬,就代表着我们越来越接近法老的灵鹫。 史瑞夫说道。 大家继续往前走,地狱三头犬没有再出现,穿过了偌大的祭祀大厅,大家走入到了一个完全封闭着的墓室里。 墓室非常的大,这很显然也是经过了空间压缩过的,唯有进入到其中里面的真正广阔才会展现出来。 墓室呈三角体,光洁平整的穹顶一共有四个面,越靠近中间越高,越靠向四个方向就越矮,最矮的地方大概离地砖大概也有五米。 说白了,这个墓室就像是一座完整的金字塔内部空间,只是墨房很清楚这只是整个庞大金字塔其中一个区域。 金字墓室的最高位置离地砖大概有四百多米,赵满岩一仰头,看着最高的那个金尖处不由的感慨道,金字尖处有四百多米吧,这不就相当于一个广州塔的高度了吗,我记得广州塔塔深也就四百五十四米吧。 这么说这个墓室就相当于我们站在广州塔以四十五度角看下去所能够看到的位置以内市区范围那么大。 金字塔大概是五十度多一些,所以这里总长大概就是一公里多。 你们埃及古代人是真的奢侈啊,想想现在北上广的房价,一平米随随便便十万块,这一个墓室尼玛就有一百万平米,这一套房子可以养活一个国家军队支出了。 莫凡说道。 现在墓地一平米比学区房还贵,莫凡你算少了。 赵满岩很懂行情的说道。 你们两个在叨挡些什么呢,难道没有看见那口悬挂在上面的灵鹫吗? 木白说道,他的表情却是格外凝重。 一个如此气派的墓室,里面空荡荡,最顶端却倒趴着一头金头银身的白鹅高角珠,一动不动的,要不认真去看他还以为那只是一个装饰。 事实上这一幕让人看得有些毛骨悚然,就像自己睡觉的房间里打开灯警惕心最松懈的那瞬间一头大的植入眼帘的高角蜘蛛趴在自己床铺的墙角上。 他也是纹丝不动,偏偏觉得他脑袋上的眼睛就是在死死的盯着你。 此刻牧师上的这头高角珠自然是要比平常看到那种如巴掌大的要巨大很多,他只是相对于这个广阔无比的木乃伊龟房来说比例正好合适。 他有丝,高角珠一般没有丝,这头金头银身的白鹅高角珠却从其膨大无比的腹囊位置挂出了一条笔直垂落下来的蛛丝绳,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其末端正好就在整个牧师的中垂点。 最让人触目惊心的还是蛛丝绳下悬着的一口灵鹫。 蛛丝绳到了灵鹫这里便扩散成了一个网状,完全将灵鹫给缠托在半空中,遍体通黑的灵鹫尽立在那里,透着尊贵也透着邪义。 墨房和赵满炎在聊那种分分钟出戏的事情时,其他人却目光警惕的盯着那口灵鹫。 有灵鹫就意味着里面有亡灵,大部分低等级的亡灵都算是孤魂野鬼,没有自己的墓穴,墓室,这位灵鹫的主人在金字塔里面拥有这样一间奢侈无比的墓室,无不证明这家伙的身份特殊地位极高。 会不会是一位法老,墓白询问道。 墓乃伊,法老的墓室应该在更高层,这里是墓乃伊氏。 史瑞夫很肯定地说道。 一头墓乃伊就这么气派了,赵满炎不敢相信道。 墓乃伊大概相当于过去的贵族,他们将自己的尸体保存得比较完好,这样他们生前的一些力量也有可能在死后得到转化,能够这样照料自己死后之势的,自然得拥有雄厚的财力。 这里是胡夫金字塔,能够葬在这里的墓乃伊在当时身份地位都非常高。 史瑞夫说道。 他好像还在沉睡,我们悄悄地从这里走过去,说不定他没有发现我们。 赵满炎说道。 话说起来,你们难道没有发现这里没有门吗? 米奥斯突然开口道。 这一句话倒是惊醒了众人。 没有门。 没有通道。 这个密室除了他们刚才过来的入口,根本就没有通往下一个地方的路。 这就尴尬了,我们是不是走错的了。 赵满炎说道。 肯定没走错,法老王的寝宫前就是木乃伊的墓室,我们只是没有找到口罢了,金字塔的道路要是那么容易寻找,就不会存在着数千年的未解之谜了。 史瑞夫一脸认真严肃地说道。 那现在怎么办? 海地问道。 这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吗? 你们玩网络游戏打副本难道不需要把boss踩了才能尽下个图? 把头顶上那家伙叫醒,揍他一顿,他不就老老实实把门打开让我们过去了。 莫凡说道。 虽然莫凡说的很让人无语,但这确实是唯一的方法,整个墓室一览无疑,所有的砖都是一样的,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机关了,能打开下一个通道的门很显然就是在那头蜘蛛和那个灵鹫里面。 莫凡,要不要再考虑考虑下,万一这家伙是一头君主呢? 木白带着几分谨慎地说道。 我们还有退路吗? 莫凡问道。 木白想了想,也就不再阻拦莫凡了。 胡夫的君主我大部分见过,这家伙至少我不认识。 就算他是,应该也还没有到我们没得打的程度。 莫凡说道。 与其浪费时间那里琢磨,不如挽起袖子跟他干。 我们先站好位置。 海地提醒道。 大家分开站着,还好这个墓室足够大,让他们的魔法有足够的发挥空间。 塞义德,你到那边。 史瑞夫,你再往这个方向靠一点。 木白,你是兵系魔法师,米奥斯开始指挥了起来。 猎拳。 米奥斯话都没有说完,莫凡狂暴的声音就响了起来,紧接着一大片火光亮起,就看见一个硕大的烈焰拳头朝着悬在空中的那个灵鹫飞了过去,一点都没有偏斜,火拳狠狠地轰在了灵鹫上。 灵鹫立刻发出了一声沉重如中的金属震响。 卧槽,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赵满言大骂了一句。 米奥斯脸也黑了,这个莫凡能不能不要这么急性子,要里面蹦出一个君主来,大家不要几分钟就全死了。 嗡! 灵鹫的声音不断地回荡,它上面裹着的那些白色的猪网被烧得散开了,最顶上那头金头银角珠也终于动了那么一下,但它并没有发动攻击,只是用那三排眼睛盯着下面的这群人,那张金色的头颅上像是露出了一个奸邪而又幸灾乐祸的怪脸。 轰! 灵鹫重重地砸落在地上,地砖立刻被砸得粉碎。 珠网全部被烧毁,灵鹫倒是看上去没有任何变化,大家聚精会神地盯着落下来的这口大灵鹫,神经莫名地紧绷了起来。 灵鹫上出现了一条缝隙,一只手从里面伸了出来,像是格外的愤怒,盖住他的灵鹫盖被他猛地一拍,笔直地飞了出去。 一个缠着白色尸布的脑袋坐了起来,一双挖空了的眼睛里忽然间射出了暴力无比的胸光来,正死死地盯着赵满炎。 妈的,你瞎吗,又不是老子轰你的棺材。 赵满炎发现这木乃伊居然死死盯着自己,顿时大骂了起来。 白色木乃伊爬了起来,这家伙并不是受体,就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人,全身上下散发着失邪之气之外,其体型也跟人没有任何的分别。 他站了起来,从灵鹫中踏出,一股让空气都凝结的势猛地袭来,让在场的人感觉到一阵冰冷,像是突然间落入到了一个冰雪天地里,身子禁不住发颤。 这家伙不是君主级,我十八厘米切给你。 赵满炎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好几步,有些恼怒地对莫凡说道。 我要你头发喂猪吗? 莫凡说道。 海帝和米奥斯听到这对话都快疯了,为什么这两货这种时候了还能够这样耳于我诈一番? 门,有门,史瑞夫忽然大叫了起来,用手指着正前方。 其他人急忙望去,还真发现在正对面的那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方形门,这么说来开门的机关还真是在灵鹫上,灵鹫打开了,通往下一个口的门也随之敞开。 你们就留在这里做我的陪葬品吧,鲜活的。 白色木乃伊如动着嘴,发出了尖锐无比的声音。 这个木乃伊会说话,他说的正是古埃及语言,史瑞夫,米奥斯,赛伊德都听得懂,三人不自觉的汗毛树立。 第1583章古枯木乃伊 走!走!别和这家伙打!米奥斯第一个叫了起来。 什么阵型,什么应对方法,全都是扯淡,门都开了,赶紧跑就对了。 海地的那个方向离方形门最近,他也算是在这木乃伊的后面。 你们到我标记的那个位置。 海地急忙对大家说道。 其他人没有多想,朝着海地标记着的地方跑去,银色的光辉在交织着,可以看到一个群体瞬息移动的星座快速的成型。 上车,快上车! 莫凡对最后头的木白喊道。 木白加快了速度,终于在星座完成最后一幅星图的时候赶到了,银色的光辉闪烁到了极致之后一下子碎出了无数的钻石粉尘,缓缓地飘落下去,他们还没有处碰到地面就溶解在了空气中。 下一秒,两百米外的地方空间发出了一丝轻颤,莫凡,赵满言,木白,米奥斯,史瑞夫,赛义德六人同时出现,这个时候莫凡也已经在酝酿他的瞬息移动魔法了,完成的速度倒也不慢。 六人再一次瞬息移动,挪出了大概一百六十多米,这让他们很快越过了那头木乃伊所在的位置,离打开的方向门更近了。 我来挡,赵满言关键的时候还是会站出来的,他知道君主级生物不可能任由他们这样离开的。 防御魔法刚酝酿,准备迎接这个君主级木乃伊一次狂猛的洗礼,谁知那头木乃伊仍旧站在那里,仅仅是转了一个身,空洞的眼睛里保持着那份阴沉可怕的光。 他没有出手,就看着他们几个,这样子反而让人觉得有几分诡异。 这家伙不动手,赵满言感到意外道。 可能没睡醒,不管他,赶紧走。 莫凡说道。 赵满言想了想,一个正常人睡个五觉起床的时候都会脑海一片空白猛逼个五六分钟,这木乃伊睡了几千年了,脑子抽了确实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 至于他刚才说的那句话,梦话吧。 白色木乃伊真没有阻拦,阴沉沉的目送着莫凡等人朝着那个方向门跑去。 距离越来越远,大家已经进入到了方向门了,木白有些不放心的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那君主木乃伊还站在那里,感觉他是在等待着什么,那副冷静到可怕的样子丝毫不让人觉得已经逃脱出了他的地盘。 方形门里面一片漆黑,通道倒不算很长,大概跑了一分钟左右前方就有变化了。 真没追来。 米奥斯问道。 没有。 这也太奇怪了。 奇怪什么呀? 众人正担心着那君主木乃伊的事情,离开了方形门通道后大家一下子愣在了入口处,目光有些诧异的看着前方这个新的墓室。 又是一个墓室。 这个墓室的形状跟刚才那个一模一样,刚踏入这里的那一刻大家还下意识的往中间。 人扫了一眼,害怕中间又一口打开的灵鹫,有一个白色的木乃伊。 还好,不是一个无限循环的空间,这个墓室是新的,白色木乃伊也不在,只是在墓室的最中央出现了一堆骇人之极的白骨丘。 走进了一些之后才发现,这白骨丘全部都是由头颅组成的,完全的白色,猙獰的骷髅孔,大量的堆在一起,看得人浑身鸡皮疙瘩。 白骨堆成一个山丘,而在山丘的最上方,同样有一口灵鹫。 这个灵鹫都是由古制成的,完全的白色,宛如一个残忍暴君为了镇压那些不服从自己的人特意修建的高阶宝座。 又是一只木乃伊,米奥斯说道。 看来不同的木乃伊还有不同的爱好。 莫凡说道。 这个木是形状上和之前的相似,但整体会小上一些。 和之前一样,周围都没有门,唯有那口灵鹫。 里面不会又是一个君主吧? 木白不太放心的说道。 先开再说。 莫凡处理方式简单粗暴。 又是一拳,就看见一个红色的烈焰拳飞出,在空中划过一个抛物线远远的击在了枯头古秋上的那个古灵鹫上。 古秋跟沙丘瓦解一样疯狂的散落下来,上面的那个灵鹫也落在了扑得满地都是的骷髅脑袋上。 灵鹫发出了剧烈碰撞的声音,紧接着灵鹫盖被他拍的飞了起来,一个没有脑袋的全身穿着古制铠甲的木乃伊跳了出来。 无头木乃伊,赵满言说道。 话刚说完,就看见那无头木乃伊随手抓住了一个从高处落下来的骷髅脑袋,动作麻利的装在了他自己的身子上。 似乎觉得这个脑袋偏小了一些,这家伙又猛的把自己的脑袋给拧了下来,无比厌烦的扔了出去,又选了一个尺寸更刚好的枯头装在了他的身上。 他身上有一层青色的斜光,随着心脑袋与身体接在一起,那斜光马上流淌到了他的心脑袋上,眼窟中也绽放出了魔光。 这家伙是个台灯做马,灯泡随便换,赵满言看得觉得奇,不由得说道。 气息没之前那个强。 木白说道。 但看样子他已经打算把我们这七个人的脑袋也收了做他的收藏品了。 莫凡说道。 门开了,你们快看,门又开了,就在前面,史瑞夫急忙说道。 棺材开,门也开。 莫凡看了一眼,心中暗暗纳闷,正常设计不应该是杀了木乃伊门才开吗?为什么这里如此奇怪? 打还是不打? 打个卵,能走干什么不走? 大家如法炮制,利用瞬息移动先拉开距离。 和之前的那头君主木乃伊不同,这个古木乃伊暴躁无比,他力大无穷,不停地追着众人,并没有打算让他们离开他的墓室。 还好这家伙不是一个真正的君主,被赵满言那么一挡,他们几个可以全身而退。 逃入到了方形门里,古木乃伊就在门外,暴躁地盯着他们几个,一副很想冲进来将他们脑袋全拧下来的样子,偏偏又不敢离开自己的墓室。 这些木乃伊还真好糊弄。 赵满言说道。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海蒂说道。 第1584章 斜童墓室 继续穿过一个方向门,当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又是一个形状完全相似的木乃伊墓室后,大家脸上就露出了一些奇怪的表情。 怎么又一个? 还是没有门,有人看到灵鹫吗? 目光望去,这个木乃伊墓室空荡荡的样子,抬头走了好一会都没有发现,最后莫凡发现那家伙其实就在地砖上面,是一个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小木乃伊灵鹫。 这次我去开。 赵满言感觉这些木乃伊都有一些呱呱的,胆子也大了起来。 走到了这个小灵鹫旁,赵满言发现这木乃伊灵鹫非常的怪异,竟然是被从外面用一种古老的不朽藤捆锁住的。 赵满言也没有多想,手掌上慢慢的汇聚出了一些光能来,这些光能量从延展到他的手腕位置,绕成了一个金色的护手剑柄,剑柄又继续延伸开,变成了修长带着一些弯弯度的光月刃。 一剑砍下去,正是落在小灵鹫正面上的不朽藤上,那些不朽藤立刻出现了细细的缺口,不算特别的深。 嘿,还挺耐砍的。 赵满言发现自己一剑居然没有斩断。 赵满言再挥舞起光月刃,这次催动了魔能让这一斩的力量变得更庞大。 这一次留在不朽藤上面的痕更深了许多,赵满言大概算了一下,再砍个七八次,这些不朽藤基本上就会断了。 行不行啊你。 木白剑赵满言砍些藤都那么费劲,不由说了一句。 这藤很结实,我擦,什么情况,他怎么又自己长起来了? 赵满言惊叫了起来。 赵满言两剑好不容易砍开得很,却在以更快的速度自动愈合了起来,见到这一幕后赵满言急急忙忙加快了砍速,可一连砍了十几剑了,最后这不朽藤还是完好无缺的样子。 我还不信邪了。 赵满言有些怒了。 小小的捆腾也跟自己过不去,非要他赵满言动一点真本事了。 赵满言,先别砍了。 这时史瑞夫忽然开口了,他的声音里透着几分惊魂未定。 为什么不砍,不把这个灵鹫打开,我们根本出不去呀。 赵满言说道。 这家伙是我们绝对对惹不起的。 史瑞夫手上拿着一本书,貌似他也才刚刚意识到这小小灵鹫里面的木乃伊主人是谁。 不至于吧,前面两个木乃伊都蛮蠢的。 赵满言说道。 古文献上说了,胡夫在年轻的时候曾遇到过一个邪童,这个邪童差点将他的命给夺走,好不容易杀死了这个邪童之后,胡夫依然忌讳他,于是命人到了好望角取了一根不朽藤,用不朽藤将他那总是摧毁不掉的尸首给封印在了一个小灵鹫里。 也是从这个邪童的身上,胡夫学会了一些更强大的亡灵魔法,让他的统治没有再被动摇过,你砍不断的这个就是不朽藤,还有这个小灵鹫跟我书上这个印文是一模一样的。 胡夫一直忌惮邪童,但又一直想将他变成自己的手下,邪童在这座金字塔里也有数千年了,假如他真的变成了一个亡灵,他的法力一定高强无比,我们会全被他给杀死的。 史瑞夫说道。 赵满言听了之后也愣住了,手中的光剑举在手中,眼睛不由的往这个小灵鹫中望去。 灵鹫上上有很多奇怪看不懂的文字和图案,赵满言本想要从中发现一些奥秘,却猛然间发现一个图案出现了扭动,扭成了一张同志的脸庞,这张脸是在笑,笑得格外灿烂,还带着几分天真可爱,偏偏在赵满言看来就格外悚然了。 赵满言猛的后退了几步,吓得脸色有些发白。 这家伙,是一个幽灵。 赵满言压低声音道。 幽灵是最难对付的亡灵了,他们行踪不定,免疫魔法,擅长精神控制,诅咒,中毒,灵鹫明明没有打开,他却可以在里面冲着自己笑,赵满言都不由感到后怕。 那就别碰这个小祖宗了。 莫凡说道。 恩,绝对碰不得。 史瑞夫说道。 可不打开的话,我们又没法倒下一个门。 米奥斯说道。 我刚才研究了一下,在胡夫的寝宫下有无数个木乃伊牧师,这些可谓是胡夫的朝臣了,而进入到胡夫宫殿的唯一方法也是这些木乃伊牧师。 木乃伊牧师连着不同的牧师,而每个牧师又有四个门,分别在前后左右四面砖墙上,打开了一个灵鹫之后,就会有一道新的门打开。 但唯有杀死了该木乃伊牧师的主人,四个门才会全部打开。 史瑞夫说道。 什么意思? 莫凡不解的问道。 要走对的门,才能够进入到胡夫的宫殿,如果走错了,将会进入另外一个四门迷宫之中,胡夫坐下的大大小小木乃伊怎么说也有好几百吧,我们可能会一直撞入到不同的牧师里,不是被灵鹫的主人给杀死,就是困死在这里。 史瑞夫说道。 你他妈怎么不早说? 赵满言骂道。 我也是看到了邪同才意识到这里的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开启的第一个木乃伊灵鹫,那位由金头银身蜘蛛吊着的那位,是正确的门点,其中有一个门是通向正确的路线。 那我们走的是正确的吗? 海地问道。 应该不是,有一幅古老的画上面有提示。 大地上有一头蜘蛛,蜘蛛上面是一只蝎,蝎后面是一条蛇,蛇的头顶上盘旋着一头鹰,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走对了的话,下一个牧师是跟蝎有关的。 史瑞夫说道。 不会吧,那我们岂不是要倒回去对付那个君主级的木乃伊?那家伙还会说人话的,绝对是一个老妖怪。 赵满言说道。 难怪我们走的时候他根本就不阻拦我们,他估计是知道我们迟早要从他的地盘上过的。 木白说道。 那我们现在倒回去。 米奥斯问道。 恩,倒回去,至少这个邪同是不能碰的,大家之后开灵鹫前一定要先揣测一下这个灵鹫主人的身份。 若是把一个可怕的家伙给弄醒了,我们就死定了,邪同这里不是正确的路,没有必要。 史瑞夫说道。 史瑞夫,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难道你是胡夫的什么什么传人? 赵满言问了一句。 你在逗我吗,我们埃及所有人往上倒个几百倍,都和胡夫有血缘关系好不好。 史瑞夫美好气的说道。 哦,哦,说的也是。 大家没有再惹那个邪同,本身赵满言也被那家伙给吓得不轻,莫凡猜测这个邪同多半是和九优后一个级别的,要真的唤醒了,他们这一群人还不够别人一个手指头玩的。 返回到了方形门里,一想到那个把骷髅投往自己脑袋上安的家伙,大家不由的渗中了几分,拿出了迎敌的架势。 来吧,看老子不把你那上千个脑袋全部给打爆。 莫凡猛的向前跨了一步,目光往整个牧师望去。 就在莫凡准备迎接那些骷髅脑袋时,前方却空空如也。 枯头组成的小山不见了,那个暴躁无比的古木乃伊也不见了,整个牧师看上去比之前的要小上几分。 神马情况,赵满炎瞪着眼睛找,却没找到那个枯头山。 这,就一个出入口难道我们也走错了。 史瑞夫沉思了一会,这才开口道,果然是这样,即便我们选择倒回去的门也不会回到我们之前来的牧师,我们现在等于到了一个新的木乃伊牧师了。 你他喵得总是马后炮,刚才怎么不见你说? 赵满炎道。 我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揣测呀,在过去本就没有多少人真正进入到了胡夫金字塔里,即便以前有人知道木乃伊牧师怎么破解,到现在恐怕早失传了。 史瑞夫说道。 一个新的木乃伊牧师,整个牧师大概有一个体育馆大小,在最中央的位置上就立着一个孤零零的,倒不是灵鹫,而是一个墓碑。 墓碑下面隆起,墓碑上刻着血字,大家一起朝着那里走过去,想先把门给重新打开。 要把这里的家伙杀了,选择往我们退出来时面向墓碑的左边拿到门走,那样我们可以回到第一个牧师那里。 史瑞夫说道。 真他娘的麻烦。 这里好歹是世界第一幕,我们到现在还活着已经算是奇迹了。 走到了写字墓碑前,墓碑也懒得读上面那些看不懂的文字了,直接暴力的一拳将这墓碑给击碎。 别人木乃伊牧师都好歹有一口上好的灵就安安稳稳的睡着,这个墓室的主人摆明了就是一个木乃伊的吊丝,随便堆了一些土弄个墓碑,墓室小梅排面就算了,坟头都快要长草了。 墓碑,你可不可以等我先研究清楚他是什么人。 史瑞夫有些气愤的说道。 研究个屁,几千年的一个奴隶主你还把他姓什么名什么给整出来呀,我们又不是来考古的。 墓碑很没耐心的说道。 既然一定要干掉这个才能够打开正确的门,那还犹豫什么,直接做了他。 第1585章 磨岛木乃伊 古埃及人是真的很讲排面的,除却那个邪童是一个反胡夫的特别存在,其他木乃伊的墓室基本上可以通过他们的大小和气势来做判断他们过去的地位以及现在的实力。 这个血字墓碑的木乃伊果然不强,实力比那个谷枯无头木乃伊还要弱上许多,他们七个人联手将其消灭并不算太难。 解决了这个坟墓木乃伊后,大家按照史瑞夫说得走回到第一个墓室。 我很早就在研究这种四门随机迷宫了,事实上这东西就跟魔方一样,看似纷乱无比,难以将所有的颜色排列在一起,但如果按照一定的步骤去,是可以将它们复原的。 史瑞夫在方形门里,脸上带着几分自信的说道。 我们要是走出这个门后又是一个全新的墓室,我就揍扁你。 赵满言说道。 绝不可能。 墓室渐渐出现在眼前,广阔大气的金字墓室,一头斜意无比的古老高脚珠倒趴在最顶部,地砖下面是一个镶嵌着各种玛瑙钻石的灵鹫,灵鹫盖子已经打开,旁边赫然站着那个全身白色布裹着的木乃伊,他模样跟人相差不大,一双可怕的鬼眼冰冷中带着几分嘲笑,就那样看着返回到他墓室里的莫凡等人。 这家伙还真就在等我们。 米奥斯觉得几分毛骨悚然,尤其是被这家伙这样凝视着。 就好像大家之后那撞入到其他木乃伊牧师的行为都在他的监视之中,并且在他看来是那么的愚蠢。 他应该是胡夫生前八位谋士之一,喜好喂养高脚珠,那些不听从他话的人多半都是变成了饲料,被他拿去喂食他的爱宠了,没有想到他死后还在饲养着他的高脚珠。 史瑞夫说道。 我们真的是他的对手吗? 海帝有些担心的说道。 对方散发出来的那股君主气息真得很霸道,还没有发动任何的攻击就让人内心胆怯了起来,这种情况下释放魔法的速度肯定会受到影响。 不管了,先打再说,老子这辈子还没有堂堂正正的跟君主级的打过,就拿他计我第一次。莫凡也是霸气十足,直接朝着那头君主木乃伊走去。 莫凡倒不是没有和君主级打过,而是没有凭借着自己本身实力与君主级生物正面厮杀。 君主级很强,连超阶法师在他们面前都可能被秒杀,莫凡作为高阶法师去挑衅君主级的威严,也真是胆识过人了。 你不出手是吧,那我就不客气了。 莫凡见这谋士木乃伊还真那里冷逝,于是直接构架起了星座。 一出手就是火系,三种魂火在莫凡的头顶上组成了一个红彤彤的烈焰火球,这个烈焰火球少说也有三十多米直径,莫凡就像一个大力士将一块巨石朝着敌人那里砸去。 烈焰火球飞去,将牧师照耀的一片通红。 那个谋士木乃伊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样子,直到那么大的火焰锯球离他只有不到十米的时候,他才忽然间伸出了右手手掌。 一道水蓝色的弓面结界忽然出现在了谋士木乃伊的前面,大火球冲撞在这弓面结界上之后那剧烈之势顿时熄灭了很多,大概过了个两秒钟的时间,一个由三魂火组成的超级大火球就变成了一些白色的蒸汽,彻底被那弓面水结界给消融掉了。 这,这是水系魔法,赵满言愣住了。 虽然和水华天幕有那么一点点区别,但这谋士木乃伊分明使用的就是人类魔法,还是水系高阶魔法。 莫凡不信邪了,当下又是散出了无数的火焰来,这些火焰分布在空气中形成一根根火焰的羽毛,随着莫凡往前一推,这些火焰羽毛密密麻麻的飞向了谋士木乃伊。 谋士木乃伊这一次倒没有静静等待,而是可以看到他的周围涌动出了许多蓝色的水雾,这些水雾朦朦朦朦,其轮廓倒是像极了一个水系的星座。 而这种朦朦水雾星座出现了一个之后又陆续的浮现了好几个,在谋士木乃伊的附近形成了一个范围更大的水雾群座。 我的天,大家小心啊,赵满言忽然大叫了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莫凡看得有些愣住了。 水雾群座呼的焕发出了蓝色的光来,紧接着就看到空气中浮现出了越来越多水雾,这些水雾将谋是木乃伊身后的区域都给笼罩住了,隐约觉得看不见的地方有什么轰隆的声音在响,乍一听感觉是瀑布。 问题是,这里怎么会有瀑布呢? 隆隆隆隆隆。 声音越来越大,紧接着就看到水雾之中浮现出了一个庞然大雾,宛如被雾海遮蔽着的山栏正在朝着这里挪来。 白色的浪在两百多米的高度上翻滚,雾气背后的山栏终于露出了真面目,赫然是一道能够将这广阔墓室吞了近一半高度的大海啸。 浩劫水啸,是抄接水系魔法,大家快走到一起,赵满言尖声叫了起来。 其他人也看得有些傻了,这个谋士木乃伊就是一名魔法师啊,他可以轻易的驾驭水之力。 这一个水啸翻滚过来,磅礴的气势让人有些窒息了,赵满言一口气将自己的所有看家本领都给使出来了,施展出了巨人之身来,抵挡这浩劫水啸的可怕冲击。 都说大自然的力量是最可怕的,而能够引发这种自然水节的魔法师同样恐怖无比,赵满言的巨人之身挡在大家的前面,水啸席卷,躲在巨人之身后面的众人很快发现赵满言这个巨人快要碎裂了,海啸之力终究难以承受。 顶不住了呀,这家伙相当变态。 赵满言喊道。 一定要撑住,被打伞的话,我们就死定了。 米奥斯说道。 这种水啸一旦吞噬进去,基本上会被拍得粉身碎骨,人沉溺在咆哮的海潮下面,一样会快速死亡。 有防御模具的,就别不舍得了。 莫凡喊道。 赵满言的防御模具不可能一次性使用那么多,莫凡手头上是没有什么防御模具的,他只能够凭借着自己的空间意念铸造成墙,阻挡着这可怕海啸,但相对于这海啸的威力,莫凡的这意念墙也就相当于一块厚一些的铁船板。 第1586章雷戒之罚 海帝和米奥斯这个时候就展现出了他们身后的家底,两人分别祭出了一件光系模具和兵系模具,两个守护类模具呈现金色与冰蓝色,金色的是结界之光,冰蓝是和雍之盾像一个冰山巨人的胸膛,将大家完全搂了进去。 两种防御再配合上赵满岩的坝下之印的抵挡,这浩劫水啸勉强是被扛下来了。 整个木乃伊牧师片成了一片湖泊,大家飘在水的上面,澎湃咆哮的水啸虽然是停止了下来,但那可怕的冲击与晃榜还是令七个人疲惫不堪。 站在那巨人凶兵上,大家寻找着那个谋士木乃伊。 哗啦啦! 忽然水面轰然炸开,谋士木乃伊从水下跃了起来,他高高的浮在了众人的上方,身上泛起了一阵阵犀利的雷光。 雷电越来越剧烈,谋士木乃伊的身边忽然出现了一道雷电戟,猛的朝着他们这里倒叉了下来。 是雷之法,快躲开。 莫凡一抬头,看到巨大雷电戟落下来使脸上更是惊愕。 这是雷系抄接魔法,拥有无与伦比的禁锢能力,一旦被九道雷电戟给困住,他们将承受雷霆万军的疯狂惩罚。 这种技能我挡不住啊,赵满炎也吓得浑身都冒起了冷汗。 雷系急急霸道,像这种雷戒之法基本上只能够躲,很难用防御魔法去抵消的。 快躲! 大家纷纷躲避,可雷电戟落下的速度比他们想象中得要快太多了,每一根雷电戟之间又会惊起一道天平一样的雷之戒强。 雷戒之阀范围相当广,七人好不容易避让开了最初的几根雷神戟,但随着第七根与第八根封死了他们最后逃跑的路线之后,整个有九道雷电戟围城的雷戒禁区就彻底形成了。 嘶嘶嘶。 惩罚雷电在雷电戟中无限的激发,很快就会形成万军之势,七人全部被困在了雷电戟内满脸的惊恐之色。 完了,我们死定了。 他们被彻底禁锢在了雷戒之墙里,除非雷戒之阀时间结束,不然用什么办法都是无法摆脱的。 问题是,接下去的万军之雷将会轻易的把他们轰得灰飞烟灭,大家之前在抵挡浩劫水啸的时候已经废去了大半的防御能力。 雷电要来了,米奥斯脸色发白的叫了起来。 真正能够威胁到死亡的力量是相当可怕的,米奥斯能够看见比平日里粗壮了不知道多少倍的雷戒电光在雷电戟之间乱窜,随便一到这样的电光就可以将自己击成重伤,更不用说这雷戒之法里有数不清的这种可怕雷电。 海地,你用混沌戏弹走一些。 赵满言你给我用土戏,能挡多少雷电的轰击就挡多少,其他人有什么模具都用出来,尽可能的减低击过来的雷电的威力,快,莫凡对所有人说道。 这又有什么用,即便我们能够削弱一半,剩下一半打在我们身上一样会死。 赛义德说道。 不想死就照我说的做。 莫凡道。 其他人已经在听从了,他们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只能够下意识的选择莫凡说的这个方法。 莫凡紧锁眉头,将自己的雷末之手给释放出去。 雷末之手是可以将其他元素能量转化为雷系的,减少不了能量的本身,而攻击本身就是雷系的话,雷末之手的作用其实几乎为零,莫凡所以拿出来是为了保护其他人。 雷界之法这种抄接魔法打在这里除自己之外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可能是秒杀,万军雷厉可怕至极,这个木乃伊明显是一位非常老道的抄接法师,而这也才是真正的抄接法师,瓦尼和这个层次的法师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莫凡要将雷电往自己身上打,他的雷系抵抗力要比其他人强太多了,与其看他们在一秒钟里灰飞烟灭,还不如自己来挑战恶魔系的体质极限。 当然,莫凡并不觉得自己这个身体可以承受的下意整个抄接雷系魔法,这才让其他人用尽一切办法来削弱即将飞来的雷霆万军,剩下的再由自己来扛。 混沌漩涡 海帝施展出了他所能够完成的最强壮的混沌漩涡。 漩涡在缓慢的旋转着,随着恐怖的万军雷戒飞来后,漩涡的转动速度变得飞快,海帝本以为自己的混沌漩涡怎么也可以吸收一些雷系能量,却没有想到才几秒钟时间混沌漩涡就有些负载了。 赵满言此刻也寄出了所有的防具,包括威尼斯之戒也使用了出来。 他的岩系魔法有神印礼赞效果,配合上霸下之印,防御能力已经强到可以抵挡下君主级的一击了,奈何之前为了阻挡浩劫水笑他有些脱力,现在要应对雷戒之法自然就难了。 也幸好岩系是克制雷系的,不然赵满言施展出来的这岩魔之父根本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米奥斯的防御能力也很出色,这种情况下亡灵系魔法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他们不管召唤出任何一只亡灵来,都会马上被雷电给撕成粉碎。 钻石之剑 米奥斯再寄出了一件土系的防具。 往往经过大地碎炼过的岩才会变成精,米奥斯在土系造诣上也相当出色,就看见一片片钻石精块出现在大家的周围,他们快速的连在一起,又一层一层的铺上,最后形成了一块硕大的钻精,将他们七个人保护在了钻精里面。 冰封灵灸 木白将技能进行了一些转换,让那厚厚的冰封之力落在钻精之户的外面,可谓是在这坚固防御下再加一层冰之一甲。 我们已经尽力了,但这些不足以挡住这么强的雷剑,抄接终究是抄接,米奥斯有些沮丧的说道。 防御看上去是很厚实,可那些蠢蠢欲动的万军之雷明显看上去更加可怕。 剩下的交给我。 莫凡说道。 万军之雷彻底袭来,海地释放在最外面的混沌漩涡轻易的被瓦解,雷力磅礴之势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很快,最外层的几道水滑天幕,光之化碧,颜知灵凯这些已经算是有承受能力的防御技能也被轻易的抹杀掉,雷戒之法的狂雷就像是一头巨蜥轻易的撞开了简陋的木栅栏。 第1587章 击败木乃伊 肆意打来的雷系力量真正稍有削弱的还是到了米奥斯的钻精位置,可以看到原本密密麻麻的雷戒之力击打在钻精之户上后一下子瓦解了很多,只是雷电还是夺命的而来。 莫凡,海地有些心颤。 死亡的胶位感觉已经铺满了鼻尖。 拳给我过来。 莫凡动用了亭莫之手,一个硕大的紫色手掌出现在了他的身上,并且扩大到了众人的周围,雷电刚刚要打向海地和米奥斯那里,这些狂猛威力的闪电便一下子被亭莫之手给吸收到了莫凡的身体上。 自身雷属性修为比较高的话,雷电的抗性也会随之增强,而如果拥有特殊的魂种那么雷系抵抗能力又会得到一定的提升,暴君荒雷的其中一个属性便是大幅度增强拥有者的雷抗能力了,最后莫凡恶魔系的体质更使得他的承受能力更上一层楼。 雷戒之伐,莫凡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这种超阶级魔法还是在西湖,图腾玄蛇遭到了众多超阶法师联合编织成了一个巨型雷戒之伐大阵,看到那些粗壮恐怖的戒伐之雷击打在图腾玄蛇身上,莫凡当时只有满脸亥然。 此时他承受的这雷戒之伐自然无法和那个西湖上的雷系大阵相比,可那种被戒伐的痛苦却真切的体会到了。 雷鸣会在脑子里轰炸开,雷击会让皮肤撕裂,雷轰会使得全身的血管爆裂,莫凡身上已经不知道附和了多少雷力了,透过那被狂击的肌肤与血管,好似真的可以看见他身体内部的骨骼。 莫凡 海蒂有些担忧的叫了一声。 他感到了害怕,死亡离得这么近,即便不是轰击在自己的身上,那份痛苦也能够从莫凡脸上的狂态感受到。 快结束了,快结束了,莫凡顶住啊。 赵满言急忙说道。 雷戒之法终于开始了弱化,莫凡虽然整个人变成了一个电人,可他至少还没有彻底灰飞湮灭,全身的肌肤透出了被脆炼过的阳刚坚固。 雷戒之法强大,却不可能一直持续,当雷戒鞭策彻底被莫凡给吸收之后,雷电戟也终于慢慢的消失了。 看着越来越弱去的雷戒闪电,再看一眼站在他们之间狂然猙獰的莫凡,很难想象这种情况下莫凡都还活着。 简直是个怪物。 看到莫凡扛住了,米奥斯忍不住呼了一声。 海帝同样看着莫凡好半天,小嘴张德老大,他其实在刚才那会都为莫凡想好到辞了。 千年老鬼,尝尝老子的雷,莫凡大吼一声,附和在身上的雷电开始被他给掌控。 手朝着那谋士穆乃伊抓去,莫凡的五根手指上迸射出了真正的雷电组成的巨爪,雷电巨爪追到了谋士穆乃伊的面前,请客间将这妖孽给牢牢的抓住了。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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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猫士穆乃伊的修为是高,可他却不具备莫凡那种变态抵抗能力,最重要的是这家伙是一个魔法师,他的体质远不如一些正常肉状君主,莫凡的这个反击打得他措手不及不说,更将他彻底重创在地。 愣着干什么,难道还想吃他的抄接魔法,赶紧灭了他,莫凡对其他人喊道。 其他人这才惊醒,主要是莫凡这个反打实在过于惊人了,他们有些没回过神来。 莫凡重击了谋士木乃伊,大家也清楚若是再让这个家伙施展出任何一个抄接魔法来,他们真的要在这里做陪葬品。 各种不同的限制魔法飞出,纷纷落在谋士木乃伊的身上,丝毫不给这个家伙有半点喘息的机会。 咔! 咔! 头顶上,那金头银身的高脚珠发出了愤怒的嘶吼声,显然是看到自己的主人在挨打,他有些坐不住了,要跳下来帮忙。 不过,看得出来这头高脚珠并不是战斗类型的,他即便落下来也不可能是他们几个人的对手。 众人没有理会他,继续合击谋士木乃伊。 混沌猎斩 海地完成了他的高阶混沌系魔法,他的手一抬,便看见空气中忽然出现了一道惊人无比的裂痕。 这个裂痕撕的是空间,裂痕所过的地方,所有物质都会直接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海地的混沌猎斩披过谋士木乃伊的胸间位置,将他的左臂膀和左胸都给斩了开,混沌的裂痕直接导致了他们与他身体分离。 好样的。 木白赞了一声。 话说完,木白也展开了他的攻势,凛然冰片咆哮而出,飞舞起来如狂暴的雪花,危险程度却不亚于高度旋转和飞射的韧剑,他们从谋士木乃伊的身上飞过。 将他身体外裹着的那些尸布也给撕得破碎不堪。 谋士木乃伊有些摇摇晃晃了,他那双眼睛带着几分恼怒。 他哪里会想到自己栽在了这几个小小人类的手上,即便他成为君主级的年份不算很长,也绝没有理由摆在这些人类手上啊。 去死。 莫凡浑身烈焰狂然,眼女机的火之气势在他背后篡动着,形成了一个霸气十足的火焰魂影。 双拳全是火焰,一拳触着脚下,水面上骤然燃起了一大片烈焰之潭,剧烈的火势仿佛要冲斥到顶端。 前龙飞渊。 烈焰潭中,随着莫凡一拳轰出,潭中火焰更如火山浆一样喷发了起来,之中一个气势狂然的冗长身躯飞出。 那是一头烈之蛟龙,一飞冲天,最高处那头还在那里嘶吼的高脚珠看到这一条烈焰狂焦后都吓得蜷缩了起来,烈焰狂焦从高脚珠下飞过,身上的炎越来越旺盛,最后抵达谋是木乃伊位置时,那已经不再是一头火焦了,而是暴炎之龙。 轰。 暴炎撞去,整条蛟龙区持续的爆开可怕的火焰能量,谋是木乃伊的千年之躯终于抵挡不住了。 炎仙从他的伤口地方开始烧,不知道存放了多少年的不腐之肉在真正撕开了防御之后其实是非常惧怕烈火的,火炎将他的不腐肉给快速的吞噬个干净,唯独留下了那些还算非常结实的骨头。 呼呼呼呼呼呼。 火之息还存在了许久,遍地的水化做了白气被蒸发掉,谋是木乃伊终于还是被杀死了, 他的残魂非常的大,朝着莫凡这里飘了过来。 赛义德明显是吃了一次教训,不敢再跟莫凡争抢了。 君主级的残魂,价值其实一样非常高,小泥丘美滋滋地吃下了一个君主级的残魂,这貌似还是他第一次品尝莫凡亲手为他提供的君主级残魂。 看着谋侍木乃伊死去,莫凡大大的吐了一口气,身体也有些发软的坐到了湿漉漉的地上。 我们,我们真的杀了一头君主,米奥斯有些不敢相信的说道。 君主级,那都是强悍至极的存在,连超阶法师都会惨死在君主级的手上。 虽然很侥幸,但我们的的确确把一个君主给宰了。 木白说道。 莫凡那一个雷电反击太重要了,不然我们一辈子别想打赢这种超阶魔法释放那么熟练的。 赵满言说道。 他如果用别的细魔法,我们这下估计全完蛋了。 莫凡扯了扯嘴角,露出了一个难看的笑容来。 能打败已经是一种实力体现了。 海地说道。 大家不要高兴太早,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按照图谱来说的话,这木乃伊多半是通往法老寝公路上最弱的一个,我们现在已经这副样子了,接下去可怎么办呢? 史瑞夫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动力了。 谋是木乃伊展现出来的实力过于可怕,可怕到让人无法想象后面几个家伙。 我们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了不起了。 米奥斯说道。 那你们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找一个出口离开了。 赵满言问道。 我也不知道退路在哪。 史瑞夫说道。 史瑞夫,你确定这家伙是最弱的一个?莫凡认认真真的问道。 千真万确,他的地位并没有下一个歇军来得高。 史瑞夫哭丧着脸说道。 史瑞夫本以为这几个古埃及象征物并不强大,毕竟过去了那么多年,有些生命很可能彻底衰竭,有些生命可能被淘汰,包括亡灵也是如此,一些新的亡灵很可能取代掉他们的位置。 谁想到这谋士木乃伊强势到这种地步,直接让他们丧失了接下去行走的勇气。 第1588章 各取所需 水位退去的速度开始变化,起初水流都是顺着前后两个门灌出,也不知道究竟是流到另外一个墓室,还是流到其他地方,但随着谋士木乃伊死去,水流开始朝着左右两个方向了,等到水位完全退掉之后,另外两个门出现在了大家眼前。 史瑞夫倒是知道要走哪一个门,可看看大家现在这个样子,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迈开步子。 先休息吧,先休息吧,等我们全部养好了再进下一个门也不迟。 莫凡也有些有气无力的说道。 遭到那么强力的电击说没有是那是骗人的,莫凡现在感觉随便来一支剑朔的统领就可以把自己给干掉。 大家就地坐着开始疗伤,这次进入埃及金字塔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治愈戏法师,像他们身上这些被水冲击的那种疲乏和雷电留下的伤痕,有治愈戏法师的话分分钟就能够康复了,如果用那些药物自我康复的话,怎么也要个三四天时间。 莫凡恢复的速度倒是比别人快不少,这就是恶魔系带来的那么点点小优势,再加上他身上还有心下爱心药丸,大概才过了一天半时间,莫凡已经生龙活虎了。 他睁开了眼睛,发现其他人都处在一种休眠状态。 这休眠状态其实就是深度明修,魔法师可以通过这样半睡眠半冥想的方式来尽快恢复自己损耗的精神力和魔能,同时药物在这种状态下也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这种时候魔法师只会保留一丝丝警觉心,没有杀意与敌意出现他们跟睡着了没有什么区别,听不见旁边的人说什么。 你果然不是个正常人。 木白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莫凡还以为只有自己醒着。 你怎么不休息? 莫凡问道。 我没受什么伤啊? 木白说道。 说的也是,好无聊啊,要等他们全部康复。 莫凡说道。 你不觉得上面那个家伙很值得考究一下吗? 木白用手指了只趴在最顶部的那头高脚猪。 高脚猪战斗力真得很弱,并且非常的胆小,大家基本上没怎么去限制他,他也不见得敢给他的主人报仇。 说实话,长相如此怪异猙獰,胆子却小成这样的妖魔是真得很少见。 一头破蜘蛛,有什么好研究的? 莫凡说道。 之前史瑞夫不是说过吗,整个埃及金字塔也存在着可怕的阶级,最低等的奴工数以万计,他们永生永世为那些更尊贵的统治阶级服务着,木白专注而又认真的说道。 在法老时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贵族的奴仆,那些法老,贵族们死后变成了亡灵仍旧用这样的方式统治,这不是很正常吗? 莫凡说道。 那他们舒舒服服的享受着自己的地位就好了,为什么总是要对活人发动进攻呢,这不是平白无故的让他们损失手底下的亡灵军队吗? 木白说道。 亡灵本性暴力,他们杀戮就跟我们喝水吃饭一样,是一种生理需求。 莫凡说道。 我们古都的亡灵是如此,但我觉得埃及的亡灵未必,尤其是到了这座金字塔里面看到了他们那种严密的等级结构之后,确实,死亡会不断的给亡灵队伍填充新鲜血液,可没有哪个生物不会死亡的,亡灵的统治者只要坐享其成就好了,没有必要浪费一兵一促的去发动战争。 木白说道。 莫凡听了木白的这些分析,一开始觉得他只是随意的说一说自己的观点,但仔细将逻辑履一履的话,确实埃及的亡灵的, 亡灵他们的战争目的似乎并不是那么纯粹。 你也看到了那个萃气池,使金字塔吸收了外界大量的冤魂,幽灵,煞气在经过加工凝炼出的精华,木白说道。 恩,这个金字塔就像是一个工厂,像我们见到的那个精气池密室在这金字塔里估计有很多个,我们调入的只是其中之一,那么庞大的一个灰院风暴怎么可能就我们在密室里看到的那些怨灵? 莫凡说道。 冤魂,幽灵,煞气是需要通过不断的杀戮,践踏才能够大面积的形成的,金字塔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吸入一笔庞大的这种鲜活死气,那些已经成型的亡灵们多数也要靠这种东西来呼吸,也就是说金字塔不断的发动各种战争,目的就是为了制造这种给他们呼吸的高质量气体,这种新鲜的死气灌入到金字塔里,经过了底层生物的加工, 废弃给那些奴工们呼吸,残渣落到了冥武士这个阶级的生物那里,那么精华不就是用来供养着这群有独立牧师的木乃伊们吗? 木白说道。 你的意思是,金字塔以这种战争死气作为他们的养料,层层灌溉。 莫凡看着木白,忽然间发现木白这家伙智商竟然这么的高。 恩,就是层层灌溉,更高统治阶级享受着最优质的死亡精气,让他们的尸体千年不符,让他们不断得到滋养,让他们获得更强大的力量,木白说道。 这就是他们不断发动战争的原因。 莫凡有些恍然大悟,同时又感到几分不寒而栗。 人类靠繁衍来延续,亡灵却靠杀戮亘古长存。 万恶的旧社会,万恶的古代法老。 史瑞夫不是还说过吗,那些精气会通过特殊的渠书送到那些更高级的木乃伊墓室里,我刚才检查过一遍了,这整个墓室好像并没有什么渠,木白接着说道。 可能有什么机关吧? 莫凡说道。 古代终究是古代,一切的隐蔽都不可能无迹可循的,这金字塔的建造都得遵循建造规则,我学了一点建筑学,我可以肯定这墓室没有任何所谓的输气管。 木白很肯定的说道。 你倒是涉猎不少。 莫凡说道。 每次修为卡住的时候,我都会研究点别的东西,从别的领域中找寻到的规律往往可以让我修炼道路上豁然开朗。 木白解释道。 那你学配置春药是怎么回事? 莫凡问了一嘴。 木白脸上一沉,一副再提这件事老子跟你翻脸的表情。 开玩笑,开玩笑,你说你的推断。 莫凡笑了起来。 我觉得这头高脚猪很有问题,他等阶不低,战斗力却特别弱,除了尖叫之外没有什么卵用,胆子还特别的小。 既然什么用都没有,谋是木乃伊养这个这东西做什么,摆设,这么漫长的岁月里在孤独的墓室里养着一头这样的东西,如果是摆设太解释不通了。 木白说道。 你的意思是,莫凡瞪起了眼睛。 没错。 木白点了点头。 莫凡嘴巴张得老大了,过了好一会才慢慢道,这,这太刺激了。 可不是吗,我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没准能捞到不少好处。 木白笑了起来。 捞到好处,莫凡有些疑惑,看着木白脸上那笑容反而露出了怪异的眼神,道,这个世界太乱了,我是觉得吗? 像蛇女这种有些品种与人类非常的接近,忽略掉她漂亮的蛇身子勉强搞在一起还可以理解,这一头怎么都没法和人类审美匹配在一起的蜘蛛就,哇,到底怎么搞,那副囊吗? 木白一开始还没听明白莫凡在说什么,过了半晌才反应过来,这使得她的嘴角已经抽了起来。 莫凡,我真佩服你没有下线的肮脏思想。 谁跟你说这蜘蛛是给这木乃伊用来解决寂寞的呀,我给你分析了金字塔战争的意义这么宏大的事情,再细推到牧师木乃伊究竟靠什么来滋养,你给我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来,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木白说道。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我还能不懂你的意思吗? 莫凡刚刚的笑了起来。 那你说这蜘蛛干嘛的? 木白没好气的道。 这个,我想我应该是被垫的脑子还有点混乱,就请木白大师给我解释一下吧。 莫凡说道。 这蜘蛛就是那个输送精气的渠。 木白说道。 哦,还以为蜘蛛是兽,原来蜘蛛是公,你把你手上的冰刃先放下,干什么呀你这人,没有一点幽默感,我明白了的,这蜘蛛是一头装满了精气的罐子,木乃伊们在这金字塔中能够不朽,能够滋养,能够壮大, 就是靠着蜘蛛用他的丝疏倒那些精气到木乃伊的灵就里。 莫凡已经一脸严肃认真了起来。 这精气是好东西。 木白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多半只有君主级的才有资格享用。 可史瑞夫不是说过那土谱吗,土谱第一个是头蜘蛛,这里出现了一个蜘蛛应该是正常的才对吧,不一定是你说的书气惯。 莫凡说道。 史瑞夫也是通过古老的图谱进行猜测的,是不是我们把这家伙抓下来研究一下不是知道了,现在就我们两个醒着,我们动作小一点。 木白说道。 木白,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上道。 木凡很是欣慰的拍了拍木白肩膀,那眼神就像是看着自己孩子长大了一般。 你不是有亡灵气敏吗,这些精气你应该可以全收了,这蜘蛛的心肺归我,用他的器官做魔器,没准能出一个顶级的星海魔器。 木白说道。 可以。 木凡点了点头。 各取所需,东西就这么点,两人乘着其他人休息着赶紧先分赃了。 第1589蟑螂总管 木凡自己手上有一个好的修炼魔器了,自然对木白说的星海魔器并没有那么热衷,倒是一个顶级的星海魔器也是能不能进入到君主级的关键,想木白这种苦修过的人,想必能够拥有星海魔器的话确实有望能够将自己的星河变成星海。 星海魔器自然是最顶级的,可以帮助抄接法师修为快速的提升和巩固。 也难怪木白会那么认认真真的分析着金字塔。 那头金色的高脚珠确实不强,他被莫凡黑暗禁锢之后就是一头任人宰割的毛屑,很快莫凡就发现这家伙的屁股,也就是他的大猪囊末端是完全的陷入到顶部的石墙里的,将他往外拔出来结果牵出了一条很长很长的蛛丝管。 木白,这头蜘蛛的后面还真是渠。 莫凡惊奇的说道。 很多事情都是有逻辑的。 木白说道。 没有理由的事情,为何会出现在这个严密的金字塔里? 小泥丘,我把这蜘蛛吃得圆滚滚的精华给释放出来,你准备吃个大餐。 莫凡说道。 莫凡毫不客气的将这金头蜘蛛开膛破肚,这种祸害是不值得怜悯的,变相的算起来他已经不知道吸食了多少活人的精血,涉及到的性命估计够堆满这一整个巨大目视了。 金头蜘蛛没有任何的反抗力,这家伙本就是一个寄居生物,它能够提供的东西是高阶亡灵相当需要的精华,所以它被供养着,当供养者死了,它也变得毫无能力。 精气庞大无比,经过了那些名行人收集,再由一些名奴工提炼,最后被这头蜘蛛在腹中温养过的死灵怨气已经不再是污浊的邪能量了,它纯净的堪比精魄,数量却比精魄庞大了不知多少倍。 精魄便是这个世界上蕴含着的最本源能量,木乃伊常年在这里吸食着这种能量,不修炼成一个老怪物都怪了。 莫凡和木白的运气不错,这金头蜘蛛貌似正囤积了一大团精气要给谋士木乃伊,结果谋士木乃伊被杀了,也难怪这家伙敢叫却不敢跳下来厮杀,他腹中还存着宝物。 精气被小倪丘坠疯狂的吸纳,这可比锡赛义德的巨魂器皿还要爽上几分,莫凡就看到自己名合理的精魄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就像是一颗颗精致迷人的小绿宝石,闪烁着的全是我很值钱的光辉。 本来,莫凡把赛义德的好东西都吞了,就已经吞了一大笔精魄了,这会小倪丘又像是一个饥饿宝宝挂在奶牛尼尼上蓄奶,不要太满足。 七个统领级精魄,七十九个战将级精魄,八个统领级精魄了,嘖嘖,我的战狼军团真的要成立了。 莫凡脸上都笑开花了。 八个统领级精魄呀,这意味着什么? 这他喵意味着莫凡可以一口气召唤出八只统领级战兽。 八只统领是什么概念? 一个抄接法师要是被八只统领同时攻击,稍有闪失一样的惨死找下。 而且八只统领级生物,虽然敌不过君主级,但联合起来也是能够拖住君主级生物很长一段时间。 最重要的是,除了这八只统领级的,莫凡的召唤大部队将变成了一百九十只。 一百九十只战将级的白色巨狼和白纹魔狼从召唤大门中冲出来,一条宽阔无比的城市大道都会请客间被这些四大五粗的白狼们给拥堵的没有半点缝隙,当初遇到萨斯军统和钢马少将那支精锐军队的时候自己要有这规模,还不得打得他们跪下来叫爹求饶。 老狼,老狼,把你的弟兄们从洞穴里起来,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莫凡用精神与飞川癌狼沟通了起来。 与自己的次元召唤兽沟通不算太困难的事情,而且莫凡足够集中精神的话,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神游到次元位面,看到自己次元召唤兽在次元位面的一个大致情况的。 老狼在次元位面居住的是洞穴,最初他还是幽狼兽时,这家伙就是一个流浪者,居无定所,经常不消息踏入到其他召唤兽的领地,也经常被追打,经常被驱赶,很多时候莫凡召唤他的时候,他身上都带着伤的。 这就是次元召唤兽的一个诟病,次元召唤兽在次元位面里,要是行事不当,很可能在那里死去的。 这就会让召唤师们花在他们身上的心血腹之东流。 而契约兽,大部分是正世界的生物,在召唤师那里有自己独立的契约空间,不是召唤师操作不当的话,没可能死亡的。 同样的,召唤兽朝所召唤出来的生物,也都是次元位面的生物,它们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平常也在召唤位面中生活。 召唤兽朝最初也是随机获取,可以是一群铁甲狂兮,也可以是一群红血兽,假如召唤法师不去特定的搜寻印记的话,召唤大门每一次打开都可以涌出不同的野兽狂潮来。 莫凡之所以召唤的全是白狼们,原因是飞川矮狼现在拥有一个洞穴,洞穴里居住着的是白色巨狼们,这些白色巨狼以飞川矮狼为首,莫凡将印记留在这些白色巨狼们的身上后,使用召唤狂潮时搜寻这个印记,便可以每次都召唤这群白色巨狼们。 白色巨狼服从性很高,又由飞川矮狼统帅,莫凡用起来特别顺手,可惜就是规模小了一点,再加上莫凡修为问题,能召唤的也非常有限。 莫凡现在每增加一个魔眉界名额,就会随机的从召唤位面之中抓取一头游荡的符合等级的生物。 莫凡要不喜欢这个家伙,用一次就可以将他扔回到召唤大陆里,让他自生自灭,要是觉得不错便可以留下印记,下次再继续。 莫凡赛选的全是白狼一族,其中白纹魔狼和白色巨狼这两个种族在召唤大陆中比较常见,魔眉界每增加一个,莫凡便给游荡的选中的家伙打上一个印记,并让他加入到飞川矮狼的狼窝组里。 飞川矮狼最早就是游荡者,孤独作战,日子过得有一天没一天的,跟了莫凡之后他的生活才算稳定,实力也是不断增长,所以愿意被召唤的游荡者都是愿意加入到大家庭里的,召唤兽与召唤法师之间会有着一种信任感。 敖屋 飞川矮狼正睡得一脸迷糊,前阵子他们才和两头地狱三头犬厮杀,受了一些伤,有些疲倦,还没有休息够就被老板叫过来开会,心不甘情不愿。 精神点,给我精神点,你现在怎么说也是一个百人团的狼团长了,马上会有一大群新兵到你洞穴报道,别给我丢脸,知道吗?莫凡马上训斥道。 敖屋 飞川矮狼一副没听懂的样子,他仰着头,目光注视着召唤大陆那灰暗不明的天空,天空上有一个模糊无比的莫凡大脸盘子,神采飞扬,指点江山,正是莫凡的神游虚影,而这画面也像是一个员工在办公室里看着视频会议里描述公司发展唾沫飞剑的董事长,员工被加班折磨的那么无精打采,董事长屁话特别多。 你改诸族算了,这都没听懂,自己听。 莫凡没好气的道。 飞川矮狼左顾右盼,忽然间察觉到附近有一些动静,他马上警惕的盯着前面一个石山坡。 石山坡上有一头毛发飞扬的白星号狼,他显得非常警惕,先观察一番之后才敢慢慢的靠近。 嗷呜,飞川矮狼发出了咆哮,质问那陌生的白纹魔狼是干什么的。 呜呜白纹魔狼等街终究是比飞川矮狼要低,叫起来没啥底气,他将自己身上的印记亮了出来,是以自己是新来的。 飞川矮狼这才明白过来,最近总有新来的,他也没觉得奇怪,检查了一下这家伙的合同,飞川矮狼绕着他走了一圈,大致意思是,既然加入我们,那就好好干,迟早能吃香喝辣的。 飞川矮狼准备回洞穴里补交,他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发生,不就是多了一位打工的吗,叫白色巨狼出来接待一下不就好了,何必叫自己这个大总管。 可让飞川矮狼没有想到的是,才过了几分钟,一个又一个类似的身影出现在了洞穴外。 刚才那个石头山坡上,有一群白纹魔狼,他们毛发飞舞,显得几分威风凛凛,飞川矮狼吓了一跳,急忙把所有兄弟都叫起来,准备迎接外地。 然而一场地盘之战即将开始时,飞川矮狼发现这些白纹魔狼全签了临时供合同,都是新来的。 这个狼窝原来的数量也就一百来只,现在一下子增加了近一半,飞川矮狼怎么都不会想到狼学公司一下子就壮大了这么多。 哈哈哈哈,傻了吧,那些新来的有几个脾气很倔的,你这个大总管好好训一训。 还有,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莫凡见老狼一脸猛逼,心中更是喜悦。 傻屋老狼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但他还是很兴奋的,自己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小弟,小小的狼窝居然都要住不下了。 我这里还有八个统领级的精魄,我正在筛选一些优质的统领级白狼,到时候去你那里报道。 莫凡跟飞川矮狼说道。 统领级召唤生物就要认真筛选了,莫凡得花上一些时间。 第1590章 蛇发歇军美肚沙,上 傻屋傻屋飞川矮狼一听有统领级精魄。 顿时兴奋的叫了起来。 你兴奋个求啊,又不是给你的,你已经是大统领了,这些精魄给你就是浪费。 莫凡骂道。 嗷嗷嗷飞川矮狼一脸委屈,又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莫凡完全听不懂。 小颜机,翻译一下你狼叔叔说的什么。 莫凡说道。 咦呀咦呀,逗逗逗,嘟嘟嘟嘟嘟,嗚嗚嗚小颜机也是狗语,狼语时级的,分分钟就了解了飞川矮狼要表达的意思,然后转达给了莫凡。 莫凡听懂了,和小颜机有灵魂契约,虽然小颜机说的那些莫凡没听懂半点,但大致意思可以由心灵进行揣测。 老狼的意思是,那些统领级精魄别用来随即招揽,可以让白色巨狼们进阶,莫凡说道。 嗚嗚,小颜机拼命的点着小脑袋。 嗷嗚,飞川矮狼感动涕零,还是小祖宗了解自己。 说的也有几分道理,随机抓来的实力参差不齐,品种上还有差别,不听指挥的话就更麻烦了。 莫凡点了点头。 白色巨狼们很听话,也辛辛苦苦的给自己打工很长时间了,这群白色巨狼们其实都是进阶期的战将级生物,离统领就一步之遥,其中有几只战斗力更达到了亚统领的级别,与其随机抓,不如让他们进阶,白色巨狼的进阶成功率基本上是百分百的,他们的实力摆在那里。 好,老狼,你选出八个符合进阶的,我让他们成为统领。 莫凡决定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莫凡很喜欢这群简单粗暴的白色巨狼们,好东西当然要给自家手下。 用惊破来进阶的话,就等于召唤名额没有增加了,这倒是让莫凡损失八个白色巨狼的战斗力,但以现在一百九十头的规模,少这么八个不算什么了,最重要的是团结,想来像大狼,二狼,三狼这几个老骨干,他们变成真正的统领后,也更有号召力,更有威信。 话说起来,老狼我们狼窝股份有限公司的门面是不是太小了? 莫凡发现,新来的白纹魔狼们都住不进洞穴里了,成群成群的围成白色的毛团趴在洞穴外面,搞得跟狼肉地毯似的。 熬屋? 熬屋? 飞川挨狼哪里会知道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兄弟? 这样吧,近期我先不召唤你们了,你们去占个山头,扩大一下我们狼窝的居住规模。 真是的,住洞穴,多没牌面哪,怎么也得有座山。 不然以后碰到其他召唤兽你们好意思说是跟我莫凡魂的。 莫凡对老狼做出了战略指挥。 老狼一听,倒是再次兴奋了起来。 他早就这样想了,奈何之前人手一直不够,那些地段好的,环境舒适的,资源丰富的山头哪个不是被其他大妖兽给霸占着,实力不够强弓就是找死,现在好了。 不说战狼大军有近两百号,统领也将多出八个来,以前那些遥不可及的山头现在,现在竟然是搓手可得。 一想到自己将来可以站在自己姑耸的山巅上,扬起头颅在离月亮更近的高度尽情咆哮,雄壮性感的声音回荡在这附近的四村八乡的母狼耳中,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公狼们,让那些弱小的狼穴沉浮,不禁有些小激动起来。 这可不就是他还在幽狼兽时躲在石山角落自我填饰山口那会幻想的画面吗? 牧师寂静无比,发出的一点咳嗽声都会在上空飘荡个许久。 赵满言睁开了眼睛,看了一眼周围的环境,脸上露出了沮丧之色。 为什么醒过来的时候不是在自己毛茸茸的床铺上,手臂旁边还躺着一个一丝不挂的美女,偏偏要是这个该死的大坟墓,还有脸黑人丑的史瑞夫。 赵满言站起来走了几圈,活动一下筋骨,他的身体倒是都康复了,看了一眼莫凡的位置,发现莫凡并没有在明修,而是全神贯注的在凝聚着召唤系的光华。 莫凡,你干嘛呢? 赵满言不解的问道。 强化我的召唤兽呢? 莫凡应了一句。 小颜机要进入君主级了,赵满言诧异的道。 不是小颜机。 莫凡说道。 哦,飞穿矮狼啊,你这家伙也算是够可以的,把一头幽狼兽活生生的强化到了这个级别,别的召唤法师哪有把好东西浪费在次元召唤兽身上的? 赵满言说道。 也不是,我在强化我的召唤之门的兽巢召唤兽,莫凡解释道。 啥,赵满言听后一脸的猛逼。 你不是见过我召唤的那群白色巨狼吗,我把他们强化起来。 莫凡说道。 莫凡,浩劫水啸是不是让你脑子进水了,赵满言说道。 没有啊。 卧曹,那你疯了吧,统领集精破多值钱哪,你把他们浪费在一群生活在另外一个未面的召唤兽身上,赵满言叫了起来。 赵满言这一声叫,把其他人也给弄醒了,尤其是塞易德,他刚才就听到两人说话了。 混蛋,混蛋,我要宰了你,赵逸德一下子就爆炸了。 他辛辛苦苦积攒的那些精破,竟然全被莫凡这混蛋用来强化召唤之门的那些野兽。 还有比这更不把精破当精破的吗? 那都是的心血呀。 令令。 小炎机正趴在莫凡的脑袋上,一看到赵逸德冲过来想要行凶,立刻飞落了下来,身上燃起了更旺盛的火焰,一下子从小炎机化身成为了战斗形态的炎女机。 烈火熊熊,高贵修长的女子轮廓透出了几分威严,炎女机站在莫凡与赛逸德之间,火势扑打到是赛逸德的身上,赛逸德马上止住了步子,敢怒不敢言。 说实话,他现在连小炎机都打不过,更别说跟我们厮杀了。 反正我们也不一定能活着出去,这精破先用来提升实力不是蛮好的。 莫凡说道。 论败家,我不及你万分之一。 赵满言哭笑不得的说道。 都休息得怎么样了? 莫凡询问道。 八个统领及经破莫凡都赐给了白色巨狼们,相信以他们的沉淀要进阶到更高的级别也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了,让他们消化消化,再灌输一些自己的魔能做喂养,基本上不会失败。 本来莫凡是打算给他们放房价,先去占领一个新的大本营,考虑到接下去还有不少恶战,就委屈他们先在原来的洞穴徘徊,等结束了这里的事情再去占领一座好的山头。 休息是休息好了,就是不知道接下去还敢不敢走。 米奥斯说道。 我们又找不到回去的路,继续往前走吧。 莫凡说道。 走吧,也许后面的路没我们想的那么可怕,而且我也在研究牧师的规则了,说不定到了下一个牧师我可以破解他们的秘密。 史瑞夫说道。 一共有四个门,按照史瑞夫说的,大家进入到了下一个木乃伊牧师。 这一次方向门通道有些漫长,大概走了有近半个小时,一个新的木乃伊牧师才完全呈现在眼前。 新的木乃伊牧师规格有些相似,只是墙面上出现了许多古老的图案,蝎纹与蛇纹,图案都是一些与法老与统治有关的寓意图,也算是能够读懂的类型,而那些蝎纹与蛇纹就是遍布的到处都是,不仔细看还以为整个巨大牧师墙面就是由蛇皮和蝎壳做的。 奇怪,这里这么没有灵柩,哇哦哦赵满言抬着头往前走,谁知脚下一空,差点跌入了下去,还好他身体反应灵敏,强扭了回来。 收回脚,赵满言才猛的发现平整的地砖处出现了一个大窟窿。 说来也是格外的诡异,这地窟的壁也全部都是蝎纹与蛇纹,背景几乎与地砖和墙面完全的统一,远远看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这里是忽然间塌陷下去的,而且塌陷得非常深。 再往更深处看去,才会发现这塌陷的最底部是一片漆黑的,一直顶着底部的漆黑看去便感觉要被这巨大无边的黑暗之渊给吞噬了。 最下面能看见灵鹫吗?米奥斯问道。 没有看见,但确实有东西在蠕动。 海帝回答道。 看上去像海草,还会摆动的。 木白说道。 你们没觉得它们在慢慢的游上来吗? 莫凡说道。 大家更认真地注视着下面黑漆漆的在摆动的东西,果然它们在慢慢的游动上来,等它们到了四面有闻的塌陷位置时,大家终于看清了那所谓的海草其实就是一只纸青色长蛇。 这些长蛇的身围好像扎在了某个固定的位置,它们的其他身体部位和脑袋则不停的摆动着,确实像是海里的海草,只是看清了之后格外的恐怖。 它们一大群,多得让人觉得毛骨悚然,随着它们不断的往上游动,大家猛的发现一个更恐怖的东西。 群蛇的下面,是一个硕大的脑袋。 扭动的蛇群们竟然是这个脑袋的头发,它们自行扭动着,猙獰的要往有活人气息的地方扑。 那个脑袋慢慢的抬了起来,一双三角黄光的蛇童猛的凝视着牧师地面上的这群人,吓得众人魂飞魄散。 第1591张蛇发蝎君美杜莎,吓。 这个满是蛇发的脑袋慢慢的从黑暗中浮了出来,它那巨型的深红色蝎子身躯也一点一点的占据了大家的视线。 我的天哪!你奥斯已惊吓得开始往后退去了。 其他人也是一脸惊恐,虽然有心理准备这个牧师的生物至少是君主级的,但绝不会想到会是一头蛇发蝎君美杜莎。 蛇发蝎君美杜莎那可是大君主级别呀,一个可以顶得上七八头暗黑剑主了,像之前那个谋士木乃伊,其实力最多也就相当于一头黑暗剑主了,那还是那家伙自己犯剑使用雷系魔法的情况下才让莫凡等人翻身,正常厮杀下去没准。 死的就是他们七个人了。 君主与君主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蛇发蝎君美杜莎明显就是君主级中相当强大的存在,即便是在战场中也是呼风唤雨的角色。 怎么办,怎么办,要不我们自杀吧?赵满言脑子一片混乱之中说出了这个提议。 史瑞夫,你这是在害我们吗?这个木乃伊墓室里怎么会出现蛇发蝎君美杜莎,我们不是一点活路都没有吗?赛义德大吼道。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很绝望。 史瑞夫哭丧着脸。 众人急急忙忙往后退去,一直退到了原来的入口位置,他们可不想和这样一个君主为敌,自杀也不可能,到回去原来的那个牧师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瞎。 此时,蛇发蝎君美杜莎已经从那个地线之中爬了出来,她的蛇童紧紧的凝视着这七个人。 小心她的,海地察觉到什么力量正在飞来,急忙提醒大家,可是话才说到一半,她的身体忽然间被一股灰色的物质给扫过。 最后两个字再也没有机会吐出来,海地那精致性感的脸变成了雕塑,她妙慢的身子也变成了光洁的石像,快得让海地没有半点思考的时间,更不用说是抵挡了。 紧随海地之后,米奥斯正要凝结出防御,米奥斯身上的防御魔具确实不少,都要超过赵满炎了,可她刚激活灵魂中的魔具印记,蛇发蝎君美杜莎瞳孔一脸,被锁定的米奥斯全身快速的石化。 土系魔法师的石化之铜一般都需要石化时间,石化物质蔓延时间,生物石化时间,而蛇发蝎君美杜莎却仅仅是那么看了一眼,米奥斯就在下一秒变成了石像。 在蛇发蝎君眼中,抄接法师都可能不堪一击,何况这群还没有达到抄接的年轻法师,他神情带着几分慵懒,双瞳格外锐利和冷漠,就像一群不自量力的小蝼蚁闯入到了他女王的宫殿里,有那么一丝丝的怒意,却远远还达不到引起他真正情绪的地步。 我不要做雕像啊,莫凡你快想想办法,赵满炎有些哭喊道。 赵满炎的声音可能让蛇发蝎君美杜莎觉得厌恶了,他的目光一下子落在了赵满炎的身上。 石化之力掠过,赵满炎身上却忽然间出现了一个密密麻麻的硅甲印记,这些硅甲印记正好组成了一个小型的坝下之背,抵挡着这股霸道的石化风魂。 蛇发蝎君美杜莎的这道凝视并没有成功,赵满炎见自己没有被石化,脸上露出了狂喜之色。 那老乌龟,嘴上说着不会理会自己死活,自己要是死了他就寻找下一个更强大的守护者,身体却很诚实的不由自主的在关键时候保护自己,把自己感动得快哭了。 瞎! 蛇发蝎君美杜莎这下有些恼怒了,他那漫不经心的双瞳变成了真正的怒宁,更加强大的石化物质如无声无形的还浪朝着赵满炎扑盖过去。 赵满炎哪里想到蛇发蝎君美杜莎刚才根本没有施展权力,潜伏在他坝下器皿中的那一道印记只是给赵满炎有生命危险时激发的意识守护,确实能够阻挡下君主级的攻击,可坝下也不是万能的,他身在远洋中,能够为赵满炎挡这一次就很了不起了,一直抵挡是不可能的。 很快,赵满炎的脚步被石化了,石化之力缓慢的爬到了他的腰部,再爬到了他的胸膛。 不,要,啊! 赵满炎吐出了这三个字,作为了他的遗言。 脸上保持着那还没有完成伟大播种世界的遗憾和不甘,赵满炎整个人变成了一尊雕塑,这个时候只要有稍微重一些的力量打过来,他就会变成石墨。 饶命,饶命,我不是有意要闯入您的宫殿,放过我吧,赛义德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了,甚至开始求饶。 蛇发歇君木乃伊强大到让人窒息,一点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赛义德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很愚蠢的事情,想妖魔求饶。 蛇发歇君美杜莎并没有怜悯之心,他不喜欢听到人类的声音,赛义德保持着跪地的姿势时就被全身石化了,卑微到了极点。 一个接着一个石化,最后木白和史瑞夫也没有逃过这双霸道无比的双眼,整个木乃伊牧视静悄悄的,剩下的两个活着的便只有莫凡和蛇发歇君美杜莎。 怎么,不是一事? 莫凡见自己是唯一幸免的那个,不禁冷笑的对蛇发歇君美杜莎说道。 瞎,蛇发歇君体型是巨大的,他像一座小山丘,像天神君王,他俯视着地面上跟小玩具人一样的莫凡,却没有对莫凡施展美杜莎的凝视。 美杜莎的凝视对莫凡没有作用。 破除过美杜莎凝视的人,他们将永远对美杜莎凝视免疫,莫凡并不会惧怕这种石化之力和他们的心灵攻击,而蛇童诅咒如今也被莫凡用美杜莎的眼泪给洗涤过了,诅咒之童也对莫凡起不到作用。 美杜莎的凝视无非是就石化,心灵,诅咒,这三者莫凡都品尝过了,现在自然也不会有事。 瞎,蛇发歇君美杜莎往前靠近着,她的修长歇身闪烁着金属冷光。 在战场中肯定也是恐怖的穿刺机和切割机。 蛇发歇君美杜莎足够近之后,她没有再往前了。 她那双蛇童死死的盯着莫凡,她似乎认出了莫凡来,身子保持着一个高度紧绷的状态。 蛇发歇君美杜莎怎么会不认识莫凡,她就是胡夫坐下那头踩踏过中国北疆的歇君美杜莎,当初率领着自己的红歇美杜莎部下和一大群蛇人算是侵略的主力军,结果陆于恶魔。 蛇发歇君美杜莎身上都还有恶魔火焰灼烧的伤痕,尤其是脖梗到胸部这一块上的,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康复过来,时而在她熟睡的时候伤口会呈现火焰灼烧的痛楚。 让她这么痛苦,让她颜面尽失的人,此刻就在眼前。 蛇发歇君美杜莎对气息是很敏感的,她不会认错,尽管此刻这个人比之前气势弱了不知多少,但蛇发歇君美杜莎敢肯定是这个家伙。 所以,蛇发歇君也不敢动莫凡,他先尝试着将其他几个弱小的家伙给石化住,观察一下莫凡的举动。 把他们身上的石化给解了,然后老老实实的把下一个入口的门给打开,你是见识过我的实力的,这里可没有你的蛇歇大军,也没有斯芬克斯和邪灵法老,我要杀你的话,根本没有人可以来救你。 莫凡站在那,面对这样一个至强的蛇发歇君美杜莎,丝毫没有一点畏惧。 瞎! 瞎! 蛇发歇君美杜莎异常的愤怒,他作为一代君主竟然被一个人类这样挑衅,他张开嘴尖叫了起来,头颅上的那些蛇发恐怖的舞动着。 六尊石像在莫凡的周围,他们虽然都被石化住了,但意识都是在的,眼睛可以看见,耳朵可以听见,就连嗅觉都具备着,美杜莎石化者人往往是为了折磨他们,让他们意识清醒的一动不动几十年,上百年,让人在石化状态下自我崩溃。 他们几人听见莫凡与蛇发歇君美杜莎对话,要是能够瞪大眼睛的话,眼睛放大了好几倍。 莫凡这是疯了,没看见大家都被秒石化住吗? 安安静静在这里做一个雕像不好吗,没准过个一二十年会有人进来这里,他们勉强算得救了。 这样激怒蛇发歇君美杜莎,她一气之下把大家直接拍碎,那不就真正的粉身碎骨了吗? 蛇发美杜莎似乎想要找回颜面,她双瞳露出了敌势与战役,脑袋上那些同样发出尖叫声的膨胀开的蛇发也表明她那愤怒的情绪。 本来不打算在这里就动用的,你自己要寻死,我也只好成全。 莫凡目光一凝,瞳孔之中透出了一点一点的血默色。 恶魔气息就像是从血管里蒸发出来的邪性热血,莫凡整个人气质一下子发生了改变,宛如有一个堕落恶魔从天而降,占据了莫凡这个躯窍,尽管身体还是人类,但浑身的魔气根本无法被这星号凡胎给掩住,正疯狂肆意的席卷到这整个蛇发歇君美杜莎的墓室。 恶魔之力,莫凡知道面对这种级别的敌人是必须使用恶魔之力了,这比他想象中来得更早一些。 第1592章全靠演技 恶魔之力只能够施展一次,是否能够持续到找到冥界指针还真的不好说,万一在木乃伊墓室这里耽误了太久,后面竭力之后就麻烦了。 后面还有两个墓室,莫凡这会使用了恶魔之力就代表后面必须速战速决了。 蛇发歇君美杜莎感受到恶魔之力在莫凡的身上迸发,他身上那被烧痛的伤口在这个时候更加疼痛了起来。 是这个家伙,千真万确。 蛇发歇君美杜莎更加恼羞成怒,这家伙竟然杀到自己的老窝来了,过分至极。 上一次没空杀你,这一次你就老老实实的变成一具尸体,在你自己的墓室里腐烂掉吧。 莫凡浑身血沫之纹开始弥补,背后那气势凛然的浑影也在慢慢的形成。 瞎,蛇发歇君美杜莎保持着紧绷的状态,身上那蛇蝎邪气也在翻滚。 莫凡呼吸开始变重,他感觉到自己身体里血液在沸腾着,等到这股沸腾的恶魔之血流淌到了全身后,他知道另一个自己将完全主宰着一切。 可能是情绪没有往常那么激烈,莫凡感觉这次血液沸腾得有些慢,流淌的速度也不如之前快。 虽然有点奇怪,但莫凡不以为意,继续激发着恶魔系的能量。 扑咚! 扑咚扑咚扑咚! 忽然,心脏剧烈的跳动了几下,这几下让莫凡感觉心口一阵剧痛,痛得额头上全是冷汗。 身体里原本沸腾的血开始冷却,背后的浑影莫名的晃动了一下,莫凡整个人也呆滞了那么零点五秒。 怎么回事? 恶魔之力怎么开始衰竭? 莫凡胸中翻起惊涛骇浪,以往这样激发恶魔血脉,恶魔之力就会彻底降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在恶魔化的半路上衰竭下去的。 难道包老头说的是真的,我现在的修为根本没法支撑过于频繁的恶魔系之力,除非宁华邪诸充盈? 莫凡自己也有些傻眼了。 莫凡第一次使用恶魔之力是在金陵荒城,在那之后其实休养了非常长的时间,直到古都浩劫自己突破了修为,完成了自我觉醒。 第三次使用是在帕特农神庙,那次是宁华邪诸充盈的状态,所以事后身体有些发虚之外并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第四次是在镇北关那里,与现在时间上也就相隔个大半年,镇北关那次是透支身体来使用恶魔系的。 也就是说从那会到现在,过了大半年时间,自己恶魔化的技能冷却时间都没有转完。 天哪,晋咒魔法也不至于间隙这么长的时间吧。 完了,这下彻底完了,莫凡有些抓狂了起来。 这次赶闯入金字塔里,最大的依仗还不是恶魔系,实在不行自己利用恶魔系逃走就好了,只要不是被一大群君主围攻,被狐夫本人给带住,他大恶魔莫凡要逃走不算难事。 万万想不到,自己的身体还没有彻底恢复,根本无法使用恶魔之力。 宁华邪诸也才充盈了三分之一的样子。 那自己到底在装什么? 回想起最近做的死,莫凡不由浑身冒起冷汗来,原来自己是还不能使用恶魔系能力的。 为什么要挑衅埃及军方,为什么要杀少女美杜莎,为什么要跑到狐夫金字塔来,好好的在上海待着不行吗? 瞎! 蛇发歇君美杜莎再一次发出了嘶吼声,她被恶魔之火灼烧过的伤口越来越痛,这似乎更让她回想起当时被莫凡打得体无完肤时的滋味。 莫凡看了一眼蛇发歇君美杜莎,事实上她已经有自杀的想法了。 不能恶魔化,那她还怎么跟蛇发歇君美杜莎打,对方杀自己比切蔬菜还简单。 瞎,蛇发歇君美杜莎往前靠了一些,她似乎打算先发制人了。 莫凡恶魔系能量正在消散,但消散的不算特别的明显。 看来从今天开始,狐夫金字塔将再没有蛇发歇君美杜莎了。 莫凡指着蛇发歇君美杜莎冷冷的说道。 蛇发歇君美杜莎立刻止住了的前进的步伐,说不惧怕莫凡那是假的,当初他们亡灵大君如海啸一样卷去,莫凡凡击着一个人的恶力量阻挡了那么长时间, 连斯芬克斯都被莫凡打伤了,他们这群狐夫手下的君主们又哪个没有品尝过恶魔莫凡的可怕。 木乃伊目视都是封闭着的,其他木乃伊是不可能尽得来,此时蛇发歇君美杜莎是守卫者,是孤立无援的状态。 一想到自己要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家伙,一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蛇发歇君美杜莎露出了一丝怯弱之色,只不过他没有表现得太明显,脑袋上的蛇发依然张狂嘶吼着。 他用眼睛紧紧盯着莫凡,忽然察觉到莫凡身上的恶魔气息弱了几分。 蛇发歇君美杜莎眼珠子一转,拥有智慧的他又有了一丝想法。 你要是跟其他只知道看表面的低等生物一样觉得我杀不了你,那你也确实只配活这点时间了,我来这里不是要你命的,我只是要从这里经过,说实话我也不想浪费能量在你的身上。 莫凡强行激发身体里的血脉。 血液再一次沸腾,魂影也开始慢慢的浮现,莫凡简直是用尽一切所能了。 瞎,蛇发歇君美杜莎立刻又警惕了起来。 我真的不想跟你浪费时间,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把接触掉你的实话之力,把门给我打开。 你这头不堪一击的纯美杜莎,莫凡怒吼一声,气势磅礴。 蛇发歇君美杜莎退缩了几步,她的那骨子不死不休的气势和一定要找回尊严的愤怒其实也是伪装的。 假如她不是见识过莫凡的厉害,不是被打得到现在伤口还时而灼痛发作,她绝对不会被对手的气势给吓倒,但她很清楚真的和这家伙单打独斗,死的那个一定会是自己。 君主之所以是君主,一方面是他们强大,另一方面是他们懂得活得久是有多重要。 蛇发歇君美杜莎退了,她上半身人区是在面向着莫凡,双眼也在盯着莫凡,但她的歇身却在往后爬,正慢慢的缩回到那地线之中。 蛇发歇君美杜莎感到无比羞辱,可为了活命,她并不觉得和这家伙你死我活是什么明智之举。 把门打开。 莫凡冷哼一声道,脸上的那股威严之气真可谓许许如生。 第1593章 牧师次序 莫凡双目撑圆,带着她那危险的气息,最重要的是她的嘴角总是微微上挑一些,将心中对蛇发歇君美杜莎淡淡的不懈不带一丝掩饰的展露出来。 蛇发歇君美杜莎慢慢的沉了下去。 重新回到了属于她的黑暗之中。 若不是身上的伤总会时不时提醒她,那次的战斗是有多么的屈辱,她恐怕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退缩了。 也还好所有的牧师都是独立的,即便他们闯到了最后,胡夫也没可能知道自己放水了,不放水又能怎么样,这家伙可是连斯芬克斯都揍过,她的实力和斯芬克斯比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哼! 啊哼! 莫凡带着那份冷冷的笑,等到蛇发歇君美杜莎彻底下去后,莫凡依旧没有松懈。 咯咯咯咯吱。 这时,身后已经传来了一些细微的声音,莫凡转过头去发现被石化的海地已经慢慢的恢复了过来。 他身子还有一些僵硬,过了几分钟才彻底恢复了行动。 而在这整个过程,海地眼睛就没有从莫凡的身上挪开过。 这样一头大君主,竟然真的被莫凡的气势给吓走了。 你怎么做到的,海地那双眼睛带着置身的怀疑。 其他人也陆陆续续恢复了过来,他们看待莫凡的眼神和海地差不多,下退蛇发歇君美杜莎这个过程他们都是看到了的,最让他们难以置信的是,蛇发歇君美杜莎貌似还真莫凡狠狠的揍过。 问题是,这怎么可能啊? 莫凡再强,在蛇发歇君美杜莎面前那也如爬虫一样,难不成美杜莎这种生物还跟人类的女孩子一样看到小蜘蛛,小毛毛虫会吓得尖叫满屋子跑。 大家好半天都没有说话,史瑞夫走了一条他认为正确的门,大家也惊魂未定的跟在史瑞夫的后面。 抵达了方形们的通道,似乎在这里安全那么一些,这时他们还回过头去看那个墓室。 已经在方形通道好久了,他们仍旧怀疑这是不是真的,他们真的从蛇发歇君美杜莎的守卫的牧室中走出来了,完好无损的走出来了。 莫凡,还是你可以啊,那蛇发歇君美杜莎好像真的被你揍得怕了,居然直接让了道。 赵满延是知道情况的,所以他算是唯一明白其中原因的人,他走到莫凡身边,重重的拍了拍莫凡肩膀。 呃,莫凡被赵满延这一拍,身体顺势就软到了下去,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全身冒起了冷汗。 才几秒钟的时间,莫凡的衣襟全湿透了,他呼吸变得格外猝疾,脸色苍白的难看。 你怎么了,赵满延也吓了一跳,急忙要去扶莫凡。 没事,没事,就是差点尿出来了。 莫凡猝急呼吸之后大大的吸了一口气,整个人才慢慢的稳定下来。 海帝,史瑞夫,米奥斯三人看得更一头雾水,刚才莫凡不是还威风凛凛吗,他们都有些相信莫凡其实是天神降落到人间,刚才面对美杜莎的时候他展示出了自己的神格,可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他又看上去如此不堪,露出了这么不堪狼狈的样子。 事态很严重。 莫凡对赵满延说道。 严重什么,不是还顺利吗,蛇发歇军美杜莎被你震住了,没准后面再遇到一些被你揍过的,我们就一路绿灯了呀,实在吓不住,大不了就再揍一顿,反正我们应该很接近冥界指针了,胡夫多半是在沉睡,搞定他的这几个难缠手下,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赵满延说道。 莫凡把赵满延拉到旁边,小声的对赵满延说了一句。 赵满延马上大笑了起来,用手拍着莫凡肩膀,哈哈哈哈,这个时候了你还给我开这种玩笑,你以为我会信吗?我懂,你这能力不到最后坚决不会用的。 莫凡目光注视着赵满延,用自己眼里的真诚告诉赵满延,自己没有开玩笑,自己说的是认真的。 赵满延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猛的抓住莫凡的衣襟骂道,我草你心堂表的妹妹,这种事情你怎么不早说,不是因为你这张底牌,我赵满延是精神病犯了才会跟你跑到这埃及金字塔里来,你现在跟我说你牌没了,我跟你同归于尽了我。 冷静点,冷静点,赵满延你别成天跟一条疯狗一样。 穆白急忙拉住了赵满延。 我赵满延真他妈交友不慎。 赵满延快抓狂了。 莫凡自己也很抓狂啊,原来自己的恶魔系一直是用不了的,心下倒是有提醒过自己,大概会一到两年的时间,自己会无法使用恶魔系力量,强行使用的话会带来更强的副作用,莫凡没当一回事,觉得心下只是担心自己身体负荷太重。 没想到啊没想到,自己身体里的恶魔正在休眠,回想起一路上坐的死,莫凡现在五脏六腑都在颤。 莫凡,那你刚才面对蛇发歇君美肚沙的时候? 穆白大概知道一些情况,于是询问莫凡道。 装的。 莫凡后怕不已的说道。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在发现自己不能恶魔化的那一刻,莫凡就意识到自己死定了,也正好在那个时候莫凡捕捉到蛇发歇君美肚沙露出的一些胆怯,于是生生的靠那一点点随时都会漏气的恶魔气息在墙撑着,做出一副老子跟你不死不休的暴力模样。 回想起刚才那一幕,真尼玛的惊魂。 要蛇发歇君美肚沙对自己的力量有那么一点点质疑,蛇发歇君美肚沙这会已经在踢牙了,牙缝里卡着的就是自己的肉。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一点强大的后盾都没有的。 穆白问道。 恩,没有了。 莫凡苦着脸说道。 本来还有一个九幽后做后盾的,九幽后又因为蛇蝎一族的事情分开了,假如这个墓室就已经是蛇发歇君美肚沙这种级别的生物在守着,那么后面两个墓室,感觉真的可以借着这会还算安全的时候心平气和的自我了断了。 老赵,你的乌龟能召唤过来不? 莫凡想了想,现在大家的唯一依仗貌似就是这个了。 召唤个毛线,这里是金字塔,有进制的,你还不如发个无线电到杭州,把图腾玄蛇叫过来。 赵满言美好气的道。 失策,这次是失策。 莫凡说道。 讲道理,没有了恶魔戏这张底牌,莫凡觉得自己去挑衅抄接法师都是真的很找死,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越级挑战。 莫凡,如果这次我们能活下去,就彻底绝交可好。 赵满言说道。 别这样,老赵。 再艰难困苦的事情我们不都挺过去了吗,这次难道还会比上次更难吗? 莫凡安慰道。 只要不跟着你魂,我觉得上一次和这一次都不会有的,莫凡老祖宗,我们是高阶法师啊,不知道情况的还以为我们他妈的是尽咒,赵满言说道。 你说的对。 莫凡很诚恳的接受着批评。 恶魔戏能力在休眠,莫凡觉得自己做人就应该谦虚低调一点,假如现在有一条路可以通往胡夫金字塔的出口, 莫凡绝对第一个踏出去,妈的,会出人命的呀,自己还年轻,还没有跟自己的心下和学学生很多很多小孩,还不想死。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史瑞夫一脸懵懂。 米奥斯,赛义德也完全不知道莫凡和赵满言在怪叫着什么东西,而且他们说的是中文。 海帝也听不懂,可他开始猜测,猜测他们之前提到过有关胡夫金字塔出现在中国北疆的事情,猜测莫凡真的曾经与胡夫金字塔的这些强大生物对抗过。 问题是,他怎么做到的的,他明明就是一个高阶法师。 难不成圣裁院和义裁院对他的控告是真的。 这家伙身体里潜藏着某种强大的禁术。 其实大家也不用那么的沮丧。 史瑞夫感觉队伍的气氛变得不一样了,于是开口说道。 我们没沮丧啊,只是有点生无可恋。 赵满言说道。 史瑞夫发现大家情绪简直低到了极致,于是开口说道,我之前不是说过吗? 这四门阵其实是有规律的,就像魔方一样,看似复杂凌乱,但只要找寻到一定的规则,就可以将一切复原。 我们已经走过几个正确的门了,我现在可以大致推演出木乃伊密室的次序了。 你推演出次序有卵用。 赵满言美好气的道。 怎么会没有用呢? 找到了次序,我们就可以绕开这几个过于强大的木乃伊密室了呀,比如说蛇发歇军美杜沙的墓室,我们是从谋视木乃伊左门进的。 但有了次序推演,便可以从谋视木乃伊的右门走,再从前门走,再从后门走,再从前门走,这样可以直接绕开蛇发歇军美杜沙的墓室抵达下一个正确的墓室。 史瑞夫说道。 可以绕开,莫凡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对,我们进入到一个墓室,发现这个墓室的木乃伊强大到我们根本没法抗衡,那我们就可以绕,虽然这会使得我们要走过更多木乃伊墓室,遇到更多其他木乃伊,但总比再遇到蛇发歇军美杜沙这种级别的好吧。 史瑞夫说道。 第1594章空的墓室 你确定可以这样? 莫凡很是惊喜的说道。 可以的,在设置出这样复杂的门的同时,就意味着它也存在着一定的漏洞,虽然古人的智慧很值得我们钦佩,但我们现代人也不是没有脑子的吗?最主要的是抓住这里的次序和规则。 史瑞夫一脸学者气度的说道。 史瑞夫,原来你长得丑是有道理的呀,长得特别丑的人一般智商都会很高。 赵满延感慨了一句。 你什么意思,照这样说你就是智障。 史瑞夫美好气的说道。 谢谢你夸我帅的没有边际。 赵满延很不要脸的说道。 知道了有别的办法,赵满延的心情就变好了很多。 那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牧师吧。 史瑞夫说道。 休息一下会死吗? 莫凡说道。 奇怪,以往不都是你急着要往前走的吗? 史瑞夫满脸疑惑的说道。 大家没受伤归没受伤,蛇发歇君美杜莎带给他们的心灵冲击还是非常严重的,怎么也得让自己的心脏跳动的速度恢复正常,怎么也得先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将那种被石化的后遗症给淡忘掉。 长方行门通道里休息差不多之后,大家终于鼓起勇气往前行了,下一个牧师不出意外的话会是与蛇有关的。 他们已经商量好了,只要走进牧师里瞥上一眼,发现不对劲便立刻退回来,返回去的牧师虽然不再是蛇发歇君美杜莎的牧师,但是瑞夫已经掌握了规则,按照他的方式走的话,就可以绕开这座无法抗衡的木乃伊牧师了。 前方方行门通道马上到了尽头,大牧师的轮廓也渐渐展现在了眼前,刚踏入到牧师里,所有人立刻提起十二分的精神,被蛇发歇君美杜莎营绕在心头的恐惧可没有完全散去,但愿这个牧师里不是一个比蛇发歇君美杜莎更可怕的家伙,给大家的心脏一点承受余地。 奇怪,这个牧师的门是全开着的。 忽然,史瑞夫开口说话了。 整个牧师非常空旷,史瑞夫的声音甚至来来回回的有好几个重叠音,最重要的是这个牧师里除了描着一幅又一幅古老的壁画、地画、顶雕之外,竟然没有灵鹫,也没有守护的生物。 很多歇纹和蛇痕。 海帝说道。 空的牧师,莫防感到非常的意外。 他提着胆子,在这个大牧师之中巡视了一圈,发现这个大牧师确实什么生物都没有,反倒是里面各种壁画、地画、蝎雕,蛇柱让人感觉像是走进了一个神话蛇蝎的上古宫殿之中。 那些印在墙面上的壁画与面雕塑都是死的,莫防可以非常肯定,牧师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生命迹象。 我明白了。 史瑞夫忽然叫了一声。 用不着你说我也知道了。 莫防环顾着这些巨大的地画和壁画。 地画和壁画不是用什么水彩涂抹的,而是用一些雕刻的方式,以褶皱、凹痕、动线加上蝎纹和蛇鳞痕组成,也不知道古代法老王为了招揽蛇蝎一族在这方面上耗了多少人力与财力。 那你说说看。 史瑞夫有些不服气的道。 蛇蝎本就是一族,蛇发蝎君美肚杀即代表着蝎的那个图谱,也代表了蛇的那个图谱,所以这蛇图谱牧师和蝎图谱牧师都是蛇发蝎君美肚杀的, 只不过这个墓室不像是用来给木乃伊居住的,更像是记载着一些古老仪式,古老神话,古老史的。 我记得你们这里有一个关于美肚杀的传说。 第一代美肚杀为人类,大概是最早一批觉醒了诅咒系或者心灵系的一类特殊魔法师吧,而在当时诅咒系和心灵系都被归为禁术或者邪术,于是美肚杀被人类作为供奉,送到了当时的蛇蝎老祖那里。 谁知道蛇蝎老祖并没有将美肚杀杀死,还慢慢的与他结合在了一起,于是蛇人和蝎人就此诞生,蛇人拥有诅咒魔法和石化魔法,蝎人具备强大的力量与体魄,莫凡看着大大的壁画做出了解毒。 史瑞夫看着莫凡,不由的对莫凡竖起大拇指道,你竟然可以看得懂这种古埃及图字文,看来你也是对此有所研究的呀。 我们在研究图腾而已,你们古埃及的这种图谱方式其实跟我们当初以图腾为神明是类似的,你们法老王推翻了古代神兽的时期,自己成为了统治者,我们图腾不断灭绝之后,也渐渐的依靠魔法早就了现在的时代。 莫凡说道。 莫凡也没有说自己是在帕特农神庙看到的有关记载,古希腊和古埃及一直都是密切的,莫凡把自己在帕特农神庙看到的文献与现在的这些图谱联系在一起,解读起来就不难了。 这里有说,胡夫创造了亡灵系,建造了与冥界相通的金字塔,为了更加壮大自己的死亡国度,也为了防止后人对他的统治推翻,他帮助蛇蝎老祖和美杜莎建造了许多蛇蝎邪庙。 史瑞夫接着说道。 这里的壁画表明,亡灵将与蛇蝎联盟,蛇蝎们也可以自如的在金字塔内外活动,哈哈,这不是小时候的看图说话吗?赵满颜哈哈大笑的指着其中一幅壁画道。 莫凡往那里扫了一眼,发现确实如赵满颜说的那样,法老王胡夫与蛇蝎最高统治者美杜莎建立了联盟。 你们研究这个干什么,既然这里没有穆乃伊守卫,我们就去下一个目的地,赶紧离开这鬼地方。 塞伊德不耐烦的说道。 别呀,这上面记载了很多我们解不开的秘密,就比如说蛇蝎之祖与美杜莎的真正栖息之地。 给我点时间,我把这几个邪庙给研究一下。 史瑞夫说道。 壁画上表示,胡夫除却建造了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金字塔之外,还为蛇蝎之祖以及美杜莎之母建造了邪庙,其位置就隐匿在埃及的某片沙漠之中。 哼,就算知道了祖邪庙又有什么用,好像我们就有那个力量冲进去把万恶的蛇蝎和美杜莎给杀了一样。 塞伊德冷讽道。 塞伊德,你也真是愚昧。 总有一天蛇蝎与我们会变成宿敌,总有一天埃及的土地只融得下一个种族,假如我们连他们的统治者在哪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与他们抗衡,谈什么将他们消灭。 米奥斯有些不满的说道。 好好好,我愚昧。 塞伊德不再说话了。 邪庙到底是什么? 穆白还是感到不解,于是问了一句。 埃及两大土特产,亡灵,蛇蝎。 蛇蝎就是妖魔,他们不需要明灰普照也可以自如活动,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蛇蝎对埃及各大城市的威蝎一点都不比亡灵来得小。 而蛇蝎的真正老巢不是沙漠,也不是洞窟,是邪庙。 邪庙的由来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人都知道邪庙存在,但迄今为止埃及只发现的邪庙屈指可数,而栖息着真正蛇蝎老祖和美杜莎之母的邪庙,至今还无人知晓。 邪庙是由那些法老和法老王们建造的,所以要知道邪庙所在,就只有金字塔里面会有记录了。 胡夫金字塔里记录的这个邪庙,多半就是第一代美杜莎居住的,莫凡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找到邪庙,把邪庙一锅端,蛇蝎就不再能够构成威蝎了。 穆白说道。 差不多吧,但以现在的军力要铲平邪庙,有点太勉强了。 先把邪庙的位置给找出来,等往后实力壮大了再做打算也不迟,史瑞夫这个考古者也算是对他们国家做出了大贡献。 莫凡说道。 史瑞夫正做着记录,莫凡闲来无事就到处看看。 整个墓室巨大无比,地画和壁画纵然巨大,里面记载的信息也相当多,要不能够找到一个故事的依据和源头,往往会看的云里雾里。 莫凡自动忽视掉那些自己没头绪的,寻找一些能够看懂的图来。 莫凡,这里有张画,蛇在吃人,好像是吃少女,海地扯了扯莫凡的衣角,指着一处壁画有些害怕的说道。 单看图,其实也就是一些比较抽象的图形而已,只是联想到阿帕斯说的那些,少女活活被一些比较高级的蛇人和蝎人吃掉,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莫凡往那里看了一眼,轻叹了一口气。 后面是什么意思? 海地问了一句。 多半是说美杜莎吃了少女之后,可以获得她的青春与美貌吧。 莫凡说道。 莫凡记得被自己杀死的那个少女美杜莎在活吞了阿帕斯之后,她的样子开始渐渐的往阿帕斯靠近,想来当阿帕斯完全被其消化了,那少女美杜莎就会变成阿帕斯的样子,想想还是让人觉得心寒。 那这后面呢? 海地接着问道。 这个,有点看不懂了,我也不是专业的节骨人员。 莫凡说道。 两人正谈话时,史瑞夫好像记录下了自己想要的信息了,他脸上带着那副可以造福全人类的伟人士笑容,整个人差点就散发出教科书的神圣光辉了。 我们能活着出去你再笑吧。 莫凡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哦,哦。 史瑞夫整个人就暗淡了下去。 确实,能活下去,他收集的这些资料才有意义。 第1595章对象区间 蛇牧师是空的,这对大家来说就是超级意外收获了。 那么图谱上就剩下最后一个,那个有观鹰的木乃伊牧师了。 选择正确的门走了进去,大家也没有再休息了,静止朝着最后一个牧师走去。 过了这最后一个牧师,我们就立冥界指针不远了吧。 赵满言问道。 恩,转动了冥界指针,后面的事情就不需要我们做了。 莫凡说道。 那还好,只要解决了最后一个木乃伊牧师,我们就算大功告成了。 赵满言松了一口气。 你看我怎么说的,传到山前自然指。 莫凡说道。 确实,确实。 赵满言狂点头。 一旁的木白听着这两个人对话都忍不住翻白眼,传到山前自然指是什么鬼。 新的牧师即将出现在眼前,大家心里都在祈祷着,这个牧师最好也是空的,那么他们此行就算是圆满结束了。 但是胡夫的金字塔要是这么好闯,他也不至于始终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一座金色坟墓了,大家刚进入到最后一个木乃伊牧师,便被牧师的广阔给震惊到了。 这哪里是一个牧师,分明就是一片天空。 抬起头来,牧师根本就没有顶,除了他们出了方形门的这道墙之外,也根本再看不到半座墙,要不是地面依旧是那种金字塔的金鹤大石砖铺开的,他们甚至会认为这里其实已经到了金字塔外面,是一片辽阔无比的平原。 你们有没有看见灵鹫? 你奥斯弱弱的问了一句。 别说灵鹫了,你马门都看不到。 赵满言说道。 这个牧师大的出奇,不知道压缩了多少倍的空间,要建造出这样一个内部空间如此广阔的空间估计需要接近晋昼级的空间系法师。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走进去还是退回去,使瑞夫有些拿不定主意的说道。 这个牧师,算了,我觉得这地方要叫牧师的话,我们居住的就是骨灰河了,依我看这个空间里也有可能是空的。 莫凡说道。 放眼望去,除却平整的金褐色地砖壮丽无比的扑到望不见的地方之外,这个广阔无比的区域里什么都没有,更没有看见那个图谱上提到过的有关鹰一样的守护生物。 这样吧,你们两个空间系的去看一看,我们其他人就在原地等着,有什么情况你们两个空间系的逃得也比别人快一点吗? 使瑞夫提议道。 其他人目光一下子落在了墨房和海地的身上,墨房和海地对望了一眼。 也只能够这个样子了,他们两个去看看情况,要这个墓室是空的,他们找到门赶紧离开,完美通关。 要有什么情况,两人就立刻逃回门这里。 莫凡勇敢地迈出了几步,并且伸出手示意和海地携手并进,海地里都没理他就更大胆地往前行了几十米,莫凡只好把手插裤带里,装出一副很酷的样子跟上了海地。 小心一点,这里的空间有可能是对象空间。 海地走了没多远,便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对象空间是什么意思? 莫凡问道。 你的前面放一面镜子,你的身后再放一面镜子,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镜子里会有无数个相互成像的无限镜像区间。 这个木乃伊牧师应该没有我们看上去的那么广阔,是由于好几个不断相互反射的区间形成的看上去无限广阔视野。 海地说道。 大致我是明白了,莫凡点了点头,其实就听了那么一个意思,也没真的去理解其中的原理,空间系的原理是最复杂的。 你回头看一下。 海地说道。 莫凡回头看了一眼,忽然间发现身后的赵满岩,木柏等人不知何时已经离自己很远很远了,远到只有那么几个小点。 莫凡感到很意外,自己和海地明明走出才五六百米,这几个家伙怎么会离自己有好几公里一样? 这就是对象区间,你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假如前后左右都是镜子,那么你会觉得这个狭小空间一下子大了很多。 这里就是有很多个这种对象区间组成的空间,我们的视线看过穿过一个一百米的地方,经过对象区间的仿佛反射,就会感觉距离有一千米。 海地说道。 哦,哦,我好像懂了。 莫凡点了点头。 莫凡正要继续往前走,忽然发现海地止住了步子,目光高高的抬起,正注视着远方天空。 莫凡也顺势望去,发现远处天空中出现了一个金碧色的小点,点如沙子,要不是莫凡天生眼神好都未必会看得见。 我们该走了。 海地神色有些异常道。 走。 你看到那是什么东西了吗,这就急急忙忙要走。 莫凡说道。 那你留在这里慢慢看。 海地不多说,转身就往赵满言他们那里跑去。 莫凡仍旧很费解,在一次抬头往那里看去的时候,发现那个金碧色的小点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拇指斑。 一开始目测,莫凡不以为然那是因为那金碧色的点离自己至少有几十公里,等看清楚是什么再走也不迟,哪知道才这么一会功夫,这东西就离自己近了那么多。 还在思考着那金碧色斑点究竟是什么时,莫凡忽然间发现那物体变大了许多,大到如一只空中的鸟,可以看到他翅膀强有力的挥动着,可以看到他金碧色的爪子,可以看到他的脑袋,带着几分锐利的眼睛。 莫凡是一个有点脑子的人,他觉得自己还是跑为好,海地没有必要骗自己。 他开始跑,踩跑了没有几步,身后就卷起了一阵凌厉的风效,在回过头望去的时候,莫凡猛的发现自己身后大概七八公里的地方出现了一头大型金碧鹰,他的鹰脑袋上有一个风云观,飞过那片蓝色天空时,一大片乌云与风暴涌动了起来,将莫凡身后那广阔的世界一下子遮蔽住了,将那里变得一片昏暗,宛如灾难风暴来临的天空与大地。 我的天,他的速度怎么这么快,莫凡大叫了起来。 你根本就没理解对象区间的意思。 海地美好气的道。 他,他其实离我们很近对不对? 快闭上嘴跑。 这家伙很强,海地道。 第1596章 牧师牧师牧师 涅 一声啼叫,尖锐的就像有数百道闪电从天空中灌入到脑袋里,整个脑袋都要炸开了。 莫凡脑袋嗡嗡作响,意识都开始变得模糊了起来,差一点就要昏厥过去。 等到这声啼叫慢慢的散去之后,莫凡才慢慢的恢复了一些。 莫凡转过头去,看了一眼那头金碧色大鸟,这一看差点把莫凡吓得摔倒在地,金碧色大鸟豁然变成了一头宛如云一样的剧情,其翅膀上面遍布着金色的圆锥尖羽毛,犹豫发怒,这些圆锥尖羽毛全部树立了起来,使得这家伙危险程度到达了一个极致,感觉随时都会被那些可怕的金碧尖刺羽毛给穿体而死。 他要攻击了。莫凡感觉到了气压开始变化,变得有些难以呼吸。 捏。 金碧巨禽双翅大力的扇动,只见他身上那些树立起的圆锥尖羽立刻变成了一场金色的暴雨,倾斜的从高空中灌落下来。 那些尖刺羽毛从地面上看的时候也就跟叶片差不多大小,等到这些金碧尖羽地毯式弹雨高空扫射下来之后,莫凡才意识到这金碧巨琴究竟有多庞然,他一根羽毛都有莫凡一条腿粗了。 这哪里是雨,分明是金色的圆锥骑士枪,莫凡和海帝两个人共同使用瞬息移动,好不容易摆脱开了一波金碧羽毛尖刺的洗礼,很快又有更多的这种金碧色尖刺羽毛从天而降,无处可躲。 好大一只,赵满炎扬起头来,感觉自己的视野有一小半被这金碧色巨琴给遮蔽了,剩下的区域可是一片广阔的蓝天哪。 大你表舅啊,赶紧挡一挡。 莫凡听见了赵满炎的声音,立刻怒骂道。 赵满炎,米奥斯,木白,史瑞夫四个人同时施展出了防御魔法,就看见不同色彩的结界,冰盾,风守护,光强在莫凡和海帝的头顶上空交织在一起。 本以为这几个防御魔法能够为莫凡和海帝两人稍微遮风挡雨,哪知道这些魔法在那尖刺羽毛的强力打击下就跟塑料泡沫那样被打穿被打碎,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 众人都吓了一跳,这金碧巨琴究竟有多强啊,他们这群人联合起来的防御魔法好歹可以挡一挡抄接威力的魔法,结果在金碧巨琴这个技能面前如此不堪一击,要知道这金与暴雨覆盖的范围可是非常广的。 快跑,快跑,木白喊道。 根本挡不住,除了跑根本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他妈也知道,给点速度加持啊,莫凡喊道。 还好莫凡和海帝离长方形通道并不远,两人逃跑的也算及时,随着一大片金刺羽毛插落下来没多久,莫凡和海帝终于冲入到了方形门中。 扑扑扑扑扑扑扑。 身后的金褐色地砖顿时被插得粉碎塌陷,这些恐怖的尖刺羽甚至还打穿了方形门的金褐墙体,吓得所有人急忙往深处逃窜。 走走走,这家伙比蛇发歇军还可怕,莫凡爬起来之后把腿就跑。 一群人狂奔了十几分钟,都差点抵达另外一个墓室的入口了,他们惊魂未定的靠着墙,大口大口呼吸着,衣裳都被汗水给打湿了。 这家伙,好像在北疆的时候没见过。 赵满言气喘吁吁的说道。 嗯,感觉是和斯芬克斯一个级别的。 莫凡心有余计的说道。 太恐怖了。 海帝此刻也是脸色苍白。 在那金碧巨琴面前,他感觉他们就像是一群小蚯蚓,当对方从远处飞来,要俯冲下来时,那带给人的窒息感估计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吃过蛇发歇军美肚杀的教训,知道这里守卫着的一定很强很强,所以才没有离方向门太远。 说白了,他们这些小蚯蚓就是在洞口转了一圈,看到那金碧巨琴时立刻钻了回去,就这样还差点丢了小命。 使瑞夫,你确定我们可以绕开这家伙? 他估计是胡夫左膀右臂了。 莫凡说道。 给先看我们退回去后的这个墓室是哪个? 使瑞夫说道。 怎么,你不知道我们退回去的墓室是什么吗? 莫凡问道。 这个说不准的,哪怕我们再进入到金碧巨琴的墓室然后再退回来,木乃伊墓室也会不一样。 墓室是有随机性的,就像魔方被打乱,我是不可能知道魔方怎么被打乱,但只要走上一两个墓室后,我就能够知道被打乱的次序是什么。 使瑞夫说道。 那我们先进入下一个墓室吧。 莫凡说道。 对了,我们在进入下一个墓室之前一定要记住,先探清楚情况。 要确认这个木乃伊是我们有能力对抗的,我们再跟他交手,不然马上退回来再找别的路线。 使瑞夫说道。 整个胡夫金字塔里有好几百个木乃伊墓室,这些都算是胡夫的死亡国度的贵宾们,最弱的都是统领级,强大的也有很多很多。 以那只谋士木乃伊做一个大致的衡量标准,但凡遇到比谋士木乃伊弱的,他们就打,将四扇门全部开启起来,然后按照使瑞夫的推演路线去绕开金碧巨琴。 遇到比谋士木乃伊更强的,他们就果断退回去,或者往前门冲。 如果是走后退的门,很容易让次序重归于灵。 用使瑞夫的话说就是,几百个木乃伊墓室,总有弱的,宁愿多绕几个墓室,也坚决不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与那些强大逆天的木乃伊开玩笑。 使瑞夫这个方法倒是管用,确实如他说的那样,几百个木乃伊墓室总有弱小的,将其消灭了之后,四门大开。 这就好像是行走在一个巨大的十字迷宫里,他们虽然知道怎么走可以最快的抵达十字迷宫的出口,但金碧巨琴那里过不去,就绕开他多走几个十字路口。 同样的,他们若是再绕的那几个十字路口上再遇到墙的木乃伊,就利用相同的办法再绕。 这个办法很笨,因为往往绕一个墙的木乃伊墓室要多走四到八个墓室,但总比全军覆没得好。 我们在这里待了多少天了? 木白忽然问起了这个问题来。 不知道,这里又没有时间的衡量物,但感觉我们在这里有超过半个月。 海地回答道。 使瑞夫,你确定你的方法没问题吗,我们真的不是在瞎走吗? 赵满言已经忍不住开始怀疑了起来。 需要绕的路,比他们想象中的漫长很多很多,尤其是所绕的路上还会出现强大的木乃伊,这就让他们需要走的木乃伊墓室不断的增加。 肯定不会有问题,你们要相信我。 使瑞夫说道。 可上一次你跟我们说再走大概二十四个墓室,我们就可以出去了,现在又变成了要走三十六个墓室,我感觉我们这样会累死的。 赵满言说道。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胡夫金字塔里的木乃伊墓室里的普遍都很强,只要我们每一次绕路的过程中遇到一个我们敌不过的,那我们要走的木乃伊墓室就会增加。 使瑞夫无奈的说道。 怕这样下去,我们精神会崩溃的。 米奥斯说道。 我也觉得。 继续走吧,没别的什么办法了。 疲倦。 被金碧巨琴给吓到之后,大家便很坚定的走那些更弱小的木乃伊墓室,可胡夫金字塔哪有那么轻松就可以闯过去的,不断出现的强大木乃伊使得他们所要走的墓室变得更多,最多的一次他们累加起来需要走五十六个木乃伊墓室。 一开始大家还觉得胡夫坐下,也就几百个木乃伊墓室,这样走下去,迟早也会走到之前经过的木乃伊墓室,可以不用战斗直接通过,但他们还是小看了胡夫的号召力,几百个木乃伊墓室。 以他们这些日子的精来估算,木乃伊墓室估计达到千位数了。 这个办法,比他们想象中的要难,要漫长,漫长到精神上都有些崩溃了。 我们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每当有人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便意味着他们前进的决心又一次动摇了。 用我的胡须来计算的话,我们已经在这里有两个月时间了。 赵满岩靠在墙上,整个人精神违米的就像是一个木乃伊。 要不我们去和金碧剧琴拼一拼吧? 那还不如就地自杀。 我要疯掉了,去他娘的木乃伊啊。 我们运气太差了,总是遇到一些强的木乃伊,哎,也怪我们实力太弱了,假如我们都达到抄阶的话。 很多木乃伊牧师就不要绕行,也不用像现在这样进入一个走不完的路线上。 史瑞夫说道。 就当修行吧,正做点。 莫凡情绪还算比较稳定。 这确实是一种折磨,莫凡之所以情绪稳定是因为他不断地从那些杀死的木乃伊中获得惊魄,除此之外莫凡发现一些木乃伊牧室里会出现那种金头银身的高脚蜘蛛,将这种木乃伊杀死,莫凡会得到巨大的好处。 这是莫凡这两个月在木乃伊牧室中行走以来唯一支撑他不会崩溃的东西。 第1597章狂词重炮 莫凡和海地都是空间戏法师,两人都有存储着大量的水和食物,所以继续这样耗下去倒也不是什么问题。 只是,时间越长,精神越疲倦,牧室再大那也是封闭着的,人在这种环境里本身就很容易发疯,再加上战斗上的疲倦,痛苦就会持续增加。 走吧,还剩下十三个木乃伊牧室,只要我们路途上不再遇到墙的,我们就算彻底走出去了史瑞夫说道。 我记得上一次你说只剩下九个牧室的时候大概是在一个月前吧? 米奥斯说道。 那有什么办法呀,我们先是遇到了一个法老陵墓,然后是一个黑暗建筑的牧室,史瑞夫说道。 法老牧室我们跟他打确实有点作死,但黑暗建筑的牧室,讲道理我们应该拼一拼的。 莫凡说道。 黑暗建筑的实力跟牧室木乃伊差不多,当时大家觉得杀死牧室木乃伊靠的不全是实力,有运气成分在里面,所以选择了绕开,可绕着绕着,这条路又在增长。 现在说这个也没有用。 米奥斯说道。 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刚一些,不能每次碰到君主级的木乃伊就绕开,那些正统的君主我们敌不过,像黑暗建筑这种亚君主,是可以尝试的,莫凡说道。 无论怎么疲惫,路还得走。 也可能老天终于保佑他们了,大家一连走了七个木乃伊牧室,遇到的都是君主级以下的。 如此,他们离最后的出口就剩下六个了。 还剩六个了吗? 木白认真的确认道。 恩,就剩六个了,接下去六个牧室不要再出现君主,我们就彻底解脱了。 史瑞夫有些神采奕奕的说道。 也别高兴太早,我们大概两个星期前就差三个牧室,结果呢? 米奥斯泼了一盆冷水道。 顺着方形门接着走,前方的牧室渐渐展现在视野之中。 牧室有一个比较直白的规律,那就是牧室越大其居住的木乃伊就越强,所以大家踏入这里后下意识做的就是仙目测一样这个木乃伊牧室的大小。 窝居? 可以,运气不错。 赵满眼脸上带起了笑容。 这个木乃伊牧室很小,按照他们的这两个多月的经验来看,这个木乃伊牧室的主人最多大统领。 这种级别的木乃伊,他们队伍里随便一个人站出来都可以解决。 五个了,兄弟们,振作起来。 这个家伙谁来处理? 木白问道。 没必要我们出手,给我的木乃伊寄刀吧。 米奥斯说道。 经过了这两个多月战斗。 米奥斯、史瑞夫、赛义德三人的亡灵实力都大幅度提升,想来一个进阶期的统领放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会畏惧了。 同样的,莫凡、木白、赵满眼三个人修为也都达到了高阶的圆满不能再圆满了,海地是早就高阶圆满了,他现在就差一个奇迹,突破到超阶。 可惜半年前他就是高阶圆满,经了这么多事情,他也还是高阶圆满,除了战斗能力更精湛了一些之外,修为是没有什么多大的改变。 莫凡因为有好几个系的关系,他之前修为不算彻底圆满,但现在是真的五个系全满修了,他的雷系、火系、暗影系的高阶魔法也都强化到了第四个级别。 高阶为星河,星河中一共有343颗星子,唯有将343颗星子全部用奴仆级精魄强化过,才可以让莫凡的高阶魔法提升到第四级。 而这里正好是亡灵圣地,只要莫凡一直保持战斗,精魄这东西肯定是不会少的,莫凡没有将精魄都喂养给魔媒界增加召唤兽朝的数量了,而是用来强化自己的天燕葬礼,积累死光以及四叶统治这三个技能。 现在第四级的天燕葬礼和积累死光威力已经相当于半个超阶魔法来,他们还比超阶魔法更有优势,优势在于施法速度很快,消耗的魔能更低,所以现在让莫凡离开胡夫金字塔惹是生非的话,别说是高阶的他可以吊打一片,来一两个超阶法师他一样敢叫嚣一番。 咔咔!咔咔咔咔! 一寸类似于金属的声音传到莫凡耳朵里,莫凡刚才正在估量着自己的实力,却有些意外的发现眼前这个谷枯木乃伊分外的眼熟。 这家伙不是登座吗?赵满言也认出了他来,很是意外的叫道。 谷枯木乃伊浑身煞气,他胡乱的从骷髅头堆中抓了一个脑袋,那似乎是一个路头,搭配在他魁梧骨身上显得非常奇怪。 我来吧。 莫凡主动站了出来说道。 别掉以轻心,这家伙是一头进阶统领。 海帝提醒了莫凡一句。 莫凡点了点头,朝着前面多走了一些距离,他的脚下已经有细密的一些雷电珠网在闪烁着,发出了一些沉闷的声音。 激雷死光。 莫凡快速的完成了343颗星子的衔接,这个施法过程莫凡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星子光芒更甚,本身莫凡就有许多星子经过了多次强化的,当343颗星子彻底组成一幅紫色瑰丽星座之后,这个星座比其他人的要绚丽要耀眼很多,其不断想着周围释放出来的雷能都强壮不少。 狂磁重炮 双臂上,夸张无比的黄撞雷电在缠绕着,莫凡身体在释放着巨大磁场,身上的光极度凝聚的泛出了黑色,变成死光。 被雷电附着着的双臂猛的推出。 此刻的莫凡就像是一个附在了巨大雷电磁能的炮弹战车,双臂就是两个喷射出雷磁重炮的炮管,随着雷能轰出,一股排斥的磁圈能量将莫凡身后的队友们都震飞了出去,看上去正好就像是一台雷磁炮车的喷发时的强大后座力。 粗大的雷磁炮弹速度比寄雷死光的雷电光束还快,平行着平整的金褐色地砖飞出去的时候,那些未被接触到的地砖都被雷磁震得全部粉碎。 卧槽,这什么鬼魔法,赵满炎稳住了身子后,不禁大呼了一声。 狂磁重炮,这显然不是正统的魔法,是莫凡凭借着自己的掌控力进行改变的,然而这狂磁重炮的威力却绝对比雷暴还要夸张。 第1598章 走出墓室 喷轰 随着狂磁的能量重炮子阿那谷枯木乃伊之处炸开,强烈的死光如日食过程中的那一抹独特而又斜翼的光勉,放射状的雷电摧毁着那满目琳琅的谷枯头颅之山,将这些全部化成了灰烬。 谷枯木乃伊身躯彻底被这股磅礴的能量给先飞了起来,他身躯在失去平衡的过程中更遭受到了上千次雷子打击。 他的身体似乎并不是所有的部位都看上去那么坚硬有质感,很快他脆弱的地方就彻底被狂磁重炮的力量给摧毁了,他的谷枯身体一下子变成了好几节散落在了不同的地方。 漫天的谷尘窟灰飘落,大家有些出神的看着这狂磁重炮造成的破坏情景,好一阵子都没有回过神来。 谷枯木乃伊虽然不是君主级的生物,但在统领级里也绝对属于佼佼者了,结果他就这样被莫凡的雷系魔法给直接轰残了。 像这种近阶期的统领级生物,也只有超阶魔法有希望可以将其秒杀,莫凡这雷电的威力恐怕是真的要达到超阶的级别了,那重炮落地后放射出来的狂磁威力相隔近一公里都可以感觉到其破坏力。 谷枯木乃伊已经被莫凡重创了,接下去要处理它就确实太简单了,没多久这个木乃伊牧师就彻底被清扫了出来,四个门全部都打开了。 莫凡,你的雷系魔法应该获得过神印礼赞吧。 史瑞夫忍不住问了一句。 恩,我加持的是雷系。 莫凡点了点头。 怪不得,不过就算是神印礼赞,你的雷系威力也太变态了。 史瑞夫一脸羡慕地说道。 哼,神印礼赞本属于我们的。 米奥斯非常不甘心地说道。 神印礼赞这种永久增加技能基础威力的,简直是所有魔法师梦寐以求的祝福效果,不然莫凡怎么会强得像一头怪物。 都这时候了还提这陈年旧事。 莫凡说道。 但总觉得就算是神印礼赞外加你极品雷系魂种,也不至于达到这种效果呀。 史瑞夫说道。 那是第四集的高阶雷系魔法。 我把祭雷死光给强化了。 莫凡解释道。 啥? 把高阶雷系魔法强化到第四集。 一群人立刻转过头来,那双眼睛炯炯有神。 莫凡,强化高阶的雷系魔法,那是需要三百四十三颗奴仆级精魄的。 史瑞夫笑了笑,觉得莫凡是在开玩笑。 我知道嘛,所以我强化了。 莫凡说道。 你真的强化了,米奥斯也忍不住问道。 你们刚才不是看到了吗,那狂词重炮的威力? 莫凡说道。 众人眼神变得更加怪异。 表面上一副平静的样子,其实内心那个被激怒了的情绪恨不得跳出来把莫凡这家伙摁倒在地上狠狠的揍一顿。 三百四十三颗奴仆级精魄,用试面价一个奴仆级精魄五百万来算的话,莫凡这一个强化就花去了有十七亿多。 十七亿对一名抄阶法师来说都是一大笔钱了,莫凡这家伙竟然把他用来强化高阶魔法,感觉这个世界上再不会比他更奢侈的魔法师了。 混蛋,你是不是用我的精魄,我要跟你拼命,赛义德貌似想到了些什么,忽然暴跳如雷的叫道。 莫凡掏了掏耳朵,这句话在金字塔里莫凡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偏偏从来不见赛义德真的敢对自己怎么样。 你那点精魄哪里够? 莫凡满脸不屑的说道。 赵满言算是这里最了解莫凡的了,讲道理他一直都很清楚,论土豪的话莫凡才是真豪,他所有能强化的出,中魔法都是强化过的,其中有几个还强化到第五级。 只是,像高阶魔法这种庞大工程也被莫凡强化了一个级别赵满言也一样没有想到。 好,神豪。 像自己这种中国第一副赵家赵日天在神豪莫凡面前算个玻璃球。 可能老天终于开眼了,之后的几座木乃伊墓室,他们通过的都非常顺利。 在最后一个墓室时,大家踏出方形门的那一刻都是颤抖着的,已经在这里待了两个多月了,要是再走不出去,他们真的要崩溃了。 幸好,最后一个木乃伊墓室不是君主级生物,实力还不如鼓哭木乃伊,在知道对方底细后的那一秒,所有人都感觉沐浴了最神圣的曙光,身体要在这光辉之中飞升了。 终于,终于,终于结束了这漫长无比的木乃伊墓室,时间上大致是过去了两个多月,可对他们的煎熬却漫长四几年。 从方形门中走出,看到下一个地方不是方形门的那一刻,大家都疲惫不堪的坐在地上,脸上露出了老年痴呆式的笑容。 史瑞夫,你知道吗,要是走出这里时还是一个木乃伊墓室的话,你现在估计已经被我砍成三十六块了。 赵满言拍了拍史瑞夫的肩膀。 人与人之间要多点信任吗,我既然带你们走这条路,肯定就是正确的,史瑞夫干笑着说道。 出了木乃伊墓室,前方便出现了一个很高很高的阶梯,阶梯究竟有多少级根本数不清,偏偏每一级阶梯之间的落差距离都超过了一米,完全就像是给巨人灯榻上去的。 爬上去吗? 你确定上面就是胡夫的寝宫了? 莫凡问道。 肯定是了。 史瑞夫很肯定的说道。 大家顺着这种大阶梯不断的往上爬,这一阶又一阶的十阶堆砌起来完全就是一座大山,一时半会还到不了顶部。 不会又是一个无限循环吧? 赵满言有些怕了,见这十阶好半天不到顶。 肯定不会,这里就是胡夫的寝宫了。 史瑞夫更加坚定的说道。 继续往上爬了几分钟,十阶的顶部忽然出现了一抹不寻常的白色,这白色如冰雪之玉,从大家这个角度过去暂时只能够看到物体的一角。 他正散发着一种幽蓝色的光。 一定是冥界指针了,一定是,史瑞夫激动的叫道。 大家脸上也纷纷露出了笑容。 他们知道此行必定危险无比,却绝对想不到此行是这般折磨人,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抵达了。 第1599章 案件 vs 炎剑 雪玉色的指针,经了两个多月的煎熬,大家情绪都有一些奔放,宛如重见天日的玉图,不自觉的加快了速度。 赵满炎在最前面,他爬上了最后一级十阶,正要目睹让他们彻底解脱的东西时,忽然一道暗灰之芒凌厉的扫过,呈现出了一个半月的形状,非常突兀的从赵满炎的胸腹位置斩了过去。 扑哧 鲜血顿时剑洒开,艳丽的颜色正好落在了石阶下面几级的众人身上。 赵满炎倒飞了出去,身上的血狂流不止,莫凡见他要跌落到石阶更深处,急忙用意念将他抓住,将他从空中给拽了下来。 老赵 莫凡呼了一声,从自己这个位置看上去,感觉赵满炎差点被那一道半月形的暗芒给拦腰斩断,就连威尼斯之戒都触发了,结果转瞬间被破去。 疼疼疼,赵满炎落了下来,脸色一片惨白,腹部的伤口相当深,估计是将内脏都给斩破了,疼得他眼泪都流了出来。 看到赵满炎还能说话,莫凡也稍稍松了一口气,没有死就好。 莫凡也不多说,赶紧把自己库存的帕特农神妙圣药给赵满炎扶下。 赵满炎腹部被切开了,腹内疯狂流血,不出几分钟的时间这种流血就会夺去他的生命,莫凡自然清楚这点,手中的圣药给灌水一样往赵满炎嘴里灌去。 这些生命药液可以维持着赵满炎的生命,填充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可惜他们没有治愈系的法师,治愈系法师将赵满炎的伤口恢复,再使用这种恢复圣药,他很快就不会有事了。 我来给他补伤口,你们小心上面那个家伙。 木白急忙说道。 莫凡点了点头,自己可不是一个适合照顾伤员的人,感受到上面如汹涌海浪一样扑打过来的黑暗气息,莫凡神情专注严肃了起来,他已经大概猜测到上面那家伙是什么了。 是黑暗建筑,小心啊。 赵满炎非常吃力的说道。 莫凡走了上去,目光凛然的注视着这石阶上面,注视着那头助力在冥界指针旁边的遍体通黑的生物。 全身覆盖着黑暗魔铠,从头部武装的脚趾,透着金属的坚硬与冰冷质感。 一柄缭绕着黑暗灼气的死灵大剑,不知斩杀过多少生灵,黑漆漆的剑稍稍与空气接触之后便会立刻听见鬼哭一样的尖锐乌液之声,即便刻意的不去听,这种尖锐乌液也会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胯下,一头朔状的黑暗脚马,四提踏着黑色的盐帘,全身刻满了无比夸张的血迹纹,黑暗剑组骑成在这黑暗脚马之上,威武中带着尊贵,冷裤中又透出了对任何活物的残暴力气。 法老的最强是位黑暗剑主。 莫凡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全身上下都透着黑暗特质的生物了,事实上黑暗剑主真正效力的并非是法老,而是黑暗王,但正因为黑暗剑主的无处不在,使得黑暗王才更加神秘而又尊贵。 这家伙比我们之前遇到的黑暗剑主都要强几分。 莫凡对身后的众人说道。 黑暗剑主实力也有差别,很显然这头守卫在冥界指针这里的黑暗剑主绝非一头压君主那么简单,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正统君主,他身上的气势与带给众人的窒息感都比之前遇到的要强很多。 现在怎么办,史瑞夫有些慌张的说道。 正统君主,他们真的敌得过吗? 事实上在进入金字塔之前,他们从没有想过自己能够在遇到君主级生物的情况下活下来,更不用说是去战胜他们。 怎么办? 莫凡身上的三种魂火已经全部就绪了,火焰如凤雀那般飞舞着,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战! 冥界指针就在眼前,莫凡可不想转身离开,在木乃伊牧师之中憋着的那股斗意在此刻也不需要有任何保留的宣泄出来。 这是最后的守卫者了,胡夫很显然并不觉得有什么人可以闯过蛇伐歇军美杜莎和金碧巨擒的墓室,所以在这冥界指针处只派遣了一位黑暗剑主在这里守卫,在莫凡看来这是一件应该庆幸的事情。 庆幸他是一个黑暗剑主,而不是更加强大的绝望君主。 胜算再低,那也可以依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战斗去争取,这对莫凡来说就是一件足以斗志昂然的事情。 小炎机,附体。 莫凡知道面前的敌人极其强大,这恐怕也是自己第一次凭借着自己实力去与一位正统君主对抗。 恶魔系,有的时候终究他娘的靠不住,可以任意掌控随时释放的力量握在手心里才足够真实。 黑暗剑主,就成为自己踏上至尊强者上的一个棱角锋利的垫脚石吧。 嗡! 那黑暗大剑又一次从空气中划过,怪异的污名更强烈的在莫凡脑海之中响起。 这些污名,会让人感觉周围盘绕着无数冤魂,他们用自己被斩杀的惊和痛苦的囚禁来让莫凡对黑暗剑主产生更深的恐惧,问题是战役已觉得莫凡怎么会被这些小鬼小灵们骚扰。 呼呼呼呼呼呼。 一层如薄纱那样淡的炎女机魂影在莫凡的身后浮现,小炎机附体之后,莫凡的火焰掌控力直接到达最强境界,另外两种来自于小炎机的魂火也将完美地融入到莫凡的身体与灵魂里。 今天老子亲手灭了你。 莫凡大吼一声,周围缭绕在自己附近的阴魂们全部退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暴躁无比的阎溪,他们引燃着空气,将烈焰不断地填充在这个领域之中。 建议 黑暗剑主单手举剑,盔甲中传出了雄浑厚重的声音。 黑暗大剑完全垂直于顶空,一束如闪电一样的黑色光芒猛地从看不见的上空灌输而下,黑暗大剑立刻充满了黑色的剑能。 夜灵 黑暗剑主全身透出了更强大的黑暗之气,这股能量如风暴一样朝着周围席卷,浑浊地将这两三公里区域全部给覆盖了进去。 建议气势刮得莫凡不由地后退了几步,好不容易扩散到空气中的烈火元素也被压制了下去,周围变得一片浑浊漆黑,莫凡有些看不清附近。 破晓 黑暗剑主再一次吐出了霸道无比的剑诀,就看见他单手举着的垂直大剑忽然间落了下来,旗剑之快,根本看不清他究竟是以什么方式斩去的,更无法捕捉他斩下的角度,唯有那么一道黎明破除黑夜的光在这片浑浊区域里惊艳的掠过。 这是夺命剑光,之所以夜灵,是让莫凡处在一个黑暗剑主的剑完全锁定的状态下,而紧随而来的这破晓一剑更是没有任何闪躲的余地。 刷 一抹鲜红窜起,全身火焰的莫凡倒滑了出去,他的胸前出现了一个细细的伤口,却正是从这里溢了出来。 与此同时,离莫凡大概有两百多米距离上的那个傀儡猛地变成了两截,傀儡上虚假的火焰也全部地散去,一件破损的斗篷缓缓缓地落在了地上。 这家伙,连我暗绝斗篷都识破了。 莫凡捂着自己胸口的伤,狠狠地骂了一句。 莫凡知道自己被剑翼锁定了,于是立刻用暗绝斗篷来脱身,留一个傀儡在原地,并用烈焰之火装饰着,谁知道黑暗建筑这破晓一剑完全不讲道理,不管是傀儡莫凡,还是真的莫凡,一起斩了过去,也幸好莫凡自己也是黑暗法师,在这里他的活动能力也不算差,不然这一剑怎么都躲不过去的。 你有剑,老子也有剑。 莫凡很势不甘,才第一回和交锋自己就受伤了。 莫凡也不理会自己的伤势,只要不是大出血就管他呢。 全身激起三种烈焰,烈焰在莫凡的手中聚集,流星飞火,天地结炎,猎侠之炎分别组成了剑柄,剑身,剑身流火。 凭现在的掌控力,莫凡可以让这柄炎剑维持更长的时间,虽然自己对剑异狗屁不通,但他莫凡拿剑从来就是砸的。 吃我一锤。 将手中巨型炎剑抡了一个满的,莫凡一跃而起将这柄火焰能量充斥的火之炎剑狠狠地朝着黑暗剑主砸了过去,庞大的剑身和汹涌的火势落下的过程无数个的煞火帘在黑暗剑主那里轰然炸开,将这一剑的威力推住到一个极致。 黑暗剑主那头盔狭缝中闪烁出了一丝淡淡的不屑,他将剑随意地往上移架,全身黑暗织芒闪烁,顿时无数的剑影出现在了那架起的剑身上,剑影交错成了一个格挡剑阵,任凭莫凡的这一剑砸得有多狂猛,任凭火势扑涌得有多强烈,这格挡剑阵都将所有的热浪阻挡在外。 黑暗剑主冷冷地注视着莫凡,完全像是一个剑翼大师轻松地挡住了一个木剑小生的权力一击,从容不迫的同时又对莫凡这种莽剑夫吃之以鼻。 这人,简直侮辱了剑。 祸! 第1600章不退,怒刚! 剑气荡开,莫凡被这股力量给先飞了起来,人在空中也很快失去了平衡。 黑暗剑主的攻势可不会那么的简单,就看见他手中的那大剑忽然间猛地朝着空中的莫凡指去,紧接着一道黑色的剑影便重重叠叠地飞了出去,直射像还没有平稳好自己身子的莫凡。 这家伙真的强! 莫凡心中暗暗道。 感觉到剑影逼来,莫凡正在寻找闪躲的方法,却发现自己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银色的星座,当自己飞落到里面的时候,这银色的星座正好发生作用。 哦哦哦! 莫凡一下子出现在了三百多米之外,并且姿势是脸朝地面的。 哼,很快,莫凡就一脸砸在了地上,摔了一个鼻青脸肿。 不过这总比被那层层叠叠的可怕剑影给伤到要好很多,莫凡自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防御手段的。 别总是那么鲁莽,你还有我们这些队友。 海地的声音从旁边传了出来。 那个银色的空间系星座自然是海地施展的,他帮助了莫凡摆脱了黑暗剑主的攻击。 莫凡爬了起来,苦笑道,我这不是给你们打头阵吗? 面对君主级的生物,终究是需要拿出点勇气的,没有像我这样一个先上去队的人,其他人有可能就做得等死。 莫凡的鼓舞士气是有效果的,尼奥斯,史瑞夫两人都已经呼唤出了他们的亡灵生物来。 他们召唤的是魁梧无比的黑木乃伊,都有大统领的实力,这两个魁梧木乃伊在莫凡被扫飞了之后就立刻冲了上去,与黑暗剑主厮杀了起来。 黑暗剑主稍稍往后退了一些,他一勒马绳,黑暗脚马变发出了一声嘶鸣,朔壮的前肢高高的抬了起来。 剑剑斩 黑暗剑主高举起手中的大剑,身体随着昂起的黑暗脚马与大地形成了一个接近垂直的角度,随着黑暗脚马猛的往下踏去,黑暗剑主更是借着这股下踏的力量猛的挥斩。 像是一道黑色的水帘,剑气猛的斩在了米奥斯那头皮糙肉厚的黑木乃伊身上,谁知这头肉钝形的黑木乃伊在这可怕的剑气下直接被撕成了两半。 一剑 黑暗剑主仅仅一剑便将米奥斯的黑木乃伊给劈成了两段,直接秒杀。 米奥斯自己都吓了一跳,虽然黑木乃伊是统领级,可这家伙怎么也是经过了各种淬炼,其防御能力远超普通的统领,结果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斩了。 还好亡灵生物是能够回收的,不然米奥斯的心疼死。 史瑞夫的木乃伊也是黑木乃伊,属于皮糙肉厚的类型,主要是为了格党魔法轰炸和阻挡强大妖魔的进攻脚步。 随着米奥斯的亡灵死去,史瑞夫的黑木乃伊一样被斩死,这两个魁梧的家伙在黑暗剑主面前真的不堪一击。 当然,史瑞夫和米奥斯也不仅仅只有这两只木乃伊,他们知道这是最后的关卡了,于是也拿出了看家本领,一口气召唤出了一池子的亡灵战士来。 这些亡灵战士实力是不比木乃伊强,可用来稍微拖住黑暗剑主的可怕攻势还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莫凡争取一点时间,整个队伍里能够伤到黑暗剑主的人恐怕也只有莫凡了。 火龙咆哮 莫凡全身烈焰狂然,他像是一辆承载着火焰的炙热列车,呼啸着朝着黑暗剑主那里冲去。 黑暗剑主刚刚斩杀掉了那些亡灵战士,迎面就是莫凡的火焰冲撞,这家伙反应极快地将手中的大剑往前面一插。 黑色的大剑插落在黑暗脚马的面前,剑身荡起黑光,立刻形成了一个黑色的臂杖将黑暗剑主和黑暗脚马都笼罩了进去,莫凡的火龙咆哮袭来,身体狠狠地撞在了这黑光臂杖上面。 滋滋滋 冲撞的威力很猛,那柄倒插在地面上的大剑开始往后滑动,黑暗剑主与黑暗脚马也同时被莫凡给撞退去了很远。 火花四剑,莫凡的火龙咆哮持续的时间很长,生生地在那黑暗光臂上火花撞击出了一道道裂痕。 终于,在火龙咆哮即将结束的时候,黑光臂杖彻底破碎了,残余的烈焰扑向了黑暗剑主和他的黑暗脚马,烧得他们的铠甲通红了起来。 黑暗剑主选择了避让,他没有去剑还插在地面上的大剑,而是架着黑暗脚马跳出了火焰之锡。 好像没什么大碍。 米奥斯看着黑暗剑主,发现他的盔甲都没有任何破损的迹象。 这家伙的防御也很可怕。 要真正伤到君主级的生物难度是很大的,毕竟真正的君主即便面对超阶魔法,往往也不过是受一些轻伤,莫凡的技能威力可还没有到达超阶的水平。 自寻死路 黑暗剑主看着全身滚烫烈焰的莫凡,冷冷地吐出了这几个字。 此刻,莫凡已经离黑暗剑主很近了,黑暗剑主手一扬,那倒插在地面上的黑色大剑便立刻晃动了起来。 当 剑发出了金属的声音,他自行从地下拔起,然后朝着黑暗剑主的位置飞去。 黑暗剑主,莫凡,倒插着的剑正好形成一条直线,倒插着的剑忽然飞回黑暗剑主手里,这同时也是朝着莫凡的身后刺了过来。 莫凡回过头去,看到了飞来的这柄大剑,急急忙忙利用往旁边闪躲,哪知道这剑在飞行的过程中又分化出了好几十个剑影,直接封死了莫凡所有可以避让的地方。 刷刷。 两道剑影从莫凡的胳膊位置掠过,莫凡两地上立刻飙起了血来,伤口深得差弹到了骨头。 该死,完全避不开。 莫凡都已经意识到那剑会飞过来了,更知道了他飞来的角度,偏偏就是躲不掉。 这攻击太快,快到莫凡来不及使用瞬息移动,其封锁的范围很大,角度更为刁钻,让莫凡很难用盾影来闪躲,勉勉强强地找到了一个还算安全的地方,却还是被割伤了。 割过的伤口不仅在飙血,还会冒起黑色的气体。 莫凡知道这是黑暗之石,一种让治愈魔法都会失效的腐蚀,会加快伤口的恶化。 这种伤口是要立刻处理的,不然等黑暗入侵到身体里,身体的器官会快速的衰竭,奈何现在莫凡根本没有时间理会这种还不会瞬间要命的伤口,他身体化为了一道闪电,竟然是强行逼近了黑暗剑主。 在黑暗剑主面前,莫凡其实矮小很多,但莫凡知道后退是肯定不行的,那可以自行活动的大剑已经封住了自己退却的路,只要往后一走,莫凡必被剑影乱斩。 既然退不了,那就猛的进攻,黑暗剑主显然也没有想到小小的人类有这样的胆量,不退反进。 吃我一拳。 莫凡全身蓄积着三种魂火力量,在一声狂吼之后,这拳犹如蛟龙出动,声势浩大。 拳中不仅如火山那样喷发出溶浆,更形成了一个恐怖的爆裂效果,火焰之拳击打在黑暗剑马的身上。 莫凡知道以这一拳的威力,要真正伤到黑暗剑主是很难的,但他的黑暗剑马并非拥有君主级的防御力,先将其做起给打废了,就相当于弄断了黑暗剑主一条腿。 可惜,黑暗剑主的破绽并不是那么好钻的,黑暗剑主双腿猛的加紧马身,立刻从黑暗剑主的身上泄落下了一层水银一样的东西,这水银快速的浇在了黑暗脚马的身上,让黑暗脚马身体的坚硬程度大幅度上升。 坑! 莫凡这一拳是结结实实的轰在了黑暗脚马的胸口位置,却宛如击打在了一尊厚重铁巷上,黑暗脚马保持着直立的姿势,身体因为猎拳狂猛的冲击力向后滑行出了一段距离。 莫凡攻击的地方,没有留下任何的伤口,炙热的火焰也没有起到任何灼烧与焚射的作用。 看到自己的攻击连黑暗脚马都伤不到,莫凡自己也愣住了。 抬起头朝着黑暗剑主看去,而黑暗剑主盔甲狭凤中的眼睛再一次闪过了一丝不屑,但这一次多了几分杀伐之意。 无名小辈 黑暗剑主发出了声音,此刻那柄大剑已经回到了黑暗剑主的手中,这一柄大剑剑尖正直指着莫凡。 莫凡与黑暗剑主相隔不过二十多米,这个距离对君主级而言就跟剑下没有任何区别。 莫凡,先退一下呀。 史瑞夫大喊一声。 莫凡此刻也想退呀,问题是他现在只要一转个身,以黑暗剑主出剑的速度,自己必定人头落地。 不能退,退一步一定是死。 趁着周围的烈焰之势没有完全散去,莫凡将它们凝聚成了炎剑,并不等黑暗剑主出手,自己先迎了上去,往黑暗剑主的脑袋上就是烈火剑劈。 黑暗剑主同样举剑,黑色的剑与火红色的剑碰撞在一起,磅礴的黑色能量如飓风来临,狠狠地朝着莫凡袭袭。 莫凡这边,炙热澎湃的火焰却似百兽奔竹,气势上丝毫不愿意逊色于那黑色的剑威。 第1601章 爹级守护,圣雄之庸 黑暗剑主这一剑是挡得比较仓促的,他对莫凡的判断是莫凡会往后退,那无情的穿梭剑影也落在莫凡想要逃跑的地方,所以莫凡这刚猛无比的烈火一剑可谓打得黑暗剑主有些措手不及。 黑暗剑主被莫凡这烈火之势给逼退了几步,莫凡趁着这个机会立刻与黑暗剑主拉开了一些距离。 黑暗剑主调整的速度很快,被莫凡这样偷了一剑让他感觉像是奇耻大乳,他将手中的剑变换了握着的姿势,人与马在后划的过程中忽然一个背转。 被跃剑 黑暗剑主的的确确是一个剑道高手,他在莫凡逼退的情况下都能够发动这样的一剑,灵力的剑光快得一闪而过,幸好莫凡是跟黑暗剑主交过手的,他没有急功心切的追上去,这让他面对这被跃剑的时候还有闪躲的机会。 瞬息一动 剑盲扫过刹那,莫凡全身被银色的星座给笼罩着,灵力杀剑斩来的同时莫凡已经挪到了两百多米开外,正好在这被跃剑的极限攻击范围。 呼莫凡重重的吐了一口气。 和黑暗剑主对抗,莫凡必须提起十二分精神来,感觉稍稍一疏呼就会立刻惨死。 莫凡,我们来帮你。 木白的声音传来。 妈的,偷袭我,我老赵要把他给超度了。 赵满岩说道。 木白和赵满岩站的位置都比较靠后一些,他们也有自知之明,知道黑暗剑主这种级别的生物要是对他们全力发动攻击的话,除了莫凡,其他人基本上都得被秒杀,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必须站得靠后,让莫凡与黑暗剑主正面对抗。 老赵,这家伙的攻击你挡得住吗? 莫凡回头看了一眼赵满岩。 赵满岩腹部位置还是一大片血,人看上去比较虚弱,木白使用的处理伤势的办法肯定没有治愈法师来得好,赵满岩显然是害怕莫凡撑不住,强行参战的。 兄弟就是兄弟,刚才还差点丧命,这会却强撑过来为自己护航。 别忘了,老资主修的可是光系。 赵满岩说道。 光刻暗,黑暗剑主这种无比纯净的黑暗生物对光系魔法是畏惧的,可惜莫凡并不会什么光系魔法,要使来一个光系抄接的审魔剑,圣诀,这一个超级单体光系技能绝对可以给黑暗剑主遭受重创。 好。 莫凡点了点头。 我先破了他的黑暗之铠。 赵满岩受了伤,施展魔法的速度倒也没有慢多少。 赵满岩身上的魔具非常多,他先是一个着日光药抛到了黑暗剑主的头顶上方。 神圣的光辉洒落在黑暗剑主的身上,黑暗剑主就像坠入到了一个炙热的熔炉里面,身体出现了被烘烤的迹象。 这个技能自然只是为了拖一些时间,黑暗剑主的攻势要是过于频繁,他们根本没有半点施展能力的机会。 着日光药起到的效果很不错,让黑暗剑主迷茫了一会,等到黑暗剑主发现这种技能并没有实质杀伤力后,这家伙又开始酝酿下一波进攻了。 黑暗剑主目光扫过莫凡这群人,他眼睛里闪过斜红的光,随着他将手中的大剑双手高举而起,一阵黑色的啄风如莽一样盘绕而起。 这座金字塔里本就黑暗元素浓烈,莫凡作为暗影系法师此时能够感觉到所有的黑暗物质都在往他那里倾倒,无形的黑暗之气也盘成了一个漩涡。 别让他蓄力。 莫凡意识到这家伙要动用更可怕的剑绝了,急忙对所有人说道。 众人也都感受到一丝不安,纷纷动用了自己的攻击魔法,海地拿出了他的绝活念力重炮,木白施展出了冰刃咆哮,米奥斯,史瑞夫,赛伊德这三人也都使用了别的魔法,尽管他们除亡灵系之外其他系不算很精通,但也都有一些比较拿得出手的攻击手段。 几种不同的元素先后朝着黑暗建筑涌去,出乎意料的是黑暗建筑周身盘缠的那黑色蟒蜂居然是一层蓄力过程的守护,所有的魔法触碰到了这黑蟒蜂守护后都被严重削弱了。 剩下一些小兵刃,小念力,小闪电都无法在黑暗建筑的楷上留下一点点痕迹,随着黑暗物质的漩涡越来越庞大,高大威武的黑暗建筑完全就像一个随时会喷发的黑暗火山,可怕至极。 打不碎呀,他好像打算一招把我们全灭了。 木白说道 众人合力都没有破除掉那黑蟒蜂的保护,君主级的强大再一次让大家有一种溃败感。 都到我这里来,有我在,他谁也别想杀。 赵满炎说道 这种时候就没有什么好保留的了,赵满炎身上出现了无比浓稠的金光,金光感觉是将他的身体都给印染成了金血铁骨,就连肌肤都透出了一种金属一样的光泽,在莫凡眼里看来貌似化身。 圣熊之庸 赵满炎身上的光影变得巨大了起来,隐隐呈现出了一头大地之雄的形态,这金色的圣熊好似赵满炎身体里潜藏着的另一个强壮无比的灵魂,随着释放,这圣熊之影猛的张开双臂,竟然朝着黑暗建筑发出了一声挑衅的咆哮。 光辉普照,浓浓的黑暗气息在这盛光下也被削弱了几分,赵满炎一人站在前面,他的身上正是一头雄伟神圣的大地之雄的金颖,气魄庞然,堪称伟岸。 其他人躲在赵满炎的身后,能够明显感觉到来自黑暗建筑的压迫汇弱了许多。 黑暗奥义漩涡剑 黑暗建筑完成了他的蓄力,他双手狠狠地将大剑劈出。 事实上剑已经只是一个载体了,真正被他劈出去的正是那蓄积已久的黑暗物质,浓浓的黑暗物质在经过了那柄大剑的转化之后已经变成了可怕的破坏能量,破坏能量呈现一个范围达到两百米的漩涡状。 这漩涡宛如有上千把黑色的剑脚合在一起,高速转动起来时更会不断地朝着四面八方飞射出一柄柄剑影。 散射出来的这些小剑威力倒不是很强,真正可怕的还是那件漩涡,整个两边米范围的漩涡正朝着众人这里移动过来,他过来的速度不快,却具备着一种很强的黑暗磁力,会自动往他们这群人身上吸附过去。 这一个可怕的黑暗剑力漩涡要是在战场上,估计能绞杀一整个四四方方的军队,他们这些高阶法师被扯进去也是被秒杀。 老赵 莫凡感觉到这一击不一般。 我顶得住,你就尽管给我轰死他,赵满言大意凛然地说道。 圣雄之庸,赵满言很少会动用这个模具,因为这是他父亲送给他的,更多的时候赵满言把他作为一种缅怀。 不过,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要再不拿出祖传的东西来,那就不是缅怀的问题了,自己还没有给他们赵家生十个八个,全下不被自己老子给打死。 老爸,全靠你了。 赵满言自己也闭上了眼睛,他基本上没有使用过这个模具,究竟强还弱他也不知道。 万一这是一个成长型的模具,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增强才会牛逼,而不是他本身就很牛逼,那自己这次是死定了,一个君主级的攻击哪里容得你一个没成长的防御模具面前耀武扬威。 荡荡荡荡荡荡。 剑重重地打在了金雄的身上,不断地发出刺耳的碰撞音,随着漩涡剑的中心越来越逼近,这种声响开始刺激人的脑海。 光光是这声音就让人脑袋一炸了,可以想象得到真被这漩涡剑给卷进去似的死得有多凄惨。 圣雄之庸非常的结实,整个庞大可怕的漩涡剑脚来,这圣雄居然没有任何涣散的迹象,这让赵满言自己都有些出乎意料。 谁都能够感觉得到,这漩涡黑暗剑的可怕,这让周围一片区域都像是被卷入到了一个剑海里,无穷无尽的夺命剑斩来,狂风暴雨一般,但躲在圣雄后面的众人却没有受到半点黑暗之力的侵害,就连那些冰冷的黑暗之气都好像被彻底阻隔了,没有一丝丝恐惧的气息。 老赵,牛逼,相当嫌弃他的木白在赵满言一旁都不由的对赵满言刮目相看。 君主及蓄力一击,这对抄阶法师而言都是致命的,估计没有抄阶防御魔法的法师也会被直接斩杀,更不用说他们这群高阶法师了,相差了极大。 而赵满言毫发无伤的帮助大家给挡了下来,这恐怕连黑暗剑主都是没有想到的。 这,这,赵满言自己都有些傻眼了。 原来自己手上他妈还有这么牛批的一件防具,很多时候赵满言都以为这是自己老爹送给自己玩的,什么因为情怀而没有用,那是小有扯淡,使赵满言一直觉得木鱼器敏会比这个更强,这会损耗自己近半魔能的圣熊魔具就显得有些鸡肋了。 哪知道这魔具防御能力简直变态,温暖的如同一位真正的爹站在自己面前,为自己承受下一切。 毫发未伤,面对一个君主级的攻击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赵满言自己是万万没想到的,亲爹果然是亲爹,看似轻描淡写送的东西,其实是自己的保命盛气呀,为什么自己现在才发现,为什么自己非要那么做做的心存那么点敬意和缅怀的跟个傻逼一样收藏着早点拿出来用啊? 第1602章 奔雷狂辞重炮 你们还能攻击一波,我好像能再坚持一会。赵满言自信心大增。 我们的攻击最多只能够给这君主造成轻微的伤痕,再多几波都没有用啊。 尼奥斯说道。 你们攻击我。 莫凡这时却开口了。 大家转过头去看莫凡,发现莫凡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离大家有一段距离的后方。 攻击你。 你是犯病了吧? 木白说道。 我可以将伤害转化为了雷系,雷系拥有除岩系,兵系之外的穿透力,要想真正重创这黑暗建筑就必须用雷系,你们不记得我怎么干掉谋是木乃伊的了吗? 莫凡一脸严肃认真的说道。 按照他说的做。 赵满言说道。 其他人对这种方式带着几分疑惑,但还是纷纷将魔法转向了莫凡这里。 停莫之手。 莫凡开启了自己还能够称之为防御效果的防御模具,一只巨大的紫色手掌完全打开, 笼罩在了莫凡的身上,所有进入到这片区域的能量全部转化为了雷能。 此刻的莫凡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电磁,正在疯狂的吸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电力。 海地,用混沌漩涡。 莫凡对海地说道。 海地愣了一下,忽然间想起了有人跟自己说过,莫凡曾经用这种方法击败了最强的折裸。 海地点了点头,领会了莫凡的意思,他转用混沌系魔法,形成了一个混沌漩涡在自己和莫凡之间。 他知道莫凡需要更庞大的雷电能量,所以这个混沌漩涡海地也特意祭出了自己的魔器来,将其威力增幅了百分之五十,再以他天生天赋的效果,海地将混沌漩涡进行连续叠加。 没有人可以像海地这样在使用一个魔法的时候再继续酝酿另一个技能,海地将混沌漩涡叠加起来,其所能够承载的能量变得更加巨大。 暴君荒雷。 莫凡释放出自己的领域来,并将全身蓄积的所有雷电之力狠狠地朝着海地的混沌漩涡之中打去。 全身都是躁动无比的闪电,就像天门呼的开启,万军之雷奔腾而出,他们全部打向了海地的混沌漩涡之中,混沌漩涡立刻变换了颜色,就连漩涡体都呈现出闪电污痕状。 承受不住的时候就一口气打回来给我。 莫凡对海地说道。 雷电狂奔,莫凡与海地形成了一种雷电脉冲,两人之间的闪电密集道感觉是一场紫黑色闪耀的雷之红潮。 莫凡的雷电和其霸道,尤其是经过了神印里赞的威力倍增,海地的叠加混沌漩涡没多久便有些承载不住了。 混沌漩涡吸收能量也是有上限的,海地的这个漩涡这么庞大,估计可以吸收十几二十个高阶魔法,但才过了没多久就被莫凡的雷电给灌满了。 受不住了。 海地脸色已经有些发白。 再承受下去,他就无法反转混沌漩涡了。 咬着牙,将混沌漩涡逆转,之前所有奔腾的雷能被混沌漩涡增强了之后反打回给莫凡,于是便看见一股更恐怖的雷潮往莫凡那里击去。 说实话海地很担心莫凡,这股雷电的能量太庞大了,他真的害怕反打回去的雷电把莫凡给直接击穿了。 莫凡全身电光乱闪,天神一般的刚毅身躯竟然继续承载下这被混沌漩涡加强过的庞大雷电,有那么一瞬间,感觉莫凡要被雷电暴体而亡了。 此次,我不信轰不趴你,莫凡经受着这种雷脆打击,脸上却是裂开了一个狂到极致的笑容。 劈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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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恐怖的雷边粗大如海里的巨蛮,他们有些不受控制的从莫凡这个载体之中爆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不寻常的气息,宛如惩罚世界的末日之雷要在下一秒降临。 奔雷狂词重炮。 双臂猛的推出,那些蠢蠢欲动的奔雷终于彻底释放了出去。 雷光闪耀到极致,周围就会仿佛顿入到一片漆黑之中,而那团苍黑透着绚丽紫光的雷之虫弹就会在其中格外的炫目,有一种抬头仰望昊日当空的压迫感。 奔雷依附在狂词重型炮弹上,加其速度和威力增幅到了一个极致,而随着这一个狂词重炮落下,黑色雷电破坏波从最中心开始席卷。 黑暗剑主架起了手中的剑,格挡剑影阵形成了一个黑色的光之臂障,将它的身子完全笼罩在了黑光之中,可黑暗剑主的这种防御也不是无敌的,在强大的奔雷与雷电破坏波面前,这黑光臂障也终于破碎开了。 嗡嗡嗡嗡。 毁灭能量将黑暗剑主与它的黑暗剑马给卷了进去,一直从容淡定的黑暗剑主也终于品尝到了真正能够威胁到它的力量。 它的黑暗剑马率先被吞噬,雷电破坏波中,这头黑暗剑马被击摆到奔雷机中,请客奸化为了乌有,连之前那个水银一样的胶柱都没有能够保住它的性命。 黑暗剑马终究不是君主,黑暗剑主本体才是,这个做起可没有那么强大的防御能力。 奔雷乱窜,这个时候雷系的强大穿透能力在黑暗剑主铠甲型生物身上就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奔雷连续劈穿了黑暗剑主身上的那件强大的铠甲,这一次黑暗剑主是彻底遭到了重创。 这,这还是人吗?使瑞夫呆呆的看着莫凡,好半天才吐出这句话来。 高阶修为重创正统君主,这在魔法界简直天方夜谭,可莫凡就是做到了,黑暗剑主身上的铠甲破碎的破碎,击穿的击穿,就连他手中那柄强大的大剑都被奔雷贯穿了几个窟窿来。 赵满言也没有想到莫凡这一次释放出的技能这么恐怖,看来魔法炮台支撑是更加名符其实了。 呼呼 奔雷还有不少在莫凡身体附近窜动着,发出了一些细微的声响,此刻莫凡重重的呼吸着,目光注视着那一片被自己奔雷重炮轰炸过的区域。 第四集寂灭死光加雷力附在,这比巨雷暴,苍雷巨爪,猎坛藤骄的威力还强得多了。 莫凡自言自语了起来,有些疲惫的他脸上却还是保持着那个战斗时的野性狂态。 狂瓷重炮已经是威力爆炸的技能了,可以轻易秒杀掉大统领,甚至是一些进阶期统领,威力达到半个超阶魔法。 而刚才,莫凡使用停末之手吸收了大量的能量,并将它们全部转向混沌漩涡,混沌漩涡大幅度增强之后再打回到莫凡的身上,这无形中更是让莫凡身上的雷电之威不知翻了多少成。 有狂瓷重炮这种威力达到半个超阶魔法的技能做基础,再彻底释放负载的雷电能量,最后产生的效果真得只能够用爆炸毁灭来形容,连黑暗建筑这种正统君主都承受不住。 爽。 要是以后自己身边随时跟着一个混沌系的法师,并且有赵满炎这种钢铁乌龟在前面扛着,给自己充足的蓄积力量和叠加威力的时间,那不管是君主还是抄接法师,自己一样把他们给轰成渣。 他的盔甲被我雷电击碎了,你们别愣着,继续呀,君主没有那么容易死的。 莫凡见大家还沉浸在自己这一击中,急忙出声道。 其他人这才反应过来,纷纷占好了各自的位置,开始动用不同系的魔法继续朝着倒在地上的黑暗建筑进行了一番高阶魔法的轰炸。 盔甲碎了,那么这些高阶魔法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了,尤其是光系的技能,光系魔法对黑暗生物有着致命伤害,黑暗建筑的防御被墨房给破碎,光落漫杖不断的打在他的身上,每一次光之洗礼都对黑暗建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痛苦。 黑暗建筑盔甲内部应该也是一个死灵躯窍,可以将它看看做是穿着黑暗契约铠甲的木乃衣,没有了最重要的盔甲的保护,它里面的那个死灵躯窍也强大不到哪里去。 赵满炎和米奥斯都是光系法师,赵满炎光系修备还更加精湛,他手里有强大的光系战模具,那是一柄前端有着类似于光翼一样的致命战枪,这家伙借着大帝圣雄还存在的那点时间竟然胆破十足的朝着黑暗建筑冲了上去。 一赶前一光枪捅了出去,圣光枪芒如梨花扎开,一番连刺之后,黑暗建筑的胸膛上全部都是窟窿,这些窟窿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光着恶化,逼得黑暗建筑狼狈逃窜。 一旦这样一个君主退了,这意味着大家有更完美的施法环境。 莫凡也是一个体壮如牛的人,刚才蹦射了那么多,这会竟然又恢复了过来。 他最强的能力可不止有雷,既然黑暗建筑的身上出现了很多雷电击穿和圣光攻击的弱点,那么这个时候再以小炎机附体形态以及三魂火半身与之战斗,便不会再那么悬殊。 有小炎机附体,莫凡就敢进战。 火翼 莫凡背后火雨换化,烈焰之意成为了莫凡的强大助推器,全身火焰包裹的他这会又化身为了一个烈焰炮弹,霸道至极的朝着有些败退的黑暗建筑那里冲锋过去。 第1603章 狼海战术 黑暗建筑也是彪悍,在被连续攻击了这么多次的情况下依然坚挺在那里,他看到了莫凡冲来,那股子怒气更是涌了起来。 他直接无视了木白和米奥斯的魔法攻击,任凭冰锥与光刃刺入到他的身体里。 他强行将自己的大剑给召唤回来,身上泛起了黑色的魔气。 一次剑 黑暗建筑猛的将剑指出,就看到黑色的剑气呈现一条灵力的直线往莫凡这里一闪而逝。 莫凡在半空中,他其实很清楚黑暗建筑的这个出招,当初在与阿沙瑞雅对抗的时候,阿沙瑞雅也使用过类似的黑暗建筑。 以快来让剑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如果刺中目标,更是当场击杀。 并且这一次剑可以让黑暗建筑进行瞬移,从出剑的位置立刻闪躲到剑痕的末端,黑暗建筑这是想先刺死自己,再立刻杀到木白和米奥斯那里,将他们两个也一起斩杀。 以黑暗建筑的实力,要斩杀两个高阶法师真的太容易了。 莫凡一咬牙,索性不躲了。 你有你的一次剑,我就用我的拳头破了你的剑。 火翼允拳 莫凡化身为了一颗横飞的小型火焰陨石,拳头在三种混火的包裹下一下子巨大了很多,在火翼爆破势柱推下,莫凡竟然是直接迎上了黑暗建筑的这一招。 黑色的剑痕几乎呈现一条细线,一闪而过。 莫凡的大裂焰陨石拳头看上去声势浩大,但这可怕的一次剑一样有着破出重围的灵力。 刷 剑横划过,莫凡的那条出拳的手臂呼的喷出了血花来。 没有多大的痛苦,但莫凡却看见自己的右手与自己的身体脱离了,手臂旋转着,洒着鲜血,落到了几十米之外,然后滚落在了地上。 嘣 活允狂拳已经轰出了,想要顺闪到莫凡身后的黑暗建筑也没有能够成功,他被莫凡这一拳给轰了出来,整个身躯倒飞了十几米,最后亮亮呛呛的,勉强用剑插入地面才稳住身子。 黑暗建筑一低头,发现胸膛位置的铠甲彻底碎了,之前就被赵满岩的智光枪刺出了很多个窟窿,这会被莫凡的允拳给轰中,胸铠彻底废去。 小炎鸡,你上。 莫凡此刻已经不知疼痛为何物了,他停在了原地,身体被黑色的箭物缠绕着,反而不能动弹。 自己身体不能动弹,但小炎鸡还可以,莫凡干脆与小炎鸡进行分离。 呜呜呜。 小炎鸡气得快要爆炸了,这个黑漆漆的东西竟然伤自己莫凡爸爸。 炎女鸡浮在了半空中,火之元素开始躁动,一片一片鲜艳炙热的火焰在炎女鸡的头顶上方组成了一头烈火之鸟。 烈火之鸟威灵霸气,他展开了翅膀承载着炎女鸡的熊熊怒火朝着黑暗剑主倾斜的俯冲而去。 一 火在呼啸,四缝啼叫,烈火之鸟狠狠地撞向了黑暗剑主,再一次将黑暗剑主给轰飞了出去,炙热的截炎席卷,涌入到黑暗剑主铠甲内的死灵躯窍之中。 死灵躯窍再惨叫,他此刻更加痛苦,他怎么会想到自己会在一群这样不堪的人类法师面前伤成这副样子。 都出来,给我耗死他。 莫凡知道是时候动用自己的强大狼军团了。 召唤兽朝。 趁着小炎姬在与黑暗剑主对抗之际,莫凡打开了召唤之门。 一声声狼笑从里面传出,白色的威风凛凛身影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其中那些原本看上去笨拙粗壮的白色巨狼们似乎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们骨架变得更加匀称结实,月色的毛发看上去飘逸灵动,最特殊的是他们额前都有一个黑色的月痕,透出了几分尊贵与邪性。 是月白狼,史瑞夫一眼就认出了这种召唤物种,脸上写满了惊讶。 是月白狼可是统领级的召唤生物啊,莫凡的召唤之门竟然强大到可以将统领级的幻兽都给召出来,最惊人的是,是月白狼的数量竟然还不止一两只。 从那召唤之门中冲出来的是月白狼居然有整整九只,这九只是月白狼威武中带着飘逸,奔跑起来只能够看到一串模糊的月色白影,他们相互交错之间竟然人看得眼花缭乱。 很显然的是,这些是月白狼还只是整个兽巢的领袖们,在是月白狼的后面,白色的狼军团如打开闸门的水巢,一下子全部涌了出来。 上,给我上,轮了他,莫凡单手在那里指挥道,整个人显得亢奋无比。 熬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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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 狼之兽巢一下子统治了这里,其他人都不由得要让开一些。 是月白狼冲在前面,九只是月白狼协同作战,一同扑向了身体有些摇晃的黑暗剑主。 黑暗剑主也是生命力顽强,之前被那样轰炸都不见衰竭,他举起剑来一阵乱斩,倒是逼退了几只是月白狼,但另外几个角度的是月白狼却都得逞了,要么啃下了一片铠,要么留在他身上一个深深的爪印。 随后白色巨狼也参入到了战斗之中,白色巨狼皮糙肉后,数量如此多的情况下一起冲撞起来,黑暗剑主也未必承受得住。 除此之外,那数量庞大无比的白纹魔狼就成为了黑暗剑主最头疼的东西,他们上蹿下跳,总是盯着他受伤的地方扑咬,黑暗剑主一阵乱剑下来,能杀死一些,却对狼军团的整体数量够不成太大的威胁。 狼群围攻,眼女击在空中的火焰洗礼可丝毫没有停歇,面对如此多的召唤生物,黑暗剑主更是难以应对,只能够不断的往后退,身上的伤也越来越多。 看你死不死,莫凡说道。 莫凡一开始并没有召唤狼族军团,是因为黑暗剑主当时气势极盛,那种情况吓呼唤出狼军团来,就等于是让狼军团们当炮灰,给黑暗剑主的剑刷感觉的,即便是九个世月白狼,相信也没有几个能从黑暗剑主的手上活下来。 现在,黑暗剑主虽然被创伤严重,但气数未尽,正统军主可没有那么好杀,莫然死拼反而可能被对方斩死。 这个时候让狼族大军出来进行人海战术的围殴,不仅将损失降到最低,更可以把黑暗剑主精疲力竭。 第1604章 活活耗死 九只世月白狼可都拥有很强的战斗力,再加上冰川白狼这个在冰系魔法之中可以得到病原觉醒效果的强大统领,空中更有眼女基无休止的烈焰轰炸,整整十一个统领在正面与黑暗剑主厮杀,这其实已经让黑暗剑主有些力不从心了。 世月白狼们明显是已经是老战友了,他们之间的协同作战非常的紧密,每每黑暗剑主想要发动秒杀之计时,另外几个世月白狼就立刻会对黑暗剑主的那些被重创的伤口发动致命袭击,黑暗剑主这样被来来回回牵制着,愤怒也不过是发泄在了那些实力较弱的白纹魔狼那里。 白纹魔狼为战将级,面对君主时确实太过脆弱了,一些扩散开来的剑气残余都可能直接要了他们的性命,但白纹魔狼们还是前仆后继,那份勇猛让黑暗剑主的君主气势荡然无存。 连战将级生物都可以这样不顾一切的攻击,这不也在表明他这个君主气数已尽了吗? 迷奥斯,木白,海地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更加卖力的发动魔法,迷奥斯也呼唤出了他的众多亡灵生物来,加入到了这消耗战之中。 莫凡,让我的亡灵来承受黑暗剑主的攻击。 迷奥斯对莫凡说道。 好。 亡灵生物大多是可以再生的,但莫凡的召唤生物死了就是死了,迷奥斯也不是一次见莫凡呼唤出这群白狼们出来战斗了,这些也都算是莫凡的次元召唤兽,看着他们这样流血牺牲,迷奥斯也过意不去,尤其是这次战斗莫凡更是身负重伤。 赛义德,还愣着干什么,我们马上就要出去了。 迷奥斯瞪了赛义德一眼道。 赛义德尽管对莫凡咬牙切齿,可他知道这时候必须齐心协力杀死黑暗剑主,当下他也不再消极作战了,呼唤出了他所有的亡灵们。 他的这些亡灵倒是起不到什么进攻作用,却可以无限的往黑暗剑主的剑口下送,这样黑暗剑主就无暇攻击莫凡的那些召唤兽了。 两位亡灵法师的清囊而出让莫凡受潮的压力一下子减少许多,黑暗剑主要是盯着那些白纹魔狼们攻击,他一剑下去就可以秒杀一大片。 有亡灵召唤生物来垫刀,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嗷乌! 飞川矮狼终于立功了,这家伙的冰破爪狠狠地撕开了黑暗剑主的背部的铠甲,这层铠甲被揭开后,黑暗剑主身上的君主之势顿时卸去了一大半。 很显然,黑暗剑主也是在强撑着的,他不甘心死在这群人的手上,所以即便身负重伤也依旧屹立在那里。 只是,生命在流逝,他手中的剑挥下的力度在不断的变弱,就连反应也越发的迟钝了起来。 嗚! 悬浮在空中,眼女机发出了一声啼叫,他引动了一道九株超火球,就看见九个连珠火球就像九颗小型的火焰之星一样砸落下来,全部轰在了黑暗剑主的身上。 九个超火球爆开了极其强大的威力,黑暗剑主在这爆裂狂火之中终于站不住了,他的头盔率先落到了地上,手中的大剑滑落,身上的那些残破不堪的盔甲也一件一件的落到地上。 死了,这家伙终于死了,海地有些激动了叫了起来。 黑暗剑主的死亡,意味着他们这次金字塔之行彻底结束了,而且还是胜利结束。 如此漫长的时间,待在这金字塔里足以把人逼疯,无论是史瑞夫的那非常折磨人的蠢办法,还是莫凡这最后大显神威击败正统君主,恐怕都是一辈子不会忘记了,海地也没有想到离开阿尔卑斯山学府后会有一段这样特殊的恋。 哈哈哈哈,总算可以离开这个该死的金字塔了,等老子回到市区,一定要吃尽所有美食,再约上几个美女,大仗个三天三夜,赵满言顿时大笑了起来。 三天三夜,你不怕死在别人肚皮上。 穆白笑着道。 那我也愿意,莫凡,你说是不是啊? 咦,莫凡人呢?赵满言扫视了一圈,结果发现莫凡不见了,吓得他一身冷汗。 再仔细一看,莫凡不知道什么时候倒在了地上,他的臂膀位置还有一个非常冒着黑气的醒目大伤口,鲜血就没有停止的往外流淌。 我靠,莫凡你可别死啊,你死了,胡夫可不带见你的。 赵满言赶忙跑了过去。 急忙给止血,穆白更是再一次使用他那虫子治疗法,为莫凡将那些伤口给彻底封住。 黑暗建筑的建立都带着黑暗腐蚀,还好莫凡自己也是暗影戏法师,身体里有叶煞护体,不然就他身上这纵横交错的伤,即便没有当场死亡也会被黑暗之力给夺取了生命。 一番检查,大家发现莫凡的气息慢慢的恢复了过来,估计也是湿血过多昏厥过去了。 嗷乌! 飞穿矮狼叼着莫凡那条断掉的手臂,慢慢的放在了莫凡的旁边,莫凡已经醒过来了,看了一眼那条被黑暗之力腐蚀的不成样的手臂,苦笑的摇了摇头道,算了,不要了,都变成这个样子,想接也接不上去了。 那就先这样吧,等离开了这里,你再到帕特农去,让他们为你施展再生之术,应该不会太久你的手臂就会自己长出来。 赵满言说道, 换作是别人,被黑暗力量伤成这样,基本上就是一个真正的残废了,治愈戏法师是可以接上一些断掉的人体部位,但前提是断掉的部位完整度足够高,同时没有被毒素,黑暗物质,诅咒侵染,一个黑暗建筑的黑暗腐蚀是相当可怕的,对很多魔法师来说能保住性命就很不错了,想要彻底恢复过来自然毫无希望。 还好莫凡现在是帕特农神庙的驸马爷,心下要知道莫凡手臂断了,那肯定会不惜一切的把所有治愈黑暗魔法的女闲者都叫来,给莫凡来一场总统级的治愈。 怎么样,是冥界指针吗? 莫凡见自己没什么生命危险,于是关心起这个重要问题来。 是,确实是冥界指针。 史瑞夫很肯定的回答道。 第1605章 胡夫,接受制裁吧。 莫凡,你这恢复的也太快了吧,刚才我看你还跟一副快死的样子。 米奥斯上下打量着莫凡,发现莫凡气色好了许多。 他们其他人也都受了一些伤,他们都还没有完全康复过来,莫凡却一副生龙火虎的样子,真怀疑这家伙的血统是不是掺杂了什么妖魔牲畜的。 话说起来,我晕倒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把黑暗建主的尸体给瓜分了? 莫凡忽然间想起了这件事来。 一个正统君主。 他死了要不爆掉好东西,莫凡怎么都不会相信的。 都这个时候了还见前眼开,我们运气不怎么好,这黑暗建主除了他的尸骸之外,并没有出现什么有很大价值的东西,至于残魂,被赛伊德收了。 米奥斯说道。 你,你夺走了我那么多惊魄,我拿一个君主级残魂怎么了,你,你不要逼我。 赛伊德马上变得紧张了起来,指着莫凡说道。 确定是残魂,不是惊魄。 莫凡问道。 君主级残魂,也算只点人钱吧,但肯定不如惊魄,一个君主级惊魄估计都会引发抄接法师们的群殴争抢。 总之,我这一次是不会再退让了,而且东西我已经炼化了,你想躲也躲不走。 赛伊德说道。 看你那样子,算了,既然是残魄的话,就当给你的劳务费了,看在你最后也很卖力的份上。 莫凡笑了笑,也不和赛伊德去计较了。 和自己从赛伊德那里夺走的那么多精破比起来,这君主级残魄其实也算不上什么了,更何况自己在金字塔里,自己和木白偷偷的吞掉了不少金头银珠的能量,这才是来金字塔最大的收获呀,莫凡没有必要再在这种小事上和赛伊德计较了,毕竟那是残魄,价值不大。 赛伊德听到莫凡这句话,也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莫凡看不上这君主级残魄,可对赛伊德来说这残魄就相当重要了。 他的木乃伊为死刀木乃伊,和黑暗建筑都算得上是同宗同族的了,一个君主级的残魄在市场上价格是不高,可市场上也压根就没有卖的呀,尤其是符合自己死刀木乃伊的残魄。 对赛伊德来说,这君主级的残魄兴许比那些统领级的惊魄还管用,所以当他看到君主级残魄之后,就再一次狗胆包天的去拿了,正好莫凡昏迷了,从刚才到现在他还一直担心这家伙醒过来之后会不会立刻跟自己翻脸,还好,这野蛮人也不是那么的不讲道理吗? 这把剑呢,你们检查过吗? 莫凡问了一句。 莫凡还是不太死心,觉得一个堂堂黑暗建筑,没有理由不出点宝贝吧,那他也太给广大君主生物丢脸了吧。 剑有什么好检查的,我们是法师,要这种妖魔的冷兵器有什么用? 赵满言说道。 莫凡走了过去,用意念去探索黑暗建筑的那柄大剑。 忽然,一个冰冷的力量反噬到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这让莫凡浑身汗毛树立。 好家伙,好庞大的黑暗之气。 莫凡不由的退了几步。 他才恢复,这会精神上也确实很虚弱,差点就没扛住这股袭来的黑暗之力。 怎么,有什么发现吗? 海帝问道。 好东西在这把剑立,你们不是黑暗法师,所以察觉不到吗? 莫凡也开嘴笑着。 还是自己细心,特意检查了一下这把黑暗大剑。 和黑暗剑主战斗的时候,莫凡就觉得有些古怪,黑暗剑主每次施展一些威力强大的技能时,他都要高举起手中的大剑来,像是在宣示着什么一样。 黑暗魔法都是来源于一位万古黑暗王,无论是黑暗生物还是黑暗法师,要想获得黑暗力量都必须与之签订一个黑暗契约,黑暗生物与黑暗王之间有什么特殊的约定。 莫凡不知道,但魔法师们则是将自己的魔能计献给黑暗王从而获得黑暗能力。 于是,莫凡就在猜想,黑暗生物与黑暗王之间总是得有什么媒介吧? 刚才检查这柄黑暗大剑,莫凡发现大剑上的黑暗之力竟然没有完全消散,这就表明黑暗剑主真正的庞大黑暗力量来源很可能就是通过这柄大剑。 你们都收不了,那我不客气收下了。 莫凡说着用手去触摸着黑暗剑主的大剑剑柄。 这时,黑暗大剑上立刻出现了一层黑色浓稠的液体,他们从剑尖的位置一直流淌到了剑柄的地方,再慢慢的流淌到了莫凡的左手手掌上。 莫凡,你这是干什么呀,难不成你想练剑,成为一个魔剑士?赵满言说道。 我你妹的魔剑士,你以为这是小说呀,还魔舞双修? 黑暗大剑里储存着黑暗剑主的黑暗精华,这种精华其实可以统称为黑暗物质。 黑暗剑主死了,这些黑暗物质就变成了游荡之物了,它们有可能会寄生到一些黑暗属性的生物身上,让它变得强大,也可能自行消散,变成空气里的黑暗元素。 我现在呢,是给这群无家可归的黑暗物质引一条光明大道,啊,是通天黑道。 莫凡解释道。 说的乱七八糟的,你不就是把这些黑暗物质给吸收了吗,这么说你的黑暗物质岂不是会变得更强? 海地说道。 哈哈,那是当然。 我的夜煞估计要更精进一层了。 莫凡笑了起来。 哇,怎么好处都到你头上了? 老子右手都没了,我这种人又不跟你一样,到了一座陌生城市就开始乱约乱弄的,我的右手有多重要你懂不懂,我收点黑暗物质怎么了? 莫凡义正言辞的说道。 莫凡将黑暗物质慢慢的引渡到自己身体里,让他们与自己的灵魂融合,灵魂里已经有夜煞的存在了,像这种给他增强力量的游荡黑暗物质精华进来,他怎么会拒绝呢? 马上开始了他的侵吞工作。 我已经计算过了,将指针往这个刻线转,明辉将会直指红海虚无岛。 史瑞夫开口说道。 我来吧。 莫凡主动走了上去,并看了一眼白色的冥界指针。 冥界指针大概有一米长,莫凡尝试着用手往史瑞夫说的那个刻度转着。 嘎。 冥界指针比莫凡想象中还要僵直,既然有些转不动。 怎么回事,挪不动啊? 莫凡说道。 加大电力。 史瑞夫说道。 莫凡加大力气,可冥界指针仍旧没有挪动的迹象,这让大家脸色一下子沉了下去。 不会吧,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结果这个冥界指针是无法转动的,会不会有什么禁制在上面呢?我看这指针也不像是什么神技啊,没有理由挪不动。 赵满言说道。 没有禁制,我看过了,奇怪,怎么会转不动呢?莫凡你再用力试一试,加一点空间系魔法。 史瑞夫说道。 莫凡点了点头,他将空间之力依附在自己的左手上,此刻左手的重力是相当强的了,他再一次转动指针,指针发出了响声,但仍旧无法按照想要的方向转动。 莫凡额头都有汗了。 虽然他只有一个左手,但也不至于掰不动这冥界指针吧,可能这个冥界指针还存在着什么他们不知道的秘密吧? 这可怎么办呐,冥界指针无法转动,冥辉改变不了,我们也无法按照原来的计划离开金字塔呀。 米奥斯有些慌张的说道。 都走到了这一步,却出现了这种诡异的事情,米奥斯非常着急,心里也很沮丧。 哎,还以为解脱了,没有想到,莫凡叹了一口气。 一时间,大家沉默了起来,很久都没有人说话,从各自的脸上看到的都是一层死灰色。 那个,你有没有试着往另外一个方向转? 忽然,海地提出了一个小小的意见。 另外一个方向,你是说往逆时针方向吗? 莫凡说道。 嗯? 如果这个方向都没法转动的话,那另外一个方向肯定也,莫凡说着用左手将冥界指针往逆时针的方向转动。 手那么一抬,指针立刻就有了反应。 咔! 咔,冥界指针朝着逆时针的方向转动了两个刻线。 看到冥界指针挪动的那瞬间,莫凡脸上的表情就僵住了。 而其他人也一个个瞪起了眼睛,先看了看指针,随后又看了看莫凡。 你不会一直没试过往另一个方向转吧? 木白跟看智障一样看着莫凡。 呃,莫凡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下台了,急急忙忙转动指针,绕上了一个大半圈,成功将指针给转向了史瑞夫说的那个刻线。 转动成功那一刻,立刻就看见冥界指针透出了一种幽蓝色。 这幽蓝色呈现一束,破出了指针罗盘的区域飞射向了看不见的黑暗之处,像是触碰到了某面镜子,这一束明光束又打了回来,并且折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上然后又折了回来。 如此反反复复,这一束明光在大家的头顶上编织成了一个绚丽无比的几何光图,整体看上去竟然跟魔法星轨,星图,星座,星宫有几分相似,是一幅巨大无比的星象。 我们成功了,抬起头看着这些如极光一样唯美的光束交织,海地有些不敢相信的说道。 好像真的成了。 莫凡回答道。 莫凡,你刚才的智商已经成功拉低了整座胡夫金字塔平均水平,可能没有你领队,我们早完成任务。 啊,终于结束了。 赵满言说道。 莫凡没理会赵满言,却是说出了另一番状言。 胡夫,接受我们华夏英灵的制裁吧,你这是就由自取。 第1606章 西红明辉 海芙拉的明辉呈现深海的蓝色,每每在夜里都会让白色的月亮都染成这样的色彩, 总是提醒着人们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 海芙拉与胡夫金字塔很近,这一次开罗的战场也是海芙拉挑起的,明辉自然也是从海芙拉金字塔之中射出。 而就在海芙拉金字塔与开罗进入到了第三阶段的大混战,海芙拉明辉闪耀着整片天际时,一道更加深邃的冥界之光突然出现了, 他的夜辉直达云霄之上,相隔上百公里远都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极致光束矗立。 光束仿佛是一种古老的旨意,在黑色的红雨中一下子唤醒了那些沉睡着的特殊星辰,这些星辰变得格外辉煌,特有的光芒也让开罗大地上人人可见。 更多的古老星辰在夜雨中苏醒,它们之间仿佛有着密切的联系,又仿佛是在相互之间组成一种古老未知的星象, 就在所有这种与胡夫有关的星痕完全由那一道光束明辉印亮的时候,这一道光束明辉突然间变成了一抹夕阳红色。 夕阳红色顷刻间印染了整片开罗的天空,这要是在傍晚看见这样的景象,仅仅是觉得惊艳罢了,可这会是在深夜,深夜吓得西红, 妖艺的让人觉得有什么末日之魔要从另一个未面降临。 我的天,你们看到了吗,战场上,一名冲在前线的指挥官抬起头来,震惊无比的看着夜空中印着的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当,当然看到了,好像一片血湖泊,指挥官,我们是不是没法活着离开了呀? 一名开罗士兵问道。 这样的意象带给人更多的是一层未知的恐慌,明辉尚且是他们认知的范畴,知道那是冥界生物们通行的氧气,可这西红色的明辉又是什么,难不成会有更可怕的东西要出没? 这次战争,已经是伤亡惨重了,进入到这第三阶段,很多军部都有些力不从心,偏偏最让人绝望的还在后头,第四阶段那些死去的人将会苏醒,如果连这第三阶段都让将士们精神有些崩溃了,到第四阶段岂不是要半个开罗都沦陷下去? 几个月来,这场战斗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亡灵们凶残,不顾一切,每一个驻守位置的魔法师总是不够。 要是在早几年的时候,开罗遇到了这样大袭击,国际上也会派遣许多援助过来,虽然其中大部分都是前来淘金的猎人,过来练的魔法学生,听从调遣的各国志愿军,但这些人加起来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可惜,世界海洋海平面上升,绝大多数强国都是临海的,他们自己都难以应付现在的情况,更不用说支援别国了。 这股来自世界各地的力量的缺少,比他们想象中得要严重很多很多。 而这第三阶段死的人越多,第四阶段就越恐怖,开罗早已经惶惶不安,军方和政府一再强调他们绝对可以抵挡亡灵大军带来的压力,可是民们没有几个真正相信了。 该死,怎么还不开城? 难道要我们这些人在这里等死吗,我可不要变成亡灵的食物,赶紧把城打开,一名商人义愤填膺的说道。 这名商人正是当初跟莫凡他们一起进入城市的那位商人,他为了钱财大胆闯入到开罗城战区,现在为了保命又不得不哭天喊的的逃离。 你们不能离开,开罗是安全的,城一旦打开,会引来更多的亡灵,亡灵都是嗅着活人气味在挪动着的。 我们也是为了你们安全考虑,请不要再给这座城市增添麻烦了。 一名守城的军官说道。 城门下,挤满了那些想要自行出逃的开罗民众们。 只包不住火,总战斗指挥官伊森已经严令所有的军人把战场消息透露给城内民众,可很多军人都清楚了战场情况,出于对家里人的考虑,他们怎么也会叮嘱亲人们一两句。 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军方和开罗政府都没有想到,只是开罗城不可能解除封锁,一旦人们开始陆陆续续潜逃,不仅会把原城里的人给带入死亡深渊,更会让那些出逃的人变成亡灵们争抢的食物。 城,必须封锁。 否则死伤只会更加惨重,无论出于哪方面考虑这都会最理智的,至于如何安抚民众,如何让他们保持冷静那就是一件困难至极的事情了。 开罗不是没有经过这样的困境,比这更糟糕的都有,大家请相信我们政府,相信我们军方,相信我们的魔法师们可以保卫好大家。 城市是战场的后盾,城市井然有序,战场才能够从容应战,大家请不要听信谣言,海夫拉的亡灵们永远别想踏入我们开罗城半步。 萨斯军统高声那些惶恐不安的人们说道。 萨斯军统被伊森调遣到了城里,由他来维持日渐难以调控的城内次序,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萨斯明白这也是伊森对自己的惩罚。 萨斯的发言并不是很管用,街道上仍旧挤满了要求开门各自潜逃的民众们。 真恨不得一个屠风斩将这群狗东西给全灭了,我们的兄弟们在战场前线出生入死,还不是保卫他们,他们倒好,在这里集体闹事,集体出逃。 好,萨斯高声发言之后,脸色就马上阴沉了起来。 很多时候萨斯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保护这群狗杂种们,自私,软弱,无用就算了,最喜欢讲人权的就是他们,有本事他们去和亡灵打仗啊,又要军队,政府保护,又不乖乖听话。 萨斯军统,您快看,集赛的方向。 一名副官忽然脸色大变的说道。 看看看,有什么好看的。 萨斯转了个身,站在高处的他可以一眼望见远处的夜空,当那一片西红映入眼帘的时候,萨斯也呆住了。 这是什么? 明灰吗? 为什么会有西红色的明灰? 难不成是胡夫金字塔,看方向,看对应的角度,还真是胡夫金字塔那里发出来的, 可为什么会有这种触目惊心的明灰? 萨斯军统,那究竟是什么呀? 副官声音有些发颤。 我怎么知道? 萨斯回答道。 就在这时,街道底下又一片尖叫,刚刚才稳定下去的一点情况又马上变得有些控制不住了,吵闹声让萨斯都有些发疯了。 完了,完了,这是末日极光,预示着我们开罗城的覆灭呀。 血吗,那是染到天空上的血吗? 伟大的法老王,请原谅你的子孙们的自大傲慢,就请发发慈悲,将您的亡灵大军收回去吧。 神啊,救救我们吧。 天之意象让开罗一片混乱,更多的人被吓得要出逃,军方和政府只能够动用魔法来将这场爆发的恐慌给强行压制下去。 但是,这样做肯定会让人们对政府信任大损,这次是压下去了,下一次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方塔 芬娜与大首脑哈肯站在窗前,他们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一束光打入星空,然后又打向了红海的方向。 难道,难道他们成功了吗?哈肯大首脑脸上露出了难以抑制的激动之情。 第三阶段的战争比他们想象中的要难熬,接下去会发生什么连他这位哈肯大首脑都无法预测,可这一抹西红色的光辉出现,却让哈肯望见的是曙光。 真的是胡夫明辉,可为什么是红色? 芬娜说道。 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明辉,在黑暗未面里,明辉便是如此,胡夫只是窃取者,用他来给亡灵们制造呼吸的死灵之气。 哈肯大首脑非常肯定的说道,他越发的兴奋起来,接着说道,时间过去了这么久,还以为他们已经全部成为胡夫的陪葬品了,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啊,芬娜,真得太感谢你了,将这样一位有胆识的年轻人引荐给我。 芬娜也打心底高兴,只不过他考虑的事情更多一些,他开口说道,军手,我们现在是与海夫拉金字塔进行战争,即便他们成功转动了胡夫金字塔的明辉,我们与海夫拉之间的这场战争仍旧不会停止吧。 现在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整个亡灵战役,而是开罗与海夫拉之间的这场战斗。 埃及的首都就是开罗,开罗吃了败战,对整个埃及影响巨大,哪怕后面亡灵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他们也元气大伤啊。 冥界只有一个,你认为冥界大门既然打开,海夫拉就不会受到影响。 哈肯军手说道, 如此说来,那我们要尽快将中国的亡灵帝国引入到冥界战场之中,这样我们开罗的压力将减轻很多。 芬娜明白了过来,脸上充满了笑容。 正是,正是啊,纯王齿寒,胡夫一旦遭受到中国亡灵帝国的大举进攻,海夫拉不会做事不理的,真是天佑我们开罗。 哈肯将手放在自己胸口上。 大军手,这可不是天佑,芬娜说道。 哈肯愣了一下,立刻明白了过来。 是啊,这怎么是天佑呢? 起初自己还觉得这个计划天方夜谭,即便同意了,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谁能想到,那年轻人,真是开罗的救星,尽管他真正的出发点是为了他自己国家免收亡灵之害,但他依旧也为埃及带来了让人期望已久的平静。 第1607章 不辱使命 这西红的异象持续了一整夜,到了黎明才慢慢的隐去。 红海的尽头,虚无岛究竟出现与否莫凡自己也不知道,史瑞夫说过,冥界之门的开启时间为三年,这三年里冥界将不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他的真面目甚至将会一点一点的展示在世人面前。 只不过,真正踏入冥界的应该不至于是哪个国家的军队,而是中国的亡灵帝国。 古老王一直喜欢开疆阔土,这个可以让亡灵们安逸的冥界,相信会是死灵的真正栖息之所。 集赛大地上,无论是夜空还是大地,都是那样恐怖的红色,亡灵们咆哮的声音响彻,他们感到愤怒而又耻辱。 而在集赛往百哥大地的青色盆地中,七个身影正悄悄的穿梭着,他们正是从金字塔里逃出来的莫凡一对人。 总算呼吸到真正的空气了。 赵满言感叹道。 是啊,虽然才两个多月,但总觉得特别的漫长,尼奥斯说道。 那个,我刚才观察了一下,我们在金字塔里待的时间可能不止两个多月,估计有快四个月了。 史瑞夫低声说道。 四个月? 我的天,难怪觉得那么痛苦,原来我们在金字塔里待了小半年。 在金字塔里,什么魔法科技的东西是无法使用的,即便是上发条的手表也会出现严重时间误差,所以大家是通过明修魔能的恢复来大致计算时间的,哪知道这一去,竟然过去了四个月,回想起来都觉得可怕。 金字塔里的元素更为稀薄的缘故,所以我们明修恢复魔能的速度会慢很多。 史瑞夫大致推测道。 出来了就好啊,现在我们赶紧回开罗吧。 海地说道。 老子要预定一屋子的妞。 赵满言想起这件事,顿时激动万分。 穿过了百歌大地,开罗也渐渐浮现在眼前,天已经大亮了,海芙拉的明辉仍旧在照耀着,战争并没有结束,在开罗的郊外黑压压的一大团庞大的云团,浓密无比,更压的空间狭隘压抑。 还没有结束吗,都过了这么长时间。 莫凡诧异的望着战场道。 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结束,现在最多到第三阶段,只是,感觉形势不是很乐观啊。 米奥斯说道。 亡灵已经越过了好几个安全界线了,这表明开罗的战程大部分被吞没,假如开罗战程这条防线被迫,开罗是肯定要遭殃。 开罗城市就在眼前,大家正准备进入的时候,莫凡忽然间察觉到了一种不寻常的气息。 莫凡回过头,隐隐觉得有什么在盯着自己。 又继续走了几步,莫凡再转过身,忽然发现一张苍白烟红唇的女子凑在自己面前,吓得莫凡差点叫出声来。 是我。 你这小冤家。 苍白烟红唇女子笑盈盈的,十足一个没有征兆跳出来的鬼魂,问题是这可是大白天。 九幽后阿姨,请你不要这样吓人好不好。 莫凡吐了一口气。 做得不错,冥界之门已经开启了,我也通知了王,哎呀,真是太好了,又有仗可以打了,希望冥界不要让我们失望,九幽后说道。 那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吧,你们以后就别打扰活人了,大家都混口饭吃,不容易的。 莫凡说道。 你都在说什么呀,哪里是我们在打扰活人,还不是你们那些见钱眼开的魔法师们老是侵占我们的目的,想从我们身上捞好处。 九幽后辩解道。 你们都什么岁数了,非得跟我们这些小后辈计较,又不是所有的亡灵都跟你们一样长脑子的,他们见人就扑,见血就咬,莫凡说道。 少来这套,我可告诉你呀,莫凡。 我们土地上亡灵的数量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庞大,并且绝不是所有的亡灵都听从我们命令的,像那些野亡灵,游荡亡灵,以及嗜血亡灵,你们也最好自己小心一点,下次别出了什么问题就跑到王那里兴师问罪,你以为他是和平大使啊? 九幽后说道。 你这现代话学得不错呀,都知道和平大使了。 莫凡不禁汉言。 亡灵就是亡灵,本性就是杀戮是血,也本就是活人的天敌,这次冥界之门开启,也不过是暂时给胡夫一点颜色看看,你指望从今往后亡灵再不袭击任何一座城市,那是不可能的。 九幽后说道。 我也不是种族和平大使,主要是最近国情严峻,海平面上升,海妖成为了最大的隐患,你们亡灵帝国能够平静个几年,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大家都要将可持续发展嘛,我们人类要彻底灭亡了,你们亡灵日子也不好过。 莫凡说道。 什么乱七八糟的,别忘了进攻冥界可是我出的注意,你还得好好感谢本宫呢。 九幽后说道。 是是是,您是我见过最具美丽与智慧的女幽灵,清明的时候,我一定给你多少一些最近比较流行的化妆品,时尚一款,绝对让您在女鬼之中大放光彩。 莫凡说道。 那不如你亲自送来吧,我倒比较喜欢你下来陪我,我可寂寞着呢,九幽后妩媚一笑,脸上露出了几分音色。 看在我不辱使命的份上就别打我主意了,你看下我旁边这位兄弟赵满言怎么样,他典型一张讨女人喜欢的脸。 懒得和你瞎扯了,借你的契约空间睡个觉,呀,这次出差,可累坏本宫了呢。 九幽后伸着一个大大的懒腰,那魔鬼身段一下子展示了出来,加上衣裳薄纱贴身,竟然还格外的诱人。 不是吧,我契约空间你也可以钻,你又不是我契约兽。 莫凡说道,你打开就行,另外有件事我不是很放心,我最好还是跟着你一小阵子。 九幽后说道,哦,哦,莫凡也是奇了怪,九幽后到底怎么钻自己契约空间。 莫凡打开了契约空间,契约空间一直都是小炎机的窝,还好小炎机也不排斥九幽后,给他挪了一些位置。 第1608章 沙渊飘行 北疆飞黄市大概再往西南的方向四百多公里便是青海湖,这里地势颇高,气候纯净,没有一点点杂质的天空宁静的浮在这块高原土地上,偶尔一些彩色的飞鸟掠过,在青海湖畔这种壮美的景色中增添上了一些秀气。 青海湖北畔,那是一片鹤岩土,上面覆盖着一些青青的草皮,东一块西一块,不是非常的完整。 呜呼。 瞧啊,我怎么还说来着,到这里来完准没有错。 青海湖畔这一带虽然没有被纳入到安界里,但很多老族民都说过,这里其实是一片神圣之土,连妖魔都很少会在这里游荡,所以我们尽管开,一个兴奋激动的声音从一辆飞驰的越野车上传来。 鹤岩土地上,一共出现了四辆越野车,他们紧紧的挨着,正沿着美丽的青海湖畔在行驶着,舒服的湖风吹到脸上,没有城市的尘埃和尾气,感觉整个肺腑都就此清空了。 就是啊,现在沿海紧张得要命,每座城市都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还是到这里好,亲自大自然不说,还特别的安全。 大家高喊着。 这是一群前来自驾游的年轻人,最近国内局势一直都不是很乐观,交通方面更被大幅度的限制,可就算是事态堪忧,该宣泄的情绪还是要宣泄,既然东边不再成为人们可以自由活动的地方,那么往西面总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四辆越野车像是从牢笼之中挣脱出来一般,速度越来越快,即便道路不平和无法阻挡他们追求刺激的加速度。 隆隆隆隆隆隆隆。 忽然,在这四辆越野车的前方,浓密到了极点的黑色乌云毫无征兆的出现了,并且一下子将他们前面的天地给笼罩了进去。 那种感觉就像是前方顿入到了可怕的黑夜里,被黑暗给彻底吞噬了。 那,那是什么,龙卷风吗? 越野车上的人惊呆了,急急忙忙的停止前进。 前面在塌陷,快掉头啊,忽然有人叫了一声。 大家往前面望去,发现赫土地真的在下坠,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吞噬掉了,他们急急忙忙的掉转车头,拼命的加快速度。 可行驶的速度终究没有塌陷的速度来得快,刚才还一副放飞自我的这群年轻人一下子开始哭爹喊娘,这副景象对他们来说实在太恐怖了,像是世界末日降临。 恶呀!恶呀!恶乌!恶乌! 鬼提声传出,塌陷的地方忽然间传出了万鬼狂笑,那声音传入到这些普通人的耳朵里,更是一种精神的折磨。 坐在越野车后座,一名花衬衫男子转头去望了一眼。 这一看,花衬衫男子直接昏了过去,他看到了塌陷的大地里,密密麻麻的全是猙獰的脑袋与身躯,那些失误叠成了一座座山峰,他们相互攀爬,相互啃咬,更相互拼凑肢体,完全绞成了一个腐肉锅炉。 这世上若有地狱,恐怕也不过如此了。 我们没有死吗? 四辆越野车停了下来,十几个自驾游的年轻男女惊魂未定,其中有几个更是已经要了裤子了。 刚才那是什么? 亡灵坑吗? 不知道,总之我再也不想来这鬼地方了。 活着的感觉真好,刚才那恐怖至极的一幕,他们再也不愿意去回想。 好像消失了。 我们还是回东部吧。 尼泊尔穆斯堂山,这是一座横沃且山巒起伏的山脉,正好成为了国土北面的一个很好的分界线。 牧城市也坐落在山下大概不到三十公里的地方,原本这是一座靠山吃山的安静小城,每到下午时分很多农民就会在山下的这块平地上劳作,可就在不久前,整个小城七万人都处在一个呆滞的状态,他们注视着那黑色云团消失的地方,思绪还沉浸在刚才无限可怕的黑暗深渊里。 祈祷,这座小城很久没有如此整齐划一的共同祈祷过了,但现在每个人都祈祷了起来。 感谢老天不杀之恩。 倘若那个黑色的深渊再往城市这里挪个五六公里,他们这座尼泊尔小城将不复存在。 印度拉贾斯坦邦 黑色的深渊再一次毫无征兆的降临,像是某个毁灭魔神从这里路过,带给渺小不堪的印度人们和城市久久无法平静的震撼与恐惧。 他出现的毫无征兆,消失的也极其迅速,一切重归于平静,却让无数魔法师见识到了这个世界上未知的强大,足以将它们瞬间侵吞。 开罗事 莫凡泡在预感里,一只手拿着手机在那里悠闲着。 觉得争得有些渴了,莫凡便伸手去拿放在旁边的冰饮特果汁,结果尴尬的发现自己抬起来的是一个空荡荡的肉坨。 正懊恼自己是一个残疾人时,手机又响起来了。 莫凡急忙去接听,里头传来了玲玲小萝莉的声音。 莫凡,你看报道了吗? 玲玲清脆的小嗓音听起来格外舒服,要是再交柔一点就更好了。 什么报道? 别又出什么事了呀,我才刚从金坟墓里逃出来,现在只想舒舒服服的当一回人。 莫凡说道 是煞渊? 玲玲说道 莫凡立刻坐了起来,皱着眉头问道,煞渊怎么了? 古都浩劫的时候就证明了煞渊其实不是随机性的空间飘移。 现在煞渊已经空间飘移到阿拉伯了,途径了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现在这几个国家报道满天飞了,他们请求国际上对这个现象做出解释。 玲玲说道 这,莫凡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古老王未免也太霸道了点吧,竟然直接把自己的煞渊往红海这里挪,挪就算了,还从别人的国家领土上直接踏过去。 搞得几个亚洲国家都集体爆炸了。 古老王应该是将煞渊驻扎在红海虚无岛了,要正式与冥界开战。 玲玲说道 动作好快呀,这件事也算告一段落了吧,我现在都还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居然挑起了一场帝国之间的战争。 莫凡说道 我听说开罗情况也不是很乐观,你还好吧,没别的情况就赶紧回国吧,虚无岛你可别去,那地方不单单是冥界之门,也是黑暗未免的入口。 玲玲说道 我知道,我知道。 反正我的使命完成了。 莫凡说道 之前跟你说的第二契约的事情,你应该具备条件了吧。 玲玲说道 好像可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可以了。 莫凡说道 莫凡获得了第二召唤契约。 那天九幽后说要借自己的契约空间睡一觉时,九幽后不想和浑身滚烫的小炎鸡睡一屋,于是就去隔壁的房间睡了。 莫凡当时也诧异,自己契约空间只有一个,九幽后难不成还能够自立空间。 仔细一研究,莫凡才猛的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契约空间。 这绝对是意外又意外的,之前玲玲就说过,召唤法师的召唤修为到达一定程度后,是会自行开辟第二个契约空间的,如此就可以获得第二只契约兽,在金字塔里一直埋头在那些该死的木乃伊那里,莫凡都没发觉自己已经拥有了第二个契约,真是喜当爹。 你什么时候回国? 玲玲再一次问道。 过一会吧,怎么了,是不是这么久没有见到我,特别想念我呀,小玲玲,我也想你呀。 莫凡嬉笑道。 哼,懒得跟你说。 玲玲说道。 有什么事,直接说吗? 莫凡问道。 等你回来再说吧,我上课去了。 玲玲直接挂了电话。 洗去了身上的那些木乃伊腐气,再舒爽的睡了两天两夜,最后吃上一顿美美的高级自助餐,莫凡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四个月,他们在金字塔里面待了四个月,那根本不是人过的日子。 往后这种天降大任自己还是能推就推了,在城市里多溜达溜达,没事多和身边的姑娘们促进感情,有事的话也就采几个让自己看不顺眼的傻X,多惬意啊。 莫凡,你这手怎么还没长出来,赵满言看了一眼莫凡的胳膊,反而在那里发笑。 黑暗腐蚀,没那么容易清除的。 莫凡也很无奈。 你还是去帕特农神庙吧,不然你这少个胳膊的走来走去,眉头大叼跟随,总会显得很傻逼。 赵满言说道。 莫凡懒得理会赵满言的幸灾乐祸,看他那苍白的小脸就知道,他最近甚虚。 你姐的那个小美女一直楼下等你呢,她好像很开心,说是你要带她逛街。 我看呐,你还是把人家给办了吧,你现在少调手,左手又不熟练,日子怎么过,还不如好好调教调教一下,赵满言说道。 你别总是那么窝窝窝窝的行不行,我对他没那么多想法,主要是我这人有一颗善良不爱的心。 莫凡说道。 我刚买了三盒,你要吗? 赵满言手一摊,开口问道。 莫凡不动声色的拿了一盒,放到了口袋里。